第1201章 城主在哪城主府的家丁 是第一时间发现 吕树他们准备离开的人 有喜欢拍马匹的过来问候 大人 您这是要走吗 吕树邪逆了他们一眼 这是你们该问的事情吗 小人不敢 家丁下的赶紧跪在地上 那大人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吕树想了半天忽然说道 记住 监牢里的人 一个都不许放掉 听到了吗 这时候城主府的家丁们都迷糊了 您这是跟他们有仇还是咋的 临走时交代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 千万别把这些人给放出来 这辈子造了什么年 这辈子才会遇见你 不过吕树想了想说道 不过不要虐待他们 饭菜还是要准备好的 如果我发现他们死了一个 之后谁当城主我就回来杀了谁 家丁赶紧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 这鬼地方 大宗师说 要杀的人 还真没有杀不了的 除非对方也是个大宗师 这里不像吕树那么大 在吕树惹了人躲起来 就算是大宗师想找一个人 说不定也得花费几十年的功夫 而这里就不一样了 本身地方就不大 能跑的地方多不多 他不知道 对于吕树来说 是肯定不想这些海外散修出来的 一方面是要赚负面情绪值 另一方面 则是不想这群人添乱 但同是地球人 吕树也不会把他们的性命荡而系 能保还是保一下吗 吕树带着卡洛和陈祖安准备离开 他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找吕小鱼会合 目标就是同桓城附近 在吕树看来 吕小鱼忽然当上同桓宗的宗主 都不算太意外 结果他们还没出发呢 就有了新的消息传来 吕小鱼杀掉了同桓宗的宗主之后 消失了 吕树不解 就没人继续追他吗 家丁小心翼翼地说道 还有人敢追吗 这方世界里最厉害的人之一 同桓宗宗主都被杀了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 那个小女孩到底有多么生命 不过吕树倒是放心了不少 起码这样一来 那个叫做苗苗的神秘青年 想找到吕小鱼 估计也不容易 就看对方 还得拿着卷轴图画来找人的手段来说 这个遗迹世界里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主宰 如果有 也一定是老神王 其他人只是这里的房客而已 再厉害的房客 那也只是房客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陈左安好奇道 当然是往同桓城那边去了 吕树理所当然地说道 不过路上经过的正阳城 也要去一下 去那些城市干嘛 陈左安不解 然而 他心中忽然就开始 替那些城市里的人 感到悲哀了 禁地之外和禁地中也是一样的 不能飞行 但是有卡洛尔在的情况下 雷霆已经不是吕树要考虑的事情了 这就很开心了 别人都不能飞 就自己能飞 简直就像是主场一样 仅仅时隔半天时间 雷树便带着卡洛尔和陈左安 来到正阳城门前 此时的正阳城门前大门紧闭 仿佛要备战似的 雷树叹息道 动作太大了 把他们给惊动了呀 此时遗迹世界里的各大城主 和各大宗主都人人自危 这里已经太久没有进来过新人了 所以大家面对新人的心态有点松懈 与小鱼杀城主的时候 大家都还没当回事 毕竟杀个城主嘛 虽然少见 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 这次新人杀城主 比较稀罕一些 可是当大家发现 吕小鱼连宗主都能杀的时候 就感觉比较惊悚了呀 宗主们都怂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世界 同还宗宗主 是个什么实力境界 大家都很清楚 彼此动起手来 也就是半斤对八两 也就说 对方能杀同还宗宗主 也不差自己这一个 于是 吕小鱼给整个遗迹世界的城池和宗门 都给打自闭了 而吕树知道 现在恐怕谁都别想找到小鱼 因为小鱼这个时候 一定在吸收第三个大宗师的法则 给主教晋升实力境界 等到小鱼再出现的时候 就是带着三个大宗师了 这时候 吕树也挺难受啊 给他提供负面情绪值的人 实在太多了 收入记录里面刷屏太快 那么多人明想找到 同还宗宗主的名字 都没法找 不过吕树笃定 同还宗宗主 一定是吕小鱼弄死的 吕树一点都不急也不慌 该慌的应该是那些 遗迹世界的大宗师们 吕树拍了拍郑娘城的大门 有人吗 城楼上探出个头来 扯着嗓子大喊 别拍了 你们干嘛的 卧槽 当城楼上那个脑袋 看清楚吕树他们这些 外来者的装束时 里面就跑了 赶忙去城里跟大家报信 完了完了 又有新人来这里了 主动来的 城里的恶贵们琢磨着这话 就感觉心里真别屈 以往哪次不是新人来了以后 都得先窝着 这次变天了吗 这里就像是一座真正的监狱 新来的犯人进来以后 你得先被老人们折腾折腾 给点下马威才行 体罚得走一遍吧 住马桶边上得走一遍吧 甭管外面多大的人物 进来的得先入乡随俗才行 宗门就像是个监牢里的号长 号长也是囚犯 但权力大能力强 其他囚犯都听他们的 而城主就像是号长的打手 帮忙管理其他小喽喽 秩序井然 基本上没有哪个新人 能在群体力量面前 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进来之后 就被收拾得服服贴贴了 当然也有特殊照顾的 比如说 新来的会被问 在外面跟谁认识啊 之前干什么的 这要是王城豪门出身 那大家就会掂量着来 毕竟万一哪天 被老神王给放出去了 再被王城豪门 追杀多划不来啊 然而吕小鱼就厉害了 他把号长和打手全弄死了 这时候 郑阳城的城主听闻动静 便走出了城主府 怎么回事 他的大奴隶开口就说道 城主您赶紧跑吧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有人打上门了 城主心里憋屈坏了 这方世界里 他还是头一次这么窝囊的呢 结果所有人忽然听到轰的一声 郑阳城城门碎成了无数木屑 吕树抬不走了进来 城主在哪 第1202章 杀人古新人 就这么生猛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没有一点点防备 吕树他们三个人都穿着冲锋衣 而吕树就走在最前面 烟尘渐渐散去 将三个人的身影显露出来 整个郑阳城里 竟然没一个人敢大喘气的 城主这个时候 已经不敢跑了 因为他知道 现在跑起来根本跑不掉 吕树笑道 不要紧张 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想杀人 哪个是城主勇敢地站出来 我就给你交代点事情 我是 城主壮着胆子走了出去 这时候郑阳宗救不了他 或者说 郑阳宗也不可能救他 毕竟宗主都怂了 而且他躲着也不是办法 这么多人在呢 总有人会出卖他的 所以与其躲着 还不如主动走出去 面对强敌时 千万不要胆怯 这个时候 一定要正面慢慢走过去 双眼看着对方的双眼 绷紧全身的肌肉 这样 能死得有尊严一些 这位大人 您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效劳吗 城主压抑着恐惧说道 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您在吕树何处高救啊 我是王城孙家的人 吕树愣了一下 孙家 他倒是真的认识孙家人 当初那些纹固成群结队 去南庚城准备教训他 为首的 可不就是孙家的孙仲阳吗 他父亲叫做孙修文 据说是王城豪门里 最有希望晋升大宗师的人 王城豪门屹历数千年 这里碰到有点关系的人 好像也不奇怪 而且据说孙家家主 都活了一千多年 这时候 用天才地宝调着姓名 一直在触碰一品 高手寿源的极限 随时都可能挂掉 所以这个时候 孙修文随时有接手 孙家家主的希望 那个老家主身为一个老古董 说不定这方遗迹世界里的人 还真的认识 吕树好奇道 孙家那个叫做 孙长青的老小子 你认识吗 他对王城豪门 真的是没有半分敬意 当初青石板路上的时候 除了宋家赌方大掌柜肖明泽 送了几千件法器盔甲以外 其他人全都袖手旁观 吕树觉得这也没啥毛病 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所以你不帮我很正常 我也不会念及你什么情面 这时候吕树说话 就并不是那么客气了 而这信孙的城主愣住了 孙长青是在下的叔叔 他是我们孙家的家主啊 孙修文呢 吕树继续问道 那是我堂弟 城主眼睛一亮 他儿子叫孙仲阳 大人您认识他们吗 其实我实力不咋样 完全靠着孙家的名声 才当上的城主 请您手下留情啊 哦 吕树点点头 然而内心是冷笑的 当然这冷笑 针对的不是这位城主 而是他山河印里的那具骸骨 陆空明 这遗迹百明了 都是屡宙人 自己问陆空明 西方天地叫什么的时候 对方却说不知道 而且 这里人人都惧怕境地 就连大宗师都不敢轻易靠近 那这个陆空明 是怎么进去境地的 为什么要进去 哼哼 有空地好好问问陆空明了 此时城主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家主都被称呼为老小子 自己这当侄子的 就别那么嚣张了 只不过城主也想不明白 这少年是从哪横空出世的啊 是自己被关押到这方世界 以后才出现的吗 吕树好奇道 你是因为什么被关进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孙修武 因为在王城结党杀人 被吕神丢进来的 孙修武小声说道 你们这里其他人 都是犯了什么事被丢进来的 吕树问道 回禀大人 犯的事都太多了 只不过有个共性 那就是全都杀过人 孙修武低声解释道 全杀过人 吕树大概明白老神王的底线了 当然这也符合吕树的猜测 一群杀过人的选手 如最凶的毒虫 养出来的骨 那也该是最凶猛的 这方世界 哪是什么囚牢 关押凡人 哪用得着老神王亲自动手 这不就是在养骨吗 忽然间城主壮着胆子问道 大人您是杀了谁进来的 哦 如果单说杀人的话 吕树咧嘴笑道 一口森白的牙 整整齐齐 我把端木黄起的 十二个莽妇克青给杀了 城内骤然一片死寂 竟是没一个人敢说话的 端木黄起 十二个莽妇克青 难怪这么生猛啊 吕神怎么把这种狠人 给丢进来了 没有人怀疑真实性 因为有宗主的死亡做背书了 他们知道 这些新人确实很猛 而城主忽然明白 吕树为什么有底气 敢喊孙家家主叫做老小子了 还有二十万黑羽君 吕树笑道 这一下子所有人都彻底梦了 枉夫克青是质量 二十万黑羽君是数量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位新来的少年 都是魔王中的魔王 这他妈谁敢惹啊 只不过 大家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 这少年都如此凶残了 那么那个杀掉 同桓宗宗主的小姑娘 又是何方神圣 树兄 别吓到他们了 陈左安乐呵呵笑道 他现在站在吕树身后 嘚瑟得很 有种狐假虎威的感觉 非常享受这群人震惊的目光 不过在他眼里 地球屠杀一场的 战争没有正义和邪恶 只有胜利和失败 城主战战兢兢地问道 大人 那您来镇阳城 是为了什么事情 哦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吕树拍拍脑袋 我就是来告诉你们 不要把那些新来的给放了 好吃好喝地关押着就行 城主愣住了 就这事 而吕树身后的陈左安则震惊了 他没想到 吕树专门跑镇阳城一趟 竟然是要交代这边 把那群海外散修给看好 他不知道 吕树心里早就有这个计划了 吕树如果不开口 那样就算海外散修被关十年 负面情绪值也不会给他 而现在吕树一开口 等于是吕树要关押着 那群海外散修 吕树怎么可能错过 如此海量的负面情绪值 就在今天赶路的时候 吕树已经点亮 第六层星云的第一颗星辰了 第1203章 一网打尽陈左安 还以为吕树来这里 有多重要的事情呢 结果就是为了 坑海外散修们一把吗 这要是被海外散修知道了 还不得炸了呀 虽然说那帮耸货就算炸了 也没什么关系 可陈左安是认真觉得 这群海外散修 上辈子一定造孽太多 才会在这辈子遇到吕树 城主愣了半晌 您是认真的吗 就是要把他们关在这里 没错 人不能死 但是一个也不能放出来 吕树说道 就这么简单 一群人 就连了解 吕树的陈左安 内心都是猛逼的 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 您这么大的人物 千里迢迢跑来 就为了这事 陈左安都不知道负面情绪值的事情 他们乃知道 吕树正在下一盘大棋 吕树也是忽然意识到 这里简直就是自己 刷负面情绪值的好地方 行了 吕树 看着正阳城里 所有人战战兢兢的样子 无仇无怨的 我也不会杀你们 把我交代的事情给做好 你们就不会有事 说完吕树 就带着卡洛和陈左安离开了 陈左安问道 树兄 要是跟你猜测的一样 那这里 都是杀人发 咱们叫化一下子 岂不是功德无量 卡洛平静道 恶人在这环境里 只会更恶 没用的 吕树看了卡洛一眼 他倒是没想到 卡洛也能如此冷静地 审视这个问题 他还以为女孩子 会更加爱心泛滥一点呢 当然说的不好听 就是圣母一点 而卡洛并不是那种女孩 或者说 他现在身为北欧神主 也只是在吕树面前 更像是个正常女孩一些 这个时候 孙修武赶紧掏出传讯镜子 联系郑阳宗的宗主 他得把这里的事情 赶紧告诉郑阳宗才行 镜子里的人面目显现出来 宗主看到是孙修武的时候 忽然松了口气 端起了架子 什么事情 孙修武把刚当的事情 讲了一遍 然后问道 您看咱们怎么办 你是说 他杀了端木皇起的 十二蟒富克青 还有二十万黑狱军 郑阳宗宗主都愣住了 这他妈是哪里来的狠人 他被老神王关押进来之前 曾与十二蟒富克青打过交道 知道这些人 如果想要杀掉 那就会面对一个整体 就算是他也 未必能全部杀完 而且最关键的不是杀人 而是这少年杀人的时候 端木皇起怎么没有拦着 就这么看着他杀了 这是蹊跷之处太多 可是他又不敢不信 就按他说的做 把那些人给我看好了 郑阳宗宗主吩咐道 您说 他这会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啊 城主小心问道 阴谋 宗主皱起眉头 对啊 是不是这些人里 有什么重要人物 或者是重要人物的家眷 城主问道 咱们要这么关着 万一出去了 是不是就把外面的人给得罪了 有道理 宗主想了想说道 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他们 起码要告诉他们 到底是谁要关他们的 明白 城主说道 这个时候 吕树已经带着卡洛和陈祖安 来到同桓城了 这里刚换的城主战战兢兢的 上一任城主刚死 这边凶手还没抓住呢 同桓宗就命令他来当城主 这特么不是送死吗 所以他就打定主意了 只要有过江龙到来 就乖乖地听命令 绝对不降 结果正寻思着呢 外面就有人来通报 同桓城的大门被人拆了 城主心惊肉跳地出去 想看看咋回事 结果吕树找到他以后 照着原样吓唬一顿 再交代了一下 关押外海修行者的事情就走了 同桓城现任城主 简直一脸猛逼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只不过吕树交代的事情 他们还得办 不办不行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一个神秘青年登门拜访 问的事情也很简单 先拿出卷轴问有没有 有见过画上的武器 然后再问吕树的样貌特征 最后问吕树去哪个方向了 城主愣了半天 今天这怪事 是一波接一波呀 他们嫌太久了 给大家找点乐子 如果吕树在这回发现 其实这里的人 也不认识那个叫做 苗苗的神秘青年 苗苗看着城主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相貌 城主描述了半天 结果他便看到 那个苗苗竟然凭空 射来一团沙土 在天空中变换着形状 最终变成了一张人脸 是他吗 鼻子再稍微挺一点 眉毛再阴气一些 沙土再次变动起来 城主忽然惊喜道 对对对 就是他 苗苗叹息 被耍了 竟然没看出来 他的实力尽见 您是 城主问道 苗苗说道 道祖同还宗 布老城的人来了 让他们老老实实 待在宗门里别出来 这次来的人 他们惹不起 哦对 你不知道布老城在哪 原话转告就行 说完 苗苗便离开了 而此时 郑阳城监狱里 已经有老头假装不经意地 将吕树的信息透露出去了 先是描述一下 吕树的不凡之处 再描述一下 吕树的样貌 最终不经意地 对海外伞修们叹息道 不是我们不想放你们啊 实在是不敢放 海外伞修们 当时就牙疼了 第九天罗 您这么闲的吗 进来之前 大家就觉得 第九天罗一定会坑人 但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 可能会运气好一点 碰不到第九天罗 结果呢 这TM简直就是被 第九天罗一网打尽了 这个时候 老头安慰他们说道 你们也别担心 他去其他几座城市也交代了 你们出不去 其他人也出不去 海外伞修们面面相去 还TM真是一网打尽 这会儿正飞在天上的吕树 简直快笑开花了 这种稳定的负面情绪值 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等等 吕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自己如果点亮第六层星云 是不是便意味着 自己就超脱了大宗师的境界 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第1204章 好人吕树修兄 你一开始就计划 把这些海外伞修们 一网打尽吗 陈左安不解道 以前第九天罗 是大型杀伤力武器 这种话开玩笑的属性更多一些 毕竟吕树坑的人 撑死了也就几千 相比几万人的基数来说 还是少的 所以大部分人 其实没什么切服之痛 别人说第九天罗坑人 大家也就跟着说 说着说着 就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梗了 而现在 听起来可以幸灾乐祸的梗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这到底有多痛 吕树飞在天空中说道 对啊 我的计划就是这个 陈左安小心翼翼说道 树兄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计划 好像都没成功过 快说呸呸呸 吕树黑着脸说道 这是牵扯到他的晋升大事 少了这么大个负面情绪 值收入怎么办 嗯 然而现在说 呸呸呸 已经晚了 吕树忽然发现 自己后台里面 刷负面情绪值的速度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 最终减少了他都 不忍心看下去的地步 陈左安看到吕树的表情 就发现不对劲了 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劲 他真的不知道 此时此刻 监牢里面忽然有人高声说道 我倒不觉得 第九天罗是在坑我们 一个白人冷笑道 你倒是说说 这不是坑我们是什么 第九天罗虽然在世界范围内 威慑里极强 但是你们见他滥杀无辜了吗 不管是你们凤凰社 还是信仰理论部 哪个不是送上门去自己 主动挑衅的 那个白人不说话了 他就是凤凰社的人 他也非常清楚 老虎被要塞一战是怎么回事 当时他就是幸存者之一 而其他人 也还没想好用什么话来反驳 只是觉得 这或观点怪怪的 第九天罗能是好人 最先发声的 那人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第九天罗从不滥杀无辜 从他的经历里 我们都能看出 这人是非常有底线的 当然 我不是要替他洗白 只是单说这次遗迹的事情 我觉得有蹊跷 你们想啊 就算他不说关着我们 我们就不被关着了吗 大家一想也对啊 他们来这里好几天了 这里的人有多忙啊 那是亲身体会过的呀 当街杀人面不改色 就算散修里 一些自诩为恶人的选手 都做不到这一点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这趟遗迹 简直就是掉进贼窝里来了 说话的人 环顾其他人的表情继续说道 你们想啊 他们留着我们 难道能有什么好事 我相信 你们都看到过这里的人行凶吧 若不是成手及时出现 我们能活下来多少人 而现在 你们注意刚才牢头说的没 第九天罗虽然要求关着我们 但是也要求好饭好菜供应 要求不能让我们出现伤亡 第九天罗真要是想让我们 不跟他争抢遗迹里的宝物 用交代的这么仔细吗 你们想想 第九天罗抢东西 什么时候 还需要防着你们这群三角猫啊 你们配吗 这话说的实在太扎心了 然而说的却那么有道理 第九天罗已经是大宗师的境界了 抢个一计 还需要把他们全关起来 根本不需要 那人继续高声说道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他这么做 肯定不是为了防止 我们抢东西 就算我们真的拿到了东西 他出去以后 照样可以从我们手里抢走 而且 天罗帝王虽然行事主张 向来对我们很防备 但他们 也没为非做歹吧 这个时候 大家已经开始动摇了 毕竟这些话确实没法反驳 第九天罗 根本没有动机啊 又不怕他们抢宝物 又交代把大家照顾好 怎么看起来 都不太像是坑人呢 然而还是有人不服气 那你说说 他是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个人平静回答 为了保护我们 你特么疯了吧 第九天罗保护我们 有人大笑起来 你先别笑 我问你 你能打过外面的那群恶人吗 那人分析道 而且 他们杀人不眨眼 你在外面行走 你敢保证自己 能活到一计结束吗 恐怕不能吧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 最安全的地方在哪 就是这牢狱啊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那人接着道 这次的遗迹 已经危险地超出想象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还是别惦记 宝物比较好 能活着出去就不错了 这个时候 旁边牢头笑着说道 在我们看来 你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听说你们是来寻宝的 哈哈哈哈 能活命就不错了 你们的实力太弱了 外面多少人都等着掠夺你们呢 这句话 狠狠地给大家补了一刀 有人小声嘀咕道 第九天罗 真是为了保护我们 没错 第九天罗是为了保护我们 这大概就是吕书后台里 负面情绪值消失的原因了 这得亏吕书不再者 不然当场就把给他洗白的 那个人弄死了 一个人每分钟提供 一百的负面情绪值 那么几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 一分钟能给他提供多少 虽然这负面情绪值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 但这仍旧足够吕书 刷出第二颗星辰 甚至第三颗了 而现在呢 全特么完了 吕书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忽然之间就变成了 一位悲天悯人的大好人 他做梦也想不到 按照吕书的想法是 等这次大家出去以后 肯定会炫扬他的恶名 然后很多人因此 对他产生负面情绪值 想到这里 简直就能笑醒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大家出去 不但不会传扬他的恶名 搞不好还会替他说好话 一旦有人说吕书的坏话 他们就会冲出来反驳 放屁 第九天罗氏好人 他救了我们的命 这下子 可能地球都废了 很有可能慢慢的 就没人给吕书提供负面情绪值了 这样的事情 几乎同时发生在各大城池的监牢里 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偶然 但最终历史会让世人明白 那其实是一种必然 就比如现在 大家实在是找不到吕书的其他动机了 第1205章 众沈路空明负面情绪直霉了 吕书甚至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陈左安这时候有点慌了 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随口一说 吕书惆怅地望着天空 自己的计划 难道真的无法成功吗 他们原本是朝着下一座城池过去的 因为吕书要把七座城池给跑一遍 把海外散修们全都关押起来 结果现在计划破灭 吕书也不想瞎折腾了 等出去以后 他一定要弄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弄明白 到底是谁在破坏他的计划 咱们现在还去下一个城池吗 云已成 陈左安小心翼翼问道 不去了不去了 还去个屁 吕书不耐烦地说道 与此同时 苗苗从同环城出来之后 便开始沉思 眼瞅着吕书他们 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 这么挨个找过去的 所以同环城之后 就应该是云已成 云已成之后便是陆晨城 这个时候 吕书他们已经离开同环城多时 所以苗苗直接去下 一座云已成 可能还是追不上吕书他们 于是苗苗有了另一个计划 他要直接去下下一座陆晨城 等着吕书他们的到来 这位神秘青年面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自己果然机智 这个时候苗苗觉得 吕书可能就是自己要等待的那个人 脸上忽然绽放出激动的神色来 他身后的同环城城主 已经开始迅速联系同环宗 导致苗苗需要他转告的话 然而同环宗新任宗主 听闻不老城时 面色大变 不老城的人在哪 就在我身边啊 同环城城主说道 结果他转头一看 苗苗不知道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 传讯镜子的新任 同环宗宗主喃喃道 不老城重现人间了 到底要发生什么大事 为什么说这次来的人 我们惹不起 城主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上一任城主和宗主都没了 咱们确实惹不起啊 新任宗主被咽了半天 瞎说什么大事话 只不过 早早便绕路去陆城城 等候吕树的神秘青年苗苗 在等待了两天之后 脸都黑了 人呢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苗苗忍不住地去了云以城 结果他发现 吕树他们连云以城都没去 吕树 卡洛 陈祖安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还是回不老城等着吧 该来的终究会来 苗苗叹息道 此时的吕树和卡洛 陈祖安坐在野外 卡洛和陈祖安 两个人看到吕树 忽然掏出一具残破的骸骨来 陈祖安忍不住说道 树兄 这是谁的骸骨啊 为什么这么惨 只见陆空明的骸骨两臂 都已经被混沌给咬碎了 脊椎骨下面 也都残破不堪 说实话 吕树也有点猛 他没想到 混沌竟然对于玩骸骨 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骸骨一出来 陆空明便在骸骨里面大喊大叫 我全说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千万不要 把我放回去了 这个时候 陆空明最庆幸的是 吕树 在自己被玩死之前 终于想起了自己 而且 陆空明也终于明白 这世上最恐怖的 就是混沌这种哈士奇隆 他不打算问你什么 也不打算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他玩你 纯粹就是因为 他想玩你这么简单 面对这样的敌人 说啥都不好使 你说的越多 他越觉得 你好玩 求饶都不好使 这大概 就跟有些聪明父母告诉小孩子 千万不要跟聋哑孩子 打架的道理是一样的 吕树小时候 在福利院就见过这种情况 有些孩子因为聋哑 被父母抛弃到了福利院 这种孩子是最不好惹的 平常你跟普通孩子打架 打不过了可以认输 但是跟聋哑孩子打架 你认输 人家也听不到 吕树有时候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很残忍 有些父母 只是因为怕自己 被残疾孩子拖累 就将孩子抛弃 却没想过 那是一个平等的生命 没有做好为孩子 遮风挡雨的准备 那你就管住下半身啊 这一点 李仪孝做的就挺好 平时李仪孝可以混 但面对大事的时候都很认真 吕树乐了 之前你说 你没听说过天地 我现在问你 西方天地叫什么 端木黄起 西方天地叫做端木黄起 陆空明说道 其实吕树早该发现 这货有问题了 当初这货刚刚夺舍 直升飞机驾驶员的时候 便已经展露出来了 与二品对等的实力 那个时候 吕树觉得 这货不简单 但是也没多想 毕竟只是个二品嘛 可现在想想 一个都变成骸骨的人了 夺舍别人还能 立马展现出二品的实力 那生前应该是 非常厉害的存在啊 你生前到底是什么人 吕树好奇道 我劝你想好了再说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对宇宙非常熟悉 说实话 大家说不定还能合作 说错了 估摸着 你以后也没啥说话的机会了 你能不能为我找到一具身体 我的魂魄快要消散了 陆空明说道 行啊 等你回答完我的问题就给你找 你到底是谁 吕树说道 我是南方天地 做夏文在否的大可卿 陆空明说道 吕树愣了半晌 你拿什么证明 我曾奉命截杀天地 御扶摇的奏折 陆空明说道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被吕神丢进了这里 我曾是吕神 您老人家身体 最近好骂宗的宗主 后来被一个来自 布老城的神秘青年 追杀进了境地 这些事情 似乎每一件 都能在吕树这里得到印证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能亲眼见到 这位马屁精选手 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但是这种拍马屁风格 好像又很符合 对方欺软趴硬的性格 截杀御扶摇奏折 把屁宗第一代宗主 被布老城高手追杀 这些事情 每一件都是吕树知道的 但这并不能证明 陆空明就是文在佛的人 吕树皱眉 文在佛 为何要截走奏折 因为他怀疑御扶摇有鬼 正在密谋着 对吕神不利的事情 陆空明说道 但那神秘青年 为何要追杀你呢 吕树好奇道 这个你恐怕解释不了吧 第1206章 布老城上的白色焰火 如果按照陆空明所说 对方真的只是因为截杀奏折 然后被老神王给丢进了这里 那么存在一个问题 这种事情 为什么会遭到神秘青年 苗苗的追杀 为什么追杀 难道那个神秘青年苗苗 是御扶摇的人吗 可是问题来了 苗苗又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陆空明也不会主动告诉苗苗 自己在外面干了什么吧 不过吕树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文在佛 起码真的截杀过御扶摇的姓氏 而且这个御扶摇 恐怕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不是吕树在给御扶摇下什么定论 而是他觉得自己 必须对这个人保持警惕了 吕树 盯着陆空明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不老实的话 估计你八成是活不下去了 你截走奏折 也应该是文在佛和御扶摇之间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被关在这里 陆空明神神秘密地说道 因为我在奏折里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御扶摇给老神王写情诗 吕树皱眉问道 陆空明震惊了 你到底是谁 你为何会知道 《御扶摇》奏折里的内容 这个时候 陆空明不可能不震惊 因为他开始怀疑 吕树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被吕树的秘星知道的这么多 实力又如此强横 这才几百年的时间 吕树怎么就蹦出了这么一个 从未听闻过的少年高手 而吕树则在想 他看过御扶摇的奏折 前面一直是情诗 可后来忽然间就全是空白奏折了 一开始吕树以为是御扶摇放弃了 但现在想想 很有可能是因为奏折被劫的事件 导致他不再往奏折里写东西了 那场截杀奏折姓史的事件中 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别管我是谁 吕树乐呵呵笑道 说了你也听不明白 但我能确定的是 你被抓进来的原因 绝对没那么简单 而且那神秘青年 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追杀你 因为我研究出来了夺射的功法 陆空明探息道 这个时候 他不打算挣扎了 因为他现在有点畏惧吕树 总感觉对方知道的事情 比自己还多 忽悠不成了 而且他心中 盈盈想要抱吕树大腿的意思 说不定 这就是自己重建天日的机会 夺射确实有点伤天害理 吕树想了想说道 宇宙以前没有这种功法吗 没有 但是很多人想要 陆空明说道 这世上的一品高手 也不过才八百年寿元 大宗师也不过数千年 但是人的欲望却没有止境 若有了夺射功法便不同了 这是真正能够与老神王一样 长生久世的方法 只不过换一个躯窍而已 吕树明白了 这要是自己发现这种人存在 也得给他关起来啊 首先研究这功法 就没存什么好心眼 其次 这种功法万一外泄了 宇宙的世界秩序 会增加很多隐患 所以老神王就把你抓住了 吕树好奇道 文在佛没保你吗 不 是文在佛亲自把我交给老神王的 陆空明探息道 我没想到 文在佛眼里柔布的沙子 还想将功法献给他呢 吕树松了口气 因为他一直觉得 文在佛是个好人 如果忽然被颠覆 吕树也有点受不了 那么 文在佛一直怀疑的玉扶摇 恐怕就是真有问题了吧 那神秘青年 为何追杀你 吕树好奇道 也是因为这功法 陆空明平静地说道 不过他恐怕没想到 就算将我杀死了 我也能继续苟言残喘 你这功法倒是挺特别 吕树点点头 连你也不认识那神秘青年吗 布老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不认识他 从未听闻过 陆空明说道 但是布老成我知道 那是一座天空之城 有人说 那城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白色火焰 而那神秘青年在这里 便只为守护那火焰 你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吗 吕树问道 之所以这么问世 这两天 吕树快速地翻了一下 负面情绪值的记录 就是锁定苗苗两个字 想要找到对方的负面情绪值 结果一无所获 吕树不相信 对方一直找不到自己 还一点负面情绪值都不给自己 那么很有可能 苗苗只是一个称呼 而不是本名 这个世界上 能够不给他提供负面情绪值的人 还特么没生出来呢 陆空明摇摇头 我在吕树 也从未听到过这么一号人物 按道理说 我活得已经够久了 但是却从来没听说过他 不仅是我 其他的宗主也没有 提起宗门的时候 吕树的表情又古怪起来 他问道 你那马屁宗的名字 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么不要脸的吗 陆空明不服气了 我凭本事拍的马屁 你凭什么说我不要脸 老神王虽然把我关进来了 但是他在我心里的光辉形象 堪比日月 那里齐先能给宗明 取作其先宗 我这宗明 也跟我名字有关啊 吕树愣了一下 你不是叫陆空明吗 我小明叫吕神 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陆空明解释道 得得得 你先别说话了 吕树发现 这祸脑子可能有点毛病 你夺舍别人 就没什么后遗症吗 当然有 夺舍之后 会有数十年的恢复期 实力和灵魂 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才能回归巅峰 不过对于大宗室来说 动辄上千年的寿命来说 这根本不算什么 陆空明解释道 你知道布老城在哪吗 吕树问道 你给我找到合适的躯体 我再告诉你 陆空明说道 现在有你讨价还价的份吗 吕树挑了挑没吗 但是你再不给我找个躯体 恐怕我还没带你找到布老城吗 我就已经没了 陆空明说道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躯体 吕树问道 健康 健壮 一品实力尽见 陆空明说道 你说的呀 吕树说道 对 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 不后悔 不后悔 然后陆空明便眼睁睁地看着吕树 不知道从哪牵了一匹烈焰云居出来 陆空明都猛逼了 大哥 起码得在人的范围里选吧 来自陆空明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第1207章 云中城池陆空明 怎么都没想到 吕树会给他牵出一匹马来 按正常人的思维 人类夺赦 那肯定是找个人啊 而面前 这位少年的思路 就比较奇特了 吕树乐呵呵笑道 以前都是你拍别人马屁 现在轮到别人拍你马屁了 还不开心 陆空明看着那匹烈焰云居 你是魔鬼吗 这下子就是真拍马屁了 来自陆空明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不然呢 让你夺赦谁 吕树不满意了 有匹马就不错了 你夺舍步 你要不夺赦 就说明 你还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这种论点并不少见 比如 挑食就说明还不够呃 所以 吕树是 故意牵出一匹 马来恶心陆空明的吗 吕树肯定不会承认 在他看来 这就是试探陆空明 到底是不是真像陆空明 自己口中所说的那样 游进灯窟了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陆空明奋力挽救着自己的命运 吕树不耐烦了 最多再给你换一匹马 自己看着办吧 陆空明实在是从来都没有夺舍过 人类以外的生灵啊 不然在禁地里那么多的生灵 几百年过来 总会有那么几只 跑进那个山洞的 陆空明想夺赦 早就能夺赦了 然而晋升到大宗师便明白 人类的修行和生灵的修行 是迥然不同的 他贸然夺赦生灵 搞不好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 连重回大宗师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呢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他没有骗吕树 陆空明知道自己确确实实 已经游进灯窟 上一次他夺赦直升机驾驶员的时候 就消耗了太多的魂魄力量 结果还没夺赦成功 现在只能算是苟延残喘 不要这次机会 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 赶紧的啊 就算你没了 我不是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宗主 带我去布老城吗 吕树催促道 陆空明心中一发狠 好 就夺赦这匹马 他现在想的是 就算夺赦这马以后 暂时无法再换回人身 但这生灵 修行到大宗师 也有恢复人身的机会 这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 吕树 察觉到 一小股能量 好像从海谷中一散了出来 决决地投入了烈焰云居的头颅里 下一刻 烈焰云居的眼神 更加灵动起来 成功了吗 烈焰云居说道 吕树这就明白了 这是成功了呀 他沉吟了两秒说道 你看是这样 我肯定不能放你出去霍乱人间 你有这夺赦的能力 真让你跑了 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毕竟你换了面孔 隐姓埋名 真的不好找 但是如果你带我找到了布老城 我就送你一个礼物 陆空明心中有些悔恨 早知道这功法研究出来了 会成为全民公敌 自己何苦研究这功法呀 事实上 尚未者恐怕和吕树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陆空明真的不能给他自由 不然这货很有可能会成为 这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 别人到了寿源便死了 只有陆空明能够一直活下去 你还找不到他 因为他连身体都给换掉了 这世上恐怕只有吕树 还拥有找到他的希望 因为他能通过寻找名字来确定真身 可那也太麻烦了吧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 陆空明意或道 放心 你肯定喜欢 吕树笃定地说道 现在告诉我 布老城在哪 在天上 陆空明说道 吕树看了看什么 也没有的天空 再看看烈焰云居陆空明 你确定 确定 陆空明坚决地说道 虽然我只见过那组布老城的轮廓 可那城池分明就在天上 就藏在云中 铝树皱了皱眉头 原来是藏在天上 难怪这里的人 几乎都不知道布老城的秘密 因为这天上有雷霆 根本没人 可以在天空中随意飞行 所以 也就很难发现 那布老城到底藏在哪里 而那个苗苗 能够自由进入境地 难道说 对方也是跟卡洛尔一样 不惧怕雷霆 所以才能在天空上生活 很有可能 大概方位在哪 吕树问道 陆空明辨认了一下方向 然后说道 西方八百里 出发 吕树打手一挥 便走在前面 他现在对布老城非常感兴趣了 路上走着呢 陈祖安忽然乐了 树兄你发现没 嗯 吕树转头看着他 你觉不觉得 咱们这队伍还缺点什么 陈祖安乐呵呵说道 吕树发现陈祖安这伙 思维有点飘逸啊 缺什么 缺个杀物镜 陈祖安说道 你打算去西天取金南师部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塔洛尔是师傅 吕树是大圣 陈祖安是八剑 低配版红楼马也有了 还缺个成秋巧吗 也不知道 现在成秋巧怎么样了 还有吕小鱼 吕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 他曾试图用分身来联络吕小鱼 可是失败了 对方拒绝具线分身出来 这是为什么 小鱼小鱼 等等我 成秋巧喊道 咱们不去找树哥吗 不去 吕小树现在说不定就在陆陈城吗 吕小鱼在前面轻松地走着 那消息说他去铜桓城和齐仙城 交代了奇奇怪怪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他肯定是想把那群海外散修 给坑一个遍才对 成秋巧感叹道 还是小鱼你了解树哥呀 那咱们现在去呢 吕小鱼忽然停住脚步 看向天空 就是这里 那个铜桓宗的宗主魂破我 已经彻底消化 而这天上藏着的那座城池 就是这遗迹里最神秘的地方 那上面有一座城池 成秋巧愣了半晌问道 飞在天上的吗 咱们找这座城池干嘛 吕小鱼眼神平静 这一劫 我替他瘦了 小鱼你说什么呢 成秋巧好奇道 然而吕小鱼并没有回答他 就在此时 成秋巧忽然发现 地面正在抬高 吕小鱼没有使用飞行的能力 而是直接催使安东尼 从地面拔起一座 可直上云霄的山峰来 山峰迎面 仿佛云也触手可及 雷霆没有动静 这方法 竟是不会惊动天幕上的禁止 入城城里的渺渺 豁然回首望向不老城方向 森冷道 谁敢擅闯我不老城 话音刚落 这神秘青年便掠空而去 目标正是不老城的方向 第1208章 新节神秘青年 原本泰然自若地坐在城主府里 入城城的城主 在旁边瑟瑟发抖 结果这时候 他便看到神秘青年冲天而起 天上雷霆随风而动 可是一道雷霆 披在了神秘青年身上 对方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神秘青年似乎还嫌速度不够 竟是直接撕开了虚空 直接穿梭进了虚空之中 这踏入虚空的法门 只要是大宗师 便能无师自通 可前提是你得知道 坐标才行 通俗易懂得讲 你得先到过那个位置 然而 这对苗苗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便是不老城之主 已经在此守候数百年了 吕小鱼和成秋桥两个人 随着拔起的山峰直上云霄 当山峰扎入云霄的那一刻 两个人赫然看到 云海之上 真的漂浮着一座城池 城池如山 山下有云海 大云海滚动间 壮阔心扉 一望无际 这一刻 吕小鱼忽然觉得 原来这遗迹世界里 净空的禁止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 这城池不被人入侵 再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恐怕设下这禁止的人 都不会想到 这个时代里 竟然还有人能凭空 拔起一座山峰 可吕小鱼偏偏就能 这里 就是遗迹的核心 再无悬念 山峰上有一座石梯 凭空出现 城池的山台上 吕小鱼 站在紧闭的城门前 皱起眉头 她忽然止住脚步 并且拉住了城秋桥 小心 梁眸下一刻 从虚空中一步 踏出看向吕小鱼 你是何人 滚开 吕小鱼面无表情说道 不知为何 梁眸看着吕小鱼的表情 像是忽然明白了 什么事的 然后笑了起来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信息 但这是心结 是她给自己准备的心结 你如何能度 什么狗屁心结 是结我就能替她度 吕小鱼说道 她深周漂浮起 大量的深海白沙 似乎这苗苗再不让开 她就要出手了 苗苗叹息道 不度此结 就不会明白自己的心意 连自己的心意都不明白 如何执掌天下魂魄 与七情六欲 不是我为难你 而是我本就是 奉她之命看守此地的 废话太多 吕小鱼说道 让开 对不住了 苗苗向吕小鱼 拱了拱手表示歉意 然后忽然笑道 虽然知道你是好意 但这里我说了算 这边的云海 竟然都向她和成秋巧包裹而来 此时全速行进的吕树 忽然看着前方愣住了 那遥远天边 赫然一座山峰 正在快速生长着 她说道 是小鱼 最了解吕树的是吕小鱼 而最了解吕小鱼的 也必然是吕树 这方世界里 还有其他人 能够拥有这平空造山的威能吗 没有了 吕小鱼忽然出现在不老城的方向 肯定不是偶然 她看向身旁的烈焰云居 不错 这次没有骗人 真正地看着吕树 再次不知道 从哪迁出来了一匹烈焰云居 来自陆空明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陆空明都差点崩溃了 你给我弄皮马干嘛 你现在也是马呀 嫌弃人家干嘛 吕树乐呵呵笑道 等等 陆空明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可你好歹给我弄皮母马呀 你为什么会给我弄皮公马 吕树沉吟了两秒说道 你可能自己都还没发现 你现在其实是皮母马 陆空明 来自陆空明的负面情绪 加999 语树有点尴尬的笑道 哈哈哈哈 之前搞错了呀 不好意思 陆空明直接就疯了 你是故意的吧 你肯定是故意的吧 一般人 不常骑马的人 看到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第一时间区分公母吗 大部分正常人 都不会是这个思维 谁嫌着没事区分公母啊 毕竟连马的品种之类的东西 都还分不清呢 脑海里只有一个概念 马 所以陆空明也是正常人啊 大宗师也不会嫌着没事 天天骑马完 所以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 等到他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这个时候 公马出来以后 就往陆空明身上蹭 陆空明汗毛都炸了 你特么离我远点 旁边陈祖安乐呵呵笑道 哼哼 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啊 要是我能这么吸引 妹子就好了 吕树瞥了陈祖安的身材一眼 还行走的荷尔蒙 你这充其量 也就是行走的胆固醇 陈祖安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树兄你是不是非要把身边的人气 一个遍才行 陈祖安无语道 不过他看了看旁边卡洛 忽然想到 吕树好像没怎么气过卡洛 然而这个时候 那天边的云海滚动 吕树打断他说道 我要先行一步了 你们后面跟上 吕小鱼那边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必须赶紧过去 云海忽然这么诡异 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嗯 卡洛点点头 我们会尽快追上你的 说完 吕树便飞上天空 他的飞行速度 比其他人多快 所以 带着陈祖安和卡洛 等于拖慢了速度 可是踏入虚空的法门 因为他从未去过不老城 又不能用 只能就这么飞过去 天空中的雷霆重新凝聚 而吕树凭空 抽出燃烧着烈焰的吞贼来 竟是一刀一刀 将雷霆全都劈散 雷云在吕树头顶 一次一次的凝结 变相是一朵朵黑色的莲花 一次又一次的 在他头顶绽放 但吕树 只想争分夺秒 雷霆越聚越多 吕树忽然有点不耐烦了 他手中的吞贼 裹挟着火浪 如同海啸一般 卷上雷云 滚开 那雷云被一分为二 竟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陈祖安看向天空 吕树远去的身影 而后看行平静的卡洛 忽然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卡洛看向陈祖安笑道 虽然我也不知道 具体会发生什么 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他可能要回来了 打什么雅弥呢 陈祖安小声嘀咕道 第1209章 人生陈祖安总觉得 好像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似的 只有自己还蒙在鼓里 他看向披荆斩棘 飞往不老城的吕树 忽然感觉有些陌生 那熟悉的身影里 像是藏着一颗 不那么熟悉的灵魂 这让陈祖安感觉有些不安 卡洛说他要回来了 但是陈祖安觉得 那回来的 可能就不是吕树了 别人可能没这种感觉 因为在他们眼中 第九天罗 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用管他到底什么性格 也不用管他有什么过往 只需要强大神秘就足够了 可是对于陈祖安来说 第九天罗 这个称呼并不简单 他与吕树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从炎湖遗迹开始 就同生共死 虽然准确地说 是吕树出生入死 他跟着混 但是他陈祖安需要的 并不是一个 只用有强大力量的队友啊 他需要的是一个朋友 不管大家怎么开玩笑 不管吕树平时怎么扎心 但陈祖安 依然能够没心没肺地笑着 还可以在生存边缘疯狂试探 如果那个人不再是吕树了 而是另一个灵魂 那还能一样吗 不会在一起吃火锅 不会在一起开玩笑 不会再有人问陈祖安 为什么不戴帽子了 那样的人生 该多寂寞 我不想他回来 陈祖安低声说道 嗯 塔洛诧异地看向陈祖安 陈祖安低着头 表情都隐藏在阴影里 我更喜欢现在的树兄多一点 你不觉得 树兄就挺好的吗 塔洛想了想 忽然笑了起来 说的也是 那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 天穷之上的云海 在吕树到达之前 便已经回归平静 等到吕树 飞至布老城门前的时候 那座紧闭的大门 已经轰然打开 里面没有街道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只有一个黑洞 深邃得像是一片虚无 吕树没有多想 便手吃吞贼走了进去 吞贼的烈焰怒 放着吕树的情绪 他要找到吕小鱼 然而就在他踏入大门的一瞬间 保持着台步的动作 就仿佛一座雕塑 整个世界陷入了 最诡异的一种规则之中 吕树的心情变得空明起来 就像是忘记了许多事情 他的记忆在这一刻 被尘埋覆盖 心中有那么一丝茫然 一扇老旧家属楼的防盗门 在他面前打开 正是炙热酷暑的季节 这个家中的餐桌上 放着几盘菜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却特别下饭的样子 昏黄的灯已经亮起 一个温婉 而又沧桑的女人 端着米饭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对他笑道 小叔 放学回来了 赶紧洗手吃饭吧 吕树愣了三秒钟 妈 这时候温婉的女人皱起眉头 你是不是成绩又考差了 我等会儿就给你班主任打电话 问问你最近在学校的表现 吕树又陷入沉思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又感觉一切都那么自然 他有点心虚 我最近在学校表现挺好的呀 旧的世界仿佛破碎了 而新的世界已经降临 过去已被尘封 那些深沉记忆都不再拥有 吕树 17岁 高三学生 一切都像是平凡的模样 别人有的 基本上他都有 17岁 他在高三的日子里面辛苦学习 就像是大部分的高三学生一样 完命的奔跑 那是一个燃烧青春的年纪 一切都还不用悔恨 临近高考的时候 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不太理想 吕树觉得自己 也许只能考个二本了 18岁 高考结束 吕树读了大学 在毕业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跟他表白 对方很漂亮 是班花 那位班花被很多人喜欢着 会弹钢琴 家住市委大院 据说高考毕业以后 家里就送了一辆车 但是吕树拒绝了他 很多同学诧异地看着吕树 却不知道 吕树为何会做出这个选择 其实吕树自己也不知道 他站在夏日午后炎热的操场上 看着操场上 已经长出了杂草 炙热的阳光洒在操场上 就像是一片光的海 吕树觉得自己 好像在等待着谁 所以他不能答应 21岁 这年吕树大三了 同学们开始准备考研的事情 可吕树却不愿意 继续在象牙塔里消磨时间 成绩平庸 师长们对他谈不上喜欢 也谈不上讨厌 甚至没有什么印象 期间有女孩追逐吕树 不算好看 但也不算难看 吕树对女孩说 自己在等自己命里的人 女孩哭着走了 大天下暴雨 吕树失魂落魄地站在操场上 总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 好像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了 回到寝室的时候 吕树拒绝女孩的事情已经传开 室友们调侃着吕树 说啊 你还真是根木头 都待了这么久 也没见你对任何人惦记过 装什么情圣 竟然还等待着命里的人 吕树没有言语 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等谁 22岁吕树大学毕业了 普通学历 普通家庭 很难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同学们一个个远走高飞 而吕树留在了本地 一个月的工资 好像干什么都不够 索性不用谈恋爱 才勉强有点结余 一个家里开工厂的同学 对吕树说 要不你来我家常理干嘛 吕树拒绝了同学的好意 看着同学开豪车离去 27岁 吕树参加了很多婚礼 有个同学 甚至都已经要了二胎 同学聚会的人越来越少 要么工作太忙来不了 要么在家 带孩子无法脱身 聚会上的人寥寥无几了 只剩下孤零零的几个人 推一杯换盏 席间有好兄弟忽然说 你知道咱们高中班花还单身吗 他一直还惦记你呢 吕树摇摇头 我心里有人了 好兄弟们哈哈大笑起来 别闹了 你心里有没有人 我们还能不知道吗 父母开始给吕树安排相亲 吕树不得不应付这个 以关心为名的尴尬饭局 见了十多个姑娘 可每一个都不是他要等待的那个人 慢慢的 吕树自己都有些动摇了 那个人到底在哪里 兄弟们喝酒的时候 劝吕树的时候 已经开始唉声叹气 说啊 人这一辈子呢 大部分人结婚对象 都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 大家早就从非你不可的心态 变成了是你也行 凑合着过吧 第1211章 一个人 一座城28岁 父母开始替吕树担心了 甚至带他去看过医生 生理医生 还有心理医生 吕树面对着心理医生时 说出了自己多年的想法 他在等一个人 心理医生安慰他许久 然后在病历上写道 妄想症 29岁 吕树最好的朋友结婚了 吕树是伴郎 新娘家陪嫁了一辆车 吕树问好兄弟 你爱他吗 好兄弟说什么爱不爱的 过日子就行了 这个时代还谈什么爱情 5岁的时候 你可以只为捕捉一只蝴蝶 而跑到一公里外的田野 10岁的时候 你可以只为一个冰淇淋 而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 19岁的时候 你可以为喜欢的人 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 29岁的时候 你可以只为了生活 而随便就找了人过一辈子 好兄弟说他越来越懒了 懒得去爱 也懒得被爱 吕树看着胸前烟红的伴郎花朵 再看看身边美丽的伴娘 好兄弟新郎巧声对他说 这姑娘还单身 很不错的 家里有房 父母工作稳定 自己是个老师 婚礼上热闹而喧嚣 一群不认识的人 坐在宴席换展15和6 开着新郎新娘的玩笑 也说伴郎和伴娘郎才女貌 也许身边的这个姑娘也不错 他察觉到这个伴娘对他有点意思 因为新娘已经告诉伴娘 吕树近几年工作顺风顺水 别人谈恋爱的时候 他在努力工作 别人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他在努力工作 如今已经年薪不菲 画着妆的男司以手持话筒 问着试词 新郎说我爱你 新娘说我也爱你 吕树甚至无法确定 他们是不是对彼此说的 到了扔手捧花的环节 谁拿到 就会有姻缘好运降临 吕树的好兄弟 故意交代新娘 把手捧花扔给吕树 然而那手捧花 扔到了吕树的面前 却坠落在了地上 还是伴娘捡了起来 只剩下吕树一个人 站在那里发呆 他心中忽然有点酸楚 你在哪呢 司仪忽然大笑问道 伴郎你怎么哭了 吕树恍然 哦 我替我的好兄弟感到高兴 司仪鼓掌 真是好兄弟 婚礼后 吕树来到新郎的家里 他看着美艳动人的新娘 盘坐在沙发上 如同事快的小女人 三十岁 好兄弟的老婆怀孕了 辞职回家生育 照顾孩子 好兄弟问吕树 怎么还不结婚 吕树说他还在等 好兄弟哈哈大笑 吕树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三十一岁的时候 好兄弟找吕树借钱 说生孩子家月子会所 花了十万多块钱 家庭快撑不住了 吕树把钱借给他 笑道 反正我也不太需要钱 你慢慢还 但是不还的话 可就没有下一次了 好兄弟说 放心 我现在看见了孩子 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新生 吕树心中稍微有点羡慕 可他还想等等 这一等 就是十五年 四十六岁的时候 高中同学们在聚首 九席上班花胖了许多 班花犹豫地 看着吕树苦涩地笑了笑 你还是老样子没变 吕树看着饭店 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 好像时光在他身上做了手脚 惩罚他用一生的时间 去等一个人 直到中老 九席间有人问吕树 孩子多大了 吕树说自己还没结婚 所有人惊诧 你还在等那个人 吕树沉默很久说 但最终说道 对 非他不可 四十七岁 经济形势不好 吕树失业了 职场里的后辈们 一个个热情似火 吕树已经不再是 那个拼搏的年纪 竞争不过 那些年轻人了 五十岁的时候 吕树和好兄弟喝酒 好兄弟来到吕树家里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 公愁交错 与灯红酒绿 人生已过大半 仿佛什么都能看明白了 两瓶白酒足也 好兄弟喝得满脸通红后说道 身体越来越差 生活就是平淡的柴米 油盐酱醋茶 老婆娘家老是对自己不满意 孩子要上的补习班那么多 这里也要花钱 那里也要花钱 有时候半夜看着 那个是你也行的妻子 默默跟他算着家里的账本 他几乎要崩溃了 幼儿园一个月一千多 甚至几千 辅导班也是 孩子说想出国 一年就是几十万砸进去了 但是他看着孩子期待的目光 真的不愿意 承认他负担不起了 他也享有自己的人生 好兄弟说自己的孩子争气 学习比自己当初强多了 他要为孩子创造好的条件 只是报志愿的时候 他说 孩子 你一定要报一个好找工作的志愿 孩子却不愿意听 父母与孩子之间 就像是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无法跨越 孩子看着窝囊的父亲说 我不想活得像你一样 好兄弟说 孩子工作以后 开始慢慢理解我了 可是我多想告诉他 不要向生活妥协 不要向世界妥协 说着说着 眼眶就红了 好兄弟说 这酒真辣 56岁喝酒的时候 好兄弟沉默了许多 他对吕树说 其实我有点羡慕你知道吗 你截然一身 从未妥协 吕树有些苦涩 其实我也想过要妥协的 但这么多年都等了 也不差最后的那一点人生 好兄弟问他 如果最终还没等到呢 原本犹豫的吕树忽然说道 那就再等一辈子 80岁 好兄弟病重了 吕树来到病床前 好兄弟拉下氧气说道 这几天 我的人生80年 就是幻灯片一样 一张一张地放映过去 后悔的 不悔的 都历历在目 吕树握着对方的手 躯体上 随时都可能脱落 好兄弟忽然哭着说 我昨天晚上做梦了 梦见我回到了 我们的那块操场上 牧春的季节里 大家打着篮球 你还记得那个 跟我告白的女孩吗 她拿着一瓶矿泉水 递到我手里 我回望草长英妃的操场 身边的人都在兴奋地喊 喧嚣而又繁华的世界都在喊 在一起 在一起 90岁 吕树也躺进了病房 没人来看她 独自躺在病床上的吕树 就像是一座孤城 一个人 一座城 一生心疼 这一天 忽然有一个神秘青年 来到她的病房里 看着垂垂老矣的吕树说道 你明白自己的心意了吗 第1211章 暗图与星图 当虚无的梦境还在推演时 有人旁观着梦境中的一切 你身上有暗图吗 神秘青年苗苗 在虚无中对吕小鱼说道 我凭什么告诉你 吕小鱼平静地问道 她深周被云海缭绕 承秋桥已经不知所踪 而她却被困在虚屋中动弹不得 你告诉我一个秘密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苗苗说道 你先告诉我 你是谁 吕小鱼死死地盯着苗苗 我的小名叫做苗苗 火苗的苗 曾是她心中的一团火 也是她第六层星云之上的生灵 本名除惠 苗苗说道 不 准确地说 应该叫她除惠 吕小鱼愣住了 她知道吕树心中有一团白色的火焰 一直半死不活的 没想到 眼前这神秘青年 才是那团白色火焰的本体 除惠笑道 我很久以前奉命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等待今天 我执掌心结 可让结起 也可让结面 她如今正是在经历心结 我来替她除去心中的污秽 这次吕小鱼真的迟疑了 是她给自己准备的心结吗 对 除惠说道 她这一生 都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平凡生活 做了一辈子决绝的人 却最终被一个选择给困住了 她不甘心 那个选择是什么 除惠并没有说 吕小鱼沉默了很久 我身上有暗图 你想起上一世了吗 除惠说道 想起又如何 这一世就是这一世 吕小鱼斩钉截铁地说道 吕小鱼就是吕小鱼 不是以前的谁 那如果她想起了呢 除惠问道 那是她的自由 吕小鱼说道 那你是否知道 暗图的宿命 除惠平静道 宿命 吕小鱼疑惑 除惠叹息 你为此舍了一切来陪她 但是你却不知喜怒哀俱爱物语 这第七层 只能由暗图拥有者来开启 而暗图终将消亡 吕小鱼愣住了 似乎这还是她第一次 听闻这样的话语 除惠静静地 助力在虚空里 等待着 想知道吕小鱼会如何回答 然而 就在此时 吕小鱼低声说道 我只是想陪着她而已 你们所猜测的东西 其实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可即便我只是想 单纯地陪着她 不去想这些东西 可这样 就能永远陪着她了是不是 存在于她的星途里 你说什么 除惠压抑地看着小鱼 她从来没想过 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除惠无语许久之后 她转身踏入了吕树的心结 你是谁 垂垂老矣的吕树 在病床上问道 我是谁重要吗 除惠问道 对啊 吕树怅然若失 不重要 我都要死了 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一刻 吕树觉得 病房外面的阳光照射在手背上 都已经感觉不到温度了 她的90年人生 也开始像好兄弟所说的那样 开始播放幻灯片 一张一张的 帮助她回忆她的一生 可脑子里 总还是回荡着一句话 你明白自己的心意了吗 吕树想起18岁那个夏天 女孩害羞地对自己说 可不可以交往一下 吕树想起自己21岁那年 站在大雨里茫然失措 吕树想起好兄弟对自己说 这世上大多数人最终的归宿 都不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非你不可 最终都变成了 是你也行 吕树想起 自己只是等一个人 却被记录成了妄想症 最终 世界从起点抵达终点 吕树等的那个人 他想到自己那位好兄弟问他 如果最终没有等到呢 吕树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当时回答的是什么了 在病床上 吕树抱着头痛苦地回忆着 自己到底回答的是什么 对了 那时候他说 那就再等一辈子 可是 他已经等过一辈子了 吕树站在一条十字街头上 看到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身上是灰暗的 世界也是灰暗的 人这一生太苦了 苦得自己 都忘了有多么苦 所以大多人向生活妥协 向世界妥协 可吕树偏步 正因为这世界已经够苦了 他才要寻找那最后的一束光明 此后如今没有其他人 能与他同行 他便是唯一的光 这世上妥协的人那么多 等到老了以后 写成文字以为 那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可那真的不是悲伤 而是懦弱 吕树 偏偏就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光明还在 不管是十五岁 还是十八岁 还是九十岁 故事里的人都坚定地告诉自己 无怨也无悔 除慧叹息道 生命都要结束了 也不肯放下吗 吕树的声音传来 若一世等不到 我就再等一世 若下一世还等不到 那就生生世世 这一刻 吕树仿佛又看到了那柄 藏在星图里的剑 剑身上写着 这天下风景他一分都不要了 十岁人 除慧想了很久 你想不最终的命运吗 如果最终 你们会反目成仇呢 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因为暗图就是为了成全星图而存在的 只有他能开启第七层星云 让你从更高的境界中超脱出来 向永恒开战 除慧说道 放你妈的屁 那老子就永远不开第七层 吕树的声音愤怒了起来 不老城外的云海 开始疯狂涌动 除慧愣愣地看着吕树 一个愿意放弃自己 另一个愿意 永不开第七层星云 吕树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 已经花白的头发 渐渐变成了黑色 容貌也重新年轻 他死死地盯着神秘青年 摘下了自己的氧气罩 老子的命运 老子自己选 我质问你 老子的小鱼呢 你把他绑哪去了 整个世界都燃起了白色的火焰 吕树躺在病床上 他的氧气管 他的病房窗帘 他身边的一切 都开始燃烧 吕树将一切都燃烧殆尽 只见他从虚空中 抽出那柄吞贼来 可是吞贼上 原本燃烧着的橙红色烈焰 也变成了白色 犹如星辰本来的颜色 除慧忽然有点慌 而此时虚屋中 吕小鱼小声嘀咕道 我怎么觉得 他等的不止一个人呢 他以前就没开第七层 第1212章 他大手一挥 想要再次将吕树 拉入另一幕世界中去 那个世界里杀生震天 吕树站在王座之上 看着世间的战火 而王座之下 匍匐着无数的人 犹如蝼蚁 那个世界里 强大生灵的皮革 被做成了战骨 敌人的血染成红色的金旗 那个世界里 只有一个主宰 他征战3000年 得到了一切 不 好像不是一切 还少点什么 而那少的东西 他甚至可以放弃一切来换 这幅世界画卷 正在慢慢展开 可是这世界还没完全展开 却被吕树手持吞贼一剑斩断 碾压成沉 吕树冷声说道 前尘往事 一笔勾销 今生便是今生 前世便是前世 我是吕树 不是吕神 重生一世 吕树经历了那么多 如果再羁绊过去的就时光 如何向前看 吕树还是吕树 从来都不是谁的影子 他选的路 从不回头 除惠说道 这里的一切 你要如何选择呢 把他们放出去 禁地里的禁地外的 足以毁灭许多 吕树冷冷地看着除惠 我想拿回的东西 何须依靠这种伎俩 我不是他 我杀性也没那么重 这一记里养的骨 为这一天而准备 却派不上用场了 禁地里外的生灵 不管是人类 还是那些凶兽 都被憋在这里太久了 若是一声令下 将他们放出去 足以完成一个世界的彻底洗牌 这是吕神为自己准备的后手 他从来都不会 将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中 可吕树与他有许多共同点 却又有许多不同 如果这世界的生灵 全部释放出去 那将是无差别的血洗 整个世界必然生灵涂炭 除惠叹息一声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这一刻 吕树和吕神 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 吕树看着除惠沉吟了两秒说道 我是想明白了 但我估计 你还没想明白 我帮你想想 等等 除惠面色大变 是你让我等在这里的啊 吕树乐了 我不是刚说完吗 我不是他 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你当初说不会追究的啊 除惠面色大变 你看你这个人记性太差了 吕树不乐意了 答应你的是他 又不是我 你之前 也没说等在这里会挨揍啊 除惠感觉自己 真的是秀才遇上兵 有理也说不清 就在此时 当吕树触碰到除惠的一瞬间 这一记世界便开始破碎 除惠便是这方世界的阵眼 吕树心脏剧烈跳动着 那久违的白色火焰 终于回到了心脏之中 那是火焰中的至高 也是执掌心结的权杖 一记中的所有外来者 重新回到了皇室国家公园里 吕树皱眉内视心图 除惠便盘坐在第六层星云之上 哪怕这层星云还未完全点亮 你给我出来 吕树冷声道 除惠盘坐在第六层星云上死活不动弹 傻子才出去 你说话不算数 你要打死我 火可就灭了 你第六层星云还未完全点亮呢 我现在不用听你的 吕树算是发现了 跟自己有关的 不管人还是事物 简直一个比一个皮 他平静地思考着 这白色火焰失而复得 可他始终忘不了 自己曾经见到玉福瑶第一面时 白色火焰的异常跳动 为什么会出现内视的状况 玉福瑶身上还有什么秘密 不过吕树现在已经知道 这除惠是 暂时不会出来送人头了 但除惠的强大能力 还是让吕树心惊 大宗师以上的强者 可翻江倒海 但如果是种下心结 却可能从内部摧毁他们 谁能没有心结呢 这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圣人 每个人心中的悔恨与惆怅 都可以成为心结 这个时候 皇室国家公园里面 有人开始为劫后余生欢呼 这个时候 吕树的特征就太明显了 所有的世界碎片 都向他涌去 是个人都明白 这就是恩人第九天罗呀 然后所有人扑向吕树 想要把他举起来 扔到天上庆祝 结果大家 一个个看到 吕树平静的表情之后 立马就怂了 第九天罗 还是你第九天罗呀 吕树看着旁边人的表情 就觉得不对劲 他纳闷问道 你们看起来 好像挺感谢我的 不是我亲口交代 要把你们关起来的吗 你们不恨我 一个人在旁边笑道 您别装了 我们知道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 吕树 什么跟什么 你们这脑回路 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变化吗 难怪特么的负面情绪值 忽然没有了呀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吕树黑着脸 你们不要误会了 我就是单纯的 想把你们关起来而已 我是坏人 大家哄笑起来 哈哈 哪有说自己是坏人的 您放心 以后再有人说您坏话 我们就帮您教训他 不是你们等会儿 我给你们捋捋呀 我去交代那些土著关押你们 其实是为了不让你们 跟我争夺一计的宝物 吕树在座最后的挣扎 有人笑道 您别逗了 我们哪有资格跟您争东西啊 我们不配 吕树愣了半生 全特么完了 自己以后 还怎么赚这群人的负面情绪值 这群人竟然得自己洗脑了呀 而且 未来有人黑自己 或者对自己有怨念 就会蹦出来这么一群人 成为自己的洗白大队 还是死中的那种 从物种生存的角度来说 这就是种群为了避免继续被伤害 进化出了新的能力 或者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心态 这特么多什么鬼 吕树看向自己的负面情绪值 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忽然出现了一些 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还有基金会的 当自己心中再次燃起白色火焰的时候 虽然他切断了一切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终究还是回归了 王座之下 借为蝼蚁的时代 被吕树自己亲手斩断 而与此对应的是 新时代终于开启 在此之前 他还有些事情需要了结 第1213章 舆论乱象 这次皇室国家公园 一记结束之快要 远超修行世界的想象 以往就算是 向导一记之类的小一记 也怎么都得半个多月 甚至有长达两个月 才被找到阵眼的 而这次 整个一记持续的时间 撑死了也就一周 当然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一周的时间 对于吕树来说 就像是又度过了一生似的 那么漫长 他在里面经历了无数次选择 无数次动摇 以及动摇后重新坚定 就像是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烧红的铁块 放在一个重重的锤子下面 无数次的锤炼 没人知道吕树的经历 只知道是吕树救了他们 也没人知道 吕树得到了什么 更不知道这一记 本身就是吕树 给自己留下的心结 全程 只有除惠和吕小鱼 纵观了整个心结 两个人陪着吕树 重新度过了一次人生 这让吕小鱼很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吕树的人生 不管是哪次 他都始终没有缺席 在那段人生里 吕树有所改变 但有些东西 也是没有变的 比如高中的时候 一次体育课上 数学老师拿着卷子 走进教室说道 今天体育老师生病了 咱们讲讲数学卷子 等一节课讲完了之后 老师问大家有 什么不懂的 吕树举手 老师和颜月色问吕树 你还有哪里不懂吗 吕树说道 老师 从一开始就没听懂 数学老师愣住了 一开始 吕树沉饮了两秒 我不懂 为什么体育老师病了 咱们 就得讲数学卷子 在那段人生里 吕树不算是学渣 但成绩也确实好不到哪里去 那个时光里 吕树就像是普通人一样 度过一段平凡的时光 当过刺头 当过一阵子刻苦努力的好学生 为生活拼搏过 也为生活沮丧过 其实吕树并没感觉到 有多么难过 因为他也曾 渴望过这么一段人生 不管是吕神的人生 还是吕树的 对于他来说 都太过不凡了 此时 谁也没一季 会这么快结束 原本那么多普通人 都被席卷进去 已经引起了全球恐慌 但一季结束的时候 大家清点伤亡人数却发现 这伤亡的比例真的很低 然后外界所有人都在问 遗迹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一点都不危险吗 这个时候 参与过遗迹的人 都会是一副 劫后余生的模样说道 这个遗迹比想象中的 更加危险 里面有土著人类 整个遗迹 就像是一个重刑犯的监狱 而每个土著人类 都是十恶不赦的囚徒 不小心进入境地的散修 和普通人则会说 那里的生灵恐怖到极点 随便拿出来一个到地球上 都是使徒籍的灾难 这下子所有人都纳闷了 那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么多普通人都毫发无损 既然你们把遗迹描述得这么危险 为啥你们没事呢 所以 话语和结果 根本逻辑都不同顺啊 不会是联合起来骗大家的吧 然而就在此时 参与遗迹记的所有人 眼睛里都有了不同的光彩 是第九天罗救了我们 它就像是黑夜里的星辰 就像是漆黑海面上的灯塔 几乎就在这一天 基金会论坛里 无数人开始赞颂第九天罗 说着第九天罗 如何为了大家的安全 让所有人躲过一劫 原本基金会论坛上 很多人都是在黑吕树的 可现在完全见不到这种帖子了 吕树一天之间洗白 洗得干干净净 甚至以往有些坑人行为 都被人重新解读 比如说老虎被药色 吕树坑了那么多的物资 变成了吕树 因为不想杀人 所以就通过截略物资的形式 试图逼退各大组织 可是最终各大组织执迷不悟 明知山有虎 天象虎山行 比如说覆灭神级的那次 明明是神级这个组织 当时自己踏上了负面之路 妄图危害事件 而第九天罗 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将神级的危险思想彻底清洗 反正说啥都不好使 第九天罗就是牛逼 吕树看到基金会论坛上的风向时都疯了 眼瞅着他获得的负面情绪值越来越少 急了 以前哪怕他不弃人 可世界上还有着他弃人的传说 哪怕睡觉以后 都照样有人给他提供负面情绪值 吕树管这些负面情绪值 叫做税后收入 可是现在呢 没人会给他提供负面情绪值了呀 明明是魔王 怎么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吕树非常不服气 他登陆基金会论坛后 便开始跟这群人展开唇枪舌战 你们竟然还觉得第九天罗是好人 他好在呢 别自作多情了 他才没有那种悲天敏人的报复 就是想坑你们而已 吕树在想 这样喷自己 就算无法扭转大家的想法 可是一样能够获得大家的负面情绪值啊 因为他在诋毁大家心目中的第九天罗 这就相当于去微博上 骂当红流量小鲜肉啊 吕树心里苦 没想到这个时代 自己竟然都需要骂自己来赚负面情绪值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负面情绪值最重要 吕树几乎已经看到负面情绪值朝自己奔涌而来的场景了 结果刚发出去十秒钟 系统忽然提示 帖子涉嫌违禁 已被管理员删除 如有疑问可提出申诉 吕树都猛逼了 这特么怎么还带删帖的呢 你们基金会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他赶紧联系基金会论坛的客服 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结果吕树惊恶地发现 他特么刚申诉完 对方竟然把他的账号都给封了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 你们把第九天罗的账号给封了 这账号 以前吕树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压根没人知道 这个账号是他的 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连自己的坏话都不能说了 封球了啊 吕树惆怅道 他转头看向旁边玩手机的吕小鱼 吕树当场就震惊了 吕小鱼你在干嘛 我在基金会发一篇我以前的作文 吕小鱼美滋滋地说道 什么作文 人民英雄吕小树 吕树第1214章 一遇吕树物中生吕小鱼的语文老师 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到 他曾经批改过的一篇作文 竟然会在世界范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就像是一篇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学术论文一样 不 可能诺贝尔奖的学术论文都没这个影响力 基金会论坛的ID是自己取的 并不是实名制 而吕小鱼的ID就叫做 吕小树的官方代言人吕小鱼 吕小鱼的基金会签名下面是 承接各类商务合作 有益者请私信 他的后台此时私信如同大海一般 波涛汹涌 吕树觉得自己很难在地球上 赚到什么负面情绪值了 一记里 吕树曾有机会去读取吕神的记忆 重新成为吕神回归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既然要割裂 那就割裂一切 没有留恋 没有不舍 就像是一个人 如果嘴上说着 已经忘掉一个人 但是时常还会拿起那个人的照片 那就不算真的放下了 吕树可以自私 可以气人 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小毛病 但从史智中他 都是一个有原则 言行一致的人 说不回头 就绝不会回头 所以 这一刻的吕树就在想 吕神是因为赚不到地球的负面情绪值 才选择离开的吗 可惜这件事情 并没有什么记载 导致吕树根本无从得知 反正吕树 吕树现在有点想放弃这群自我攻略的选手了 没有负面情绪值 他该怎么晋升啊 吕树发现 如果只是安安心心的畅小星星 恐怕自己要 花费几百年 才能从大宗师的境界中超脱出去了 当然 这在其他修行者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在他们眼里 超脱出大宗师境界 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能花费几百年就超脱出去 那真是他好了 但是吕树等不起啊 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而那面前挡着他前行的阻碍 很可能早就从这个境界里超脱出去了 就在此时 旁边的吕小鱼忽然问道 有人出高架 希望你表演胸口碎大石 你去不去 吕树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超级英雄的 吕小鱼看了一眼吕树的表情 好吧你不想去 那这个代言女性 那一品牌 你看怎么样 吕小鱼 你给我适可而止啊 吕树黑着脸说道 吕小鱼大笑起来 吕小树你现在的商业价值 简直排名世界第一 这件事情 让吕树痛定思痛后终于认识到 自己真的不能再做什么计划了 任何计划都不行 以前吕树敢于做计划 是因为 事情最终都总是圆满结束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可结果是好的 然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这个全球舆论风潮的转变给吕树 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 这时候 吕树和吕小鱼 他们已经从皇室国家公园离开 准备回到天罗帝王 而卡洛尔 与所有北欧神族的成员会合 准备先乘坐飞机回到北欧 吕树还没说什么 卡洛尔却先说道 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见面了 我已经申请成为第十二天罗 涅亭天罗正在审议这个申请 应该没有什么阻案 吕树当时就震惊了 涅亭这是什么骚操作啊 他好奇问道 这有可行性吗 卡洛尔想了想说道 涅亭天罗说 积极欢迎民主党派 共同维护和谐繁荣 这么符合国情的吗 北欧神族都成国内民主党派了 吕树带着吕小鱼 承秋巧 陈左安去坐飞机 登机前 安检口有两个哥们 正在讨论第九天罗呢 他们两个也是乘坐回国航班的 作为华人 真是予有荣严 第九天罗 果然能够在关键时刻 承担起人类重任 吕树做最后的挣扎 修行界已经沦陷了 普通人的舆论 说不定还能挽救一下 于是他打断两人的交谈说道 你们可能不了解修行界 第九天罗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结果这俩哥们立刻就不乐意了 你谁啊 在修行界里 现在第九天罗就是一哥 自己竟然背对了 当他们走进安检口的时候 安检外面一个女孩无嘴痛哭 伊斯雷尔在遗迹结束后 便第一时间找到了吕树 可是他并没有敢靠近 因为当遗迹的一切都结束后 他已经清楚明白 这遗迹就像是一场梦境 他所经历过的 一切都不过是因为遗迹 为他创造的假象 那个少年本就与他距离遥远 他连接近的资格都从未拥有过 他不知道的是 所有目光都无法逃脱大宗师的感知 可吕树也并未回头 因为吕树知道伊斯雷尔只会是一个过客 这位美丽的北美记者 对于吕树来说 只是生命中的小插曲 就像是那场心结中的某位斑花 或者是某位相亲对象 见过之后就该遗忘了 伊斯雷尔失魂落魄地 回到自己在纽约市中心的顶级公寓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忽然打开台灯 开始动笔写下这次的新闻报道 虽然我无缘采访第九天罗 却有幸与他共度一段时光 这段时光对于我来说 就如同梦境一般美丽 看着他善良的内心 在那个无秩序的世界里 我很难想象到 还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一样 坚守自己的底线与原则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食物 在那个营地里 只给修行者分配黄羊肉 而他却把分给他的所有黄羊肉给了我 伊斯雷尔本身就出名 而他的这篇报道 则为吕树的舆论形象 正是盖棺论地 第九天罗吕树 是个面冷心热的好人 谁也没想到 这位未来西方修行界第一女记者 这辈子 竟然再也没有看上其他任何一个男性 一辈子都活得洒洒脱脱 不再尝试爱情 也有人追求过他 但是他都会说 这辈子喜欢过那个人就足够了 第1215章 用舍油石 行藏在我龙门要塞的四合院里 石学镜铺开一张宣纸 只是普通的纸 没什么讲究 很多人不喜欢用生宣纸写书法 因为不喜欢它 容易把墨英开的特质 也容易让笔画看起来很软弱 而石学镜却不在意 也不会像一些大家一样 专门去选购手工生圈 普普通通就好 只是写字而已 不过他的阵纸倒是不普通 不是材质多么罕见 而是聂亭亲自为他练的两条黄铜 归归整整的一条 刻着两个字 沉静 光声 石学镜也是刚收到这份礼物 今天难得有性质练字 也完全是因为这阵纸的缘故 可是刚等他调好墨汁 门忽然被推开了 这个院子里 敢直接推门入的 也只有那位第九天罗了 就算是李一笑 也都会老老实实的先敲敲门 有水喝吗 你也停呢 吕树 在石桌旁边坐下 咱们龙门要赛里 是不是得建个机场 毕竟从外面回来 还得再飞一段路 多不方便 可你坐的是民航啊 总不能先给你停龙门要赛 再拉着其他旅客去终点吧 石学镜反驳道 原本泼墨的心情 忽然就被吕树给打断了 不知道为啥 吕树身上就带着一股子 不正经的气场 他在的时候 别人就很难心平气静 刚回来就跑我们这里来了 有什么急事吗 石学镜问道 没啥急事啊 这不是一季 结束了过来 和你们说说 一季里什么情况吗 吕树说道 嗯 世界英雄吕小树的一季之旅 值得一听 石学镜乐呵呵地 把毛笔放了下来 还小心翼翼地 把墨盖盖住 怕墨汁干了 他还打算等吕树 走了之后继续写呢 说起来 他和聂庭也很好奇 一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里为什么会有土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恐怖的生灵 吕树又在遗迹里获得了什么 这个遗迹太过反常 以至于石学镜和聂庭 也开始忍不住的猜测 石学镜拿起电话拨出去 喂 吕树来家里了你 赶紧回来 对了 你晚上吃什么 大米粥配橄榄菜 行 然后吕树就眼睁睁地 看着石学进进厨房忙活去了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大宗师 这时候 吕树看到院子里 重新种下了一棵小树苗 是核桃树 之前京都刘海胡同的四合院里 核桃树被聂庭砍断 却因为石学镜进生大宗师时 又重新发芽生长 但石学镜总不能把树拔过来吧 而现在石学镜总觉得 院子里少点什么 想了半天 才发现 原来是少了一棵核桃树 于是他打算重新种一棵 等待它慢慢成长 羽树忽然好奇起来 他把植物放进星图中 都会快速生长 因为星辰上的灰色土壤 都蕴含星辰之力 那么自己 把那灰色土壤拿出来会怎么样 他从星图中 射出了一把灰色土壤 撒在核桃树旁 只见核桃树忽然开始生长 竟像是跨越了几年的时光似的 屡树想起自己之前的猜测 其实遗迹本身 就是屡神身上的几颗星辰 从小到大 那么其实禁地里的生灵 是否也是 屡神故意圈养的 用星辰之力 只不过普通人 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 禁地壁垒 既是避免让恐怖生灵出来吃人 也是防止有人类进入禁地 享受星辰之力的灌溉 当星节结束时 橱慧曾问吕树 是否要将这些生灵 放出去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给了吕树答案 正思考时 聂霆已经回到小院 他看了一眼吕树 世界英雄你好 吕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 最近龙门要塞外的空间通道 已经传来波动 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开启 聂霆说道 你什么打算 打算 吕树愣了一下 嗯 聂霆点点头坐在吕树对面 我和石学竟商量过了 虽然天罗地网 不能与你一起征战 但是我们两个可以去帮你打架 等等 吕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开始吕树说 要去杀端木皇起 是为了给青铜洪流里阵亡的将士报仇 那个时候 他都不确定自己的身份 然而现在聂霆的话里有个细节 帮吕树打架 如果是为青铜洪流报仇 聂霆一定会视为己任 而不是帮谁 所以 吕树忽然意识到 聂霆已经准备好了 要助他杀一些其他人 而不仅仅是端木皇起了 吕树是探导 你们猜出什么了吗 聂霆看着吕树 我现在该叫你神王 还是吕树 吕树笑了笑 我是吕树 不是神王 过往烟消云散 我的记忆也只有吕树的 没有神王的 不知道为何 聂霆忽然松了口气 其实他和石学静 已经猜到了一些 甚至这次一季 他都没有再派别人去 因为他知道这一季 恐怕就是吕树留给自己的东西 派别人去 也毫无意义 吕树也轻松了许多 他这次想要告诉聂霆 和石学静一些东西 因为大家早就是 可以彼此信任的战友了 但是吕树终究有点担心 聂霆和石学静 会有些接受不了 毕竟第九天罗 忽然摇身一变 成了那个人类 修饰一直警惕的魔王 这个差别 还是太大了一些 所以吕树担心 如果聂霆和石学静 知道真相后 大家之间 终究会有什么嫌隙 聂霆忽然说道 不过 你既然说自己是吕树 那第九天罗的 责任你可一个都少不了 在那边忙完所有事情 记得回来 吕树有点出神 越到这种时候 他越发感觉到 家人的重要性 那个吕树 有人想要用阴谋来包裹住他 让他重新感受到杀星 沉沦进入罪恶 上辈子 他杀过太多人了 这辈子 他只想终结一切后 回到这里过日子 有人想让吕树 回到棋盘上去 不管做棋手 还是做棋子 对方都盼着他回到那里 但正如吕树所说 他的命运 从来都不会让别人做主 吕树站起来 提起石学静 曾放下的毛笔 写下八个大字 用摄油石 行藏在我 石学静端着大米粥出来的时候 看到这八个字便愣住了 字真丑 聂亭哈哈大笑 只不过 当他将宣纸接起来时 那石桌竟轰然成沉 这八个字竟是蕴藏着剑意 吕树如今的剑道 已经可以用剑意伤人了 聂亭将这宣纸收了起来 忽然心情舒畅 只有石学静 还在心疼那张石桌 第1216章 回馈这世界 以温暖晚上吕小鱼 在家做了饭 陈左安拉着程秋桥果断蹭饭 倒不是说龙门 要赛里的食堂不好吃 主要是他们俩觉得 在吕树这里吃 更有氛围一点 陈左安和程秋桥的朋友 其实也不多 而曾经的物种研究专业 就像是一根绳子一样 把大家连结到了一起 他们如今的关系 不是简简单单的朋友了 更像是一家人 如果吕小鱼没收他俩伙食费的话 陈左安和程秋桥 两个人在客厅一边打游戏 一边问道 叔兄 接下来什么打算 吕树坐在一边想了想说道 先跟张卫宇他们说清楚一些事情 然后等待空间通道开起了 先去载调端木黄起 然后去王城 陈左安眼睛一亮 王城 我听张卫宇他们说 王城可繁华了 那里有不少美女吧 不是我说 你小子有这么着急吗 你在地球找不到对象吗 竟然还跑宇宙去找 吕树纳闷了 叔兄你可别误会 我可不是找不到对象 陈左安辩解道 我前女友都能凑一桌麻将了 吕树乐了 那不也才四的吗 我看你那嘚瑟镜 还以为你找了十个呢 叔兄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陈左安嘚嘚瑟的说道 我说的是麻将 吕树嗷了一声 一巴掌拍在陈左安后脑勺上 你咋不凑一窝梁山好汉呢 成秋巧乐呵呵 一边用游戏人物 弄死了陈左安一边笑道 叔哥你不知道 别人发朋友圈说出去玩 都是说想和对象出去玩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地方推荐 左安哥就不一样了 他发的都是说 想和对象出去玩 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对象推荐一下 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不也是单身狗 陈左安被揭牢底了 有点恼羞成目 我三观这么正的一个少年 怎么就找不到对象呢 吕树沉吟了两秒 左安你知道吗 比三观更重要的 是五观 陈左安 来自陈左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这时候 女小鱼端着菜出来了 吕树一踢沙发 把陈左安轰起来 端饭去 啊 陈左安老老实实地去了 四个人凑在一桌上 总会显得 这张桌子有点小了 以前只有吕树和吕小鱼 在这张桌子上吃饭 绰绰有余 可现在多了陈左安 成秋桥 还有端着小饭碗的小胸许 桌子旁就有点紧凑了 不过吕树忽然觉得 这样也挺好 反而更温馨了一下 吕树看了一眼吕小鱼 发现吕小鱼正期待地看着他们 快尝尝好吃吗 好吃好吃 陈左安叼着一块肉说道 这食材是从哪来的 什么肉啊 怎么这么香 熊肉 吕树解释道 那个一记禁地里的一品棕熊 普通人吃了 都能驱除病灶 延绵易寿 通常情况下 还能增加几十斤的力气 运气好的 能达到上百斤 吕小鱼提醒道 吕树他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应该给他们送去一点 这还是吕小鱼提醒了吕树 这个吕树他们 指的是 当初和吕树一起卖早餐的大叔大婶 那个时候 吕树早上卖煮鸡蛋 原本吕树他们的早餐摊 也是有卖茶鸡蛋的 结果后来大家都不卖了 把煮鸡蛋的生意 全都让给了吕树 有些人早饭是一定要吃鸡蛋的 或是喜欢鸡蛋 大家都习惯在吃饭的早餐摊上直接买 但自从吕树他们压根不卖鸡蛋以后 吃早饭的人 就只能去吕树那里买了 如果不是 吕树他们这么做 可能当初的吕树 早就活不下去了 起码煮鸡蛋的这个生意 并没有那么畅销 人们总是因为 善意在不经意间 与他人的人生紧密相连 这大约就是鸡蛋吧 吕树笑了笑 我让忠玉堂帮忙找找他们牵去哪里了 然后就把肉给他们送去 虽然没法修行 但是有了这些食材 也能让他们少生点病 多活个几十年 吕树忽然意识到 吕神养出来的那些恐怖生灵 如果由杀性中的人用 可能会毁灭一个世界 可是有好人来用 也许会造福身边太多人 让吕树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 竟然最终还是由吕小鱼提醒的 他变了 吕小鱼也变了 不是吗 还有洗髓果实 吕小鱼说道 你记不记得 天罗地网里 曾有过因为战斗 强行提升实力的人 上一次 你虽然给出去了一批洗髓果实 但覆盖面还是小了 不得不说 吕树每次听到强行提升实力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神级血战时 守在他面前的刘修 非洲死守小麦扑的赵永辰他们 他郑重地点点头 这是应该的 这时候吕树忽然意识到 吕小鱼想问题 想得非常全面 甚至可以说是深思熟虑 恐怕小鱼也在忧虑 万一这一去吕咒 没机会再回来了怎么办 吕小树 吕小鱼一边吃饭一边问道 你第三层星图是雀阴对吧 对啊 吕树点点头 群体杀伤力来讲 他和雷霆剑气 都是我最大的杀手锏了 雀阴虽然数量没有雷霆剑气那么多 只有2304根 但雷霆剑气是一次性的 用完后还需要一天时间CD 雀阴就不用了 他更适合持续作战 等等 吕小鱼皱起眉头 这数量对吗 吕树愣了一下 完成第三层星云的时候 是36根 点亮第一颗星石 是72根 那你现在不应该有4608根吗 吕小鱼迅速心算后问道 吕树刚大地笑起来 哈哈哈哈是吗 陈左安在旁边拍桌子狂笑 树兄你往为学霸啊 结果刚等他说完 吕树便黑着脸转头问他 你数学很好 陈左安的气势 一下子就弱了 但还是不甘心地说道 起码一万以内的加减法 我还是可以算对的 吕树沉映了两秒冷笑道 2341.91929 加3182.10399 等于多少 陈左安都震惊了 这么水的数字吗 树兄你认真的吗 来自陈左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666 吕树也愣住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见负面情绪值 出现小数点来着 第1217章 辨识度夜晚 五卫军5000多人全都集结 坐在一个操场上 等待着吕树的到来 本来这次皇室国家公园的遗迹 他们都想过去参与一下的 结果被吕树制止了 先不说怎么过去的事情 这要真是整个五卫军都拉过去 怕是海外散修们都不敢进去了 那自己还怎么赚负面情绪值 想起负面情绪值的事情 吕树又难以抑制地心痛起来 这段时间 五卫军一直在刻苦修行 而且 张卫宇也一直在跟天罗帝王 学习新的带兵知识 当然在张卫宇看来 天罗帝王那一套 也不是所有都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还是得取长不短 而张卫宇 作为曾经内殿职的首席 他与修行者集群式作战的经验 也让忠玉堂他们叹为官职 事实上天罗帝王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少了点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 此时五卫军五千多人盘 坐在地上身姿挺拔 操场上静悄悄的一片 青龙寨的土匪 五卫军的奴隶军 全都变成了真正的士兵 这是一群打过硬仗 纵马闯过王城 另行禁止 汉不畏死的汉兵永足 原本五卫军的实力 是参差不齐的 可是现在呢 不仅又有两人晋升一品 其他人也全都是二品高手了 单轮平均实力 哪怕是吕咒 现在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能跟他们匹敌 天罗帝王的巡逻将士们 好奇地看向这边 他们跟五卫军都很熟了 平时这群人都没啥正型的 今天怎么都改了性子呢 这段时间来五卫军 和天罗帝王融合得很好 也闹出过矛盾 但那也不过是 私人的一些小矛盾而已 打热水的时候 有点拥挤 或者不小心撞到谁 这都是很正常的 大家吆喝 两句也就过去了 一群大老爷们 反而在这种磨合中 关系越来越近 以至于最近大家都开始成兄道弟了 这都是拿彼此当战友来看待的 而且天罗帝王的将士们 也挺服气 这群五卫军说起来 一个个都是天罗级别 但却从来不用武力讲道理 现在天罗帝王的最大乐趣就是 在食堂里面 听第九天罗带着五卫军 纵横旅舟的故事 比如什么战山为王啊 比如什么地道战啊 比如喜劫贵族军啊 比如王城赌决啊 一个一个都那么惊心动魄 甚至搞得天罗帝王将士们 都想跟着吕树走一趟宇宙了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啊 吕树是第九天罗 跟着吕树总能有什么错 对于天罗帝王将士们来说 他们听到吕树在吕树的故事 就像是在听一段评书一段故事似的 那段故事里的所有英雄 都能逢凶化极 化险为夷 地球平凡了太久 而吕树更像是一个江湖 当然天罗帝王和五卫军相处起来 也有一点难受的地方是 天罗帝王将士的年龄 大概就是二十出头 而五卫军的平均年龄都八十岁了 所以有时候说话有点吃亏 就比如李黑探 看起来老老实实的一个汉子 结果只要吵架吵不过就说 我都跟你爷爷一个年纪了 你们就不能让着我吗 给我气出个脑淤血怎么办 你们谁负责 简直无言以对 甚至想打人 第九天罗带的兵 绝对不会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兵啊 这时候天罗帝王有点好奇 五卫军这群汉子 怎么忽然就老老实实盘坐在操场上了 平常这个点 不该是在宿舍里聊天的吗 就在此时 黑夜的虚空 像是被人强行拉开了似的 吕树一步从虚空中走出 助力在五卫军面前 天罗帝王的将士们恍然 原来是第九天罗要来训话 难怪这群老小子这么老实 吕树 看向队伍前面的张卫宇说道 组织大家收拾东西 等待空间通道开启 我们就先去杀了端木黄旗 张卫宇挺胸抬头说道 遵命 不用那么紧张 吕树笑了笑说道 只是杀一个端木黄旗而已 这话听在张卫宇他们耳朵里 是如此的霸气 端木黄旗是西方天地啊 杀一个天地竟然只是而已 这世间霸道霸气的人 张卫宇见得多了 但这么霸道的 他还真没见过几个 老神王算一个 剑炉主人算一个 眼前的吕树算一个 总共三个人吗 张卫宇不确定 他觉得很有可能是两个 可是之前 他都一直在劝刘一昭说 这真的是个假货 绝对不是那位 刘一昭你猜错了 那个时候在吕王山上 张卫宇差点就堵上 自己的人格发誓了 刘一昭刚到的时候 简直铁了心地追随吕树 而张卫宇 则拼死拼活地跟他解释 最后还被刘一昭理解为欺骗 好像他张卫宇 就是一个大骗子似的 忽然间 吕树指尖出现了一枚 狮狗不停地旋转着 吕树觉得星土里的东西 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也正是因为吕树 都猜到星土武器的辨识度太高 所以在吕树都不怎么用过 王城那条青石板路上 血沾过去 他的雀阴都藏在烟尘里 而其余的小剑 也只杀必死之人 可以说见过雀阴 狗 腐蚀的人都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 吕树早就隐隐有了猜测 却始终不愿意承认 一个连天罗都不愿意当的人 一个只想过平平静静日子的人 又怎么会愿意接受 另一个更加恐怖的身份呢 当他发现 只有自己和吕小鱼 能够穿过那扇星辰大门时 吕树就已经明白了许多事情 可他不愿意跟谁说 甚至从来都不主动 去问吕小鱼是如何过来的 他说 要去剑炉 真的是为了回家的路吗 其实他也想去王城和剑炉看看 那个过去的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些针对自己的阴谋又是什么 吕树不傻 从来都不傻 对于很多人来说 所谓的王座与称呼 是一种荣耀 代表着主宰吕树的权柄 可是对于吕树来说 那不过是一场负担 自己曾亲手终结的东西 如果再活一世 去重新找回 那就太可笑了 吕树平静地看向张卫宇 认识这个吗 张卫宇愣了半晌 这是啥 吕树 第1218章 打扰了吕树 以为自己拿出狮狗服饰 张卫宇就能认出自己的身份来 毕竟星图里的东西 都是传承下来的 没道理说 张卫宇这个内殿之首席没见过啊 然而他忽略了那位 虽然跟他一样见 可问题是 大家终究性格不同 老神王是个很多疑的人 吕树的谨慎跟他相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例如 张卫宇都不知道 为何被安排在田等镇 整个宇宙仿佛都不知道 老神王可以获得每个人的真名 他们只是知道 老神王在这方面 有着很诡异的能力 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连云野和虎之 这种最亲近的傀儡师都不知道 文在否深切地感受过 老神王内心里 平静秩序下的残酷 他又是随着老神王 走过家乡的那座桥 老神王便说 如果现在文在否回头 他便斩断那座桥 老神王的一生决绝 而又充满杀戮 这种人习惯性地 将一切都藏在内心深处 他担心自己某天露出破绽 然后万劫不复 所以吕树忽略了一个事情 其实见过尸狗 腐蚀的人 恐怕都是死人了 只有除惠这样 本身身为第六层新主的生灵 才能得知老神王身上的那些秘密 然而老神王第一次信任他 也不过是 将他放入一个封闭的遗迹里 所以 云野和虎之才会说 吕树与老神王不同 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改变 吕树是不一样的 他虽然也谨慎 多疑 不辟 自私 可他从始至终都愿意与世界和解 只是在等人来拥抱他而已 而老神王 就是一个孤独的王 从来都不愿意 过多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就连他身边的人 都无法真正了解他 老神王 自己也是矛盾的 矛盾到他甚至产生了自我质疑 吕树一直都想不明白 一个如此强势 甚至天下无敌的人 最终是如何走向毁灭的 吕树平静地看着张卫宇 压抑的表情 打扰了 呵呵 装逼失败了 他把狮狗收回星途后 毫无心理压力地看向以前 进入宇宙后 我要你去获取一切有用的情报 找到王成青史板路血战那天 逃走的那些死士的信息 刘一招拱手 遵命 张卫宇看向吕树 大王 去西都的路上 选谁做先锋 李黑探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 大王 我我我我 吕树 看向李黑探有点犹豫 他问道 那我问你 这西进的一路上 最危险的是情是什么 李黑探深思熟虑后试探问道 让我做先锋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一边站着去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他转头对张卫宇说道 五卫军不需要先锋 我们同进同退 你不用觉得我这是意气用事 这也是深思熟虑过的事情 五卫军的整体实力意味着 你不能把他当作一支普通军队那样来看待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谁去当炮灰 张卫宇的情绪有点复杂 他一直在为五卫军调整着战略 然而他现在觉得自己根本不用调整了 其实五卫军如今的状态是多么的熟悉 那是我曾统领过数百年的御龙班职啊 不需要谁来当炮灰 每个人都能同进同退 当他们面对敌人时 完全是必胜的姿态 张卫宇深深吸口气说道 我明白了 这个时候 吕树忽然问道 你认识欧阳立上吗 欧阳立上 就是那位灯神 吕树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别人都是求灯神满足愿望 而他 满足了灯神一个愿望 欧阳立上 张卫宇愣了一下 天下朝的铸造者 每一柄天下朝上面 都镌刻着他的名字 天下朝 吕树 回忆着这个名字 张卫宇曾经就提起过 当时还在吕王山的溶洞里 张卫宇告诉吕树说 玉龙班职的兵器 是老神王赐下的剑 叫做天下朝 每一柄天下朝都可一分为妻 内殿只有独特的功法 配合天下朝 当碎片组成潮溪时 可展大宗师 吕树那个时候 敷衍说 听起来挺牛逼的 但其实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 他亲眼见过汉山凯的威力 此时天下朝与汉山凯 同出一人之首 就让吕树有点心动了 你们不知道 天下朝去了哪里吗 不知道 我们是罪名被逐出了内殿职 张卫宇解释道 属于我们的天下朝 也被收缴了回去 而后18年前 巨变中 玉龙班职连通内殿职都死伤殆尽 许多人都隐姓埋名地 离开了王城不知所踪 我们这群早就远离了王城的罪名 根本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树 看向刘怡昭 你知道吗 刘怡昭摇摇头 我也是提前一年就被外放了 根本不知道那段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吕树有点遗憾 要是能给你们找到天下朝就好了 此时 吕树俨儼然在心里 已经将天下朝 看作了自己的财产 严格来讲 这并没有什么毛病啊 对于吕树来说 过往的一切 他都可以不要 财产除外 不过这时候 吕树心里也有数了 欧阳丽上 现在就在自己手里 虽然以前的天下朝找不到了 那能不能打造出来新的东西 说实话 外面买回来的法器盔甲 虽然也很给力 但是跟汉山凯一比 终究差了那么点意思 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个练器大师 这不得好好利用一下吗 行了你们 收拾东西吧 随时准备出发 只等空间通道开启了 吕树说完 就转身踏入虚空 他要跟那位灯神 欧阳丽上大师好好聊聊 彻夜长谈 回到家里 吕树就把青铜灯给拿了出来 认真打量着 之前都没仔细看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这青铜灯底座上 也有欧阳丽上的字样 真正的练器大师 每练出一件好东西 都会希望别人记住 那是自己练出来的 欧阳丽上好像也没法例外 吕树拿手指敲了敲青铜灯焰 出来吧 青铜灯星骤然亮起火苗 欧阳丽上 犹如一阵青烟般冒出 他忍受着巨大的屈辱说道 能不能再满足我一个愿望 第1219章 炼器大师吕树很意外 这灯神的心态 转变得还挺快嘛 开口都不说许个愿望 直接让吕树满足他一个愿望 不过现在吕树已经确认 这个叫做欧阳丽上的灯神 确实是汉山凯和天下朝的制作者 他的态度也立马有了好转 吕树和颜悦色地说道 你有什么愿望说说看 我尽量满足你 这时候 吕树忽然发现 这欧阳丽上竟然左顾右盼 吕树纳闷了 你找什么呢 欧阳丽上看到客厅里 开着的电视机愣了半晌 这是何物啊 电视机 吕树介绍到 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 欧阳丽上对于科技产品很感兴趣 这种表现在张卫宇他们身上也有 比如直到现在 吴卫军全体都热衷于每天早上 用短信跟吕树请安 所以吕树每天早上一睡醒 就能看到手机上5000多条短信 然而欧阳丽上不同 他是炼器大师 恐怕是这世界上 对奇迹饮巧之类的事物 最感兴趣的人之一了 张卫宇他们看到手机 汽车等高科技产品 只是觉得好玩 而欧阳丽上 则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这些科技产品的原理是什么 自己能不能从中取得什么经验 欧阳丽上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这到底是哪里 我到底在青灯中待了多久 吕树他老人家还好吗 原本吕树还饶有兴致地 看着欧阳丽上 结果这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吕树就觉得 还是那个遗迹世界的味儿啊 一点没变 不过吕树没有解释 欧阳丽上的问题 他巴不得这会继续迷糊一会儿 吕树指着电视说道 电视机 可以看电视的机器 电视又是合物 好神奇 竟有人可活在里面 欧阳丽上不解 他试图摸一摸电视屏幕 结果发现 竟然无法穿透那层玻璃 一切画面都是在玻璃之后的 欧阳丽上飘在厕所里 当他看到洗衣机的时候 惊讶道 这又是合物 为何可以不用凌厉便滚动着 这是洗衣机 吕树解释道 自动洗衣服的 里面滚动的衣服 还是他刚刚放进去的呢 欧阳丽上看了半晌难难道 洗衣服的机 吕树愣了一下 美好气地说道 机可没有洗衣服的业务 这是机器 哦 机器 欧阳丽上重复道 等等 你说的机是哪个机 行了别纠结这事了 吕树挥了挥手 你刚才不是说你要许个愿吗 吕树发现 这欧阳丽上 哪怕飘来飘去 对方的脚下 都始终有一缕青烟与灯芯连接着 欧阳丽上是有实质身体的 因为他能触碰食物 可之前这货想让自己把它带出去 便说明 对方自己拿不起那盏青灯 这青铜灯座 下面有欧阳丽上自己的名客 所以 青铜灯大概就是对方为自己炼制的东西 可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会让他甘心放弃肉身 躲藏在青铜灯内 喂 你能离开这青铜灯多远 吕树好奇问道 然后吕树发现 这欧阳丽上神色中 吕树拿起青铜灯 开始往欧阳丽上的反方向走去 我试试 结果还没走两步呢 欧阳丽上就扑过来 抱住吕树的腿 五十米 吕树乐呵呵笑道 咱们先确理一个原则 现在你这青铜灯就在我手里 所以大家聊天都坦诚一点 能做到吗 我也不是傻坏人 你要有什么需求 咱们都可以拿出来好好谈的 欧阳丽上 现在是被吕树拿住了七寸 只能祈祷 吕树是个好人了 吕树问道 有几个问题问问你 我问 你答 天下朝和汉山凯 都是你铸造的 当吕树说起对方的得意作品时 欧阳丽上脸上出现了骄傲的神色 当然 这吕树练器件 我敢说第二 就没人敢认自己是第一 大师 知道什么是大师吗 哦 那你还铸造过什么东西 除了这盏青铜灯 吕树好奇问道 剑炉主人曾找我铸造了 三枚莲花剑丸 每一枚都有他一剑之力 欧阳丽上傲然道 咦 吕树知道 剑炉主人的剑丸 还是刘依钊说的 当初刘依钊从南庚城脱困时 如果没有剑炉主人赠予的那枚莲花剑丸 恐怕还真走不掉 只不过另两枚在谁手里 当然 吕树也没兴趣去找 毕竟这玩意对他来说 用处并不是太大 还练啥东西了 这就大师了 吕树即将到 传讯镜子 欧阳丽上再次傲然道 不仅练出了传讯镜子 还大工无私地 将炼制方法公诸于世 不知这个够不够大师的称呼 这可是造福吕树的好东西 不过看起来 欧阳丽上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现在并不是在吕树呢 吕树这个时候 觉得自己可能捡到宝了呀 竟然连传讯镜子这种东西 都是欧阳丽上炼制的 吕树好奇 传讯镜子的创意 是你自己想的吗 欧阳丽上沉默半赏 不是 与神给我出的主意 但他只说能传生就行 我却做了更多的创新 彼此之间 还能看见对方的模样 果然 吕树之前就在想 传讯镜子这玩意 在宇宙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吕树猜测 会不会老神王来地球后 发现了电话之后 回去搞出来的 现在看来 还真是这样 只不过老神王来地球的时候 都很久以前了 他只是经历过电话这个时代 却没接触过智能手机 所以 只要求欧阳丽上 研究一个能传生的东西出来 不过这欧阳丽上也是个人才 竟然在传生的基础上 又加了互传影像的功能 吕树琢磨了半晌 捡到这个宝贝后 该如何才能 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现在有什么东西 是吕树他们五卫军最需要的 武器有了 三叉戟 护具有了 法器盔甲 他把目光投向欧阳丽上 欧阳丽上忽然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吕树忽然好奇道 你为什么要藏在这青灯里呢 第1220章 葫芦就是这世界上 但凡有人能够自由活动 就不会把自己锁死在一盏青灯里面吧 尽了这青灯 不能离青灯太远 还无法自己行动 这种不自由的感觉 是吕树完全无法接受的 如果是吕树被逼无奈 走到这一步 他觉得还不如死了好 欧阳立上解释道 若是有办法 我也不想啊 当年我被仇人杀死 但好在 吕树及时赶到 并让吕洛保留了我的魂魄 最终给我足够喘息的时间 打造了这盏青灯 赐我原本的七情六欲 这才有了现在的我 如果不是这样 恐怕我已经死了 那可是万劫不复 等等 吕树忽然感觉 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张卫与他们 因为内心愧疚和罪恶感 始终不愿提及 老神王身边的那位暗徒拥有者 大家都对此会默如深 以前吕树不在意 后来有了猜测 又知道 问了也白大 现在这个名字 忽然出现在吕树的世界里 竟是让吕树有点不知所措 你说吕神身边的人叫做吕洛 对啊 欧阳立上不解地看向吕树 这你都不知道 咦 你到底是谁 吕树愣在原地 原来 那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名字 当吕树听到欧阳立上说 对方保留了他的魂魄时 便意识到 吕洛便是上一世暗徒的拥有者 这个时候 欧阳立上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那方世界只有 吕神可以出入 除回把守着 谁能掌控他 你既然带我出来了 为何不认识吕神 你到底是什么人 吕树没好气地 看了欧阳立上一眼 我是谁很重要吗 我倒是很好奇 你既然是吕神的御用匠人 为什么会被吕神丢进那个地方 这逻辑没毛病啊 这老小子看起来很崇拜 感激吕神来着 而且 又是炼制汉山凯 又是炼制天下朝 功不可没啊 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炼气大师 怎么就被吕神 给丢进遗迹世界了呢 欧阳立上 耿着脖子嚷嚷起来 我堂堂炼气大师 何须向你解释 吕树震惊地看向欧阳立上 是你飘了 还是我提不动刀了 这时候 欧阳立上 才重新回忆起双方的处境 他小声说道 我不过是觉得 吕神的那个葫芦 仅仅只出飞刀 有些可惜了 葫芦这种东西 不该是可以将人吸纳其中的吗 吕神他老人家 也认同我的观点啊 所以才肯将葫芦交给我 只不过重新炼制的时候 出了点意外而已 我好想明白了一些什么 吕树有点牙疼地说道 可这扭头葫芦 这扭头的功能 就是您得炼上去的 吕神把我丢到那方世界 并不是为了惩罚我 而是为了保护我 欧阳立上解释道 那葫芦跟疯了一样 只要一见我就追着我看 只不过不知道为何 吕神他老人家 再也没来找过我 可能葫芦还没消气吧 吕树冷笑 哼哼 还显得你多委屈似的 冤枉你了咋的 这个时候 吕树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 忽然问道 你是后来才去的吕咒吧 欧阳立上愣住了 这你也知道 你是怎么去的吕咒 吕树好奇道 吕神他老人家 去我的家乡便训练器传承 当时我 便是当地著名的匠人 当然 修行之法 欧阳立上骄傲道 嗯 这样一来 吕树终于理清了一些头绪 这欧阳立上 其实跟剑炉主人一样 被拐去吕咒的 而吕树之所以这么问 是他回忆起 自己去向导遗迹时 曾在基金会黑市上面 买到了一尊小木雕 还是扭头葫芦提醒他买的 原本吕树以为那木雕是个宝贝呢 结果 葫芦一刀就给劈了 现在想想 那木雕可不是 就跟欧阳立上有点像吗 这个时候 欧阳立上还物资叹息呢 也不知道那葫芦现在消气了没有 就在此时 吕树忽然面色大变 然后欧阳立上 便眼睁睁地看到一个葫芦 从吕神胸口中飞出 那葫芦通体白玉一般 还有星辰式的光泽 卧槽 欧阳立上扭头就往青灯里面钻 可是他的速度跟葫芦一比 还是太慢了 欧阳立上知道多闪不及了 只好嗷嗷乱叫地等死 不过最终只是虚惊一场 吕树提前将葫芦握在了手中 塞回了星途 吕树乐呵呵笑道 如你所见 他应该是还没消气呢 以前吕树就知道 这葫芦脾气大 就算在星途里面 也是一副称王称霸的样子 除了除惠他不惹 其他的狮狗 腐蚀 雀阴 吞贼 已经被他给欺负一个遍了 闲着没事 就跑别人的主心上盘旋 还会把狮狗腐蚀他们撵到一边去 这货就跟恶霸一样 搞得狮狗 腐蚀 吞贼天天都委屈巴巴的 吕树心说 你惹哪个不好 非惹这个脾气最差的 然而这时 欧阳立上咔的一声 就在吕树面前跪下了 抱着吕树的大腿 嗷嗷哭了起来 吕神您老人家怎么变样了呀 我不是吕神 吕树解释道 能收这葫芦的 不是吕神 还能有谁 我说 您怎么能把我从那方世界里带出来呢 也是啊 除了您 就没人能随意进出那方世界了 欧阳立上也是机灵 看到葫芦的一瞬间 就猜到了许多 只不过 他忽然哭丧着脸 不过吕神您 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这样子 哪有您之前的阴我啊 吕树当时脸就黑了 我现在怎么露我 你给我说清楚来 结果这欧阳立上 也不管吕树说啥 就一个劲的诉苦 您可不知道啊 我在那方世界 等您等了多久 而且 我想去人类的地盘还出不去 手养了炼器 都找不到材料 我是好说歹说 那听牛王都不肯放我出去 除非也不愿意帮我 我就说嘛 能满足灯神一个愿望的 除了吕神您老人家 其他人也没谁有这个资格了 吕树乐了 手养想炼器是好事啊 这我肯定的满足你的愿望 这一瞬间 欧阳立上突然就有点不祥的预感了 第1221章 炼器学徒吕树斯来想去有什么东西 是他们五卫军最急需的呢 大概就是及时通讯设备了 其实青铜红流也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他们使用的方法更科技 比如 在法器盔甲的头盔内部卡上通讯设备 不过这方法在吕树未必好使 因为宇宙那边首先不确定无线电的波段 和地球一样不一样 其次 修行者的战斗动作幅度太大了 外面卡上去的通讯设备很容易脱落 这是天罗地网亲身测试过的 二品高手速度与战斗强度远远高于常人想象 战斗中通讯设备掉落是很常有的事情 但如果吕树让欧阳立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 直接给头盔里炼制上这个功能 毕竟欧阳立上是传讯镜子的铸造者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难事 给五卫军传递战斗信息和指令 可问题是他本身并不是个指挥型人才 按照张卫宇等人所说 老神王用兵入神 整个宇宙无人可与其匹敌 但老神王是老神王 吕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这个时候 他肯定不能意气用事 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 很可能导致五卫军出现伤亡 张卫宇表示 不愿意继续主持指挥工作了 因为他自认为心理素质不过硬 自身还是太仁慈 见不得战友 因为自己的决定死亡 于是 吕树最终将指挥的权力 交给了原本的黑羽军统帅 李良 当吕树把这个需求 给欧阳立上提出来的时候 欧阳立上立马拍胸脯保证 这都是小事一桩 毫无问题 对于欧阳立上来说 这事实在是太简单了 他都不理解 吕树为何说可能会辛苦他一下 直到他发现 要炼制的头盔 有数万件的时候 就算平均十分钟炼制一件出来 那都得炼制到什么时候了 吕神你老人家 这是拿我当驴用啊 欧阳立上都快哭了 吕树纠正道 说了 我是吕树 不是吕神 不过 你要是觉得自己忙不过来 我可以早点帮手当学徒工 只不过 你得教教他们如何练气 在练气方面 地球一直处于几乎空白的状态 虽然天罗帝王 也能炼制制式法器 可这些制式法器 跟三叉戟一比 都差了老远 这练气水平 根本就不上档次 所以吕树第一时间就想到 他要通过欧阳立上 为天罗帝王 留下点练气传承 吕树自己也在担心 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 可就算有这种担心 他就能不去了吗 就算不去 幕后的人就会收手 恐怕不会吧 忠语堂那边 得到吕树消息后 就立马组成了练气专家团 前来落成 之前这专家团 都是在京都的 一辆辆车开不来 带着人 还有数不清的研究设备与仪器 全是修行界最前端的科技了 这些练气专家 一开始还不知道来干嘛 因为全城都是保密的 他们原本的工作也非常封闭 毕竟练气这种东西 各大组织都非常重视 天罗帝王也非常担心 有了研究成果 却被窃取了怎么办 来到龙门要赛的时候 练气专家们还是挺傲气的 虽然他们修行境界都普遍不高 但自古以来 知识就代表着地位 哪怕在经济时代 只要你有真正的知识 一样可以受到大家推崇 在天罗帝王内部 他们的地位确实不低 这次又仓促地 让他们来到龙门要赛 一路上车 马劳顿还不告诉他们为什么 专家们心中毕竟还是有点不满的 结果到了龙门要赛以后 竟然被告知 这次是让他们给别人当学徒 专家们简直都震惊了 谁有资格让我们当学徒 这不是装逼的话 而是如今修行界公认的事情 天罗帝王的智识法器 确实是世界上最出色的 专家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就像是被羞辱了一样 当然也有不少人陷入沉思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笑了笑说道 你们觉得聂天罗是傻子吗 说让我们当学徒 对方肯定是有这个资格 三人行必有我师 可别越活越回去了 您这么说确实有道理 但我并不觉得 有谁能比咱们强 有人嘀咕道 淡定 老者被顶撞了 也不生气 他说道 招文道惜死可以 我如今只想看到 这修行练器里更大的事件 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时候 他们看到面前的吕树 一个人忽然问道 这小子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 不会是 给他当学徒吧 吕树将青铜灯拿了出来 欧阳立上化作一缕青烟 飞出冷声道 你们练的东西 我看了 狗屁不通 还有你们那些设备 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路子都给走歪了 用的全是旁门左道 质疑科学 大家不太乐意了 就算任何行业 你都不应该用你的无知 来挑战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科学这种东西 可能跟你解释了也听不懂 但你得尊重科学 欧阳立上笑了笑说道 我最近也看了很多 你们的理论研究 科学这个词 我也了解过 你们说的没错 要尊重科学 但科学是什么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 科学就是只发现 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 或普遍定理的运用 以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而你们现在的知识 连门都没入呢 说着 欧阳立上拿起一个 法器头盔一弹纸 仿佛一枚小小的法觉 打在了头盔之上 那原本空无一物的 头盔表面 竟然浮现了复杂 而又绚丽的纹路 犹如有言将在纹路中流淌 你们还没学会 怎么看这个 充满了灵气的世界 所以安安心心做学徒吧 欧阳立上 泰然自若地说道 当然 我也希望跟你们 交流科学的看法 毕竟我对这个世界 也非常感兴趣 之前那位老者 看着欧阳立上 手中的头盔流 露出痴迷的神色 原来这才是练气 这个时候 大家再看 欧阳立上的表情都变了 那淡定的神情里 充满了神秘与强大的自信 这是真正的练气宗师 然而就在此时 欧阳立上表情一变 善笑着看向吕树 大王您看我说的怎么样 形象瞬间崩塌 这特么不就是个马屁精吗 第1222章 拍马屁要表里如意 欧阳立上一道法诀 便将法器头盔的 捐克法印打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震撼到了 一众练气专家 因为欧阳立上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想要练气 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练气不是简单的研究材质 和引导灵力共鸣的能力就行了 就像是编程一样 你得学会计算机语言 才能与世界对话 而那法器盔甲里的能量文路 就是一个程序 练气专门面对欧阳立上 就像是一群小朋友 面对着一个大学教授似的 无力 崇敬 就像那位老者所说 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 研究练气是他们如今 最沉迷的事情 招文道惜死可以 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 而现在 他们追寻的道 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被吕树拍了一通马屁 这种感觉 简直酸爽 那位老者犹豫了一下 看向吕树 还没问 您是 我叫吕树 你们不用太客气 吕树咧嘴笑了笑说道 他看向欧阳立上 他们就交给你了 我要他们一周内 能够上岗作业 法器盔甲的事情刻不容缓 空间通道指不定 什么时候就打开了 您放心 欧阳立上笑道 只要他们不是傻子 这点小事 我还是能办到的 一群傲气的练气专家 忽然觉得自己 这些人都被无视了 这少年看着他们的表情 就像是看着一群流水线的工人 语树 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 一位练气专家 有点牙疼地说道 他们这群人潜心研究 就像是很多专注学术的科学家一样 他们压根不关心 什么打仗不打仗 也不关心 现在是哪个艺人最当红 只有研究结果才最重要 但身处天罗地网的研究团队里 吕树的名字还是听过的 就算不想听 也会有人在他们耳朵边上念叨 第九天罗 老者点点头说道 只不过他想不明白 这青灯里的又是谁 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 也不是这个造型啊 而且 那位灯神听起来 就比眼前的这位 要有节操多了 吕树交代完就闪人了 毕竟他要忙的事情很多 也没空在这跟欧阳立上耽误时间 结果他前脚一走 后面的炼气专家们 就开始小声嘀咕 也不知道 吕树这是从哪找的这个 欧阳立上忽然抱吼起来 大王的本名 是你们能叫的吗 炼气专家们服气了 拍马屁就要有这个境界才行 人再要拍 人走了听不见也要拍 万一以后传到吕树耳朵里了呢 只不过他们有点不明白 这个叫做欧阳立上的炼气宗师 怎么感觉有点 吕树狗腿子的意思呢 以前只是听说 第九天罗如何如何厉害 今天才算是彻底开了眼界 有些事情 你不亲眼看到 都没有直观的印象 欧阳立上看着这群炼气专家冷笑道 你们一个个为了研究 恐怕修行都荒废了吧 愚昧 有人不解道 我们实在是没时间修行啊 磨刀不误砍柴弓 对于炼气宗师来说 修行境界便是你们手里的刀 欧阳立上冷笑道 没有修行境界 一切炼气都是空谈 从今天起 你们必须每天固定修行四个小时 炼气专家们面面相去 这就要开始修行了 对了 欧阳立上说道 你们拿点你们的资料让我看看 我可不是觉得 你们的研究成果有多厉害 而是要看看 你们走了多少弯路 其实欧阳立上这两天 一直在补地球的科学知识 只不过 哪怕他再怎么天资聪颖 都得从头学起 最近甚至都有点痴迷了 天天缠着吕树问东问西 老的吕树非常想摆脱他 欧阳立上能够成为炼气宗师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始终都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旺盛的好奇心 看见手机就想研究手机 看见电视就想研究电视 他倒是没给吕树发过短信 但他来到实验室以后 光是拆掉的手机就十多步了 此时 不只是炼气专家和那些设备 来到了龙门要塞 全国范围的炼气材料 也都在源源不断地运输过来 钟玉堂非常清楚 如果天罗帝王能够得到一个炼气传承 那将比有限的资源重要太多了 作为如今的天罗帝王大管家 钟玉堂明白现在不是省钱的时候 当然 整个炼气实验室大楼都已经被层层保护了起来 龙门要塞的另一处 基建狂魔们也已经开始疯狂地修建起来 一个新的地下实验基地 不光是考虑保密性 还要考虑安全性 以免一些海外修行者潜伏进来盗取研究成果 吕树也曾希望欧阳立上可以重新炼制出天下潮来 因为就张卫瑜所说 他们的功法都能契合天下潮 而且对于内殿职来说 有没有天下潮的合力之法 面对大宗师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 可是欧阳立上表示 当初炼制天下潮的时候 老神王提供了独特的材料 那个时候 欧阳立上就已经确定材料全部用完 也只够炼制三百饼天下潮而已 所以这世间只有三百饼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包括汉山凯也是如此 吕树问欧阳立上 为何端木皇起会认识汉山凯 结果欧阳立上反倒惊讶了 大王您是真的没有传承记忆啊 当初这汉山凯 便是您让我炼制给端木皇起的啊 他向来负责的都是渗透突破的命令 有时候要深入敌后 所以才有了这汉山凯 只不过后来汉山凯被您收回来以后 不知道藏哪去了 汉山凯已经找到了 天下潮会在哪里呢 吕树皱眉想着 这天下潮可不是老神王藏起来的 甚至很有可能在敌人手中 如果说这天下潮真如张卫瑜所说的那样可怕 那五卫军就不能太莽撞了 过了两天 忠玉堂找到吕树询问 想看看欧阳立上那边的进度 他问道 他们那边现在一天大概能给多少法器盔甲 加上及时通讯的功能 吕树想了想 伸出两个手指 忠玉堂看到剪刀手后愣了一下 一天两千 吕树摇摇头 又比划了一个剪刀手 一天两百 忠玉堂追问 吕树还是摇摇头 他沉吟了两秒说道 一千一 忠玉堂 来自忠玉堂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第1223章 朋友 战友伸个剪刀手出来 结果比划的是一千一 您怎么这么有才呢 欺负谁不会肢体语言杂的 如果是一天 能够重新炼制一千一百件法器盔甲 那速度已经不算慢了 忠玉堂说道 吕树想了想说道 我要求必须优先炼制我五位军的装备 因为这空间通道 说不准什么时候开启之后 我们不要启程了 而且我们离开只会带走欧阳立场 那群炼器专家 还点你留在这里 我也会让欧阳立场 尽可能多地教他们炼器学识 为天罗地网留下传承 到时候 你们慢慢炼制也无妨 这话说得忠玉堂心里一紧 怎么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一种 无法再回来的感觉呢 尤其是为天罗地网留下传承这句 你也没把握吗 忠玉堂愣愣地说道 他跟吕树打交道太久了 第一次北盲遗迹 就是他来带队的 结果在北盲遗迹里面 他就被吕树给恶心到了 到后来 拒接吕树电话 被吕树爬了窗户 然后与聂天罗一起配合着 逼吕树当天罗 这一路走来 大家其实也没一起喝过酒 也没有在酒后 脸红脖子醋的哥俩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忠玉堂看着吕树时 心中产生了巨大的不舍感 虽然谁也没说过 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到现在 谁又能否认呢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问忠玉堂 你和吕树到底是不是朋友 那么忠玉堂 一定会非常肯定地回答 是朋友 吕树看着忠玉堂咧嘴笑了笑 不用担心我 你应该为我的敌人感到担心 忠玉堂诚恳道 你们双方 我都挺担心的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呢 希望你们能平安回来 忠玉堂说道 如果你们还愿意回来的话 放心 吕树认真地看着忠玉堂笑道 能活着 就一定会回来 忠玉堂是天罗帝王的大管家 而天罗帝王守护着这里 这样 他们没办法善离指手去帮助吕树 很难受 如果他们现在是自由身 可能就跟着吕树走了 但是他们不能 对了 一天练制1100件 需要那些练习专家工作多久 忠玉堂忽然问道 我说的就是一天啊 吕树解释道 忠玉堂震惊了 工作一整天 你是把他们当驴用了吧 放心 死不了人 吕树摆了摆手回家去了 这个时候 练器专家们都快疯了 一开始 欧阳立上便非常快速地 给他们灌输着练器技巧 然后以练习的名义 让他们开始在头盔上释手 反正就算出岔子了 他也能改回来 这个时候 练器专家们就发现了 他们哪是来学习的啊 完全就是来当工人的 虽说实际练手中 能够更快地实践理论 但这特么实践的时间 也太长了吧 就是上个世纪万恶的 旧社会理学图工 也不能这么使唤的吧 平日里 海外的练器专家 都把天罗地网的 制式法器工艺 给吹上天了 谁能想到 现在就是这么一群 业界顶尖的大拿 被人这样剥削 压榨劳动力 好在大家都是修行者 还能抗住 不过慢慢地他们发现 这中间穿插的作息时间 绝对是为各等级 修行者量身定制的 等级低的一天 穿插着睡三个小时左右 定制这个作息表的人 一定是非常熟悉修行的人 因为他得知道 每个修行等级的极限才行 这个时候 大家就在想 这特么不会是 第九天罗亲自定的时间吧 以前就听说过 第九天罗很健来着 现在终于领交道了 当然 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 如今他们的练器 总算是入门了 起码知道 往后的练器之路 该怎么走了 大家对于欧阳历上 还是发自内心敬佩的 所谓树叶有专攻 打者为师便是如此 只不过欧阳历上 就像是个小作坊里的老师傅一样 对待学徒工 那是一点都不客气的 发现有人出错了 踹一两脚 打上一拳 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说实话 欧阳历上 一直都是这么带学徒的 而且他只带儿徒 也就是说 这小徒弟到他家里面吃他的 喝他的 长大了就跟儿子与父亲一样 所以 欧阳历上带徒弟的时候 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 谁家爸爸跟儿子还讲情面的 在欧阳历上看来 太客气就带不出好徒弟 岩师出高徒就是智礼 那位年纪最大的老者琢磨着 老这样也不是事儿 他就跟欧阳历上商量 你看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您老是这样又揣又训的 欧阳历上眼睛一瞪 学徒工还想要尊严 你年纪不小了 我问你 你今年多大 老者愣了一下 我今年都快七十了 才七十岁 我都快九百岁了 欧阳历上不屑道 练气专家 练气专家们面面相去 这特么上奶说里却 他们还是 头一次见到有人形容七十岁时 前面加的才字的 后来吕树偶然来到练气大楼 发现了这个现象 便及时制止了欧阳历上 他对欧阳历上说道 时代不一样了 不能再用你那老一套 带学徒了知道吗 要讲文明树心疯 欧阳历上面 对别人都傲气的不行 结果遇到吕树 就立刻言听计从 看得练气专家们都目瞪口呆 大王您老人家放心 我这边肯定注意 讲文明树心疯 欧阳历上拍起马屁 都不用过脑子的 张口就来 这个时候 练气专家们都愣住了 快900岁的欧阳历上管吕树 喊您老人家 那吕树多大 不是说第九天罗才十几岁吗 一群练气专家 站在练气实验室里都凌乱了 过了两天 大家发现吕树说的话 对欧阳历上是真管用啊 说讲文明树心疯 那就一定会讲文明树心疯 咱们就知足吧 专家团的那位首席老者叹息道 现在踹咱们之前 还能给咱们鞠个躬 已经很不错了 第1224章 吕小鱼的力气 就在练气专家们 被抓去当撞钉之后 陈左安和成秋桥两个 彻底闲下来了 没什么事做 吕树要问他们俩 去不去吕树 他俩百分之一万是愿意去的 甚至都已经开始 偷偷收拾东西了 然而比较尴尬的是 吕树始终没跟他们开这个口 而且 陈左安和成秋桥两个人 也感受到了 其实吕树不太想待他们 这肯定不是怕他们拖后腿 毕竟俩一品高手 放在五位军里 也能独当一面了 所以 这不是实力的问题 而是吕树 担心他们遇到危险 吕树认为 陈左安和成秋桥 没必要陪着自己去九死一生 虽然五位军现在的实力很强 可吕树和吕小鱼 始终没搞明白 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 所以也就无法得知 敌人到底有多么恐怖 吕树的前18年人生 都在做有准备的事情 如今 是他唯一一次 面对未知的黑暗宣战 吕树觉得自己不会败 但他不会 拿别人的命去赌 回来之后 吕树和吕小鱼 始终没有好好聊过 看起来好像吕树 一直忙于筹备 前往吕树的事情 然而 终究是因为两个人 有些话没说清楚 吕树没好意思直接问 吕小鱼也没想好怎么说 于是吕树筹备吕树的 而吕小鱼 则专心地给五位军算着账 计算着他们进入吕树后的 补给该怎么办 他还要找到 买卖早餐的吕树他们 将洗髓果实 和生灵的肉依依送过去 这段时间 吕树过得很忙碌 吕小鱼也过得很忙碌 甚至有一半时间 都在龙门要塞外面 两个人没什么交流 不是彼此之间有了隔阂 而是大家都想 以最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结果因为太追求完美 反倒都没开口说什么 就像是一个匠人 看到一块蒲玉 实在是这块玉的玉质太好了 而匠人又没有想好 该怎么雕琢 才能让他成为 世间独一无二的真品 所以干脆选择先不雕琢了 但是问题来了 他今天晚上跟钟玉堂 好好沟通了一下 提出了一些需求 是他去吕树要用的东西 非常重要 不过钟玉堂一听 吕树要的东西都猛逼了 完全想不通吕树 拿这些东西 是准备干嘛用的 吕树坐在平房上面 以前都是他和吕小鱼 坐在这里的 那个时候 家里有限电视费又交不起 能看的频道少得可怜 于是 每天最大的乐趣 便是坐在这里聊天 看看外面的世界 刚搬到这里的时候 对面三楼夫妻 老是吵架来着 后来也没了动静 听院子里的老太太说 那对夫妻 好像是离婚了 人生好像就是 这么的变化多端 你从来都没法肯定 一件事情 以后会不会出现 什么出人意料的转折 吕树忽然听到 身后有人跃上房顶 他头都不用回便 知道是吕小鱼来了 不过还没等他说话呢 便听吕小鱼抱怨道 怎么没做晚饭啊 今天忙什么去了 吕树笑道 此时吕小鱼 已经在他身边坐下了 找到李叔了 一瓶生灵的肉已经送去 够他放冰箱里 吃一个月的时间 一家人的体质 都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 改善到极限了 吕小鱼说道 不过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王沈之前在离开落城的路上 因为脑梗已经去世了 都没有机会得到抢救 说这句话的时候 吕小鱼声音也有点低落 那时候 吕小鱼帮吕树去卖鸡蛋的时候 有人跟吕小鱼开玩笑 王沈就像是老母鸡 护小鸡一样的护着他 而现在 对方已经不在了 吕小鱼看着外面的灯火 吕小树 你有什么疑惑就问吧 这世间太无常了 我们之间不能出现隔阂 我想知道 你继承前世的记忆了吗 吕树问道 这个问题看起来没什么意义 可是对吕树来说却很重要 因为一个人 其实是由记忆体组成的 你有怎样的记忆 便意味着你 到底是谁 所以 吕树之前会提醒小鱼 那些魂魄的记忆碎片 用完就要丢掉 哪怕缺失了 一些重要信息 也不要紧 这个时候 如果吕小鱼继承了前世的记忆 那他到底是前世的那个人 还是吕小鱼自己 换句话说 前世的那个人 可不会对吕树有什么感情 对方的一切感情里 都没有吕树 因为那个时代并没有吕树 吕树自己拒绝了一切记忆 就像是拒绝了一整个时代似的 不愿意回头 可是他有点担心 他确实没有回头 可别人呢 我也没有继承记忆 吕小鱼笑了起来 他看着远处 两条小腿就在屋顶边缘之外 晃啊晃的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事情 放心 我及时斩断了过去 我只知道 自己如今为何会力气这么重 杀心那么成 吕树挑了挑眉吗 为什么 这一世 你不愿背负的那些罪孽 我来替你背 吕小鱼语气轻松地说道 也许是上一世的 我觉得 你心里太苦了吧 所以发了事 这一世你不愿杀 却必须杀的人 我去替你杀 吕树震惊的半上 没说出话来 而吕小鱼歪着小脑袋 看向吕树 虽然我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么强烈的冤枉 还是影响到了我 许多人都曾觉得 吕小鱼是那么的冷血与暴力 他的同学 甚至是他的战友 都曾有这样的共识 就连吕树都曾觉得 吕小鱼这样不好 当然 吕小鱼也确实改变了许多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吕小鱼的暴力 只是因为前世的一个心愿 那个说天下风景 一分不要的女子 把剑都气了 斩断一切 陪吕树再走一次人间路 为他杀人 所以我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不自觉地去做饭吗 吕小鱼面无表情地说道 哦 吕树笑了起来 晚上想吃什么 番茄炒鸡蛋 一个番茄三个鸡蛋 算要切片的那种 不要葱 吕小鱼得意洋洋地说道 一切都好像还是最初的模样 第1225章 陈家来人一到做饭的时候 陈祖安和陈秋桥两个人 便循着饭香味过来了 反正就住隔壁 出门左拐 就跟进了食堂一样 不过今天的小胖子 有点忧心忡忡的 这么明显 你这不废话吗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筷子往哪家菜呢 小胸许家到碗里的菜 都被你夹走了 从小胸许饭盆里抢东西吃 你还是不是人 陈祖安转头一看 小胸许正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其实也没啥大事 这两天 我可能要出去一趟 陈祖安说道 新都那边家里来人了 不过 我都还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吕树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多问 而是直接说道 我不建议 你们两个跟着去吕咒 安心待在龙门要塞吧 天罗帝王也需要你们 陈祖安埋头吃饭 并没有说话 第二天 他一个人驱车 前往一百多里外的省城 那里已经有人在 等着他了 只不过 对方没有权限 进入龙门要塞 龙门要塞 如今是外警内松的 防御警戒状态 城外属实里的 都会有天罗帝王的暗哨和巡逻 排查非常严密 这也是吕树 判断那些奴隶主 可能并没有死绝的缘故 防止有什么势力 妄图混入龙门要塞内部 落城前往省城 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开得快了 说不定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 与龙门要塞不同的是 这里的百姓们 情绪状态要松弛许多 大家也没感受到 什么战争氛围 天罗帝王 已经将一切危险 都抵挡在了龙门要塞前面 这里仍旧歌舞生平 他们不会太在 一龙门要塞里 有多么紧张 反正打不过来就行了 说不定 万一龙门要塞失手了 他们还会去网上骂两嗓子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 还有机会的话 陈家来人预定了 城里最贵的酒店 据说一顿饭 几十万轻轻松松 陈祖安的家族 乃至于陈祖安以前 过的都是这种生活 而陈祖安 现在早就习惯了 廉价的鱼香肉丝 和番茄鸡蛋 他觉得在屡树的 那个小屏房里 吃什么都很开心快乐 陈祖安跟对方通电话的时候 想了想说道 还是我来订地方吧 我也不吃贵的东西 没必要去那么贵的地方 结果等陈家的人来了之后 陈祖安都愣住了 他没想到来的是他四叔 如今陈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四叔看了一眼 自助餐的简露门头 便轻微地皱了皱眉头 但他没有表现太多 而是和颜悦色地 对陈祖安说道 走吧 进去边吃边说 说是边吃边说 结果四叔压根没有取餐的打算 在他看来 这里的食物都太过粗鄙 说不定还未生 只有小胖子一个人 在不停地往返拿盘子 仿佛真的只是来吃饭似的 这种异常的饭量 很轻易地 便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 陈祖安很早很早以前 就可以一口气 吃下去15天的饭量了 如今晋升一品高手后 也没有多厉害 倒是饭量渐长 现在他能一口气 吃150天的饭量 这已经是个 可以用一己之力 对抗一个自助餐餐厅的存在了 自从灵气复苏之后 越来越多的自助餐老板 不敢再说 你可能很赚 但我绝对不亏这种话了 当然 小胖子这一能 也不是只能用来吃饭 毕竟之前的战斗中 他也表现出了特别的能力 吞噬身边的能量 导致能量真空 四叔看着陈祖安狼吞虎咽的样子说道 我知道 家族断了你的经济来源 可能让你心里有气 但你也不用这样暴饮暴食 陈祖安愣了一下笑道 没气 真没气 我这是准备去屡宙了 提前存点干粮 我这一能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断你经济来源的事情 其实是你二爷爷的决定 我们也觉得 你二爷爷观念有些成就 但是无能为力 你不要怪我们 四叔耐心解释道 等等 陈祖安咧嘴笑道 我并不觉得 我二爷爷观念成就 前些日子 宇宙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 二爷爷差点死在龙门要塞前面 你这么说他可不好 其实陈百里在陈家的地位很超然 但年轻一辈都不怎么待见他 未必尽多 在晚辈眼里 这是个永远不让他们说 外语的长辈 就像是还活在几个世纪以前似的 之前有个陈家子弟说 我想喝点water 结果差点被陈百里 把脑子给揍出来 喝白开水就喝白开水 少特么说鸟语 这个时候大家忽然明白 其实二爷爷 您是能听懂外语的对不对 陈祖安的四叔打量着陈祖安 我记得 你以前也不太喜欢 你二爷爷来着 人都是会变的吗 陈祖安笑了笑 我就开门见山吧 四叔说道 我们知道 第九天罗不久后 将启程前往吕咒 我们陈家希望你不要去 因为你如今已是陈家的中流砥柱 正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君子不立为强 你不应该以身犯险 而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族事务之上 四叔 陈祖安放下筷子 这世上的事情 没有什么该不该 如果按您所说 当初秋巧 就不应该用自己的生命 去强行阻拦两个一品高手了 说着 陈祖安指向橱窗外的行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地在这里逛街吃饭 不就因为有我们挡在前面吗 战争还没结束呢 陈家就打算把手伸进天罗帝网了 四叔面色如常 我是希望陈家能够为天罗帝网做更多的贡献 为大家分担一些压力 家族是通情达理的 我们并没有想要左右天罗帝网的意思 也做不到 但你是如今天罗帝网内部 最接近核心圈子的人 家族需要你 你二爷已经拒绝我们了 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也不能说什么 只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 如果你愿意 咱们陈家愿用所有资源 支持你获得天罗职位 陈祖安哑然 自己确实不是什么能言善变的人 要是让树兄在这 估计能对死四叔吧 不知道为啥 陈祖安忽然有点缺乏食欲 想回龙门要塞 这时候 陈祖安站起身来 就准备离开 四叔眼神犀利地看向陈祖安 你可知道 拒绝陈家意味着什么 你对得起陈家这么多年 为你提供的资源吗 你若现在走了 就别喊我四叔了 陈祖安想了三秒钟说道 对不起 四哥 四叔 第1226章 陈祖安的决定 陈祖安非常理解陈家的想法 如今陈家老一辈 正在逐渐退出家族的舞台 而他四叔则是 新生代理最强势的一个 灵气复苏时代 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 修行界是多么的重要 尤其是在宇宙出现之后 大家都透过那些战俘 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修行文明 那个文明里 强者便是一切的主宰 寻常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以前雇佣兵执行斩首任务 需要缜密的计划 需要A计划 B计划 可是个体强大之后就不一样了 只需要一路平推就好 所以 所有家族都在思辨 国内的家族 都希望自己能在天罗帝王中 占有一席之地 可偏偏涅亭 把持着天罗帝王严防死守 滴水不漏 搞得大家根本没有办法 陈家有个最大的优势是 陈百里身为天罗 必然有着很大的主动权 可是偏偏陈百里 不屑于玩这些勾心斗角 争名夺利的东西 到现在 陈老爷子连处私人房产都没有 这你能指望他有什么世俗欲望 陈左安的四叔 也去跟陈百里谈过 希望陈百里 能够帮助陈家延续辉煌 但陈百里 仅仅是帮家里 获得了一些资源后 便不管不问了 在他看来给太多资源 反而是在害年轻人 尤其是最近 陈家出了两个年轻人 也就是陈左安的堂弟 竟然在能够修行以后 在京都当起了大顽固 天天不务正业 修行是他们炫耀的资本 而他们从未把能力当作责任 从此以后 陈百里便不怎么顾问家里的事情了 现在四叔 把目光转向了陈左安 因为家族里不少人已经意识到 如今的陈左安 那个曾经被他们忽视的小胖子 其实已经有了在天罗帝王内部 与陈百里并驾齐驱的实力 全国才有几个一品高手 十一个天罗里面 都还有好几个不是一品呢 现在陈左安绝对有了竞争 天罗席位的能力 这让陈家有了新的野望 他们希望小胖子 可以成为新的天罗 并且为陈家 获得一些新时代的筹码 如果吕叔在这里就会发现 其实 四叔跟吕咒那些王城豪门的主事人 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吕咒人知道 王城豪门里是很难处大宗师的 因为他们心思不够纯粹 此时 陈左安已经拒绝了四叔 甚至对方前台词中 威胁陈左安 要割裂家族关系 都无所谓 这让四叔也感到有些无力 以往很少有家族成员敢于脱离家族 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得益于家族的供养 与资源分配 可偏偏陈左安和陈百里两个人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家族资源 陈左安能有如今的成就 可以说 更多的是 依赖于那位第九天罗 第九天罗 其实这才是陈家觉得陈左安最大的优势 那位传奇天罗 在天罗帝网内的地位超然 说是天罗帝网的第三人也不为过 甚至外界都无法确认 到底是这位第九天罗更厉害 还是涅亭更厉害一些 大家族看问题 许多看问题的方式 仍旧还保留着曾经的习惯 传达了不好掉头 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际关系 比如陈左安和吕树的关系 如兄弟一般 陈左安哪怕现在只是一个二品 也完全值得他们投资与支持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陈左安回绝得如此干脆 对于陈左安来说 他跟着吕树混久了 便越发觉得 过去的一切都像是虚假的繁华 只有自身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家族成为了个体的繁荣 那么个体必然会从家族中超脱出来 追求自我 四叔慢慢平静下来 当才四叔有点情绪化了 希望你不要介意 陈左安叹息道 四叔 我终于明白你 为何能成为这一代的领军人物了 我只当你是在夸我 四叔笑了笑 不过还是希望你 认真考虑一下 家族并没有给你什么限制 而是要给你提供更多的资源 和更广阔的舞台 你没必要拒绝 陈左安认真地想了许久说道 四叔 我以前很希望家族认同我 可我现在觉得没必要了 我自己认同自己就好 叔兄他们认同我就好 我有了新的朋友 新的战友 在宇宙的空间通道打开时 我忽然觉得 就算跟他们死在一起 也很值得 你不必自己去冒险 四叔拔高地声调 你可能还不明白我的话 陈左安诚恳道 我愿意与他们并肩作战 这才是我修行的意义 而不是为了给家族获取资源 而长命百岁 我会去旅宙 不是因为想获得什么功虚 而是我如今的一切成长 都得益于旅数 他对我来说 既像朋友 又像老师 我必须去帮他 就像他以前帮我一样 四叔重新审视着陈左安 他忽然有点疲惫 某一个时刻 他忽然回忆起 自己好像也有过 这么一个热血的年纪 那时候 一切都很美好 他好像还会亲手 给女孩写情书 陈左安说道 我也送您一句话吧 拥录者深陷 人际关系的囚牢 而清醒着 只与自己赛跑 吃一顿饭我请 虽然工资不多 但是还够养活自己 说完 陈左安便转身离去 只留下身后的四叔 坐在那里沉思 陈左安走的时候 随手拿了两根香蕉 结果被服务员阻拦了下来 先生 自助餐是不可以外带食物的 陈左安愣了一下 你确定吗 服务员茫然失措 真的不能拿啊 然后他便看到 陈左安又拐了回去 转瞬间 便吃了十个鸡腿 和十块牛排 老板在柜台后面 都快气炸了 让他拿着他的香蕉快滚 四叔坐在那里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刚才还在回味着 拥录者深陷人际关系的囚牢 而清醒着 只与自己赛跑这句话呢 感觉这小胖子 现在很有思想啊 话里的含义 小胖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四叔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这他妈今天过来的时候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亲自出马 竟然会被一个晚辈给教训了 而这个晚辈 竟然还在跟一个 小小的自助餐厅赌气 第1227章 补卫天罗 陈左安一个人驱车 回到龙门要塞的路上 一直在想着事情 不过他很清楚 自己的父母应该 还是支持自己的 因为整件事情里 都是四叔出面 他的父母从未发声 当初他要一个人 去炎湖一击历练的时候 也是他父亲鼎力支持 这世上最了解他的人 还是他的父母 其实他真能和老陈家割裂吗 恐怕不行 毕竟血缘关系在那里 他陈左安也不是 什么冷血绝情的人 进入龙门要塞的时候 有天罗地网的士兵 在关卡处检查他的证件 以及身份 陈左安非常配合 临走的时候 对绍港上的几位战友 小声道了一声辛苦 只不过 他车子刚过去 车窗都还没升上去呢 便听见后面有人小声嘀咕道 哇 刚才是陈左安吗 对啊 你刚从大西北调过来 他们四个一品高手迎战黑羽军的一品客卿 场面回想起来 都会热血沸腾 有士兵小声嘀咕道 这所说的四个一品高手 便是陈左安 陈白礼 李一笑 那蓝雀 陈左安听到这话的时候 忍不住地坐着了身体 一直有些抑郁的神情缓解开来 变成了笑脸 自己小声嘀咕道 我都这么有名了 不被家人认同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乌云 即便他如今再坚定 也会受到一点影响 然而 在得到战友认同的一瞬间 那乌云便烟消云散了 他早就已经确定 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 只是还没人来认可他罢了 以往他都没感觉自己多厉害 那是因为 他一直在吕树旁边 而吕树 则是天罗帝王里最耀眼的人之一 以至于陈左安下意识地忽略了自己 可是 他确实已经很厉害了呀 某一刻他也期待 如果家族能真的用资源支持他 获取天罗职位多好 天罗这个称呼 在天罗帝王内部 实在太崇高了 家族未必能在天罗职位上有什么话语权 可如果旁人觉得 一个顶级家族亲力相助 如果都不算什么 那就太小看家族的能量了 所以 陈左安仿佛是拒绝了一个成为天罗的可能 当天罗 能从宇宙活着 回来再说吧 陈左安开车时笑了笑 不知道为啥 陈左安总觉得 自己与天罗职位相聚甚远 虽然有了实力 但他总觉得 自己和天罗还差那么点意思 想到这里 就会稍微有点黯然 毕竟 天罗是每个天罗帝王修行者的梦想 陈左安开车经过办公大楼的时候 忽然被忠玉堂喊住了 陈左安抬头一看 忠玉堂那老小子 在楼上的办公室 窗户里探出头来 陈左安 你上来一下 我们有事跟你商量 陈左安纳闷了 这是要干嘛 他把车停好走了上去 此时陈左安忽然发现 郝智超竟然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 而且一脸贼笑 干嘛呀这是 陈左安有点莫名其妙 等他推开忠玉堂办公室的大门 陈左安竟然看到聂亭 石学静 吕树 吕小鱼 陈百里 李一笑 那蓝雀 忠玉堂都在里面坐着 这阵仗有点太大了 几乎天罗地网的所有核心层 都在这里了 这是要干嘛 陈左安有点心虚地问道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情吧 忽然间他身后的门又打开了 走进来的是 同样一脸猛逼的成秋桥 忠玉堂环顾了一圈说道 那就由我来说吧 聂亭点了点头 大家一副讳莫如深的严肃表情 搞得陈左安心里慌慌的 忠玉堂对陈左安和陈秋桥解释道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都商量一个星期了 你应该见过封叶明和封云露两个人 他们是亲兄弟 见过呀 怎么了 陈左安好奇道 其实当初我们是因为急需他们的实力 来填补天罗地网的空白 所以给了他们天罗职位 但是这两个人本身并不想当天罗 忠玉堂耐心解释道 这两个人宁愿搞电竞 也不愿意出门的性格 我们也很没办法 他们愿意为天罗地网战斗 但是不愿意接触天罗需要处理的事物 现在他们已经提出 辞去天罗职务一年多的时间了 经过慎重考虑 聂天罗已经给予批准 他们两个要退出天罗地网吗 陈左安震惊道 不是退出 好知超在一旁解释道 他们只愿意当普通天罗地网成员 不想接触天罗职务 是因为不想浪费他们玩游戏的时间 所以就是想当的普通成员 不想当天罗 啊 陈左安心跳渐渐地快了起来 他知道 这群人凑一起如此兴师动众地找他和程秋桥 肯定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吕树笑道 所以经过我们一致意见 决定让你和程秋桥两个人 陈左安和程秋桥两个人 眼睛亮闪闪地看着吕树 不过陈左安忽然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他都觉得可能十拿九稳了 但是当这话从吕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非常不好 吕树则停顿了一下笑道 决定让你和程秋桥两个人 补上天罗职位的空缺 你们是否愿意 这一次吕树没有开玩笑 也没有赚负面情绪值 似乎对于吕树自己来说 天罗本身也是个值得敬畏的称呼 所以他认为 这个场合实在不适合再开玩笑了 陈左安忽然眼眶一红 真的 他旁边的程秋桥则 完全陷入了呆滞 仿佛被震惊到了一样 今天中午的时候 陈左安亲口拒绝了家族的支持 那一刻 他以为自己应该跟天罗没有什么缘分了 虽然很遗憾很可惜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有自己的选择 然而这一刻 面前的所有人微笑地看着自己 就像是生活为他悄然地准备了一份惊喜似的 涅亭站起身来 眼中藏着一丝笑意 以前再惊斗到原班 还敢逃课 现在都成天罗了 不过陈左安在此 谁敢当我这句话 确实喊得挺有气势 有点天罗的样子了 程秋桥那边也不用说 当生命与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 对方果断地选择了责任 这本身便是一个天罗该有的觉悟 这样说 好像天罗就是要奉献出生命似的 可他们本身就是凭着这份信念 才将这片土地守护的固若金汤 第1228章 故地重游风夜明 和风云露两个人 因为沉迷电竞而无法自拔 不过他们还在为天罗帝网战斗 只是不再处理日常事物了而已 缺失的天罗职位要有人顶替 而陈左安和程秋桥两个人 变成了最佳人选 如果他们两个只是空有实力 那么大家也不会选择他们 但偏偏这两个少年成长的速度惊人 在天罗帝网内部 也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其他人都离去了 只剩下陈白礼 静静地看着陈左安 我知道小四去找你了 这个家族击毙一身 不是你我就能拯救的 我明白 他会给你许诺很多条件 而这个天罗职位的决议 并不是知道 他要拉拢你才做出的 事实上 我们半个月前就开始秘密商量了 上周便提上正式议程 嗯 我拒绝他了 陈左安低声说道 你父亲和你母亲 支持你所做的任何决定 所以 你也不用对这个家族完全失望 陈白礼说道 我以前觉得 你就是个不务正业的顽固子弟 不过现在已经刮目相看了 陈左安咧嘴笑道 二爷爷 你也不用这么语重心长 咱俩现在谁能打过谁还不一定呢 陈白礼认真的打量着陈左安 忽然笑了起来 有种 是我老陈家的人 晚上的时候 陈左安和陈秋桥俩人 就在吕书他们的客厅沙发上 美滋滋地看着自己的任命文书 这是每个天罗的凭证 其实向征信大过实际意义 这时候吕小鱼在厨房喊了一声 端饭 结果俩人动都没动 还沉浸在刚刚成为天罗的喜悦之中 吕小鱼面无表情地拎着炒勺走了出来 当了天罗就不用端饭了 陈左安 陈秋桥 俩人赶紧在吕小鱼爆发之前 跑进了厨房 吕小鱼用现实情况告诉他们俩一个道理 天罗在这里 也是要端饭洗碗的 以前的吕小鱼 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天罗 就不给他们饭吃 现在也不会因为他们身份有所改变 而另眼相看 吃饭的时候 陈左安小心翼翼地说道 今天这鱼香肉丝有点大 吕小鱼冷笑道 怎么 当了天罗都开始挑食了 陈左安 做菜做蛋了 还不让人说是吗 不知道为啥 他总有种后悔当天罗的感觉 这时候 陈左安看向吕树说道 树兄 我俩是一定要跟你一起去吕咒的 你千万不要再拒绝我们了 吕树瞥了 他们一眼对吕小鱼说道 鱼香肉丝确实有点淡了 陈左安还等着吕树和吕小鱼互对呢 结果吕树一说 吕小鱼立马皱眉 那我再回国炒炒 加点言 陈左安心说 这特么简直是两种待遇啊 我不会再拦着你们 但是你们第一次去吕咒 要注意安全了 吕树说道 其实他也觉得 带上这俩货 还能增加两个独当一面的人 确确实实能增加五卫军的实力 这时候 吕树从山河印中 取出两套黑色盔甲 这玩意叫汉山凯 你们也见过 明天把你们的青铜盔甲上 交给天罗帝王吧 到了吕树以后穿这个 既然决定让他们同去 吕树也不会吝啬 而且 汉山凯现在确实还多出一些来 五卫军里 也没有太多的新晋一品高手 能承载着汉山凯的真正威力 最近吕树和欧阳丽上 聊了许久才发现 以前他们对于汉山凯的运用 还是太过出急了 这汉山凯 之所以能让端木黄起都被震慑 确实还藏着杀手捡来着 不过端木黄起当时并不知道 吕树根本没发现 汉山凯的真正用途 不然端木黄起也不会当场就怂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吕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 他犹豫了很久之后终于站了起来 有一件事情 在他心里压了两年之久 今天他终于决定再次尝试 吕树将神石探入山河印中 将山河印覆盖的土地范围 全部浏览一遍 然后回到了山河印中 那里有一扇大门 吕树曾经想要打开却失败了 如今他要再次尝试 在那扇门之前 吕树双手用力一推 那原本坚如磐石的大门 豁然动开 不过吕树并不奇怪 因为他早就预感到自己可以做到这一步了 那一个个遗迹阵眼里 似乎都有一扇门 而那些持有阵眼者 只需要推开那扇门 便能够回到遗迹中去 吕树看着身边的一切 熟悉而又陌生 这是灵气复苏后 他经历的第一个北盲遗迹 来到这里 就像是故地重游 吕树都还能记起 自己在这里抢夺骷骆士兵 手中长矛时的模样 身后传来风声 吕树弹指间 便击射出一枚剑钢 他身后的骷骆硬生粉碎 毫无挣扎的余地 而这时 吕树竟发现 其他的骷骆士兵不再围上来了 似是发现 吕树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匹敌的了 吕树知道这些骷骆兵 其实灵质很低 甚至只能给他提供一点负面情绪值 但他们的背后 还有一名鬼 将在操控一切 第一次来的时候 吕树觉得 这里显向还生 而这次故地重游吕树 已经犹如闲庭信部 他来到遗迹中心的圆坑处 当初那些岛国间谍 便是从这里跳下去 在底下完成的陷阱 吕树一跃而下 并不惧怕里面可能存在的危险 骷骆士兵一退再退 最终全都退回到洞窟最深处的鬼斧中去 吕树发现 那岛国间谍的尸体 已经不见了 也许成了新的骷髅 也说不定 吕树站在紧闭的鬼斧门前平静道 给你三息的时间 自己出来 哦 你不会呼吸 那就给你三秒的时间 鬼斧大门吱哑哑地响起 吕树 曾见过一面的那名鬼将 独自穿着盔甲 缓步而出 他原本手上还有一杆长矛的 结果上次遗迹开启的时候 已经被李一笑夺走了 那次遗迹开启 贪称一场完美的喜结 鬼将的鬼面之后 两盏星红目光闪烁不定 似乎在隐藏着自己的愤怒 不过他并没有动手 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吕树 面前这少年强盗让他绝望 第1229章 就是重体吕树看向鬼将 能开口说话吗 也就是取走山河印的那个人 鬼将说道 可谷开河间 便有低沉的声音传出 说实话鬼将很憋屈啊 当初山河印被夺的时候 他连人影都没看见 一堆天罗地网正面攻击也就算了 还有李一笑 那个二傻子 死拽着黑龙毛不放 最后还是他干脆弃了黑龙毛 才脱身回到鬼府之中 可那个时候 山河印已经没有了 当时守在那里的 是十二名石勇 后来据石勇反馈信息 那个取走山河印的少年 不光拿走了山河印 还抢走了他们手里的长毛 见到令人发指 吕树乐呵呵笑道 对 就是我取走的 然而就在此时 鬼将忽然跪倒在地 醉沉公营吕神 吕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的 您当初威胁石勇的时候 用过您标志性的武器啊 鬼将恳切地说道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您老人家 等等 吕树这次真是意外了 你既然见过狮狗 当初他便是依靠狮狗 能直接斩杀魂魄的特性 从石勇手里 夺走了十二杆法器长毛 不过张卫宇都不认识的狮狗 为何这鬼将会认识 要知道 这鬼将也不过是二品石勒 就算是石勒还没完全恢复 以前的石勒 也不会高过那点值吧 醉沉当然见过狮狗 鬼将说道 见过便无法忘记了 我还以为见过狮狗的人都死了呢 吕树有点纳闷 鬼将犹豫了半晌忽然说道 醉沉可不就是死了吗 吕树 啊 吕树这个时候便明白过来 合着这鬼 将是被老神王亲手杀掉的 所以见过狮狗 吕树之前确实没想到过这茬 逻辑也确实没毛病 见过狮狗 扶驶的人基本上都死了 而面前这个 本身就是个死人嘛 吕树有点哭笑不得 我这长相跟老神王也不像啊 您平时也是千变万化的 您也变了模样的 鬼将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虽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可他不敢说啊 吕树意识到 其实老神王也经常戴着便脸的面具 到处溜达吧 所以 自己在向导遗迹得到的那个面具 也是老神王常用的东西来着 这个时候 吕树最感慨的是 早知道你们一个个守护遗迹的选手 都是马屁精 当初还费那么大力气干嘛 亮明身份就好了呀 当然 这也就是随便感慨一下 毕竟血妖那种新生反叛的遗迹守护者 恐怕不在少数 若是被知道了身份 还指不定是服侍货呢 云野和虎之两个人 一直试图帮他收拢救部 但是很多人连傀儡师的话都不听 人是会变的 忠诚与不忠诚 是个伪命题 他们只忠诚于实力 而不是忠诚于某个人 所以 遗迹中死亡的守护者吕树 并不觉得可惜 毕竟这鬼将当初是被老神王亲手所杀 为什么杀 肯定是犯了错误才对 吕树打量这鬼将 你是何时被流放在这里的 这里没有春夏秋冬 所以罪臣也忘记时间了 大约几十年的样子 这些年来 罪臣每日都在煎熬 如今罪臣已经知错 恳请吕神放我出去将功赎罪 鬼将贵夫在地上说道 只是鬼将说得诚恳 吕树却摇摇头 他可没打算放着鬼将出去 毕竟他也不了解这鬼将啊 如果是云野和虎之在 他还能问问这个鬼将的实际情况 可云野和虎之 偏偏这时候去宇州吃火锅了 仇人 鬼将这时候 头都不敢抬 可见老神王在他心中有多么恐怖 吕树好奇道 你生前是什么身份 鬼将忽然一愣 您给我亲手杀了您 还能不知道我杀身份 这不扯呢吗 这一瞬间 鬼将也开始怀疑吕树的身份了 如果面前真是那位吕神 当初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拿走山河印啊 这世间能正面打过吕神的人 恐怕还没生下来呢吧 可吕树的强大 便犹如黑夜里的星辰 这不可能有假啊 起码他是打不过的 这前后矛盾的感觉 让鬼将有点摸不着头吗 实在是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罪臣生前是王城守将 一品实力 鬼将斟酌了一下说道 你叫啥名字 吕树好奇道 虚渊玄 鬼将说道 吕树愣了半晌 拿出吞贼指着鬼将 我问你名字呢 你跟我整啥拼音 鬼将都快哭了 拼音是啥 罪臣真叫虚渊玄 来自虚渊玄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啊 吕树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这虚渊玄的名字 跟乐于旅有一曲同工之妙 吕树又问 那我是因为什么杀你的 鬼将心里一个灯 您给我杀了 还问我为什么 您这话问的 都有点没法接呀 有点像是个宋命题 就像是小时候父母训孩子一样 问你知不知道错哪了 其实并不是想让你真的知道错哪了 就是想揍你而已 吕树没好气道 你实话实说就完事了 犹豫什么 啊 鬼将说道 那一夜 您微服出寻位在王城 醉尘奉命 只守北城门 却没想到 神王宫忽然传来喊杀声 没过多久醉尘 便看到鬼术大人和张卫宇大人 他们想要从北城门通过 醉尘不敢阻拦 便放他们走了 只不过您回来后 怒气冲天 当场便杀了小人 并责罚醉尘 永世不得超生 只能不仁不鬼地活着 之后便奉命来这里指手 将功不过 吕树平静地看着徐渊玄 心想这难道是23年前的事情吗 所以 徐渊玄大概是20多年前 被老神王扔进了这里 而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恐怕就是鬼术 张卫宇等人密谋已久的事情了 仿佛一切 都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 吕树平静问道 那天晚上 你可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当时醉尘也很慌乱 并无发现什么不妥 虚冤玄警甚道 不对 醉尘在这里苦思多年 每每回忆起当天晚上的事情时 总觉得有一个细节 让醉尘感到怪异 吕树皱眉 什么细节 那一晚 张卫宇大人和鬼术大人 并没有受伤 所有人都没受伤 虚冤玄解释道 可那么激烈的喊杀声 总该有人受伤才对啊 第1230章 神王宫就是吕树 倒是认同虚渊玄的说法 这个细节确实不太寻常 按道理说 鬼术与张卫宇 趁着老神王微服出巡的时间 杀进神王宫 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又从城门北边逃走 这种宫变 怎么会没有人受伤呢 要知道 那神王宫里的两位主人 虽然一位出去微服出巡 可另一位也不是什么 手无腹机之力的弱女子 身负暗徒的人 怎么可能让鬼术和张卫宇他们 毫发无伤地杀死 有古怪 语术 看向徐须渊玄 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那倒没有了 徐渊玄老老实实地说道 当时鬼术大人和张卫宇大人 他们的慌乱 都很符合他们应有的情绪 那殿侄们 从北方逃出去没多久 便被您截住了 然后该消失的消失 该流放的流放 我也因为玩忽职守 被您遗弃之下杀了 那一天 王城流泄实力 很多人都被迁怒 所谓的消失 恐怕就是被老神王给杀了吧 吕树叹息道 对了 他们从北门出去的时候 手上还有天下巢吗 有啊 不过后来天下巢都被收缴了吧 我也不清楚 徐渊玄说道 吕树觉得这一趟也不算白来 起码得到了一些信息 能够帮助他把真相拼图完整一些 可惜这些拼图太零碎了 徐渊玄贵夫在地上恳怯道 罪臣已经毁过资心了 求您开安放我出去吧 等我到了吕州再考虑这件事情 吕树想了想说道 暂时还不能放你出去 而且我还需要与张卫宇合适你所说的情况 徐渊玄愣住了 张卫宇 他还活着 在徐渊玄印象里 张卫宇等人被断了根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才对啊 原本他已经有些怀疑吕树的身份了 毕竟这明显跟老神王有点对不上号 可是现在发现 张卫宇就在吕树身边 他又不太确定了 他当然不知道 老神王偷偷将张卫宇等人 安排在田耿镇 为了某一天的归来 看来 有些事情 还是需要询问张卫宇和鬼术才行 只有张卫宇和鬼术他们才知道 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树 看了虚渊玄一眼 一步踏入虚空 他来到自己最初遇见小熊许的地方 那片树林了的松鼠 看到吕树后 仿佛还记得吕树的模样似的 一颗颗果子 直截了当地砸了过来 而吕树却不在意 他乐呵呵地将这些松鼠 全都抓了起来 然后退出了山河印的世界 吕树 来到客厅 正好看到小熊许在做数学题 他笑道 送你一个礼物怎么样 小熊许瞬间警惕起来 他说道 你该不会是要送我一套寒假作业吧 当然不是 吕树哈哈大笑 说着 便将他拘进新土里的松鼠 全都放了出来 他发现小熊许完全愣住了 然后一群松鼠 全都围在小熊许的旁边 叽叽喳喳 小熊许简直热泪盈眶 自己的后宫竟然失而复得 虽然小熊许有很多小弟 可物种不同啊 他总不能对老鼠有什么想法吧 这群松鼠在小熊许离开后 也没有出现新的王 现在又重新见到了小熊许 自然非常激动 吕树带着吕小渔出门了 给他们留点久别重重的空间 吕树生怕再晚点离开 就会被吕小渔看到什么 少儿不移的东西了 他和吕小渔坐在房顶上 给张卫宇发了条信息 让对方现在过来 没多久 张卫宇便到了 吕树开门见山地问道 23年前那天晚上 你们在神王宫里 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为何能毫发无损地出来 张卫宇沉默半晌后问道 为何这么问 你又如何知道 我们是毫发无伤的 我找到了徐燕璇 他告诉我的 吕树也没瞒着张卫宇 我只是想知道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到底成功了没 张卫宇回忆道 鬼叔大人 与我们密谋了长大三月之久 终于等到了老神王微福出巡的时间 那天晚上 我们杀进神王宫 但是最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 吕树就没问道 吕若儿不是我们杀的 张卫宇叹息道 我们进入神王宫时 里面空无一人 筹谋三个月之久 他分明就应该在神王宫里 可偏偏那晚消失了 我们觉得 事情可能已经败露 便朝北门突围 可是离开了三百里 还是被截住了 吕树愣了半天 什么情况 神王宫里没人 之前他一直听说 二十三年前的神王宫事变 以为是鬼术他们成功了来着 可按照张卫宇所说 他们压根连人都没见到 怎么杀 很多人恐怕都以为 如今神王宫里 还有一位新的神王 这是宇宙人的共识 直到最近端木皇企 才开始怀疑 神王宫里并没有人在那里了 才起了反心 这十多年时间 神王宫确实有发证令出来 虽然少 但终究还是有的 这也是端木皇企 仍旧有所忌惮的原因 玉龙班纸和内殿纸都没了 甚至没人进过神王宫 一发只从神王宫中飞出 甚至从未有人露面过 不怪端木皇企会怀疑 如果是吕树 也会觉得十多年了 神王宫里的人从不露面 有点问题 可是如今神王宫里的人是谁 很多人坚信不疑的是 新神王就是吕洛 所有宇宙人都这样想 只有少数人开始怀疑真相 可是 卡洛已经23岁了 也许张卫宇他们那天晚上 真的没见到吕洛 但吕洛确确确实实是那个时间段 离开宇宙 转世为卡洛的 是什么事情导致吕洛 做出了抛下一切的决定 因为剑颅主人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事情 吕神与暗图拥有者吕洛 纷纷离开吕宙 那么神王宫这十八年来 里面到底是谁在 假借神王之名发号施令 是那个导致老神王 被迫离开吕宙的幕后黑手吗 那个追杀傀儡师的人 不知道为何 吕树忽然感觉自己 越来越迷糊了 似乎只有找到那个幕后的人 才能让一切真相大白 吕树看向张卫宇 你没有想问我的事情吗 张卫宇摇摇头 你想告诉我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的 而且此去吕宙 恐怕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我期待着那一天 第1231章 寻找阵眼 吕树没有纠结太多往事 有些事情留在心里 去寻找答案就好了 现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苦思冥想的必要 他重回了一趟 面具中的遗迹世界 那里的血妖 已经被云蚁和虎之带走 所以空荡荡的 没有丝毫利用价值 连个能问话的人都没 吕树带着漫天的石像鬼 溜达了半天 等完腻了 就退出了遗迹 天罗帝王手中 还有好几个阵眼 吕树打算一一探寻 因为他能从这里面 得到一些信息 首先是陈百里手中的 炎弧一记阵眼 当初吕树 便是在这个遗迹里面 给了老爷子洗髓果实 直接促成陈百里 晋升一品 然后陈百里便独自一人 飞向一记核心位置 拿到了阵眼 吕树甚至都不知道 对方拿到了什么 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拿到的 吕树找到陈百里的时候 陈百里正浇花呢 老爷子现在寿命 已经足够长了 不再像曾经那样 总是担心自己崩坏的根基 也明白自己晋升大宗师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于是心境也缓和下来 开始养花养养了 难得第九天罗来找我 陈百里笑道 有什么事情吗 您倒是挺有闲情雅致的 吕树乐呵呵笑道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一年多前 你还只是一个小修士 陈百里放下手中的事情感慨道 一转眼 你都已经大宗师境界了 名扬天下 运气好 吕树笑道 成功者才有资格 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运气 想想你一个无根无底的少年 如今成长到这个地步 陈家的那些子弟 还沉浸在纸醉金迷里呢 陈百里自嘲道 老陈家确实要被时代淘汰了 您也是陈家的人 只要有您和祖安在 陈家便不会有事的 吕树想了想说道 我听祖安说了陈家的意思 很疑惑 您一年多前 不还在维系陈家吗 从罗布泊一记出来的时候 陈百里帮吕树 瞒下了汉山凯的事情 为的就是吕树手里的一些资源 那个时候 陈百里还是非常维系家族的 结果这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陈百里的态度竟然转变了 去年的时候 陈祖安有个堂哥修行 刚刚有点成绩 便出去灯红酒绿 结果酒吧里 仗着自己是修行者 便动手打死了一个人 陈百里说道 最让我失望的 还是陈家的态度 他们竟然帮助这小子 潜逃到了海外 吕树皱眉 他也确实很反感 这种顽固子弟 不过他有点不解 您是打算脱离陈家 让陈家就这么没落 陈家不会没落的 陈百里笑了笑 怎么说 吕树好奇道 只要陈祖安耐心 跟着你打磨星星 他就是新的陈家 陈百里说道 吕树哑然 原来陈百里打的是这个主意 想让陈祖安从陈家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豪门 而且是修行界的豪门 所以陈百里并不是放弃了陈家 而是放弃了陈家一部分人 就像是要为陈家踢骨疗伤一样 不破不立 灵气复苏时代 新的秩序 必然替代旧的秩序 而陈祖安晋升一瓶 恐怕便是陈百里想法转变的转折点 因为陈祖安晋升一瓶 便意味着陈祖安 有了独立门户的资格 而陈百里 便是希望陈祖安这一脉 可以开支散叶 重新建立新的豪门 吕树说道 不过您这计划 可能不怎么好使啊 陈百里愣了一下 怎么说 吕树沉应了两秒说道 陈祖安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来自陈百里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陈百里深深的吸了口气说道 你说的好有道理 想要开支散叶没有毛病 想要重新建立一个修行界的豪门 也没有毛病 可前提是 陈祖安的有个女朋友 就冲陈祖安现在那个恋爱困难的劲 这开支散叶的计划 怕是有点悬了 陈百里思考着这个问题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对了 你来找我干嘛 陈百里岔开了话题 我是想看看 你从炎湖遗迹里面得到了什么 吕树说道 罗布泊遗迹的阵眼 是那个小白鱼身下的寄龙台 不过那个不太重要 我只是还不知道 炎湖遗迹里的真眼是什么 而守护阵眼的生灵又是什么 小白鱼 陈百里疑惑道 啊 吕树尴尬的笑了笑 您没见过那条小白鱼 咱们先说炎湖遗迹 罗布泊遗迹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毕竟小白鱼都被混沌吃了 他也找不到什么新线索 所以 炎湖遗迹里发生的事情 才是吕树更关心的 炎湖遗迹 陈百里皱眉思索了片刻说道 那时候 我刚刚突破一品 前往遗迹核心的时候 没有遇到任何伏击 便畅通无阻地拿到了阵眼 我起初也有些疑惑 这遗迹为何无人看守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那些妖术 本身就是看守这遗迹的 最强大生灵吧 不过阵眼我还没搞清楚 到底有什么用 只是当做空间装备来使的 说着 陈百里从袖中 取出一枚捐刻着莲花的金属球 吕树当时便震惊了 他结果来一看 球上果然还有欧阳历上的名字 这是欧阳历上为 剑颅主人铸造的莲花剑胆啊 每一枚都藏着剑颅主人的一剑之力 须特有法门激发 留一招有一枚 还有两枚 不止去了何处 吕树没想到 老神王竟然拿这么一件东西 做成了承载遗迹的阵眼 结果陈百里还不知道该如何用 想来 这东西 其实是留给自己的吧 严护遗迹 也没有什么秘密可循了 剩下的 吕树忽然想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探寻的阵眼 而且这个阵眼还非常有名 那是国内开启的第一个遗迹 地处西北 当时涅亭 带队进入遗迹后 便得到了那个阵眼 星亭 而涅亭也正是因为这柄刀 才得了一个星亭侯的称呼 只不过吕树皱起眉头 那星亭刀并不在地球 而是在上次空间通道开启时 被曹清辞带去了吕树 第1232章 阵眼持有者星亭刀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的第一个遗迹 在灵气复苏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被天罗帝王发现 并且探索完毕 据说当时天罗帝王有不小的伤亡 也是没想到里面那么危险 而且也没有面对遗迹的经验 一般情况下 天罗帝王探索这种遗迹的时候 都是派精英小队进入 结果进入遗迹的修行者 都是随机传送的 直接给涅亭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还好涅亭自身足够强横 不然那次遗迹 可能不少人都要凉望 这个西北遗迹 要被老卧遗迹更早一些 也不知道 世界上的第一个遗迹 会不会藏着更多的秘密 可惜上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 曹青慈去了旅宙 现在想找星廷刀都找不到 那个时候 第一次空间通道开启结束了 程秋巧和陈祖安 天天守在龙门要塞的工地上 然而据他们所说 曹青慈更狠 直接守在空间通道门口 当空间通道开启之后 曹青慈便再也没出现过 也从未发现过他的尸体 很可能已经 乔装进入了旅宙 曹青慈可能进入旅宙的结论 便是这么的出来的 这位姑娘失诚涅亭 当刺客 潜伏真的是一把好手 那么多黑羽君都没发现 他的异常并不是不可能 如今吕树已经发现 阵眼世界里藏着的秘密 大多都和旅宙 有点或多或少的关系 吕树甚至想把所有阵眼都拿到手里 然后进入每一个遗迹 探索一下究竟 他怀疑 遗迹便是老神王的星途 老神王也不知是什么时候 开始布局这一切的 竟然花了这么大的手笔 可吕树现在无法使星途脱离自身 如果强行脱离的话 便会对自己的修行境界产生影响 要知道 吕树的实力来源便是星途 如果强行将星途从自己身上剥离 肯定会跌进了 就算不跌大境界 总要有个虚弱期什么的吧 所以 老神王是在埋下这些遗迹的时候 被人趁虚而入了 吕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他也无法确定 此时吕树准备跟陈百里告辞 他得去找钟玉堂了 毕竟天罗地网的情报网络 比他自己瞎找阵眼可强多了 想要收回那些阵眼 必须借助天罗地网的手段 结果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陈百里忽然迟疑着拦下了吕树 吕树好奇道 有事吗 陈百里憋了半上说道 你能不能给陈左安那小子 找个女朋友 吕树 陈百里这位老道士 真的没什么世俗名利欲望 但是他们这一辈的人 对于血缘延续 真的很看重 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理解 保留祖坟 或者祭祖的行为了 但是对老一辈不同 他们认为 死去后是会面对列祖列宗的 也把光药门没当作己任 所以陈百里无房无车 并不意味着 他一点企图心都没有 可问题来了 他现在想让陈左安另立门户 这特么血缘延续 总得有个老婆吧 结果陈左安连女朋友都没有 更别说老婆了 这个我真是有点爱莫能助啊 吕树哭笑不得 他完全是凭本事单身的 那可怎么办才好 陈百里纠结起来 好好的一个计划 却卡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上了 吕树沉映了两秒 他看着如今已经返老还童 变成中年人的陈百里试探道 要不你自己来 陈百里再次陷入深深的沉思 来自陈百里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说完之后 吕树就跑了 他有点担心陈百里恼羞成目 只不过 他找到中玉堂说明来意之后 中玉堂都震惊了 你要现在所有正眼拥有者的信息 还要知道他们在哪 这特么用脚趾头想想 都知道吕树要干嘛了呀 中玉堂在心里 简直为那些阵眼拥有者们默哀 以前天罗地网就算实力再强大 也没想过要把阵眼全都收回来 然而吕树不一样 他就跟拿回自己的东西似的 还是那句话 记忆可以不要 财产一分都不能少 而且 如今能够重新打开阵眼那遗迹世界的人 全世界就吕树 聂庭 石学近三个人 所以遗迹里面基本都是原生态 吕树重新探索的价值很高 就吕树所知 还有好几个遗迹的阵眼守护者 都没被杀死 最终阵眼都是被制取 而不是硬刚了正面 所以他很有可能再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中玉堂查询了一下天罗地网内部的资料 我们倒是有九成的阵眼拥有者信息 毕竟都不是什么无名小辈 中玉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能够拿到阵眼的人 除非走了什么狗屎运 不然哪有弱者去争夺的份 所以 天罗地网就算以前没抢 但阵眼 落在谁手里 这么重要的信息 还是要留存的 而且还会继续关注 阵眼是否被转手给其他人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中玉堂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问他们的情报 是想要干嘛 吕树正气凛然地说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他们拿阵眼在外面溜达是很危险的 我要帮他们保管一下 中玉堂心说 这当了天罗就是不一样 以前都不找理由的 现在都知道 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然而就在此时 外界的情报反馈回来 让中玉堂吃惊的事 出问题了 吕树看到中玉堂的神情便好奇 怎么了 我们现在能立刻找到的阵眼主人 都死了 阵眼已经不知所踪 中玉堂深吸 一口气说道 他没想到 吕树开玩笑似的 找个借口说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结果现在一语成衬 中玉堂有点感慨 以前是遭遇吕树的人容易出事 现在是被吕树盯上的人就会出事 吕树皱眉说道 这不是一个巧合 没道理 这些阵眼持有者同时出事 倒也不是同时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 他们具体什么时间出事的 海外情报力量 虽然倾注了很多心血 但我们也没法做到 24小时 实时关注所有重要人物 中玉堂解释道 不过这件事情确实蹊跷 我们得查查 到底是谁干的 不用查了 吕树摇摇头 查不到的 而且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应该是那些奴隶主干的 没想到 他们还带着这个目的 谁会对阵眼如此感兴趣 而且还有这样的实力 猎杀全球阵眼持有者 除了吕树 不会再有这样的势力了 还有谁的阵眼没被夺走吗 吕树问道 有记可查的还有一个 在基金会手里 中玉堂说道 吕树叹息 终究还是要去面对李贤一了 面对这18年来 基金会与傀儡师 老神王之间的一些恩怨纠葛 回来这么久了 吕树都没有去找李贤一 结果终究还是躲不过去 第1233章 最后一个阵眼基金会的总部 对于修行界来说 并不是什么秘密 起初创立于北美 后来因为综合因素 最终迁去了新西兰 不是说新西兰有多么重要 而是像日内瓦一样 对方博弈后 寻找一个最中立的地缘 来设立总部 以表示自己的中立态度 不过吕树要去的 不是新西兰 而是澳洲 最近一段时间 基金会连皇室国家公园 遗迹都没参与 倒不是说 他们已经是利益如粪土 而是他们已经集体前往澳洲 清理变异生灵 这个时间段的澳洲 犹如世界末日到来了似的 住在郊区的最惨 袋鼠说拆家就拆家 今天看上你的房子 就绝对不会拖到第二天再拆 可如果只是袋鼠也就罢了 关键是独物太多 这世界上 有三分之一排名靠前的独物 都生活在这里 就像是一个独物乐园一样 独物们开心的一批 其实 如果没有灵气复苏的话 只能说还好 仍旧会吸引很多人过去 可是当灵气复苏的进程 彻底爆发后 这里生灵的进化速度 就有点像是开挂一样了 很多修行者 喜欢在这里当探险乐园 就跟刷副本似的 甚至现在海外的一些社交平台里 一些网红修行者 就是专门依靠探险澳洲 来吸引点击 由此可见 澳洲现在真的很危险了 澳洲这边出事以后 本土修行者 无力解决这里的事情 向其他修行者组织寻求帮助 又没人回应 毕竟这时候 刚刚经历过老虎被要塞一战 各大组织的元气大伤 谁会闲着没事帮助别人 组织与组织之间 只有利益 没有友情 最终 澳洲这边的修行者 只能向基金会寻求帮助 基金会答应给他们 几百人过来支援一下 毕竟基金会人手虽然多 算是隐性的顶尖组织 但地毯是清楚 一整个澳洲的生灵 还是太吃力了 结果澳洲的修行者们 一听才支援几百人 当场就 差点给基金会的外事负责人 跪下了 这么点人真的不够啊 最终被缠得实在没办法 而且 澳洲这次生灵变异灾难 确实危害到了 许多百姓的生命安全 基金会只好将外部的 许多人手抽掉回来 一起前往澳洲 等基金会到了澳洲 这边的修行组织 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 基金会负责清理变异生灵 他们负责给基金会解脉 不是他们不想帮忙 而是他们压根打不过变异生灵 这个时候 李贤义和芝威他们发现 其实澳洲这边最恐怖的生灵 还不是那些毒物 因为大部分毒物 都是单打独斗的 而且过于依赖自己的毒性 以至于 他们进化的方向 偏在了毒性的恐怖程度 而不是肢体力量和速度 最恐怖的 还是那些群居的无毒蜘蛛 他们共同结枉 并且分享食物 以前只是吃昆虫而已 现在因为进化速度 导致他们什么都吃 不过很多人以为 他们是刻意针对人类 其实不是的 他们如今显得攻击性极强 完全是因为他们 已经将人类 纳入自己食物范畴了而已 纯粹是正常捕食行为 李贤义看着树上 以及草坪上的猪网 远远看去 整棵树 都像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糖 看起来很漂亮 可鬼知道 里面到底还藏着 多少极其危险的蜘蛛 他看向身边的澳洲修行者 接到求救的 就是前面的农场吗 对 澳洲修行者赶紧点头 一个小时接到求救 说这里有群居蜘蛛迁徙过来 开始结望 没想到他们的动作这么快 李贤一点点头 便直接飞向农场的位置 他要先救人再说 而支威则带着身边的基金会修饰 开始清扫这里的所有蜘蛛 澳洲修行者们 在后面不停地赞叹着基金会的效率 然后为他们打气加油 等到支威他们推进很远后 才松了口气 这危险的差事终于让基金会帮他们解决掉了 就在此时 澳洲修行者们身后有人忽然问道 你好 麻烦问一下 你们是基金会的人吗 澳洲修行者们转头看过去 赫然发现是一个亚裔少年 一个修行者愣了一下说道 对的 基金会已经开始进行清扫了 这里现在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赶紧离开吧 对了 你是这个农场的人吗 我们现在正全力清扫这里的蜘蛛 我们很快就能完成清扫工作 少年也愣了一下 他看向草原上猪王已经残破不堪 一看就是被人平推过去的样子 他确认道 基金会往农场方向去了是吗 对的 你赶紧离开吧 澳洲修行者说道 结果 他们竟然看到那少年 抬不朝草原深处走去 似乎完全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似的 有人急了 想要拦住吕树 却没想到 这时候 草原深处被围剿的群居蜘蛛 竟是有了极高智慧似的 从基金会的包围圈缝隙中 反向冲了出来 朝他们这边冲过来了 基金会的倾角范围很大 所以每个人之间的距离 便被拉长了 以至于这次群居蜘蛛 突然反向突围的时候 基金会都没来得及拦住他们 澳洲本土的修行者们 脸色骤然沙白 有人扭头就跑 那密密麻麻的黑色蜘蛛 有人头那么大 看起来便如黑色潮水 一般恐怖 有人忽然喊道 等等 那个亚裔少年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带他一起走 大家挣扎了两秒钟 没办法只能回头去救人 可是他们 刚转头便震惊了 那少年身上 有数不清的灰色丝线 犹如龙卷般 朝着虫巢席卷过去 灰色龙卷与虫巢 刚刚接触的一刹那 便有碎裂的蜘蛛尸体飞起 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蜘蛛 在灰色龙卷面前不堪一击 仿佛催哭拉朽 只见那少年闲停性不适地 继续朝前走去 忽然间 少年回头对澳洲修行者们笑道 别害怕 一会儿就杀完了 不知道为什么 澳洲修行者们觉得自己这辈子 有意电联 第1234章 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李贤一澳洲修行者 给基金会准备了一整栋大楼 作为他们在澳洲的分布 以前大家都是排斥基金会的 毕竟基金会这种存在 就跟世界警察似的 大部分土著组织 都不太希望 身边有个这样的存在啊 然而现在不同了 澳洲本土修行者们 不仅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还给基金会提供大量的住房 以及一栋最好的办公楼 他们现在恨不得基金会 直接把总部搬到澳洲来 这样大家才能安心一些 城市里的变异生灵 已经清理过了 而且清理的手段 还非常高效 基金会来的觉醒者 分出上百个水系 将整个下水管道系统 灌住了足够多的水 然后有已经晋升一品的支威 带着几十名雷电系觉醒者 放了一次电就完事了 电一次之后 整个城市下水管道系统 便已经干干净净 不管是老鼠还是昆虫 全都活不下去 基金会驻澳洲分布的 办公大楼顶层 李树站在落地窗前 眺望整个城市 李贤一和支威就坐在旁边看着他 不知道吕树这次过来 到底为了什么 吕树忽然说道 老爷子 我想再问你一次 你的剑铃真的能帮你遇见吗 李贤一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感慨 这还是他在剑炉时发现的事情了 明明大家都是煞耳光的小剑铃 您跟我装什么道断玩家呢 竟然还说会遇见 当初李贤一这么说的时候 吕树还有点不平衡来着 怎么全天下救他剑铃不正经 结果后来他发现 全天下剑铃一个尿性的时候 他认真觉得 奥斯卡真的得给老爷子发个小惊人 阴差阳错间 也是因为老爷子 不想在他面前落了面子 他的气还雪山 才会这么恐怖 李贤一老爷子你的戏 是真的多啊 李贤一端起杯子 喝了口茶水 掩饰自己的尴尬 并且打算做最后的挣扎 于是他反问道 你的不会遇见吗 吕树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可别演了呀 全天下的剑铃 都不会遇见好吗 李贤一愣了一下 全天下是几个意思 我在吕树找到了一个 叫做剑铃的地方 然后我发现剑铃的主人 就是剑铃的祖师 吕树笑着解释道 剑铃与剑铃的功法大同小异 而剑铃主人 则被吕树的主人拐去了那边 他和吕树那位老神王的关系非常好 李贤一听了这话便震惊了 其实剑铃里面 一直都没有记载 祖师到底去了哪里 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竟然是被拐去了吕树 听说自家祖师被别人拐走 是个什么体验 李贤一现在完全陷入了震惊之中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这个负面情绪值不是给吕树的 而是给老神王的 当白色火焰在吕树心中彻底点燃 当初会在第六层星云归位的那一刻 吕树便收到了很多不明来路的负面情绪值 比如李贤一的 比如基金会很多人的 那个时候吕树便明白 那一刻 即便他明白自己和老神王 已经是两个人了 但负面情绪值 已经默认他回归老神王的身份 所以 那些对老神王产生的负面情绪值 不管是恐惧还是憎恶 还是其他的一切负面情绪 都开始向吕树汇聚 你确定吗 李贤一还是觉得这个消息太过劲爆 有点难以接受 确定 吕树笑着点点头 剑颅有一本点集 首页便有一句话 与你当初跟我说的 祖师开启七海雪山时的话 一模一样 而且 剑颅的修行法门 虽然有些细节跟间隔不同 但七海雪山都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 也都需要憋着 才能获得更高成就 李贤一心中五味杂陈 地球上剑颗一脉 已经人丁凋零 他以为 也许某一天剑颗的传承 会慢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结果现在却得知 竟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同门 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一瞬间 李贤一甚至想去宇宙看看 去那个剑颅看看 也不知道自己在剑颅是个什么辈分 李贤一看向吕树 你入了那个剑颅吗 对的 吕树点点头 我已经加入剑颅 而且 基金会一直想杀的那位魔王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毕竟剑颅祖师 都能跟他做朋友 李贤一沉默了许久 他没想到 带领着基金会 坚持了这么久的事情 竟然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他们以为自己 是在维护这个世界 却反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危险 自从李贤一和傀儡师分别之后 他便在思考 这么多年来 基金会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 傀儡师所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为此 李贤一曾闭关很久 只因为 他对基金会的使命产生了质疑 而吕树给李贤一说这些话 说剑颅 说剑颅主人与老神王的关系 就是希望能够让基金会 放下他们对吕咒与老神王的偏见 这样彼此才有释然的可能 因为 李贤一他们要杀的人 就在他们的眼前啊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你说的这些话是真实的吗 李贤一问道 还真有 吕树拿出自己的手机 点开相册递给李贤一 你看我拍的照片 这些照片 就是当初吕树准备 把剑颅点击还回去之前 留作纪念的一些照片 毕竟剑颅点击 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水楼贴子了 这些照片 比任何话语都有说服力 因为李贤一手中 还有本一模一样的剑颅点击 只不过留言的人不一样而已 但开头都是同样的祖师留字 李贤一很清楚 他从未将剑颅点击给吕树看过 倒不是不信任吕树 而是怕被吕树嘲讽 现在吕树 拿出剑颅点击的照片 他便立刻相信了 吕树所说的所有话语 看来 我们真的错了 李贤一叹气道 吕树摇摇头 不过我很好奇 李贤一看向吕树 你如今又是什么身份呢 吕树沉默了 第1235章 内绝之死吕树 如今是什么身份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兀 然而吕树知道这个问题 在李贤一心里 一定也憋了很久了吧 18年前是基金会 一路追杀内绝到了洛城 吕树觉得 内绝来到洛城 并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第二个遗迹就开在这里 山河印里 原本就已经掌控了洛城的区域 老神王很可能 给傀儡施下了死命令 必须抵达洛城 那枚山河印 是老神王专门放在 北盲遗迹里的 不会没有道理 泪绝身后箱子里面 藏着到底是什么 这个答案 聂亭和石学进能够想到 那么其实基金会内部 肯定也有过相同的猜测 只不过没太重视而已 吕树从吕树回来之后 基金会非常重视吕树的动向 吕树寻找18年前 一些遗孤线索的事情 并没有做什么保密措施 所以基金会得知 也是情理之中 这个时候 就连李贤一都忍不住去想 那个箱子里放的婴儿 会不会就是吕树 毕竟李贤一他们 修行到了这个级别的人 终究明白了一件事情 大宗师这个级别 并不是那么容易晋升的 而吕树作为一个平民 一个福利院出来 无根无底的草根 却后来者居上 这世上 哪有那么多亿万中无一的天才 那个婴儿呢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 地球上谁还能有资格 成为傀儡师舍命护送的婴儿 在李贤一他们看来 那个婴儿 起码得取得吕树这样的成就 才配得上奎蕾师们 牺牲掉的生命吧 所以 吕树似乎成了唯一的答案 不会再有别的选项了 可如果吕树真是 那个箱子里的婴儿 那么等于说 基金会与吕树 早就结下了仇恨 当年基金会奔袭上千里距离 坠着泪绝 一路杀到洛城 追杀的其实就是吕树啊 自从吕树回来之后 就没有主动去找过李贤一 而李贤一又 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双方心中都明白 但是他没说的是 当年他们七名 傀儡师身兼重任逃离那个地方 两个死在了那里 另外五个人来到了地球 所有人都以为 傀儡师只过来了四个 只是因为 鬼术并没有出现过 其实他们是来了五个 如今 鬼术已经以身合数 但李贤一他们并不知道其中详情 李贤一是探导 你应该也知道一些傀儡师的就是 当时四个傀儡师 背负着一只巨大的箱子 你觉得那个箱子里会是什么 吕树想了想说道 食物 李贤一摇摇头 不是 他们路上还曾抢夺别人食物 衣服 李贤一继续说道 不 他们一路上都没换过衣服 李贤一摇头道 李贤一摇摇着 四个人 背个大箱子 又不是衣服 又不是食物 那可能背了一副麻将 李贤一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是 你在这装傻充愣什么呢 连麻将都整出来了 然而就在此时 李贤一看向李贤一笑道 如果你当初发现 箱子里是个婴儿 你会杀他吗 李贤一皱着眉头沉默了许久叹息道 我下不去手 婴儿是无辜的 是啊 其实基金会从来都没扮演过坏人的角色 虽然他们内部如今的分歧越来越大 可行都是好的 那个时候 谁能亲手杀掉一个婴儿呢 他们每个人 恐怕都过不去那个坎 我现在回答你之前的问题 吕树笑道 我如今的身份是第九天罗 吕树 是第九天罗 而不是神王 傀儡师之主之类的东西 吕树 来这一趟 其实就是为了告诉李贤一 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当初有仇 但他们最该做的是 杀死阴谋者 而不是因为阴谋者的一个谎言 而自相残杀 想想确实很难放下 也有点对不起内爵 可是 吕树还能怎么做 杀了李贤一吗 这世上的仇恨太多了 困恶也太多了 疑惑也太多了 矛盾也太多了 吕树也没法把每一件事情处理得完美 他是个人 而不是神 吕树问道 内爵死亡后 你们把他埋葬在哪里了 李贤一想了想说道 就埋葬在了北盲山上 无字墓碑 右下角小字刻着傀儡师的字样 那个女孩 可惜了 是我们基金会对不住她 不过她并不是我们杀的 她是自杀 吕树愣住了 女孩 这次还是吕树头一次听说 泪绝的性别呢 以前确实没人给她说过这事 吕树好奇道 她是自杀的吗 对 拔剑自吻 李贤一叹息道 她说 我们这群蝼蚁 不够资格杀她 不得不说 傀儡师里 不管是虎直还是云蚁 包括这泪绝 都是一个比一个狂 死也要站着死 吕树迟一道 那会不会 我知道你在猜什么 这个我们是认真检查过的 所有生机全部断绝 不会有任何意外 李贤一叹息道 而且那时候 她坟墓旁边 我们曾派人日夜看守过的 不会有错 吕树心情有点灰暗 虽然以吕树的身份 来看她跟对方根本没什么感情 可是对方确确实实为了救她 护送她而死 不过好在这次来到澳洲 她和李贤一的心结已解 吕树觉得 凡事都要勇于面对 如果她和李贤一 都不把今天这番话挑明 很有可能 大家以后都会怀着一份隔阂 再难恢复以前的关系 吕树走出基金会分布的大楼 不少人都在偷偷地打量着她 因为吕树在草原上出手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他们在猜测 吕树到底是谁 答案其实很明显 基金会内部 不少人都知道 李贤一跟第九天罗的关系非常好 这位亚裔少年 又是如此的强大 很多人看着吕树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竟然感觉自己有点荣幸 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 见过第九天罗真实面目的人 数不清的澳洲记者 正在赶来这边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只是眨眼的功夫 吕树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仿佛从未来过 第1236章 没门 吕树其实可以从李贤一办公室里 直接踏破虚空的 毕竟踏破虚空这种事情 只要你知道落点坐标就好了 出发点并不是那么重要 然而 他为什么非要下楼再消失呢 因为他虚荣 这个年纪的少年 本就不应该目气沉沉的 少年老成 在很多人眼里是优点 但吕树总觉得 一个特定时光 就该享受这个时光里的所有心情 所以 在走进大楼的时候 吕树就想好 走出大楼 要用什么姿势了 享受着周围所有人的窃窃私语 享受着所有人尊称他为第九天罗 然后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这真的是太爽了 吕树是 直接回到平房里面的 结果吕小鱼正窝沙发 上颗瓜子看动漫呢 吕树乐呵呵说道 我会露一手 简直就是万众瞩目 人群中的焦点啊 吕小鱼漫不经心地 看了一眼嘚嘚瑟瑟的吕树 你去找老爷子了 对啊 吕树笑道 没想到澳洲那边的修行者 当时就把 我给认出来了 他们还挺有眼光的 吕小鱼冷笑起来 拿到阵眼了 吕树愣在原地思考了好几秒钟 转身重新走回了李贤一的办公室里 白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这特么的得意忘形了 吕树有点牙疼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其实他原本去找李贤一 根本不是为了和解彼此之间的关系 而是为了知道 最后一个阵眼里面到底是什么 吴卫军的法器头盔已经改造完毕 欧阳历上还在没日没夜地 拉着一群练器专家传到寿宴 他跟钟玉堂提出的物资需求 也已经解决了 18年前的身份之谜 也找到了线索 吕树在与时间赛跑 他要在空间通道开启之前 把该做的事情一一做完 当他重新出现在李贤一的办公室时 正好看到李贤一捧着一本 跟剑炉点击一模一样的沉重书册 翻看着什么 当李贤一发现 吕树去而复返的时候 非常慌弯地想要将点击藏起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家妖八八 你怎么又回来了 李贤一不解道 吕树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就是想看看 你这个浓眉大眼的老头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吕树凑过去看了一眼间隔点击 这跟剑炉的一模一样 让我瞅瞅 说着 还没等李贤一反应过来呢 吕树就把剑阁点击抽走了 李贤一脸都绿了 只见吕树快速地翻着剑阁点击 然后忽然问道 老爷子 你说你开气还雪山之前 是什么程度来着 姬河成海 李贤一的老脸刷一下就红了 他之所以不想让吕树看那本剑阁点击 因为他也在上面留子了 这才是他害怕自己被吕树嘲讽的真相 虽然之前 他说自己是姬河成海的时候 吕树就没怎么相信他 但是没被抓到证据 李贤一就能保持着 自己姬河成海的高人形象 可是现在呢 剑阁点击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会对祖师 弟子李贤一上厕所的时候没忍住 急于成河 李贤一看着吕树 因为憋笑而疯狂颤抖的身子 美好气地说道 我跟你说那些话 是为了激励你前进 知道吗 李贤一本正经点头附和 对对对 你开雪山那天吃了什么 怎么就憋不住了呢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三九九 李贤一美好气道 你回来到底干嘛来了 有屁快放 这个时候 李贤一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回到了住在平房的日子 整天有人气着自己 这也太糟心了 之前他还想着 等基金会的一切都上正规了 要不要回平房那边住 中午给吕小鱼做做饭 给吕小鱼买点零食 然后吕小鱼陪着自己唠唠嗑 人生好像就不需要有多大的野心和野望了 这大概就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乐趣所在了吧 可是当那和谐 而又温暖的画风里 忽然出现吕树时就迥然不同了 所以现在想想 这计划还是暂时搁置吧 吕树说道 你那是不是有个遗迹阵眼 我帮你保管一下吧 李贤一警惕地看着吕树 你要打什么注意呢 让你保管一下 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他吗 其实不让我保管也行 我就是想重新探索一下这个阵眼 吕树说道 你应该也看到阵眼里的那扇门了吧 没有门 李贤一白白手否认道 吕树不乐意了 您这老爷子 怎么天天睁眼说下话呢 我是说 你想要拿走我这个阵眼 没门 李贤一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是这样 我也不把阵眼拿走 只是进去看一眼怎么样 我拿个秘密跟你交换 吕树认真说道 李贤一邪逆着吕树 你可想好了再说 要是讲什么烂笑话当秘密 我敢保证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阵眼了 吕树感叹 这真是人心不古啊 他以前觉得 老爷子是个得道高人 得高望重的一带见仙 结果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呢 我要说的可不是什么烂笑话 吕树平静道 说着 他将气海雪山之中的打蛋剑铃 山耳光剑铃 全都放了出来握在手中 我要说的是 雪山可以磨倒很多次 至于极限是多少次 我就不知道了 李贤一当时就震惊了 你怎么老是能研究出来点 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磨倒一座雪山也就算了 毕竟吕树的气海被雪山压住了 这也算是机缘巧合 可这怎么又磨倒了一座 合着你就天天磨雪山完事吗 李贤一接着问道 这第二个剑铃会干什么 李贤一沉吟了两秒说道 会遇见李贤一 我忽然就不太想磨出第二个剑铃了 现在就是傻子 都能分辨出来 吕树这特么 肯定是又打算坑人了 基金会首席李氏 一带地球剑铅 别人一眼看过去 都感觉先锋倒鼓的结果 放出个剑铃 个个都不正经 到时候 外人会怎么说 第1237章 遇刺吕树和李贤一 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回到了在平房石柱邻居那样 开着玩笑 气人或者背弃 其实那也是李贤一向往的生活 如果没有基金会 他大概真的会那样隐居一辈子 李贤一看着没正行的吕树 忽然说道 傀儡师的事情 对不起了 这是李贤一 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给吕树道歉 之前还有点说不出口 可这种事情 憋在李贤一心里 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说到底 还是基金会被小人蒙骗了 才会出现这种误会 人死不能复生 错了就是错了 吕树沉思着 他坦诚道 这种事情说轻易原谅 也不太现实 虽然我连他面都没见过 但我能感受到 他被追逐在街头 即将面临死亡时的孤独 他有一万个理由 把我交给你们 但他把我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那个女孩身边没有队友 他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顶着自己刚刚强行降下 实力后的虚弱 狂奔上千里来到洛城 只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 也许对方想过要放弃 但最终没有 身后都是想杀他的人 而他把所有温暖都给了吕树 说不定那个时候 吕树哭泣了 他还会给吕树唱小星星 吕树甚至能够想象到 那个女孩唱小星星时 有多么温柔而又倔强 这种人被杀了 吕树怎么可能轻易 原谅李贤一 原谅基金会 若这凶手不是李贤一 而是别人的话 恐怕吕树早就大开杀戒了 就算杀掉整个基金会 可能都在所不惜 他从不介意与世界为敌 只是幸好这一事 世界没有与他为敌而已 吕树站在落地窗前叹息道 这就是我要再走一趟旅舟的原因了 有些仗势必须要算的 我也不会假装很大度的说 我现在就能原谅谁 因为死去的是泪绝 我没资格替他去原谅谁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再说吧 这个时候 吕树还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他已经有了新的傀儡师 小雄许就是其中之一 他继承的是责梦的能力 那金色纸叶 自己为吕树选择了随从 还有一个是他在非洲收服的凤凰 那是来自凤凰社或华德的生灵 如今仍然在沉睡蜕变 但吕树总感觉 这凤凰有问题 因为就算是混沌沉睡蜕变 也该结束了 可这凤凰始终都没有苏醒 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 然而他和吕小鱼 卡洛都可以转生 那么 泪绝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毕竟那是傀儡师 是老神王身边最亲近的人 有转生之法也说不定 李贤一平静道 我已经决定了 基金会如今已经变了位 这次澳洲清理生灵结束后 我便会卸任离开基金会 回到洛城行属路隐居 不再过问世事 你若想来跟我算这笔账 拿出一个银色的锤子来递给吕树 这是基金会在老卧遗迹中获得的阵言 不过 它并不是什么武器 我一直很好奇 它到底有什么用处 原本我是拿它当空间装备来用的 后来得到这个班值后 也没有再用过了 吕树好奇道 这遗迹里有什么 李贤一皱了皱眉头 你应该听说过 老卧遗迹开启的时候 几乎把整个万象都烧了 这遗迹里面只有数不清的 金属质地的山脉 还有滚滚流淌的火焰与铁水 我也不知道 这遗迹里到底有什么 还没来得及过多探索 你是说 这遗迹里并没有生灵 吕树接过锤子后愣了一下 他分明在锤子的柄部 看到了一行小字 遇刺欧阳立上 等等 这是老神王赠给欧阳立上的锤子吗 那老卧遗迹里的那些铁水和火焰什么的 难道是老神王给欧阳立上准备的炼器之地 李贤一说道 里面没有生灵 当初取得这阵眼的最大难题 不是遗迹本身 而是李仪笑着滚刀肉 若不是他从中搅合 取这阵眼应该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拿走吧 其实这东西与我无用 给你也无妨 吕树将锤子收进山河印中之后说道 这个东西我就不客气了 现在确实很需要它 虽然吕树都还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但如果是老神王专门赐给欧阳立上的东西 那就一定非常重要 吕树想了想说道 等我从吕咒回来 我们还可以在平房那里当邻居 我代表天罗地网欢迎你 李贤一恍惚了一下 最灵气复苏最初 是聂亭与石学近来邀请李贤一加入天罗地网的 但那个时候 李贤一拒绝了 也正是那个时候 吕树出遇了两位天罗 然后发现自己这位邻居家老爷子并不简单 如今 轮到吕树来代表天罗地网了 是啊 这少年都能代表天罗地网了 第九天罗所到之处便代表着天罗地网的意志 好啊 李贤一笑着点点头 我会去的 世事轮回 当初李贤一没能把吕树带进基金会 现在却好像要被吕树给带进天罗地网了 吕树一步踏入虚空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芒山之上的陵园里 他一路涉及而上 寻找着李贤一所说的那个墓碑 终于在角落里 看到了傀儡师的字样 一位大妈正在拿着硕大的扫帚 清扫着石台上的灰尘 他都没注意到 吕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妈看向吕树 小伙子 这木你认得啊 这园子里就属着墓碑奇怪 正面是无字的 吕树看向大妈 您在这里打扫卫生多久了 那得有十多年了吧 大妈回忆了一下 十来年了 你还是第二个来看这墓碑的人呢 嗯 吕树好奇道 还有人来看过这个墓碑 对啊 大妈说道 这个不会记错的 因为这墓碑太特殊了 从去年开始 有个小姑娘 便会经常来这里安静地站着 不过她也不送花 也不烧纸钱 站一会儿就走了 吕树忽然拿出手机 翻出一张曹青词 在天罗地网内部的档案照 您看是她吗 大妈惊讶道 是她 那小姑娘冷傲得很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都不理我的 这个 我绝对不会记错 吕树看着墓碑忽然觉得 她可能找到泪绝了 第1238章 曹青词之谜 除了泪绝自己 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来这里 看着荒凉的墓碑了 而且 时间也很巧合 是在灵气复苏之后 吕树怀疑 泪绝可能是在那个时间段里 恢复了记忆 而对方现在特立独行的样子 带着一柄心停刀 就直接单枪匹马地去了吕树 导不好是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或者有想杀的人 泪绝可能已经转生成为曹青词的消息 让吕树心情瞬间明朗起来 可是她又开始担心 曹青词一个人 在宇宙能不能应付 要知道对方离开地球的时候 也不过是一品而已 难怪当初物种研究专业 录取学生的时候 吕树就觉得 曹青词填报这个专业的目的很奇怪 程秋巧和陈左安还好说 这俩人是跟吕树关系好 陈左安更是被陈百里 亲手拎过来报的专业 可曹青词就不同了 他为什么非要报这个专业 而且始终对吕树言听计从 那个时候 曹青词自己本身就是 甲级资质天才里最耀眼的学生 还是聂听的清传弟子 不仅身份已经足够璀璨 就连执行任务的战绩都特别恐怖 是道员班里绝对的佼佼者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学生 竟然对吕树言听计从 细想起来 可能算不上言听计从 但曹青词真的从未反对过 吕树的任何决定 甚至都未曾给吕树 提供过什么负面情绪值 要知道 当时很多不如曹青词的学生 都很不服吕树来着 曹青词是吕树最先发现的觉醒者 在天罗地网 完成抽学检验资质之前 吕树就发现了曹青词 而对方超乎同龄人的冷静与谨慎 都给吕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北盲一记的时候 曹青词便表现特别突出 到了甲级资质培训的时候 他和吕树联手挡住了 那位二瓶水系觉醒者 驱使过来的巨浪 寻常学生当时都吓傻了 可曹青词没有 曹青词身上 有着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可现在当吕树发现 对方身份的时候 一切都好像解释得通了 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吕树发现 对方可能就是泪绝转生时的喜悦 吕树回到龙门要塞 第一件事情便是找到欧阳立上 这时候的欧阳立上 正给学徒鞠躬呢 眼瞅着鞠完躬 就准备一脚踹出去了 却被吕树拉住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蒋文明树兴风 你怎么回事 吕树不解 这是自己专门交代过的事情 欧阳立上呆呆地解释道 我揣之前给他们鞠躬了 练气实验室里的练气专家们 差点凸鞋 为啥对方会这么理直气壮 之前他们还小看吕树 现在看到了 吕树就跟见到救星似的 因为他们发现 只有吕树能制裁这个欧阳立上 除了吕树以外 就连中玉堂来了都不好使 所以这一刻练气专家们 全都期待地看着吕树 他们从未像今天这样 把所有希望 全都一股脑压在一个少年身上 吕树批评欧阳立上 现代教育要注意方式方法 一味的体罚 是行不通的懂吗 你要让他们明白 错在哪了 而不是踹他们 练气专家们 简直快感动哭了 还是第九天罗明事理啊 吕树看了一眼 这忙活的热火朝天的练气实验室 他想了想说道 等这边忙完了 你让中玉堂带你来找我 这个时候 基本上青灯 都是赞由中玉堂来帮助移动的 其他人吕树也不放心 就是苦了中玉堂 还得天天被灯神鄙视 吕树话音一落 欧阳立上立刻点头哈腰地说道 好的大王 大王慢走 等吕树一离开 欧阳立上转头便发现 面前的一个练气专家正在偷懒 然后这位练气专家 便眼睁睁地看着欧阳立上鞠躬 踹人一气呵成 然后横眉冷对地看着自己大声问道 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练气专家明白了 取消体罚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还有平白无故地多了个流程 被踹了还不算完事 还得检讨自己错哪了 而且练气专家们发现 这还不是最令人窒息的操作 最令人窒息的是 如果检讨错了 还会继续被鞠躬 然后继续挨踹 直到明白自己错哪了为止 现在的练气实验室里 弥漫着一股为了学习传承 而忍辱负重的气氛 大家就像是卧薪尝胆的勾建 忍辱负重的陆逊 郭德纲身边的于谦 入夜的时候 钟玉堂带着灯神来 吕树所住的平房了 对方丢下青灯 黑着脸就走了 也不知道 灯神又鄙视他的点什么内容 吕树将锤子拿出来 扔给了欧阳立上 结果欧阳立上刚看到这柄 锤子的时候 就开始抱着吕树的大腿哭诉 大王啊 您终于愿意把这锤子重新赐给我了 吕树当时脸就黑了 好好说话 你知道我 为什么要把锤子给你吗 虽然吕树不认同自己是老神王的事实 认为他们已经是两个人了 但是这话 跟欧阳立上根本解释不清楚 因为我就是您坐下最忠诚的走狗啊 欧阳立上抱着吕树的大腿 不 吕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因为你就是个锤子 吕小鱼从吕树身边经过去厨房的时候 瞥了灯神一眼 这祸就是你说的那个欧阳立上 欧阳立上倒是心明眼亮 他当然知道 吕小鱼的地位不一般 这都注意起了地位能一般吗 他谄笑地对吕小鱼说道 小人正是欧阳立上 就在此时 陈祖安和程秋巧推门而入 这会儿正是晚饭的饭点 他们看到欧阳立上的时候 并没有诧异 毕竟这段时间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然而吕小鱼立刻便指着两个人 换拖鞋再进来 陈祖安低头一看 门口果然有新买的拖鞋 不过陈祖安不解 你们家平时也不打扫卫生啊 怎么今天忽然讲究起来了 说着陈祖安蹲下去 手指在地上一蹭 两根手指都灰了 他错愕道 你看这么多灰呢 吕小鱼冷笑道 我家的灰都是无菌的 灰可以放肆 你不可以 陈祖安 陈祖安算是发现了 就算当了天罗 也别想在吕小鱼这里 得到什么特殊待遇 说起来真是连灰都不如 连灰都可以放肆了 他都不行 而吕树这边 还在跟欧阳立上交流着正式 因为吕树对老卧遗迹里的 那些所谓的铁水与火焰 很感兴趣 别的遗迹里面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珍贵的物品 没道理说 这个遗迹就那么特殊 不仅没有生灵 连可用的东西 都只有一柄铸造所用的锤子 吕树怀疑 那整个遗迹 都是老神王留下的宝藏 只要他能重新收服欧阳立上 那么这个遗迹 将会为他提供数不清的资源 对了 我之前在吕树发现 那里能够用来铸造法器的金属都很少了 怎么回事 吕树朝着欧阳立上问道 欧阳立上牙疼的杂把杂把嘴 您这咋还问起我来了呢 那不是您 自己给全都收上去了吗 当初的几个大矿 全都被您连地拔起 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剩下的小矿才留在世上 所以那边世家豪门 大贵族 各方天地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锻造武器 吕树心说 这就合理了啊 难怪当初自己在吕树的时候 就觉得 武器的价值要比盔甲贵出好多 物以稀为贵 在地球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盔甲向来都是贵于武器的 结果到了吕树就相反了 原来是因为老神王这货 干脆把矿都挖走了 从此能够适合锻造武器的矿 寥寥无几 导致武器的价格飙升 吕树 看向欧阳立上 回到青灯里去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说着 吕树便将青灯塞进了星图 走进了那柄阵眼锤子的遗迹世界 之所以最近很少放东西进山河印 实在是最近混沌越来越皮了 什么都想啃一口 稍微没防备 可能东西就没了 而且 这亲儿子 混沌胃口还特别好 一头从小就拿法器 当饭吃的皮皮龙 会消化不良吗 明显不会 当初混沌连纪龙台都咬碎了好几个 不然陈祖安小胖子 也不会仗着饭量 占了那么大一个便宜 且不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龙族 有的话 混沌肯定也是牙扣最好的那头 吕树站在老挝一记火焰般的世界里 他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炼狱了 深红色的脉络 在大地之上延展 面前的地面 就像是巨大的金属矿脉 而的新喷涌的火焰 不断地将这些金属烧灼至融化 然后流去别处凝固 一记最核心处有一个红色的岩浆池子 里面竟是滚烫的铁水 铁水中似乎有金色的光芒穿梭着 宛如游龙 吕树甚至不知道这些金属叫什么 只好用铁水来形容 一记并不算多大 起码还没北芒一记面积大 但如果这里真的都是老神王挖来的矿脉 那么这里的金属 加上欧阳力上的技巧 恐怕足以武装出来一个州的军队了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老神王在统一宇宙之后 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战争的根源从来都不是武器 而是欲望 只要人类还有欲望 哪怕没有武器 也一样可以发起战争 吕树拿出青灯 将欧阳力上召唤出来问道 认识这里的铁水吗 然而 欧阳力上刚一出现 便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愣住了 浮金 竟然全是浮金 原来你老人家挖走的浮金全在这里 吕树恍然 看来欧阳力上是认识这些东西的 一种叫做浮金的物质 他好奇道 这玩意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欧阳力上早就知道 吕树和老神王的差别了 但是他知道 老神王的秘密太多 不该问的就别问 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毕竟狮狗 符石 吞贼 葫芦统统都在吕树身上 而且 吕树能从皇室国家公园那个 一记出来 必然是得到除惠同意的 这世上除了老神王 没人能从那封罪恶世界里出来 所以他明白自己的分寸 欧阳力上解释道 这便是 吕树曾经最炙手可热的矿脉了 整个吕树共三座全都被您挖走 流落在外面的那些 还是今年累月开采下来的 而且 您在这里放置的地火 也有玄机啊 竟然能将浮金给直接融化 要知道 当初我铸造天下巢的时候 光是融化浮金 便用了足足81天 等等 吕树愣了一下 你说天下巢是用这玩意炼制的 对啊 欧阳力上说道 汉山凯虽是天外陨石熔炼 无法再铸造更多 可是天下巢却不同 只是您当初不让多住 只给内殿直配上了而已 吕树沉思良久问道 若把这里交给你 你铸造一柄天下巢需要多久 这里的浮金都是现成的 而且全部融化了 欧阳力上估算着 但天下巢结构复杂 需要注目精准 内倩的捐刻法印也复杂 我觉得 哪怕那些练器学徒全都顶上 一个月 能够让他们一人铸出来一柄就不错了 而且残次几率还会非常高 出来十八柄 能有九柄可以用 就是好事 吕树皱眉 他们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这空间通道 不出两个月一定开启 也就是说 拉着那些练器学徒们一起开工干活 在空间通道开启前 可能也就铸造出来九柄能用的而已 不过您不用担心原料损毁 毕竟残次的天下巢 重新扔回这里 材料是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欧阳力上解释道 就是您这边给我准备的练器学徒 有点少了呀 要是多一点练器学徒过来 哪怕练费的几率提高 出产量也会有所提升的 成品都会经过我打磨雕琢 保证全是精品 等等 吕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练器学徒可不止那么一点 欧阳力上 其实对于练器学徒的基础要求并不高 懂得传导灵力类金属的特性 有中等实力境界 这种学徒 其实在各大修行学院里多的是 因为各大修行学院 都有练器研究专业 那些学生最先学习的知识便是这些 在天罗地网里面 练器专家们地位固然高于学生 可学生和练器专家们 在欧阳力上眼里 压根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菜鸟 而这种流水线指导作业 菜鸟就足够了 第1240章 他们还是一群孩子啊 当天 洛神修行学院的上百名练器专业学生 便来到了龙门要塞之内 一个个年轻的面容下 有着兴奋难易的表情 他们太渴望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了 灵器复苏初期的温室花朵 全都在成长 没有几个人愿意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 袖手旁观 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 在前面负重前行 自己还躲在象牙塔里安心地学习 现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每个修行学院的学生 都很忐忑不安 他们很想为天罗帝网做点什么 然而 天罗帝网却始终想要保护他们 以前聂庭拉着他们去罗布泊遗迹继练兵 是想让他们知道世界的残酷 却不是想要真的玩死他们 既然练兵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么 聂庭现在考虑更多的事情 反而是火种地延续 而不是亚苗助长 当练器专业的学生们 被召集起来 纷纷赶往龙门要塞的时候 整个洛神修行学院的学生都在围观 并且投影极其羡慕的表情 有人好奇问道 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练器专业的学生 一脸兴奋地刻意压低声音解释道 据说是第九天罗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去做 什么事情知道吗 有人好奇道 据说是要我们去练制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名练器专业的学生自豪道 旁边的学生们又是一阵羡慕 竟然还是第九天罗清点的任务 如今第九天罗就是修行学院里的传奇 提起第九天罗便会有一堆拥护者站出来 为他说好话 有时候大家甚至会忘记 其实第九天罗跟他们是同龄人 练器专业的学生们奔赴龙门要塞 就像是要开赴前线似的带着荣耀 而其他专业的学生 只能继续这么眼巴巴地看着 心中还有些失落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可他们却无法真正地参与其中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个修行学院之中 搭载着练器专业学生的飞机 一架架地潮落成飞来 临别的时候一堆人送行 就插给他们每个人胸口扎一朵大红花了 只不过到了龙门要塞 大家就发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大家在这里最先见到的是那些真正的练器专家们 甚至有些专家的名字 都是出现在他们修行学院课本上的 教材都是这些专家们编的 编撰教材真的是很崇高的地位了 然而这群练器专家们一个个面色如土 眼眶深陷 学生们还在兴奋于 见到这群传说中的大神时 他们忽然看到一位练器专家 对中玉堂咆哮着抱怨 怎么把他们这群学生也给拉来了 他们还是一群孩子 学生们 气氛忽然就古怪起来了 所有人都有了一种极端不祥的预感 这位练器专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发出这样的怒吼 等到吕树带着欧阳立场出现的时候 学生们的心情再次明朗起来 大有一种与第九天罗共事不需此行的感觉 不过吕树根本没跟他们多说什么 而是把青灯放下 便带着中玉堂离开了 吕树和中玉堂还要跟基建狂伯们商量着 建起一座巨大的炼金炉来 不是太上老君的那种 而是为了保持高温的炉子 让福金在里面不至于重新凝结 吕树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拉进遗迹里面吧 只能在外部建设新的炉子 欧阳立场原本有些担心 中玉堂他们无法保持高温 因为在宇宙这得强大的修行者出手才行 当初炼化福金打造天下潮的时候 可是上百位一品高手 日夜兼程地用统一功法才做到的 然而欧阳立场小看了科技的力量 地球这边虽然没有修行文明 但是弄个高温炉子 对地球人来说还是非常容易的 甚至早就投用在工业领域了 原本吕树还担心 福金的熔点在3000度甚至更高 高到难以想象 后来他试验了一下 其实金属的熔点 并不能代表这个金属的好坏 熔点最高的金属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灯泡中屋的熔点排名第一 高达3417度 而福金的熔点也不过是2600度而已 所以 有时候吕树真心觉得地球的科技文明 与宇宙的修行文明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而且地球人的生活质量可要比宇宙强多了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吕树曾想过 要不要让基建狂魔们直接来搞这次练气 然而聂亭和时学进 钟玉堂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次练气其实谁上都一样 就是给欧阳立场打下手而已 但问题是 大家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 比如要让天罗帝王 有一批可用的练气专家脱颖而出 跟着欧阳立场观摩学习 则是每位练气学徒最需要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 学徒们会累一些 可交出来了之后 天罗帝王便拥有了全世界 都无法比你的练气优势 即便在宇宙里 恐怕也一样 因为据吕树所知 现在宇宙里还没谁的练气水平 在欧阳立场之上 这一次 欧阳立场担任了最后的审核雕桌工作 吕树要求 他检验时 尽量将不合格的原因说出来 这样以纠错的方式 来做传道授业 速度快了不止一点点 当天晚上练制天下潮的工作便开始了 张卫宇曾难掩 激动地来找吕树 大王 听说您要让欧阳立场大师 重铸天下潮 吕树乐呵呵笑道 消息还挺灵通的 张卫宇兴致勃勃勃地跑了 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兄弟们 天下潮是他们手中的剑 对于一名高手来说 武器便是唯一的战友 他们最熟悉最擅长的天下潮 终于要回来了 一夜过去 吕树 发现自己收获了茫茫多的负面情绪值 练器专业的学生们 早上一个个顶着黑眼圈 去食堂吃饭 吃饭的时候 大家相忘无言 泪眼凝噎 来时的兴奋劲 早就不知道去哪了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第九天罗害我 难怪练器专家一开始会咆哮 他们还是一群孩子 这个时候 其他各大修行学院的练器专业学生 还在路上呢 终于堂过来找吕树商量道 要不咱们就别以你的名义 召集他们过来了 这样下去 我怕他们怨恨你 吕树当时就急了 不行 越是这种事后 我身为天罗 就越要扛起重担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必须以我的名义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 最终理解我 体谅我 钟玉堂狐疑地看着吕树 神经病吧这是 第1241章 事不两立 钟玉堂跟吕树交谈结束之后 便回到了练器大楼那边观察情况 毕竟吕树这么把学生当吕树 钟玉堂很难保证 学生没有负面情绪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吕树要的 就是负面情绪值 甚至开始畅想着 随后六大修行学院 其他练器专业的学生到来后 会给他提供多少的负面情绪值了 欧阳立上在操作间里巡视着 其实天下潮并不大 所以七个碎片的建模工作本 就不算多么困难 难的是精准度 精准度向来是欧阳立上最骄傲的事情 其中要求手稳 掩毒 很多练器师都比欧阳立上差远了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胆 不能有不良嗜好 这是宇宙练器师的要求 因为这些刺激精神的物品 都会限制一个练器师的手指稳定性 是大忌 天下潮这种东西 七块碎片必须严丝合缝 所以 欧阳立上对这些学徒练制天下潮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 当他把需求提出来后 欧阳立上忽然发现 这些学徒乃至于中玉堂 都从来没把建模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仿佛建模就是练制天下潮里 最简单的一个步骤而已 然后 他第二天就看到中玉堂 指挥着一大群人 驾驶着车辆 拉过来了一大堆 他都不认识的精密仪器 学徒们好像对这些仪器还挺熟悉的 但欧阳立上一时半会儿 又不太好意思问 中玉堂把仪器卸载 安装完毕后 看向欧阳立上 大师 咱们这柱魔云许多大的误差 欧阳立上傲然道 不可超过十分之三毫米 说实话 欧阳立上最佩服老神王的地方 其实是老神王统一货币 和统一度量衡的魄力 一毫米便是一千微米 也就是这柱魔的误差 不能超过三百微米 七件碎片 以转刻的法音连结和稳定 超过这个0.3毫米 法音便没有作用了 然而误差越小 这柄天下潮 便越厉害越稳定 终于唐愣了半赏 看向欧阳立上说道 0.3毫米 这误差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欧阳立上 这大概就是机器和人手的差别了 欧阳立上他们 柱魔像来是用人眼去识别 用人手去改进 所以 能够保持0.3毫米的误差 那真是太厉害了 以前在吕咒 有些大师喜欢喝酒 自己已经无法保证注目的精准程度 就只能招一些有天赋的学徒 专门干这种事情 甚至发展出来了一个新的产业 然而误差在0.3毫米 还是很少有人做到 而现在 终于唐他们所接触到的仪器 0.1毫米误差 那都是起点 文件里但凡出现金加工三个字 超过这个数的误差 就意味着失败了 欧阳立上被憋得很难受 但他又不想认输 他忽然说道 这是给学徒的尺寸 我不是怕他们完成不了吗 你们要是能做到更精准 那当然是更好 然后欧阳立上就想看看 钟玉堂他们的反应 结果钟玉堂忽然皱眉 对旁边的人说道 这是第九天罗交代下来的大事 你们务必保证 做到0.05毫米的误差 这是死命令 欧阳立上心想你们地球人 可真能吹牛逼 然而钟玉堂旁边的人笑道 您放心 虽然时间短 但咱们这设备 做到0.03毫米 都完全可以 其实 就算是普通地球人 很厉害了 但钟玉堂他们所处的位置 便注定他们一切标准 都不会向民用工业看齐 欧阳立上在旁边彻底不说话了 他深知 如果钟玉堂他们是认真的话 那么这些设备拿到宇宙去 很有可能直接淘汰掉一个行业 不过说实话 某个行业忽然在一夜间被淘汰的事情 在地球上真的太常见了 技术革新的脚步 只要还在进步 那么这种事情就会一直发生 所有人 都必须在这个时代里不断地进步 才能保证 自己不会被时代抛弃 欧阳立上将天下朝的图纸 画了出来 交给钟玉堂 结果三天之后 第一件模具就呈现在了 欧阳立上的眼前 比他想象中的时间 还要快了四天 这个时间 他都还没教会那些学生 该如何捐课法应呢 钟玉堂忐忑地等着 欧阳立上检查模具 这时候欧阳立上发现 这群选手真的没有吹牛逼啊 这模具真的是完美无缺的 不知道为什么 欧阳立上有点落寞 当初他就是靠这个手艺 才从其他学徒里面脱颖而出 成为师父的关门弟子 结果现在这手艺 在机器面前 已经不值一提了 欧阳立上调整了一下心情 看向钟玉堂 符合标准 开工吧 大王还等着呢 天下朝 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张卫宇这些人 也没什么事干 最近天天都守在 炼气大楼外面 想要在第一柄 天下朝铸造出来的那一刻 便得到第一手消息 对普通人来说 天下朝是非常厉害的法器 然而对张卫宇他们来说 天下朝是一种信仰 代表着老神王的恩赐 炼气大楼里热气蒸腾 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学生们一个个类的汗流加倍 简直后悔 自己对第九天罗的崇拜 钟玉堂星说 老让学生们积累对吕树的怨气 也不是事啊 他这大管家 也是要发挥作用的吗 于是专门找到 七大修行学院的学生们 语众心长地说道 第九天罗为什么 让你们这么累 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快速地 掌握炼气传承 时事造英雄 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与宇宙的战争 随时都有可能拉开帷幕 这个时候 你们怎么还不理解 第九天罗的苦心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炼气传承 你们竟然还埋怨他 为众人暴活者 不可使其鳄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钟玉堂面前的学生们 一个个愧疚的眼眶都红了 有人擦了一把眼泪说道 是我们错了 是我们的觉悟太低 行属路平房里 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吕树 忽然坐了起来 咬牙切齿说道 钟玉堂 我跟你事不两立 第1242章 大战江崎吕树现在觉得 这是有点邪谎 自从自己晋升大宗师之后 怎么在赚负面情绪值这种事上 老是出现意外呢 脸瞅着第九天罗 都城市借鸡好人的人设了 怎么自己家里找同学们 拿点负面情绪值都这么难 这下子吕树就有点不服气了 干嘛呀这是 地球不让代了是不是 吕树从沙发上骑身 往炼气大楼走去 结果到门口的时候都猛逼了 这才一天时间没来 怎么门口都竖起自己的雕像了 神了好吗 他走进了一瞅 看到自己雕像底下的基座上写着 为众人报活者 不可使其 此雕像纪念第九天罗 为炼气传承所作共享力 吕树脸都黑了 他还在底座上看到欧阳历上的字样 这雕像八成 就是欧阳历上亲手打出来的 这马屁惊绝对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走进炼气大楼以后 吕树发现 所有人看自己的目光中 都带着崇敬 这给吕树憋屈的 他就是想赚点负面情绪值不行吗 终于唐迎着吕树走过来 擦了把汗说道 不如使命 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怨恨你了 还特别感激 吕树差点就先桌子了 他喊来欧阳历上问道 大概算过没有 多长时间能够造出多少天下潮来 欧阳历上眉飞色舞地说道 以前我觉得 一周能够打造出来酒饼 就已经是奇迹了 现在我觉得 一周时间 说不定能出120饼 虽然铸摸这个最耗费时间的难题解决了 可是法印的捐客 却制约着最终的产量 毕竟这件事情 是完全无法使用机器来取代的 吕树觉得 未来的地球文明 大概会是修行与科技并驾齐驱的状态 要比宇宙更加均衡一些 120饼 吕树沉思着 如今归拢在五位军里的内殿 只也不过50多人 足够了 然而就在此时 龙门山上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吕树心中一顿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吕树转头 对欧阳历上说道 必须再快一点 空间通道说不定五天就会关闭 欧阳历上心领神会转身 便回了练起研究室 所有人都得不眠不休的工作了 只要熬过五天就好 这段时间里所有人都知道 空间通道终究会再次开启 但所有人都期盼着这一天晚点到来 只因为这一次开启之后 注定是要死人的 当空间通道开启的那一刻 每个人都知道 该面对的 必须要去面对 龙门要赛里的喧嚣 好像慢慢沉静了下来 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似的 每个人都不怎么大声说话了 大家都忙碌着做自己的工作 不是他们一夜之间性格大变 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 而是大家都感受到了那股压力 还是汹涌 这五天时间里 让吕树比较意外的是 宇州那边有不少人 早就等在了北美的空间通道入口 当空间通道打开后 便冲进了地球 掠夺一切可见的资源 其中包括人口 这不像是有组织的行为 更像是鲨鱼群温到了血腥味之后 蜂拥而至 那些吕树奴隶主 是来吃人的 吕树直接去那边抓了的奴隶主 回来交给忠玉堂审问 结果比较意外的是 这些人真的没什么联系 完全只是因为得到了 关于地球的消息 并且很清楚 这里的修行者 要远远弱于吕树 有人在刻意地 散播着地球弱小的消息 又用人口来吸引那些大奴隶主 却偏偏隐藏了 黑羽军 就是被地球覆灭的事实 甚至还有人传言 虽然五卫军杀了二十万黑羽军 但因为历劫 已经被端木黄旗所灭 这是没有人可以查证 端木黄旗也不会出来辟谣 说自己其实被打败了 二十万黑羽军白死了 天罗帝王内部 原本想袖手旁观的 可这样放任吕树的奴隶主们 大肆劫掠 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吕树亲自走了一趟 吕树亲至的当天 北美空间通到外面 血流成河 掠夺者们纷纷退回吕树 因为已经有人认出了吕树 这是五卫军之主 传说中已经被端木黄旗所杀的吕树 竟然根本没死 情报有误 事实上 吕树的名头在吕树 可比在地球好用多了 在地球 第九天罗现代的名声 是救人救出来的 在吕树 五卫军之主的名声 是杀人杀出来的 两种名声完全代表着两种态度 当进来劫略的吕树人 发现他身份后 压根不敢造次 要知道 端木黄旗的二十万黑羽军都湮灭了 更何况是他们 然后结果就是 北美那边的空间通道 即便没人守护 也没吕树的奴隶主感进来了 好人第九天罗的名声 再次传遍海外 并且升级为人类守护者 不出意外的话 吕树 已经很难在海外 获取大面积心理阴影 和负面情绪值了 第五天清晨 张卫宇等人回到营房里 穿上自己的盔甲 拿上自己的武器 站在操场上静静地等待着 平日里的五卫军 天天混迹食堂 有人还偷酒喝 被吕树责罚了 一边喊大王罚得好 一边被揍得嗷嗷乱叫 天罗帝王的将士们 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发现 当五卫军穿上盔甲的一瞬间 这些五卫军 就不再是以前所见的那些混子了 而是真正的战争机器 天罗帝王经历过大战 可是相比五卫军来说 他们经历的还不够 杀的人也不够多 不管是在南州青亚 还是一路 从南州沙川黑羽军来到地球 五卫军经历过的血与火 都比天罗帝王要多得多 当五卫军纵马 从王城青石板路上走过的时候 便是五卫军的气势 达到顶峰的时刻 只不过 这么一支足够彪悍的军队 也只听命于吕树一个人而已 整个龙门要赛礼 都寂静无声 天罗帝王的将士们 都在注视着五卫军 他们中有不少人 都很羡慕五卫军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 这次通往吕树的空间通道 开启后 只有五卫军才会开拔去往吕树 天罗帝王必须死守地球 吕树还没有出现 因为他在等天下潮 第1243章 玉龙般直中线人间 苦逼了整整五天 炼气学徒们 全都聚精会神地 围在欧阳历上旁边 这五天里 他们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 加起来也不到一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打个盹以后 就要继续铸造天下潮 而现在就是苦尽甘来的时候 他们要见证 欧阳历上 如何将一个个法印打上去 让这些死铁变成活物 看欧阳历上如何画符 朽为神奇 只见欧阳历上随手 拿来一柄天下潮的七个部件 如同信手拈来般 快速在七个部件上 分别用锤子打下法印 欧阳历上说道 法器没有法印 就只能是死物 就像人类如果没有经脉血管 就会死亡一样 他打下一枚法印后继续说道 这些法印 就像是我们已经学习过的文字一样 早就有了固定的套路 但是我这天下潮不同 七枚法印皆为我首创 说是苍结 造字也不为过了 说着 欧阳历上 看向身边的恋气学徒 只不过 你们要明白这法印 与文字不同的是 文字已经足够完善了 各位学习前人留下的东西就好 而法印还有太多的空白 还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不要掌握了几个法印 便沾沾自喜 要自己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这一刻 恋气学徒才将欧阳历上 与恋气宗师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 平日里 欧阳历上就是个马屁精啊 或者就是一个苛刻的小作坊主 哪有一点宗师风度 只见欧阳历上 将第七枚法印打下去的一瞬间 那原本分散的七枚天下潮碎片 竟然无风自动 自己拼接在了一起 变成一柄长剑 红色如岩浆的纹路 在剑身之上流淌着 法印就像是河床 从干涸到大水奔腾 这一刻 法印里的岩浆 有点外溢的趋势 犹如洪水即将决堤 欧阳历上不慌不忙地 将剑身投入身旁的水缸里 那火焰就好像真的燃烧着烈火一般 发出了滋拉的声响 这才暗了下去 欧阳历上将天下潮重新拿于手中 心中小声嘀咕 这精力仪器做出来的模具太狠了呀 误差小到肉眼难以分辨 其实以前他炼制天下潮的时候 并不会出现洪水决堤这种事情 但他也说了 这天下潮越是岩丝合缝 威力就越大 这次科技驻母岛制法印连结时 发生了欧阳历上 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那即将崩溃的洪流岩浆 说明 剑身差点承受不住 法印气和那一瞬的威力 好险 差点就装不下去了 一柄又一柄的天下潮 被打上法印 最终呈现在吕树面前的 是144柄 比欧阳历上自己预期的还要多一些 旁边的练器学徒们 一个个若有所思 只是原本那些 有资格编撰教材的练器专家们 心中有些苦涩 从今天开始 他们便要和这些修行学院的学生 站在同一气跑线了 不过 虽然大家心里总会有点不甘心 因为他们会的 学生都会了 但是他们并不感觉到遗憾 练器专家们 在京都练器试验室里 没日没夜研究金属物质与灵力反应 他们是为了自己吗 不是 是为了天罗地网的繁荣与昌盛 如今这个目的达到了 他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启程 而不是在这里抱怨 欧阳历上看向吕树产笑道 大王 不如使命 这天下潮打造出来了 吕树看着天下潮 冷却之后的天下潮中 有七条金色的游龙穿梭其中 黑色与金色相隔一张 下一刻 所有练器学徒们 便看到那些天下潮腾空而起 在空气中 划出可见的波纹朝外飞去 他们的眼前 就像是一条条黑色的龙在嘶吼 一柄一柄地 插在张卫宇他们面前的地上 发出剑身与地面摩擦的刺耳轰鸣 吕树带着欧阳历上 一步踏破虚空 来到张卫宇等人的面前 他看着正在压抑 激动的张卫宇笑道 还等什么 自己取剑 一柄柄天下潮 飞入张卫宇等内殿之手中 张卫宇吃惊地看着吕树 这天下潮 比曾经的还要趁手一些 欧阳历上当然不愿意承认 这是科技的功劳 他轻了轻嗓子 本练器宗师也是会进步的 你们手里的 是天下潮2.0 吕树无语地看向欧阳历上 别看了点地球的东西 就瞎起名 好好的一个名字 都让你给起得不伦不类 还叫天下潮就行 大王英明 大王说得对 欧阳历上低眉顺眼地拍着马匹 张卫宇鼓足了勇气 忽然问道 我一直有个疑惑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还没法确定 今天大王 你是否能为我解答一下 吕树平静地看着张卫宇 你说 欧阳历上大人 我们也曾听说过 这位是老神王的御用匠人 几乎神王宫中出来的所有法器 都刻着这位大人的名字 张卫宇说道 但是我也听说过 这位大人只为老神王铸造法器 因为他的命 是老神王救的 欧阳历上 瞬间从马匹精的状态脱离出来 却傲了起来 你知道的还挺多 吕树心说 自己其实早就打算正面告诉你来 可你认不出来 狮狗怪谁 不过吕树有点好奇 你又是何时 有这个疑惑的 鬼术大人曾对我说过一件趣事 张卫宇说道 老神王当年抱着 勒绝大人回神王宫的时候 勒绝大人还在强宝之中 那一晚 老神王唱着一首小星星 哄勒绝大人入睡 与您的天地异想 一模一样 鬼术大人 说他从未见过您如此温柔的一面 那个时候 他便明白 我们随您出生入死 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个时候 张卫宇的称呼已然变了 就像是心中的答案 越发笃定了似的 吕树忽然笑了 他昨晚便梦见 勒绝抱着自己 穿梭于凌晨无人的街道 自己在箱子中哭泣 而勒绝则停下脚步 将自己抱入怀中 轻声地唱着小星星 就好像是宿命的轮回 吕树静静地站在所有人面前 看向张卫宇等人说道 这几天 你们就叫御龙班职吧 张卫宇率先跪下扶身在的 头颅埋在头盔的阴影里 气不成声 公银吴王回归 随后御龙班职全部都跪下了 盔甲摩擦声 就像是怒吼 御龙班职每个人驳梗上青筋跳动 公银吴王回归 声嘲如山海 龙门要色都在颤抖 第1244章 吴等愿意前往山崩海啸般的呼声中 天罗地网僵士们面面相去 他们不知道吕树就是 也不知道吕树的真实身份 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只是他们 震惊于五卫军的效忠程度 已经超乎了想象 原来这就是五卫军始终没法合并 进入天罗地网的原因吧 因为五卫军始终都只是 效忠吕树一个人而已的 如果天罗地网 只是战伤为王的土匪 那也就无所谓了 效忠大当家 二当家都一样嘛 可惜天罗地网不是土匪 内部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分歧 这倒不是聂庭在排斥五卫军 而是吕树自己 也深刻明白这个道理 此时外界没人知道 五卫军已经换了名字 他们不叫五卫军了 而是继承了曾经的名字 叫做御龙班职 张卫宇等人身上的盔甲连成一片 就像是一座城池般 拱卫着绿树 天罗地网僵士们沉没了 这就是第九天罗吗 手中竟然握着如此忠诚 又如此强大的军队 他们不知道 张卫宇他们等得太久了 二十三个春夏秋冬里 他们每天都在盼望着这一刻 嘴上喊着 宫营无王回归 可心里期待的 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回归 期待着有朝一日 他们可以像从前一样 回到王座之下 每一个御龙班 只都是神王的天下行走 代表的便是王的意志 那是每一个御龙班 执罪辉煌的时光 那日日夜夜的煎熬 那失去同伴的痛楚 张卫宇都经历过了 如今苦尽甘来 不怪他气不成声 若有人与他一样 孤独地坚守了二十三年的梦想 忽然实现 大概也会与他一样 曾有人因为穷困放弃 也曾有人因为穷困而自杀 当吕树第一次抵达吕州的时候 张卫宇便有一位老同伴自尽了 这场等候无比孤独 他们守望在黑夜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黎明的光彩会到达 可他们无怨无悔 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这一切的忠诚 不是空穴来风 他经历了太多的考验 也终究被时间证明 说实话 如果不是聂庭和石学金太了解吕树了 他们甚至不会允许任何人 将如此危险的军队带入境内 即便打不过 他们也会将对方瞒在国境之外的 天罗帝王将士们目光寻找着 他们想看看 聂庭和石学金是个什么态度 结果却发现 这俩人站在操场旁边 跟没事人似的 旁观着这一切 这时候 天罗帝王将士们才松了口气 聂天罗都不慌 他们慌个屁 张卫宇等内殿 直站起身来从吕树面前 因一把出属于自己的天下潮 只见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地 用天下潮从手心中划过 身体里的血液仿佛沸腾一般 灌注在天下潮的法应纹路上 这是天下潮的认主过程 一柄天下潮便对应着一名内殿职 骤然间 张卫宇等人手腕同时一抖 手中的天下潮便同时一分为七飞上天空 天下潮的碎片在天空之上 如潮汐般席卷 犹如黑云盖顶 那些碎片始终呈现着诡异的阵型 仿佛哪个方向出现敌人 这黑色潮汐便会向那里席卷似的 吕树望着天空又想起张卫宇所说 剑如潮汐可展大宗师 涅亭的目光也是知道 看见这天下潮时终于认真了起来 不过他倒不是忌惮 而是问身边的石学镜说道 咱们天罗帝王现在能打造这个东西吗 石学镜慢慢悠悠说道 我们暂时没必要打造这个东西 如果对手来自宇宙 我们有了也于事无补 如果对手是地球人 那么没有这个 我们也一样是平推 所以天下潮对于天罗帝王来说 暂时还有点鸡肋 最重要的 还是让内部修饰实力继续提升才对 而且天罗帝王 也没有那么多一品高手 来使用天下潮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 石学镜补了一句 咱们也没有制作材料 都控制在那小子手里呢 聂亭 也是 如今已经找到空间通道开启规律了 石学镜看了一眼手中的报告说道 这些空间通道 下次开启 会在40天之后 而且频率会越来越快 大概一年时间后 便会彻底连通 你说 吕树会不会留在吕洲部回来 聂亭问道 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肯定会回来的 石学镜说道 咱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聂亭平静着没有说话 北美那边的劫难 虽然被吕树平息 可如果空间通道彻底连通 那么可以预见到 终究会有大量的吕洲人 偷偷来到地球 然后对整个地球的安定秩序 造成巨大冲击 是时候 召开全球修行者会议了 必须组成对吕洲的防线 如果吕树解决了问题还好说 如果他没解决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做更加长久的打算 石学镜说道 聂亭 石学镜已经跟吕树商量过了 他们两个会在下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 进入宇宙 没别的目的 就是帮吕树打架而已 不过在此之前 地球必须形成一个联盟 来对抗潜在的威胁 以往天罗地网都是排斥这种联盟的 毕竟这种联盟 向来都是海外修行组织 用来对抗他们的 但如今天罗地网不站出来不行了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天罗地网现在必须为了整个地球站出来 当然 聂亭和石学镜也不是什么老好人 这也是确立天罗地网在全球地位的一个过程而已 此时吕树看了聂亭和石学镜一眼 双方似乎有了某种默契似的 吕树面对御龙班直说道 这一去便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说是九死一生也不算过分 想留下的 现在可以出恋 张卫宇平静道 五等愿意前往 御龙班直起声怒吼 五等愿意前往 吕树笑了 那就出发 活下来的人一起喝酒 此时再说 什么都是多余 一个人为了结束一件事情 于是选择去另一个世界 面对最危险的敌人 而另一群人 只是为了跟在这个人身后而已 并不在意 前路到底危险不危险 第1245章 血迹惊奇这一次 跟着吕树去吕树的 不光是御龙班直 还有陈祖安 陈秋巧 于小鱼 如今 陈祖安陈秋巧 两个人也穿上了汉山铠 得意洋洋地走在队伍前面 龙门要塞的大门豁然大开 所有天罗地网僵士们 站在城墙上 不知道为何 大家都从这队伍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壮脸 吕小鱼将一个箱子 隔空扔上了城墙 刚刚好的 落在涅亭面前 石穴镜弯腰打开一看 赫然是满满一箱子的洗髓果实 这是吕树和吕小鱼商量之后 给天罗地网留下的馈赠 只要妥善保存 不让里面的能量流失 那么以后天罗地网 便可以就许许多多的赵永辰 赵永辰在旁边看到那箱果子的时候 忽然又想到自己 在那个雨夜里 跟吕树的对话 他忽然冲着城墙下面 吕树的背影吼道 大胜辞去 结果刚说到这里 就被吕树打断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老子能回来 哦 赵永辰闭嘴了 来自赵永辰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站在空间通到前面 回望龙门要塞的城墙 城墙之上 是天罗地网将士们的目光 吕树知道 这次一去 会有太多人等着他回来 忽然间 远空一个黑点迅速靠近 吕树愣了一下 便抬起手来 整个御龙班直呼然间 随着他的手势 在他面前戛然而止 没人出声询问 吕树让他们等 他们便只需静静地等着变好 五千多具身披假衣的御龙班 只就这么静静地 住立在原地 头盔上的红鹰迎风招展 这一幕太过惊人 甚至让天罗地网的将士们 感到有些惊艳 就像是冬天里 喝了一壶老酒般酷炼 城墙上的天罗地网将士们 纷纷回头看向身后 李黑探看陈左安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知己 张卫宇差点就无脸了 他有点担心 队伍还没到吕树 就先检员一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 真出世为截身先死吧 吕树一巴掌 就拍在陈左安后脑勺上了 肯定先救火呀 我让你特么屋里着火 让你屋里着火 你还敢往屋里放火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放火 陈左安都快被揍枯了 他就是提个假设 火又不是他放的 现场的气氛 忽然从凝重变得重新欢快起来 来自陈左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吕树没好气地朝张卫宇吼道 开旗 出发 说着 吕树便当先踏入了空间通道 而他身后的张卫宇 骤然撤出一面黑色惊奇 上面绣着红色的大字 天罗帝网在城墙上 有点看不清楚 有人小声问道 那旗上写的啥 刚才第九天罗 为啥要揍陈左安 经旗上写的啥我也看不清 但我知道 第九天罗揍陈左安 肯定是他欠揍 等等 我这有望远镜 有人赶紧拿出望远镜看去 然而 他刚看清旗子上写的什么 便愣住了 脱贫致富 什么脱贫致富 现在说这个干嘛 别把心里话说出来 有人嘀咕道 举着望远镜的 那或无语了 倒是有人先把心里话 给写旗子上来 我的意思是 那经旗上写的字 就是脱贫致富 城墙上原本有些伤感的 送别气氛 忽然就荡然无存了 神特么脱贫致富 第九天罗宁老人家 弄个旗子 都不能认真一点吗 要知道 这面旗子 还是吕小鱼去给李叔他们 送熊肉和洗髓 果实录上找人定制的 当时负责缝制 这面旗子的手工艺人 都猛逼了 他们见过给宠物医院 景气上秀救我狗命的 也见过给乡亲中介 送妙手回春的 但是这么大一面 战旗上面 秀脱贫致富的 还真是头一次见到 当时秀旗子的大妈 还问吕小鱼 是不是要下乡扶贫来着 吕小鱼说不是 只不过 不管是天罗地网 还是秀着旗子的大妈 都小看了这面旗子 在宇宙的威力 这条空间通道外面 也有人在驻守 与北美一样 大量的奴隶主集结在这里 想要对地球趁火打劫 北美那条通道 被杀穿的消息 还没有传到这里 漫山遍野的奴隶主们 正准备进入空间通道 然而下一刻 他们忽然看到 那条空间通道里 走出一个少年 正对着他们微笑 那森白的牙齿 像是要吃人似的 紧接着 少年身后 则是身穿黑色 汉山楷的 内殿植鱼观而出 最前面一人赫然 扛着脱平致富大旗 奴隶主们忽然间就慌了 这不是五卫军的旗子吗 不是有人说 端木皇旗 把他们都杀了吗 怎么回事 那个少年 就是五卫军之主吧 他们当然不知道 御龙班 直如今已经重现人间了 如果知道的话 可能会更加惶恐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五卫军都还活着 但眼见为实 现在他们亲眼 见到了吕树和五卫军 那就说明 在吕树里传播消息的人在撒谎 只是请客间 数十倍于御龙班值的奴隶主们 便开始转身逃跑 他们根本没有信心战胜五卫军 因为那二十万黑羽军 便是前车之剑 如今的五卫军 在吕树中的生命 如日中天 为等吕树下令 现在的御龙班 只指挥使李良 便在头盔里冷声说道 坠着杀一批 血迹军气 以警效尤 声音通过头盔里的法印传递出去 吕树没有反驳 这是因为 他已经将指挥权交了出去 所谓用人不宜 李良这是要用人命换 醒于龙班 直沉睡数月的血醒 吕树没有说话 他也不会后悔 因为他就是来杀人的 第1246章 回归之战 五卫军的人数少是世人皆知的 毕竟 这也是大家精精乐道的东西之一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本身就是之前吕树 能够联手王城赌方 细节赌徒的重要评价 所有人都看到五卫军那么点人 于是就以为五卫军会输 结果一个个都混断龙引河了 只不过现在王城赌方都沉没了 他们自从吕树 带着五卫军走马王城之后 便彻底与五卫军撇清了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豪门 愿意被牵涉到真正的权力斗争 漩涡里去 之前有人传出消息说 五卫军被端木皇企给斩尽杀绝 期间 西州足足牺牲了20万的黑羽军 很多人知道 20万黑羽军是确确实实没了 却不知道 五卫军根本屁事都没 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御龙班职 所谓端木皇起灭调五卫军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啊 现在 他们便要为自己错误相信 情报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代价 很可能就是生命 李良筒率着御龙班 直朝着东方杀局 这种杀局 甚至都不用吕小鱼他们出手 他还在空间通道口 带着小兄弟 一起接应后续进入宇宙的蜀巢大军 那些奴隶主 遇到御龙班职的一瞬间 便溃不成军 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 就像是地球上的 一群散修去探索遗迹似的 只不过 他们没想到 空间通道里面 会冲出一支杀神般的军队 张卫宇等人手持天下巢 在前面开路 内殿值得威力 在集群式作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色的前锋 像是一柄锋利的手术刀 精准地插入奴隶主队伍中 犹如划开肌肉组织一般 将逃命的奴隶主队伍 纷纷切割开来 而紧随其后的御龙斑 只则迅速完成收割 血流成河 一时间空间通道外面 全是奴隶主的哭喊声 一个冲锋过后 便有数不清的生命消失 宇宙和平了那么久 今天恐怕是奴隶主们 所见过的最惨烈的一天 这里犹如人间炼狱 吕叔在想自己将指挥权交给李良 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对方的命令 总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 传达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然后完成最高效的收割 但凡奴隶主那边 出现一点点抵抗的意图 便会被李良带着御龙斑直 迅速粉碎 以至于吕叔 卡洛尔他们根本不用出手了 御龙斑直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而且如果是吕叔指挥 恐怕他会放过这些奴隶主 因为双方成长的环境不同 吕叔对生命更加敬畏一些 也不太喜欢杀人 可这是真真正正的战争 你所有的仁慈 最终可能都会化成敌人手中的利剑 御龙斑直必须用实际行动 告诉整个吕叔 与御龙斑直作对 会死 就如同在长白山老虎被要色食一样 那些散修没意识到 天罗地网 其实也会杀人 便勾结了十多万人来到长白山 以为那就是一场散修的狂欢 如今也是这样 御龙斑直将面对的 也许是整个吕叔 所以他们必须要将胆怯者吓退 那样能省不少事情 在这个方面 李良远要比吕叔 或者是张卫宇 更加冷酷理智 他如今的修行根基与地位 都来之不易 必须更加珍惜 而且 他本身相对于原先的五位军 来说就是一个外人 所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 去体现自己的价值 当李良意识到 那个战山为王白手起家的少年 便是老神王时 他便已经意识到 这次 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机会了 建功立业就在此时 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李良心中 甚至还有一丝庆幸 谁能想到 那个把王城赌徒逼近龙影河的少年 竟然是神王 太不真实了 御龙斑直冲撞的时候 赤后刘一钊也干脆留在了队伍之中 要知道 他也身批汗山凯 现在根本不是需要赤后的时候 莽救完事了 刘一钊凑到张卫宇身边吼道 我就说你老小子不时尚 当年骗了我 现在还想骗我 还好机智如我 压根就没有相信你 张卫宇 这特么的 也被蒙在鼓里啊 当初在吕王山的时候 他真的是真心实意再劝刘一钊的 张卫宇那个时候 拍着胸脯跟刘一钊保证自己没有骗人 这少年绝对不是老神王 结果打点来得太快 让人根本没有防备 万万没想到啊 在王城外面听到小猩猩的时候 张卫宇就已经有了猜测 而他始终没说出猜测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 他有点不想面对刘一钊 当刚吼公银吾王回归的时候 压抑了23年的心情 一瞬间得到释放 心里倒是痛快 可现在要面对刘一钊的嘲讽时 张卫宇就有点牙疼了 谁知道大王瞒得那么深啊 如果他知道 云宇23年前 交代自己留在田耿镇 就是为了等神王 那他早就猜到真相了 可问题是 云宇什么都没说啊 张卫宇很清楚 那个时候 云宇并不信任自己 因为他是刚刚参与过反叛的人 所以 就算目的是好的 也必须防这一手 张卫宇觉得 云宇为了大王的性命 做此打算 一点问题都没 神王进城本身就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可他妈现在 谁能先让刘一钊闭嘴 刘一钊也是太亢奋了 以前他自己也会偶尔有那么一丝不确定 而现在尘埃落定后 他真的太开心了 于是便一直在张卫宇旁边叨叨叨叨叨叨叨 其实刘一钊平时真不会这样 他属于五位军里少有的安静美少年种类 但经历过刚刚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太亢奋了 也完全可以理解 而刘一钊叨叨叨的内容 基本就是 老张你不厚道 23年前骗人也就算了 去年还骗 但我果断识破了 你这个老骗子的阴谋 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啊 李良在头盔中平静道 先杀敌 其他事情等会儿说 毕竟这炼制上去的通讯频道相通 还无法关闭 这正指挥作战啊 一直有个刘一钊变身画落 真是太造型了 所以 李良作为主帅 必须赶紧制止这种行为 张卫宇 老李 晚上请你喝酒 南庚城我熟 是的 玉龙班直再次回归旅宙 第一站便是南庚城 第1247章 倒霉的土匪玉龙班 直回归的第一站 便造就了一处人间炼狱 张卫宇等人回望过去 身上满是别人的鲜血 他们向前走去 一脚踩下去 便陷进其脚踝的血泥之中 李良来到吕树面前说道 大王 可以结束了 吕树望着满目疮痍 忽然叹息道 杀得太多了 那些奴隶主的尸体 扭曲着躺在地上 玉龙班直的杀法手段 太过凶猛 而这群杀匹 又太过酷炼 以至于战场里 有种超乎想象的血腥感 陈左安和程秋桥两个人 在内电职队伍中 他们忽然感觉 为欲望生者 必为欲望而死 这大概就是奴隶主们的宿命 大王 您是回来杀人的 玉龙班直本 就该陪着您走一趟这尸山血海 才能让世人明白 谁才是真正的王 李良平静道 这一次 您甚至不用亲自动手 这些虾兵蟹将 无等替你杀了便是 吕树笑了笑 放心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优柔寡断 我会与你们并肩作战的 杀人 我也不是没有杀过 李良不再多说 其实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吕树肯定比他更加清楚 该干什么 或者不该干什么 并不需要他多说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空间通道 甚至还没有关闭 所以 龙门要塞城墙上的 天罗帝王战士 还没散去呢 便看到有血液组成的河流 顺着空间通道 鼓鼓流进了地球 鲜红而又粘稠的血液河流 一路躺过来 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似的 这条河流 竟然直直地流到了 龙门要塞城墙下面 天罗帝王的将士们都惊呆了 第九天罗他们 这到底杀了多少人 得是多么惨烈的战争 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以五卫军的实力来看 这鲜血 恐怕九成九都是敌人的 短短几十分钟 恐怕杀了上万人 有人静一不定地说道 大家都知道 吕树他们是去打仗的 大家也都杀过人 可血腥还是来得太快了一点 要知道 吕树他们 这才刚刚进入宇宙 就是这血河横流的一幕 让不少天罗帝王将士 甚至对宇宙产生了一个误解 宇宙在他们眼中 就像是一个炼狱一样 你们记不记得 有人忽然说道 有一次 我们在食堂和五卫军一起吃饭 他们有人说 第九天罗 就是那个炼狱世界的王 好像有这么回事 时至今日 宇宙在地球人眼里 仍旧是扑朔迷离的 没人真正去过 所以不知道真相 而此时的吕树阵壁一呼 御龙般直变 犹如一头巨龙般 朝着南庚城方向进发过去 沉重的盔甲 在山路中碾压而过 犹如一架巨大的战车 正轰然作响的行径 连山路也要压平了 没过多久 南庚城里的百姓脸上 就出现了整齐的惶恐神色 他们听见远处 轰轰隆隆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的 就像是踏在心跳上 几乎能让人窒息 城头的守城士兵惊慌无措 然后他看到了 盔甲洪流中的惊奇 脱贫致富 有人大喊道 是五卫军回来了 城内的有心人 全都豁然回首望向西方 那是吕树等人来时的方向 他们在这里潜伏许久 竟然没想到 有一天对方还会回来 其实各方势力 将他们安插到这里 就是在等 可谁都觉得等不到了 等不到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无聊 一个个都希望五卫军早点回来 可是当对方真的回来时 他们又有些害怕 只不过与他们神情相反 南庚城的老百姓 真是太欢迎五卫军了 之前五卫军在的时候 这里一片祥和 城池里越来越干净 人丁越来越兴旺 还没人敢打劫 别说城里没人打劫了 就是整个南州的土匪马匪 都被逼着搬去其他州了 毕竟敢去王城剿匪的军队 也就这么一支 只是当五卫军离开后 土匪马匪又回来了 南庚城的肥皂工厂也停工了 因为没人知道 烧减这个工艺怎么来的 当初吕小鱼和吕树 就瞒住了这项关键流程 于是刑商们不怎么喜欢来了 还有人马匪打劫 这日子过得太不舒心了 现在五卫军回归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反正南庚城的老百姓们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朝着南庚城城墙跑去 想看看五卫军 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只是当吕树他们 出现在视野中时 所有人都看到了 他们身上刚刚干涸的鲜血 猙獰的紫色 流入恶魔身上的纹路 杀气冲天 这个时候 南庚城的百姓们忽然意识到 五卫军除了是南庚城的主人 除了带着大家赚钱之外 还是一个能进王城杀人的军队 他们这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静一不定地问道 这是杀了多少人 我听说田耿阵往西剧 集了好多奴隶主 在空间通道那里 不会都被五卫军给杀了吧 确定是五卫军吗 脱贫致富的旗子不会错啊 除了他们 还有谁会举这种旗子 也是 关于五卫军回归的事情 已经被有心人迅速传递出城 甚至有些消息 直接传递到了王城 这个消息 就像是一块巨石 落入原本快要平静的海面一般 掀起轩然大波 王城豪门开始着急家族中人商议对策 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希望 看见动乱的阶层 作为顶级豪门 每一次动乱 贵萧明泽在家族内身价直线上涨 倒不是说宋家想要投靠吕树 他们善待萧明泽和大供奉赵帅 完全是因为 这俩人跟吕树结了善缘 若有哪一天 宋家想站队 那么萧明泽和赵帅 就是他们联系吕树的最佳纽带 但最难受的 不是王城豪门 而是那些刚刚因为五卫军消失 而搬回南州境内的土匪们 本来大家都得到消息说 五卫军离开了 他们去别的地方占山为王 还得跟地头蛇抢饭吃 哪有在自己家地盘来的痛快 所以五卫军消失 他们就立马回来了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特默的刚回来 你也回来了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南州境内的土匪们 又开始拖家带口地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上哪说理却 第1248章 找出密碟南州的土匪 已经是全宇宙的笑柄了 前段时间里 大家的饭后谈资中 就会提到他们 并且表示 这大概是全宇宙最没有尊严的土匪了 毕竟一个土匪占山为王 是为了打劫别人的 结果到了南州 一点土匪的生存土壤都没有 一个个被五卫军给碾的上蹿下跳 连家都不敢回 例如云安城附近的土匪 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云安城里出来的 或者从小生活在云安城附近的镇上 现在他们压根就不敢在附近待 毕竟被五卫军抓到了 就是死路一条 说实话也有土匪想过 要很没骨气地投降 毕竟这些人又不是什么英雄 没骨气也很正常 但关键是 五卫军压根不接受投降啊 最近西州 东州的土匪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拿西州的土匪们开涮 反正吕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娱乐活动 大家闲着也是闲着 此时南庚城的百姓们 眼看着吕树等人越来越近 脚步声越来越重 有些带着木碟 来到南庚城的人已经心生退役 老百姓中 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想要溜走 结果 他们刚脱离百姓的队伍往后跑去 吕树便是以张卫瑜等人飞天而起 竟是直接越过城墙 飞到了这些人面前 将他们一一截住 有人知道自己肯定逃不掉了 便赶紧跪在地上大喊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求大王饶命 可是话音刚落 张卫瑜等内殿之便将他们斩鱼见下 盔甲上身红的血迦 又添上了新鲜的血液 争鸣可不 其他人顿时明白 这个时候 吕树已经没兴趣找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问什么情报了 他们就算知道点什么 也不会知道的太多 所以 别有用心靠近五卫军的人都要小心了 会死的 当然 这些忽然逃走的 都是沉不住气的 老江湖绝对没有如此容易 便暴露出自己的马脚 他们就算心里害怕 也会不动声色地继续躲在百姓之中 掩藏自己的身份 但是吕树怎么可能放不他们 吕树 还有大量的神钞没有用出去 那个时候 他在王城想用神钞全部换成法器盔甲 可问题在于 存尸的法器盔甲 根本无法跟上他的需求 就算有钱都花不出去 而这些神钞 如今在吕树看来 已经没什么用了 御龙班直进住南耕城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聚集南耕城的老百姓们 要知道这个时候 御龙班直连盔甲都没有清洗 仍旧是一身的血腥杀气 老百姓们也颤颤巍巍地不敢乱说话 吕树站在所有人面前朗声道 我们在南耕城待各位不薄 如今把大家聚集在这里 不是要对你们有什么不利 而是要跟你们谈一笔生意 老百姓们窃窃私语起来 生意 这俩字是南耕城百姓们 如今最喜欢听到的了 因为肥皂生意 南耕城俨然已经成了 南州里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 生意就意味着利益 意味着优渥的生活 吕树笑道 我这里有百万神超 只是想劳烦各位 找出你们当中异常的外乡人 比如说 不做生意 却在南耕城住了很久的 比如说 做生意收了货物 却不见离开的 比如 你们明白 我们要找谁 只要你们找出一个人 就可在我这里 零五万神超 这次吕树真的是大手笔 但这可不是 他真的很大方 计划是李良定的 吕树早就不参与计划制定这项工作了 毕竟这一战光乎太多人的性命 他不会带着大家去试验 那个计划必然失败的魔咒 还会不会灵念 按照李良所说 御龙班值进入宇宙后的第一战 必须要把敌人杀得胆寒才行 必须让一些墙头草退场 省得一些利欲熏心 却不知轻重的豪门 随时准备趁火打劫 而下一步 则是要把御龙班值的态度 传递给各大豪门与势力 警告他们 那么吕树怎么警告他们呢 总不至于一家一家找上门通知说 我们御龙班值准备打仗了 不想死的别出门 那就太费时间了 不如直接来南庚城 因为南庚城这里 必然聚集了大量的密碟 虾兵蟹将杀一批 以以警校优 如今还躲藏在老百姓中间的老江湖们 必然都归属于大势力 吕树就是要把他们给找出来 至于钱抄 这种东西说白了 不过是统治者发行的统治工具而已 吕树既然准备掀桌子了 那这东西就不再重要了 想要什么 时间拿就好了 如果有聪明人 这个时候南庚城百姓们面面相去 事实上 这年头街坊邻居的关系 还挺密切的 远不像地球那样 隔壁长什么样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吕树一说可疑人物 当场就被指认出来了好几个 李黑探这边带人拎着大叉子 负责甄别工作 秘蝶们一看李黑探这架势 就不太敢轻举妄动了 最终南庚城百姓们 拿着吕树给的神钞 欢天喜地散去 而剩下几十号人 站在吕树面前 哪怕是老江湖这个时候 也扛不住压力了 一个个腿都是抖的 有人说大王冤枉啊 然而吕树白白手笑道 不要怕 我不是要杀你们 大家一听这个就镇定了一点 有人鼓起勇气问道 大王想要干什么 给你们主子带句话 这次我回来寻私仇 不相干的人 别冲上来送死 明白吗 吕树笑眯眯地说道 他觉得自己 已经足够和蔼可亲了 可是蜜蝶们不这么想啊 吕树这一开口 就断定了 各大豪门就算参与 也只是送死 人是胆小者 毕竟为豪门奔走 总要有那么几个拔剑的精锐在此 其中有人忽然小声说道 大王 您需要收敛一下您的脾气了 这吕树没那么简单的 语气恭敬 但却不卑不亢 吕树冷笑 我不需要收敛我的脾气 那人一愣 那需要什么 吕树平静道 我需要的是 你们管好自己 别特么来惹我 蜜蝶们 第1249章 最后一节文化课 那位说话的蜜蝶见吕树氏 这副脾气 一点都不听劝 当场就有点后悔主动说话了 不过吕树 都到这个身份地位了 肯定不会 跟一个小小的蜜蝶过意不去啊 顶撞了也就顶撞了嘛 现在的吕树 觉得自己必须矜持一些 表面笑嘻嘻的就行 然后等没人的时候 再让李黑探去砍了这蜜蝶全家 最终 吕树还是将所有蜜蝶放走了 不过中间出现了一点意外 因为有两个老铁真的不是蜜蝶 就是觉得南庚城环境 好想要来定居呢 结果李黑探压根不听他们解释 还是被赶走了 要说现在的南庚城 确实是吕树内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环境好不说 卫生搞得也好 吕树当初身为地球人 搞出来的卫生标准 真不是吕树人能比的 玉龙班只回到了久违的营房 他们走了这么久 这里也保持了原样 当然 主要还是没人感动这里的东西 陈祖安和陈秋桥两个人 参观着营房感叹道 完全是按照天罗地网的标准来啊 哎这就跟回了天罗地网营房似的 也废话了 先洗澡去 把盔甲清洗干净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大战之时 谁也不会觉得身上有血污怎么了 那个时候 谁能顾上这俩 可能砍出去第一件时 有血污撒在自己身上会有些不爽 但是等鲜血泼洒得多了 也就麻木了 如今暂坐休息时 大家都觉得身上污臭不堪 有些难以忍受 只不过这群或排队洗澡 清洗盔甲的时候 差点没把营房给拆了 吕树脸黑着走进澡堂 看向这群打水仗的弱智冷声道 赶紧洗完 二十分钟后开始文化课 澡堂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文化课这种东西啊 澡堂里一阵哀嚎 尤其李黑探嚎的声音最大 这文化课来得完全没有防备啊 只不过在御龙班值内 如今吕树说出去 的话就是天条 还真没人敢反抗的 十多分钟后 一群壮汉 就像是乖宝宝一样 坐在叫场上 每个人相聚的距离都分毫不差 整整齐齐 不过吕树并没有直接给他们上课 而是物资的带着吕小鱼卡路尔 支起巨大的篝火 将他从遗迹中得到的黄鳞羊群 给宰杀了足足一半 放在火上炙烤 在烤肉旁边 则是一瓶瓶来自地球的高度树烈酒 看得李黑探他们 都快馋哭了 就算李黑探他们是宇宙人 平时也没怎么吃过 实力竞技这么高的羊肉 张卫瑜等人倒是吃过 可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想到那个味道 便会想要流口水 吕树看向所有人 沉默了很久之后说道 今天第一件事情 我要感谢各位 愿意随我九死一生 玉龙班值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在他们眼里 跟着吕树出生路死 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吕树这忽然说感谢 真是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可心里又有点感动 因为吕树并没有 把他们当作附属品 而是当作战友来看待的 第二件事情 吕树认真看着他们说道 我很负责地告诉各位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 敌人到底有多么强大 我们最终会赢 但必然付出代价 李黑探问声问气地说道 大王你不用说这个 我们都懂 你放心 我李黑探绝对不会后悔 吕树笑了 后悔也晚了 玉龙班值哄笑起来 就在这哄笑声中 吕树表情忽然严肃起来 第三件事情 就是今晚我要给你们上 最后一堂文化课 李黑探他们的表情 当时就苦了 该来的还是逃不掉 他想挣扎一下便说道 大王 我们文化课 真的已经很扎实了 吕树点点头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回答上来了 我就不给你们上文化课了 李黑探眼睛一亮 当你说吧 我学得可扎实了 都自学了一半初中课程了 这个倒不是李黑探吹牛 他学习确实挺起劲的 现在李黑探 还是青龙学习小组的 学习标兵来着 不过李黑探知道 最大的依仗并不是他 而是张卫宇 这老小子 对地球的学识太感兴趣 有一次 李黑探问张卫宇学到哪了 结果这货说 自己已经学完高中课程 只要张卫宇回答上来问题 他们就不用上文化课了 张卫宇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自信的神采 只听吕树成英两秒说道 题目说 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 陷阱深19.617米 下落时间正好 两秒 请问 这头熊是什么颜色的 张卫宇 李黑探 来自李黑探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来自张卫宇 张卫宇还有点不服气 大王 你这题条件不全 吕树乐呵呵笑道 怎么不全了 首先G9.8085 北纬44度 其次 既然卫雄设计地面陷阱 一定是陆七雄 所以是棕色 张卫宇嘴巴长了半天 他这一生走过最长的路 果然还是大王的套路啊 一堆人垂头丧气地准备上课 结果 吕树让吕小鱼和卡洛 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 和一支笔 大家正不明所以的时候 却听吕树忽然平静说道 今天这最后一节文化课 我要听写你们过去所学的内容 我说 你们写 大家有些茫然 怎么就开始听写了 然而这时候 吕树忽然说道 张卫宇 大家愣了一下看向吕树 什么意思 喊张卫宇吗 吕树摇摇头 我让你们在本子上写 张卫宇 李黑探 刘一昭 陈祖安 陈秋桥 吕树 每听写一个名字 御龙班值的心里 就像是有一个锤子 在心卡上砸了一下 吕树 这最后一节课 竟是要听写整个御龙班值的名字 要让他们将每个战友的名字 都记在本子上 大家写字的时候都很用力 就像是要把这些名字 刻在自己的骨骼血肉里似的 吕树的声音 穿过黑色的夜空传递而来 都把本子带在身上 只要这御龙班 只还有一人活着 你们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被遗忘 出发 杀人 第1250章 惊动王城 有人说 这王城的繁华 有王城九五豪门的一半功劳 这王城里 九成九的产业 都是他们的 当吕树归来的消息 传递到王城时 那些沉静的深宅大院里 都有了动静 红墙灰瓦里 灯火逐渐点亮王城的夜色 假山与景观之间 小路幽静 寻常这里的仆人走路 都是小步轻摩 举止安静 这是下人们 生怕打扰了主人家 恐会遭到责罚 这是一个小奴隶 在路上奔跑 内府管家看到了 便怒怒而逝 他双手拢在袖子里 用奸细的声音骂道 慌慌张张地成什么体统 这内府不比外府 例如萧明泽那样的外事掌柜 都跟正常人无异 但想要在内府当差 奴隶是必须近身的 防止他们霍乱后宅 大人 实在是有重大的消息 咱们在南庚城的密碟传回消息 说有大事禀报 这小奴隶说着 便将一块传讯镜子 递到了管家手上 管家一听 是南庚城的事情 便也顾不上体统了 赶紧打进一丝灵力 唤醒了传讯镜子 只见镜子里有一人说道 启禀大人 我未居于今日 已经返回了旅宙 在南庚城稍作修整 便向西去了 向西 管家挑挑眉毛 可是往西州那边 他们不会是要去杀端木皇起吧 这个小人不敢妄断 密碟小心说道 这种大事 万一他判断错了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他能做的 就是提供情报 至于即将发生什么 那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为豪门效力 便像是鱼虎谋皮 他们不得不谨慎 管家沉思了片刻说道 这五卫军如今多少人 五千多人 密碟说道 这个数目不会错 我刚才也得到消息说 他们刚回归 便杀溃了聚集在西州 南州边界上的那些奴隶主 实力不减反增 如今的五卫军更加可怕了 管家骤没到 不是说 他们被端木皇起灭了吗 怎么 二十万黑羽军都没了 他们竟然一点都没被削弱 那场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人不知 密碟低头偷偷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得到消息说 五卫军被端木皇起灭了 他怎么可能去南庚城 那种危险的地方 今天确实走了一批密碟 可被杀的也不少啊 五卫军与黑羽军那场大战 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整个宇宙都想知道的事情 二十万黑羽军都没了 如今端木皇起回到西都身居检出 情报纷纷扰扰 没一个靠谱的 只不过 密碟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五卫军跟屁事没有事的 难道那场大战里面 是端木皇起溃败了 想到这里 大家都不有点难受 那可是西方天地啊 怎么就忽然蹦出来个少年 竟然能与西方天地分庭抗礼 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 五卫军一路西行 搞不好是去杀端木皇起的 这要是弄死一个天地 宇宙可就真的要乱了 管家想了半天忽然说道 还有其他比较异常的事情吗 您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情 密碟想了想说道 他们在营地中 休整后 我们曾潜入过营地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结果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 赶紧说 这个时候卖什么关子 管家皱眉道 他们烤了几头羊 但是并没有吃就离开了 密碟说道 那些羊肉看起来就很好吃 可为什么五卫军没有动呢 太诡异了 管家猛逼了半天 就这 这就是你说的 很不同寻常的事情 密碟憋了半天 嗯 就这 您是不知道那羊肉闻起来多香 管家没好气地关了传讯镜子 滚滚滚 密碟在对面老委去了 那羊肉真的闻了都走不动到 五卫军是怎么放下这些羊离开的 确实很诡异好吗 此时此刻的御龙班 只正在全速行军的路上 李树看着后台密密麻麻的负面情绪 直乐得眉开眼笑 他最近特别想要赶紧点亮 第六层星云的所有星辰 不仅是升级境界的事情 那个时候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做除惠了 现在除惠躲在第六层主星上面 不归吕树辖制 让吕树非常不爽 而且马上面临大敌 实力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这个时候 他又没什么太好的吸取负面情绪之手段 除了刚刚杀掉奴隶主以外 暂时能利用的就是李黑探他们了 羊肉 可以不用来吃 但必须直回嫖家 李黑探他们都快疯了 脸瞅着羊肉烤好了 结果不让吃 大王 您这不是世事大会吗 正经的世事大会 应该是大家吃吃喝喝 最后把碗一砸 然后万分激动地奔赴战场 谁会在世事大会上 故意恶心人啊 一开始 大家以为吕树是 把这事给忘了 但后来 大家发现吕树压根没忘 那就是故意的 大王还是那个大王 起码欺人这方面的恶趣味 真是一点都没变 王成豪门的那位管家 往院子更深处走去 他要将这件可能影响 整个宇宙格局的事情 告知家主 不能有半点马虎 与此同样的事情 王成许多处都在发生 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 五卫军当初从王成出去 能够顺利返回南庚城 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谁都没想到 那个时候 五卫军竟然屠杀了 二十万的黑羽军 后来大家听说五卫军被灭 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理所当然 毕竟五卫军面对的是西方天地 不被灭才不正常 在大家看来 四方天地 就是这世界最强大的 那几个大宗师了 实力深不可测 可是现在呢 五卫军不仅回来了 竟然还直奔西方 看起来像是要杀端木皇起似的 那个王成少年来京都时 虽然动静很大 但谁也没想过 对方竟然能撼动 这宇宙上千年的权力秩序 有人要挑战天地的权威了 院子身处一位家主平静说道 五卫军如果真是要西境 找端木皇起 那么他们就要先过刘剑官 那里凭借天贤守军众多 五卫军未必有那么容易 忽然有声音在外面响起 报 刘剑官破了 家主 家主惊恶地看向家奴 你确定吗 五卫军才离开南庚城多久 就算他们全速前进 现在也不过抵达刘剑官两个小时而已 这就破关了 不光是破关 家奴喘着粗气说道 这世上已经没有刘剑官了 刘剑官毁了 有人惊呼 王成豪门几乎是同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 然后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刘剑官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上都赫赫有名 曾经有不少战役都在刘剑官发生 每场战役都证明了 刘剑官到底有多么坚固与险爱 而如今这处关爱掌握在端木皇旗手中 哪怕是当初聚集二十万黑羽军的时候 端木皇旗都没有动着刘剑官的守军 所以 王成豪门都以为这处关爱 就算最终被破纳也都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吧 结果这才刚说完 就被消息给打脸了 只因为 他们不知道 吕树拿到了汉山凯这种连端木皇旗都不太想面对的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 吕树已经在地球晋升了大宗师 事实上真的没人能想到 在王成豪门的印象里 吕树在离开王成的时候 也不过刚刚晋升一品而已 那诡异而又庞大的天地异象 分明属于吕树无疑 这才距离那次异象之后过了多久 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 谁能想到 吕树已经是大宗师了呢 信息不对称 就会导致结果天差的别 刘剑官的守军也没想到这些 所以当五卫军抵达的时候 守军统帅虽然知道可能守不住 但仍旧高喊死战不退 可是当集群的内殿 直开始狂奔时 强步回头的气势在天空中疯狂加速 吕树此时并没有立刻出手 因为李良说 要让他看看这宇宙守护关爱的最大利器 也看看内殿之是如何摧毁这利器的 刘剑官位于两座山峰之间 山峰巍峨而又陡峭 张卫宇他们倒是可以飞过去 可李黑探他们飞不过去 忽然间 刘剑官城墙上有暗门开启 那暗门的背后 是一个个守城的士兵 每十二人合力驾驭着一座座巨大的床弩 当张卫宇等人还没来得及靠近时 那十二名士兵便拉开了床弩的机括 床弩身上亮起了银白色的纹路 就连床弩之上的弩箭也同样如此 一发发银色弩箭裹挟着嘶吼声 朝着张卫宇等人飞去 速度竟是比张卫宇他们飞行的速度 还要快上一些 吕树打算出手 却被李良拦住 大王不用急 我们早有准备 就在这床弩触发机括的同时 张卫宇便带人突然落了下去 他们竟是从一开始便知道这东西的存在 而且做足了准备 李良身为黑羽军的统帅 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刘剑关里的杀手锏 那床弩叫做银翅 本身就是用来击杀 想要飞越城关的一品高手的 张卫宇等人在地面的狂奔掀起的烟尘 几乎能与刘剑关等高时的 大一尊尊黑色盔甲 犹如陆地纵横的野兽 爪牙猙獰 他们没打算再飞起 而是有五十多个内殿 直连手硬生生地撞上了刘剑关的成根 只见五十多人的汉山凯上有 连片的黑色六边形波纹出现 形成一面墙 与成根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紧接着 那黑色的能量 就像是炼狱里的夜火一样 从汉山凯上迸射而出 那时相撞的力量 在汉山凯的镌刻法印里 流转一圈又返回了原处 也就是刘剑关上 刘剑关下面 有一条条列凤向上蔓延 谁都没想到 张卫宇他们破关的行为 竟然会如此的爆裂与直接 只是利用汉山凯的特性 与五十多名一品高手的速度 便正正当当地 将刘剑关的根基都给毁掉了 下面的裂痕 像是一张珠网 不停向上蔓延 而裂痕中 汉山凯传递进去的力量 犹如黑色的雷霆 不断向上席卷 原本说死战不退的刘剑关统帅 惊骇地看向两边 就连他们赖为天险的两座棋风 都在地动山摇 宇树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这还是汉山凯第一次 在五十多名一品手中 发挥全部的力量呢 原来这合力之下 所创造的毁灭力量 竟是如此恐怖 快跑 刘剑关统帅吼道 刘剑关要毁了 然而这个时候 说跑就已经晚了 他们所在城池之上 也出现了裂缝 汉山凯传递出来的能量 在裂缝中吞吐 就像是地狱里的夜火池 在吞噬生命 欧阳历上曾说 汉山凯便是这天下城池的克星 没有任何一种顿力 可以对汉山凯造成伤害 这就是汉山的意义 仅仅屡数他们 刚刚抵达刘剑关下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宇宙里名扬天下的刘剑关 便毁掉了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破关 而是御龙般直所过之处 恐怕什么关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片废墟 难怪老神王当初把汉山凯 给了负责攻城掠地的端木皇旗 而端木皇旗 每每都能带着死士 依靠汉山凯 从后方攻陷敌营 要知道那个时候 老神王麾下 还没那么多的精兵强将 而端木皇旗那时候 也不过是个一品而已 吕树看着正在枯毁的刘剑关赞叹道 壮观 李黑探他们站在旁边 闲着没事感 只能看着张卫宇等人 完成催城壮举后 安然撤退 说好的 一起攻城掠地呢 这怎么上去了五十多个人 就把城池给毁了 不过李黑探他们知道 吕树手里 起码还有几十件汉山凯 这也是御龙班职 其他人努力的原因 他们都知道 谁先晋升一品 谁就成为下一个 换上汉山凯的人 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 像是站在那里没事干事的 其实是在暗中修行 都憋着骨尖呢 五位军自打成军以来 就没正正经经修行过 不是在马上就是扛着石头 那段日子都挺过来了 现在站着修行跟完一样 这吕树 恐怕再也没有 哪支军队 敢冒着走火入魔的风险 如此修行了 如今的御龙班职平均实力 随便拉出一个 到别的军队里 都能担任指挥使了 吕树看着李黑探羡慕的眼神笑道 知道你为什么还不能穿汗山凯吗 李黑探想了一会儿说道 因为没吃黄羊肉吧 吕树 第1252章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山峰与城关崩塌中 李黑探的声音质地有声 旁边的御龙班职都哈哈大笑 大家经过这一场战斗 打怕没有亲身参与 也都被紧张的气氛所影响 然后把黄羊肉 早就抛到脑后了 只有李黑探还念念不忘 吕树都给气乐了 你就那么想吃黄羊肉 竟是山崩声都遮掩不住 吕树哭笑不得 这是被饿的了 李黑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正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吕树 这半调子文化程度 果然容易闹笑话 吕树美好气道 行 接而就给你们烤羊肉吃 说着 吕树 让张卫瑜等人腾空而起 在倒塌的山脉里 寻找可能幸存的刘建官手足 然后一一杀死 这场战争 本身就是你死我亡 吕树当然不会再心思手软 不光是要消灭西州的所有有生力量 吕树还要为自己积攒负面情绪值 突破第六层心图 在明知道幕后黑手 很有可能已经突破了大宗师的情况下 吕树开始与时间赛跑 只有他从大宗师境界里面超脱出去 恐怕才有和对方正面作战的资格 吕树不再是那个 连王的身份都不想要的少年了 他会做出某个决定 然后心甘情愿地为那个决定 付出一切代价 哪怕手上沾满鲜血 不过吕树也在想一个问题 对方其实有很多机会 亲自出手杀掉他的 毕竟对方好像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不然怎么针对地球筹谋已久不下大局 可是那幕后黑手 为什么不杀他呢 吕树忽然觉得 可能是自己身上 有什么对方需要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让对方 必须得等 这么猜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吕树已经找不到其他答案了 这个答案看起来很荒谬 可如果其他的答案都被排除 那么剩下的这个 就一定是真相 最近吕树一直有注意自己的后台 想要看看 有没有特殊的名字出现 结果一无所获 难道对方掌握了 自己负面情绪值的手段了吗 刘建官方向此时传来连绵不断的哀嚎声 那里原本雄奇的关爱 如今几乎都埋在了滑坡的山体之中 仍有人从这场浩劫里活下来 但一定挡不住张卫瑜等人的清洗与收割 吕树这边羊肉快烤好了 他看着李黑炭期待的眼神 顿时便没好气地说道 你自己说的 不能穿汉山楷 是因为没吃黄羊肉 我看你吃了 黄羊肉怎么说 说着 吕树切下一大块烤好的黄羊肉 给李黑炭 那黄羊肉外面已经烤至焦黄 羊肉浓郁的香味 铺满了整个山谷 李黑炭乐呵呵地接了过去 有肉吃就行 几块黄羊肉被李黑炭瞬间吃得干干净净 这笨货的念头 瞬间通达无比 而后吕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抬头看向天空 竟是有白云在异常流动 等等 吕树看着李黑炭身上 正在飙升的气势 然后平静地看向天空 我特忙 下一刻 天空之上快速滚动 如海潮般的流云 忽然变成了金黄色 然后方圆十六里的范围内 赫然飘起了烤羊肉的味道 香气扑鼻 李黑炭竟然在这个时候晋升了一品 吕树简直震惊了 这竟然都能晋升一品 可你这天地异象是怎么回事啊 你和陈祖安是一父一母亲兄弟吧 陈白礼以前曾对吕树说过 其实心思简单 念头通达的人最容易晋升一品 那时候 吕树还不幸来着 结果李黑炭竟然就这么晋升一品了 吕树 想不幸都不行 当初那个小土匪李黑炭 因为耿直被青龙债嫌弃 如今到了他的手下 却大放一彩 那个时候 李黑炭憨厚的赞美吕树 说吕树比以前大当家强多了 因为不管李黑炭说啥 吕树都不会真生他的气 如今的李黑炭 始终保持着耿直的性格 从未改变过 却成了青龙学习小组里 第一个晋升一品的高手 李黑炭眼睛亮闪闪地看着吕树 大王 我汉山凯呢 吕树平静道 你不需要汉山凯 李黑炭傻眼了 为啥 吕树美好气道 你的头这么甜 还需要汉山凯 李黑炭 来自李黑炭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旁边的御龙班 只都起哄笑了起来 大家平时也经常被李黑炭气道 但是谁都不会真的在意 吕树 最终还是给李黑炭了一件汉山凯 御龙班只有天一元大将 大王 接下来去了 是否按原计划行径 李良摘下汉山凯的头盔问道 按原计划进行 一路杀至西都 我想知道杀到那里 能不能把幕后黑手给逼出来 吕树笑道 笑得很轻松 即便他现在还没有从大宗师境界超脱出去 但是那又怎么样 他才是王 王城这边被刘建官毁灭的消息震惊了 寻常就算是战争 大家也不会听说 哪座关爱直接被毁掉的 顶多就是破关 然后被占领 然而吕树等人用刘建官 给所有人了一个重要信息 吕树他们 是根本不打算占领哪里的 一路杀过去 不接受投降 也不会停止 就是要杀到西都为止 这与以往的战争不同 以往大家发起战争 都是为了城池里的资源与人口 而吕树等人 仿佛发起战争的目的 就是为了毁灭 这手段来得太过暴烈了 凶猛倒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王城豪门会设身处地地想 如果是自己 面对这样的敌人 该怎么办 他们不太喜欢这样的破坏者 或者说 任何就权力阶层 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破坏者 因为吕树他们不讲道理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不喜欢又怎么样呢 他们真的敢站出来和吕树作对吗 不敢 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 你面对他们时越是软弱 他们就会觉得 你越好欺负 让你表现得强硬 甚至表现中 足够毁灭他们的力量时 他们会 害怕 而吕树现在 就是需要整个宇宙都来害怕他 这样他就可以成长 哪怕现在害怕他的人 只是豪门贵族而已 当天晚上 吕树便点亮了第六层第三颗星云 所耗费的负面情绪直多达数益 他等待着 等待恐惧开始蔓延 第1253章 圣旨 王城豪门这个时候 必须要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洗牌了 虽然大家不愿意相信 天帝也会有陨落的一天 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 大家只能去面对选择 宇宙从来没有人如此挑战过天帝 所以 王城的九五豪门也不知道 如果天帝将死 那么以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局 宇树会成为新的西方天帝吗 神王宫里是不是真的没有人了 有位家主 坐在庭院深处疑惑道 为何吕树 都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 还没人管管呢 自从端木皇旗挑战剑炉之后 自从五卫军在王城纵马之后 这个疑惑便留在所有人的心里 大家不知道 神王宫里到底怎么样了 也没人敢真的进去看一眼 可是如果神王宫里的那位新神王还在 那么 为什么不出来管管呢 宇宙的局势 忽然变得明暗不定起来 不论是王城豪门 还是大贵族们 几乎是人人自危 曾经与吕树同行过的 王城公子孙仲阳 守在孙家后院里面 其他几房都聚集到了主庭一室 只有孙仲阳 他们这一脉 仍旧没有动静 因为孙修文还在闭关 上次吕树从青石板路杀出去之后 孙修文便发誓 不到大宗师境界不会出关 很多人都笑称孙修文 这是化地为牢 自己给自己上了一把枷锁 毕竟这大宗师的境界并不好突破 王城豪门千年来从未有过大宗师 曾经有人有过那样的希望 但是自己放弃了 美其名曰藏桌 那位最有希望晋升大宗师的家主说 他们王城豪门就在神王宫边上 安心地给老神王当走狗就好了 没有大宗师可能还能长命百岁 真的晋升大宗师了 说不定反而被忌惮 老神王那样的枭雄 握踏之策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 好像慢慢成为了王城豪门的准则 大家慢慢地 就放弃了晋升大宗师的想法 一品就够用了 可是孙修文一直不认同这种看法 他年少时与人喝酒时 便笑说老祖宗真是糊涂了 老神王那样 天上的神仙岂会在乎 你是大宗师还是一品 都是娄尼罢了 在孙修文看来 老祖宗说出来的那番话 只是在启人忧天 大宗师在老神王面前 根本连一招都过不去 又怎么会被老神王忌惮 所以年少时 孙修文便立志登上 大宗师这个台阶 从未懈怠过 也是如今王城豪门里 心思最纯粹的人 这次吕树带着御龙班指回来 王城豪门还不知道 五卫军身上发生了哪些蛻变 孙家议事时 其他几方嫡系 都觉得孙修文永不出关才好 这样家主之争 就少了最强力的继承人 众所周知 孙家老家主是最喜欢孙修文的 因为他曾说孙修文 能给孙家带来新气象 如今老家 祝江要做谷 这都是随时的事情 其他几方当然不希望孙修文出来了 主听中 老管家问道 要不要喊孙仲阳公子过来 这种大事 最好还是让二房参与一下 这老管家 跟了当今家主数百年 自身也是一品高手 所以 在家族中说话 还是有点声音的 其他几方愣了一下说道 孙家家是启用你这老东西 胡言乱语 老管家想了想 便不再说话 主位上的老家主 没有说什么 他自知十日无多 看来是等不到孙修文出关了 豪门里便是这样 到了这个时候 哪怕家主也要权衡所有因素 不能胡作非为 这各种掣肘 每日盘缓在脑子里 哪还有心思修行 今日喊大家过来 想必也都知道是为什么了 家主坐在主位上虚弱说道 五卫军王城纵马之日 我孙家袖手旁观 那是因为不知道那少年如今 竟然有了比肩天帝的实力 现在想看看 各位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是与他交好 还是继续按兵不动 父亲 万万不可去结交他 有人说道 要知道 神王宫最烦的 便是有人作乱 现在没人收拾这五卫军 早晚也会有人收拾的 其他几方天帝 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说他们现在不管 以后照样会有人来挑战 他们的地位 我相信 他们不会让五卫军 开这个头的 我王城豪门能屹立至今 靠的便是不招惹是非 父亲宁可不要胡托 有人急切道 然而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看向天空 因为他们透过主厅大门 赫然看到外面的天色 竟是一瞬间 被什么东西染成了金色 这事 有人疑惑 这金光熟悉而又陌生 但那光芒太过特殊 顿时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这是神王宫传旨 大家一切跑了出去 几乎这同一时间里 王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项 走出家门仰望着 只见天上有一幅 金光闪闪的卷轴 正在横向拉开 里面的字迹 一个接一个映照在天空上 仿佛有人在天空之中书写着 五位军犯上作乱 命而等即日起发兵围剿 所有人面面相去 时隔十多年 神王宫再出圣旨 而且是要王城豪门 参与这场战争 已经多少年没见过圣旨了 为什么今天忽然就出现了呢 在大家都猜测 神王宫里面 其实已经没人的时候 神王宫忽然传出圣旨 开口便是要剿灭五位军 王城豪门都有些不知所措 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然而就在此时 孙修文闭关所在的屋子 忽然打开 里面静谧地犹如深渊 孙仲阳豁然站起惊喜道 父亲 孙修文看了他一眼 便一脚踏入虚空 他头顶上的雷云刚刚凝聚 便跟着一起去了远方 孙修文选择在 王城属实力以外的山脉中渡劫 那远方雷光闪烁着 几乎要盖过圣旨的光芒 孙家被惊动了 王城豪门也被惊动了 这孙修文 竟然真的成了千百年来 王城豪门大宗师第一人 虽然那雷杰的气势并不重 可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然而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雷杰已经开始退散 孙修文下一步踏回孙家 来到主厅之间 他看着年迈的孙家家主拱手说道 请父亲传家主之位 第1254章 孙家新气向孙家庭院里一片寂静 谁能想到 这个孙修文竟然此事忽然破关肚截 竟是真的完成了 王城豪门千百年来 没人完成过的壮举 大宗师啊 一品高手的普遍寿命不过八百年 可大宗师是打底便是三千年起步 这要是让孙修文当了家主 以后其他几方谁还能有机会 这孙家到时候 可就是孙修文的一言堂了 可是他们能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谁敢对一个大宗师怎么样 此时王城波绝云鬼 各大豪门还没从圣旨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呢 王城豪门千古第一人 竟然就这么出现了 以前王城是九五豪门 上五门与下九门 那以后的孙家呢 岂不是要一枝独秀 大家安于现状的时间太久了 在老神王之前 一代王朝也不过数百年 那时候 就连帝王之位都能没落 帝王都能安于现状 更何况是豪门 而现在忽然出了孙修文这头链鱼 所有安于现状的豪门都慌了 以前大家觉得 王城里不可能出宗师 并且将神王卧榻之侧 启容他人酣睡 当作豪门的遮羞布 现在呢 这羞还遮不遮得住 孙修文建主位上的父亲没说话 便继续拱手恭敬道 王城青史版路 那一次我孙家 没能及时出手 这已经错过投靠那少年的最好时机 如今神王宫再传圣旨 天下风云 接济于吕树一身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此话一出 孙家所有人都震惊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神王宫圣旨刚出 你敢抗旨不尊 孙修文嫌腻了一眼所有人 我一人抗旨不尊诸连九族 而等最好闭上嘴巴 而且 那神王宫里早就没有人了 如今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在假传圣旨 这家族便是这样 一人强势地转动车轮 其他人只能跟着被绑上战车 若孙修文真的要一意孤行 那么孙家只能陪着孙修文一条路走到黑了 你有证据吗 孙家家诅咒没到 儿子没有证据 但很笃定 孙修文恭敬道 你真觉得 那少年与五位军能赢 孙家家主追问道 没错 孙修文说道 父亲可见过谁的天地异象 可绵延数百里 没见过 孙家家主叹息着摇摇头 父亲可见过谁能在一瓶时 以一己之力杀十二名莽夫客亲 没见过 父亲可见过谁敢扬言要杀天地 没见过 父亲可见过谁敢在王城纵马 没见过 父亲可见过剑卢之人 为谁出过手 孙修文认真道 不知各位觉得 吕树在剑卢地位如何 各位有没有想过 剑卢站在哪一边 所有人都沉默了 是啊 吕树是剑卢子弟 剑卢大师兄 曾经便为了吕树对端木皇旗大打出手 那如今呢 剑卢会作何抉择 谁都知道 自从老神王离开后 剑卢和神王宫已经不再亲密 那么 剑卢这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与神王宫决恋 只是你要说 剑卢会为了这吕树一个人 跟神王宫决恋 我不信 有人冷声道 那么问题拐回来了 孙修文平静道 如果这神王宫里 其实没人呢 那你还能想象到会发生什么呢 我也不是让各位出去打声打死 而等只需要站在我孙修文身后就好了 我自会给孙家带来新气象 以前的孙修文儒雅 如今晋升大宗室的孙修文 言语里多了几分霸气 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一场豪赌 赌输了坠入深渊 但是乃又怎么样 现在神王宫就是想推九五豪门出去当炮灰 王城豪门这些养尊处优的家权 能是五卫军内军恶狼的对手吗 更何况五卫军不是恶狼 至于是什么 孙修文还不敢肯定 而赌赢了 那孙修文便能给孙家再续三千年契运 只不过孙修文自己也在疑惑 如果如他判断的那样 神王宫里早就没人了 那么现在假传圣旨的人到底是谁 孙家家主开口说道 孙修文跪下 孙修文掀起衣经跪拜在地 恭恭敬敬地刻了三个响头 这时候孙家家主才说道 经将家主之位传于孙修文 家族荣辱皆细于你一人之身 望你三思而后行 为孙家带来一些新气象 说完 孙家家主就像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 可然尝试 孙修文起身 看向刚刚赶到的孙仲阳说道 你立刻带二百人去西都 父亲 二百人会不会太少了 孙仲阳恶然道 不少了 你带两百人还是两万人 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 你要记住 五位军才是主角 我们献上投名状即可 从今日起 孙家不再与其他王城侯门来往 族内若有座墙头草者 我孙修文会亲手杀之 孙修文冷静说道 这世界上最忌讳的事情 就是做墙头草了 嘴上说着 要帮助五位军 结果暗中勾结外人坏事 到最后只能是两头都不讨好 父亲 若是五位军并不接受我们的投名状了 孙仲阳追问道 孙修文想了许久叹气道 还是晚了一步啊 在孙修文看来 如今的五位军气势已成 最好的投靠时机 还是侵蚀版路那一晚 可是 那个时候 哪个王城侯门 愿意向一个少年低头呢 王城侯门动了起来 孙仲阳带二百人出城时 忽然发现 其他豪门 竟然派出的人也不多 他们孙家的人数 还不是最少的 毕竟大家都不想 烫这个浑水 也不想当这个炮灰 先派点人去看看风声最好 没人知道 孙家其实并不是去围剿五位军的 谁又能想到 孙修文竟然有这种魄力 孙仲阳一向是敬佩父亲的 所以他也赞同孙修文的决定 不知道为什么 当孙仲阳想到 孙家与整个世界被盗而驰的时候 心里竟然还有一丝期待 那个曾与他同行的少年 如今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 他并没有什么不甘和嫉妒 只希望那个少年 能站得再高一点 这样才能证明 他和他父亲孙修文没有错 第1255章 投名状刘建官 是西州临近南州的第一险关 但是突破了刘建官 并不意味着前方一马平川 吕树 需要带着玉龙班 直继续攻城掠地 倒不是说他对攻城 有着什么独特的兴趣 而是攻城掠地 便是他如今获取 负面情绪值的最佳手段 到了此时 吕树已经让下命令的人 换成了吕小鱼 因为只有这样 吕小鱼才能获得 属于吕小鱼的果实 而这负面情绪值给吕树 其实是双份的 暗图的拥有者 本身就像是星图的小号一样 能够同时为 星图获得海量的负面情绪值 就算吕树什么都不干 而吕小鱼去外面杀的天翻地覆 其实吕树照样可以一路晋级 吕树有时候在回想 除会对他所说的话 似乎研究暗图的人 从一开始 便打算让星图吞噬暗图的一切 因为暗图就是 打开星图最后一层的钥匙 但这件事情 对于吕树来说并不重要 甚至他从来都没放在心上过 此时此刻 他只希望吕小鱼 可以快速抵达大宗师的门槛 这样便能让吕小鱼 获得更强的自保能力 虽然吕小鱼现在带着三个大宗师 堪称宇宙最强战力之一 但是他的本体 如果只有一品 那就真的太弱了 不是一品弱 而是对手太强 负面情绪值 通过吕小鱼的暗图 源源不断进入 吕树盘算着吕小鱼 能够晋升大宗师的时间 然后继续攻城掠地 不得不说 难怪老神王会将汉山凯 煞有介事地留在了地球 这东西远远超出了吕树的想象 50多个一品高手 身披汉山凯 堪称无坚不摧 其实吕树想到一个问题 当初青铜红流的盔甲 吕树全都给了天罗帝王 但是老神王肯定没想到这一茬 所以那些青铜盔甲 都是他留给自己的东西 有朝一日 吕树进入罗布泊一记 他只需要得到这个阵眼 那么 御龙班值和内殿 值的盔甲就全有了 压根都不用买的 只是吕树并不觉得 将青铜盔甲赠予天罗帝王 是一件很亏的事情 或者说 没必要用亏与不亏 来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 当初吕树疯狂地 在吕树购买法器盔甲 这法器盔甲 都是有数的 他一买别人 不就没得穿了吗 这个时候 要真是有人组织起来 一支法器盔甲武装过的 数万人军队 恐怕吕树还真的要头疼一下了 起码御龙班 是一定会出现一些伤亡 不得不说 这大概也是吕树 无心插柳柳成印的 经典事件之一了 穿别人的盔甲 让别人无盔甲可穿 其实张维宇他们现在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他们印象里 西州应该是有不少 法器盔甲的 尤其是他们 刚刚摧毁的平溪城里 应该有一支 全副武装的 贵族精锐才是啊 怎么攻城的时候 一个都没见到 后来他们才想明白了 是吕树把盔甲 给收走了呀 这个时候 吕树 便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说道 我早就料到 会有此一战 所以提前布局 张维宇等人 一时间精卫天人 大王英明 一群人拍起马匹来 听到旁边吕小鱼 直翻白眼 李黑探刚想说什么 就被卡洛尔悄悄地 踩了一脚闭嘴了 当玉龙班 只以几乎一天 一座城池的速度 攻城略地时 情报一个接一个地 传到王城豪门那里 此时吕树还不知道 神王宫里 已经有圣旨传来 不过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太过在乎 毕竟等的 就是幕后之人出手 只有对方出手 吕树才有希望 找到对方的线索 只不过孙仲阳 就有点急了 因为他算了一下 时间与距离 眼瞅着玉龙班 只在过二十多天 很有可能就要 或者说 没有在吕树杀死 端木皇起之前赶到 那么他们的投靠 便毫无意义 吕树杀死端木皇起之前 或者之后 投靠将会是 两种待遇与意义 孙仲阳等人赶路 几乎是不眠不休的 原本的王城贵公子 因为日夜兼程的赶路 搞得自己 也有点灰头土脸了 中途停下休息做饭的时候 有奴隶想过来 帮他梳理一下凌乱的头发 结果却被孙仲阳阻止了 我便是要如此 蓬头垢面地赶过去 他才能知道我的诚意 奴隶一听 便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 孙仲阳打开地图 估算着 如果继续日夜兼程赶路 应该可以提前三天 见到吕树 还来得及 不知道为什么 孙仲阳似乎从来没想过 吕树会败给端木皇起 这种信任 不知道从何时产生的 或者不能说是信任 而是那个少年太过神奇 孙仲阳宁愿与父亲孙修文 一同相信 对方一定会将这天下风云 都给搅动的天翻地覆 而且 孙家承受不了失败的结果 现在 孙仲阳最怕的就是赶不及 这一路上每过一个城池 孙家 在城池里的主持人 就会给孙仲阳他们 提供新的马匹 那马匹做棋 都是精心培育的 实力都在二匹 这原本 是用来奔走情报的 结果后来 传讯镜子问世之后 就没什么用了 但各大家族 也没将这羊马的传承砍掉 如今派上了用途 要知道 虽然孙仲阳能飞 可他队里的其他人 大部分是不行的 然而就在此时 孙仲阳听到了 后方的马蹄声 他愕然回首 竟发现是宋家的人 赶了上来 不光是宋家 其他几大家族 也都是如此 九五豪门总共十四家 全都陆续到了这里 孙仲阳都纳闷了 孙家 不是最先出城的 但赶路却是最快的 早就将其他豪门 都甩在了身后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他平静道 你们赶得这么及时干嘛 这话反倒给其他豪门问住了 他们没想到 孙仲阳会这么直白啊 过了好半天 才有人忽然说到 我们也不知道 赶得这么 及时干嘛呢 就是看你跑得这么快 不想落你后面 孙仲阳 豪门就是这样 我不管能不能看懂 你有什么打算 先跟着你做同样的事情再说 有时候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孙仲阳心中冷笑 他来的路上 还在想 用什么当作 他给吕树的投名状了 现在这投名状 自己送上门来了 第1256章 打扰一下我说 你们能不能别跟得这么紧 孙仲阳 对其他几家豪门怒目而视 你怎么不干脆 跟我骑同一匹马呢 其他几家豪门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孙家这么上 赶着往西都去 谁知道你们打得什么注意 怎么 想去天地那边邀功 怎么 有了大宗师 便要在王城高人一等 孙仲阳忽然意识到 端木皇起向来 不太待见王城豪门 一贯将王城豪门 当作蝼蚁一般的存在 而现在似乎在 其他几家豪门看来 这就是与端木皇起 结缘的机会吧 毕竟这吕咒 洗牌在即 若是背后有一方天地撑腰 毕竟会站得更稳一些 只不过孙仲阳 真的不认同这个观点 与端木皇起合作 才是真正的与虎谋皮 因为端木皇起 此人太过多疑 且刚愎自用 他孙家有了大宗师 都不愿与端木皇起结缘 假设吕树真的败了 这些普通的王城豪门 将来就算真的 背靠端木皇起 也会被端木皇起 吃的骨头都不剩 而吕树不同 孙仲阳知道 吕树这少年 虽然也谨慎多疑 但还是有一点点原则的 忽然间 队伍里好几个人愣了一下 是传讯镜子在颤动 他们分别掏出传讯镜子 赫然得知了新的消息 那神王宫里的人 仿佛不满豪门派出的人手数量 竟是在出圣旨命 每个豪门都必须出兵一万 王城的九五豪门 原本是想派点人算了 杨凤因为的事情 他们也没少做 结果这次神王宫 并没有允许他们蒙混过关 也就是说 如今孙仲阳他们身后 竟是有十四万大军 奔赴战场而来 孙仲阳不由皱眉 吕树真能顶住这十四万大军 与端木皇起的压力吗 孙仲阳皱眉 为何直到现在 剑颅还未见到任何动静 剑颅这是已经放弃了吕树 还是说 对方压根就不觉得端木皇起 和王城豪门 能把吕树怎么样 前者是很符合常理的 毕竟剑颅也没有什么 违逆神王宫的先例 虽然说剑颅主人 拆过半座神王宫 可剑颅主人毕竟特殊 但如果真相真是后者呢 比如剑颅真的太相信吕树了 那么吕树 在剑颅那位大师兄眼里 得是怎样的地位 不想了 孙仲阳觉得自己的层次 还不够想明白这些事情 索性继续赶路 按道理说 他们现在应该等着 后方自家军队来会合才是 但是孙仲阳 再次独自带领孙家家奴上路 倒得其他几家没了办法 只好继续跟上 有人不乐意了 想让孙家不要老单独行动 结果孙仲阳冷笑 你们若是闲累 可以不跟过来啊 所有人都不吭声了 但是嘴上不说 心里早就骂起来了 如果不是孙家这日夜兼程的赶路 大家完全可以好征以侠地走过去啊 如果到那个时候 端木皇起已经把吕树杀掉 那就最好了 大家继续当自己的富贵闲人 其实有几个豪门一开始 就是想拖延时间的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这路上 吕树等人连续催城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传来 而且这些城关里面都有平民 而御龙班只是不杀平民的 所以 相较于刘建官的破灭而言 这些城池被攻陷的过程 则更完整地呈现在了王城豪门面前 那些整理而成的情报 有些让人心惊肉跳 据说昨天吕树等人破城的时候 整个五卫军 也不过上了五十多个人而已 一座城竟然被五十多个人给破了 而且还毫无还手之力 这五卫军如今的实力 真的越发让人看不透了 从未有过哪支军队 能像这五卫军一样生猛 不对 曾有过那么一支天下无匹的军队 只是现在消失了而已 御龙班值 有时候孙仲阳就在想 恐怕御龙班值重现人间的话 也不过如此了吧 他不知道的是 五卫军已经更名为御龙班值 也没有亲身面对过御龙班值的凶猛 要知道 现在西州还没攻下的城池 看到张卫与他们时 就像在看着爸爸 按照孙仲阳的计划 大概还有一天时间 就要与吕树撞上了 他现在脑子里不停地在想 该怎么处理好豪门与吕树之间的关系 又如何能让孙家看起来不卑不亢一些 孙修文如今在海王城外的祖坟位 上一代家族守灵 其实是要坐镇王城 观察神王宫的动向 孙仲阳其实很亲近他的爷爷 也很想去守灵 可是变革当前 他不能等下去了 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所有豪门队伍都停了下来 他们就在原地生火做饭 稍作休息后 便要继续赶路了 这个时候 其他豪门都快崩溃了 他们都不知道 为啥孙仲阳要这么着急赶路 明明是一群王城里养尊处优的大老爷 结果全都快折腾散架了 有人坐在篝火边上 看着孙家冷笑道 孙家这是出了一个大宗师 便想摆脱其他豪门了吧 可你要知道 王城豪门屹立至今 那是因为老祖宗都明白 淳王齿寒的道理 你孙家何时见过豪门之间 相互倾压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此人说话声音不小 本意就是说给孙仲阳听的 当然他说的也没错 王城豪门 曾经连一个大宗师都没有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在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面前 从来都是同进同退的 而现在 这种关系 貌似要被割裂开来了 孙仲阳皱着眉头不说话 因为他不能说 总不能告诉这些人 孙家觉得 这世界要变天了 我们孙家觉得这屡宙 恐怕马上就要死一个天地 这话可太耸人听闻了 而且 当场便会有人卖了孙家 就在这豪门之间 剑拔弩张的时候 忽然有人说道 那个 打扰一下 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们 你们被包围了 孙仲阳他们惊恶间四骨 营地周围 不知道何时 竟出现了数不清的假事 那些假事还在小声嘀咕着 这群人是来打仗的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惨 也有可能是难民 不管了 反正突然出现在这里的 肯定有问题 而这些假事中 有一面秀着脱贫致富的大旗 在夜风中烈烈作响 第1257章 蜀朝斥后 当脱贫致富大旗出现的时候 孙仲阳他们就该明白自己 是被谁包围的了 毕竟这面大旗 整个宇宙都是独树一致的 没人敢模仿 也没人愿意模仿 丢人 不过其实就算这面大旗不出现 能够悄无声息包围 王城豪门精锐的军队 还能有谁 只有五卫军这样精锐中的精锐 孙仲阳觉得 就连端木皇旗手中的精锐 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 更何况花衣莽夫克卿 都已经死完了 如今端木皇旗手下 真正能上台面的顶尖高手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 在五卫军的人群中问道 我家大王让我问你们 你们从哪来的 说话间他们的阵型 再次紧促起来 硬生生将王城豪门的一千多人 压制在当中不敢动弹 那盔甲的摩擦声 如刀在石头上磨砺 王城豪门的家奴 向来自诩天下精锐 有时候 他们听到五卫军的传说时就在想 自己不过是人数少了点而已 若是凑成五千人 一定比五卫军更强 可是 当他们真的面对那些 自己曾瞧不起过的五卫军时 他们赫然发现 自己竟是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这群野兽早就完成了默契度的磨合 相比王城精锐 一天天养尊处优不同 五卫军这一年来杀的人 可能比他们一辈子杀的都多 然而他们 在反观五卫军 对方竟是在人数和实力 完全碾压的情况下 仍旧保持着 对待平等敌人的谨慎 虽然嘴上说着没营养的话 可阵型却没有任何漏洞 那些细微的阵型问题 就在这群大汉随意交谈中 完美地弥补上了 正所谓狮子驳兔上用权力 五卫军打了这么多场胜仗 竟然没有半点膨胀 那些长胜军身上该有的毛病 在五卫军身上 一点也看不到 殊不知 这五卫军中 不管是李良还是张卫宇 都是老江湖了 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军队内部一旦出现膨胀思想 他们就会立刻浇灭 甚至会略失小成 而导致送命强 王成精锐们打量着五卫军 那一个个士兵的面目 都遮掩在头盔阴影里 竟是连观察表情的机会 都不给他们 这滴水不漏的做派 怎么可能是一支新军啊 这是真正的战争机器啊 忽然间 孙仲阳高举自己的双手 在下孙仲阳 请大王出来一见 这个时候 孙仲阳忽然发现 自己甚至没有勇气 直呼吕术的名字 而是叫了大王 这一瞬间 孙仲阳便明白 那个曾笑眯眯与他同行的少年 和他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 他只能仰望 咦 人群中传来声音 御龙扳直 让出一条道路 吕术排众而出走到最前列孝道 别说啊 你这蓬头垢面的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 竟然没认出来 孙仲阳打量着吕术乐呵呵的样子 对方乃是没认出来自己 分明是早就认出来了 不想相认而已 只不过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孙仲阳咬牙道 大王 我有事相伤 麻烦借一步说话 别见 吕术摆摆手 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呢 现在我先问你 你们王城豪门跑来西州凑什么热闹 这个时候 来西州的行为 本身就意味着入局 既然你入了 局就别再说什么以前的情谊 这世间值得吕术去守护的东西 本来就不多 他还要带五位军活着回去 孙仲阳解释道 神王公出了圣旨 令王城豪门 过来协助端木皇起围剿你 吕术愣了一下 神王公出旨了 谁出的旨 这话还真把王城豪门给问住了 孙仲阳想了半天 新神王 你们也没见到出旨的人士吗 吕术美好气地说道 很久以前 神王公出圣旨 便不再有人露面了 以前都是傀儡师大人们 拿着圣旨出来的 可后来他们消失不见了 孙仲阳说道 装神弄鬼 吕术冷笑道 这幕后之人 竟然连船旨都不再露面 神王公里 到底是神还是鬼 王城豪门都不敢说话 因为吕术竟然直言 神王公装神弄鬼 这话他们真的不敢接啊 只不过这时候大家发现 面前这少年 竟是连神王公都没放在眼里 孙仲阳忽然想起父亲说的话 神王公里早就没人了 他有些惊议不定 难道吕术也是这么想的 神王公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那要这么说 吕术转头直勾勾地看着 王城精锐们 你们都是来围剿我的 孙仲阳急了 并非如此 家父前几日一朝顿武 踏入大宗师觐见 得到家主之位后 第一件事情 便是要我日夜兼程赶来 就是为了表达我孙家的诚意 说着 孙家众人竟脱离了 王城豪门的队伍 其致鲜明地 与其他王城豪门对峙起来 只是这时候 孙仲阳还是感觉很难受 因为被吕术包围 这一手总会让别人觉得 他这选择 是在五卫军威胁下 强烈的求生欲所使 而不是真的有什么诚意 如果是不在任何逼迫之下 纳了这头名状 那就好太多了 不过现在 后悔也来不及 谁能想到 几百里外的五卫军 竟然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话又说回来了 五卫军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这一路上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其实孙仲阳不知道的是 确实没什么可疑人物 可吕术 他们身边方圆数百里 早就有蜀巢铺路了 小熊许的小弟们 藏在山野中担任暗哨 那无孔不入 又数量极多的老鼠 便是吕术他们最强大的眼线 可疑的人是真没有 可疑的老鼠却多了去了 有着蜀巢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 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御龙班纸 当小熊许看到孙仲阳等人 疑惑的眼神时 他的小眼睛里立马 出现了轻蔑的神色 最近他的后宫团回归 又弥补了他在指挥上的一些不足 如今的蜀巢 更厉害了呀 现在的刘依昭 就更放飞自我了 他倒不怕被小熊许抢了饭碗 反正大王也不管他 第1258章 大型拜山头现场 吕术看着被包围的孙家 再看了看对面术 被于孙家的其他豪门 有点好奇到 看样子 你们是想要跟王城豪门绝恋 可你孙家凭什么跟这么多人打 此时孙仲阳身后有12人排中 而出站在了孙家最前面 吕术赫然发现 这12人全都是一匹高手 孙仲阳冷静说道 家父早在百年前 就开始培养自己的死士了 这12名死士 每一名都 未必会输给花衣莽夫客亲 我孙家今日可杀尽此处王城豪门 作为投名状 吕术愣了一下 他以前听说孙修文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当初有人说 孙修文是王城豪门里面 最有希望晋升大宗师的人 吕术的感觉就是 很厉害吗 只不过 能从王城豪门中脱颖而出的人 终究是有过人之处的 对方竟然在神王宫出圣旨的情况下 当机立断地选择把孙家的命运 压在自己身上 这就有点意思了 而且一个百年前 便开始隐忍的天才 培养出来12个死士 面对孙家家主之位 始终含而不发 直到自己真的晋升了大宗师才站出来 不得不说 在吕术看来 这个孙修文极有实力 有耐心又有野心 最重要的是 对方还很有眼光 吕术琢磨了一会儿说道 你父亲为何敢把孙家命运压在我身上 父亲说 如今天下风云皆细你一人之身 孙仲阳解释道 吕术点点头 嗯嗯 还称赞我啥了 不是 他还说什么了 孙仲阳呆呆地 看着吕术无言以对 他发现 直到这个时候 对方竟然还是如此的不正经 来自孙仲阳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只是这时候一便突生 王城豪门那边 有人忽然冷笑 难怪你孙家跑得这么急 原来是急着过来投靠五卫军 孙仲阳转头看去 他平静道 是又怎样 那人说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能也是来投靠五卫军的 孙仲阳 这个时候 不光是孙家愣住了 就连吕术都无语了 话风突变啊 有点措手不及 他纳闷道 你们这灰头土脸的一路跑过来 就是为了投靠五卫军 王城豪门那边有个大奴隶 忽然就跪下了 大王 请收下我们吧 我们愿为大王安前马后 原本紧张的场面 忽然就不太正经了 只是一大群王城豪门跑过来 对吕术说 他们想要投靠 就算是真的 吕术也得敢收才行啊 这群王城豪门眼里 可都只有利益 吕术怎么能相信这群人呢 今天说 投靠也许是因为逼不得已 毕竟生杀大权 现在就掌握在他手里呢 未来等对方抓住机会 说不定就会想要 置吕术于死地 所以说 孙仲阳最大的错误 就是跟这群王城豪门一起 大家本身就没有什么信任基础 还跟这么多人一起 还是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投诚 这种情况吕术怎么可能轻信他们 其实吕小鱼 卡诺 陈祖安他们 一眼就能看到这些人的下场 并且已经开始为他们默哀了 可是孙仲阳能怎么办呢 他也很绝望 按照他的计划来看 不应该是孙家率先与五卫军接触 并且取得信任吗 这个时候 宋家一人走了出来 拿出一封书信高声道 大王 我宋家赌方大掌柜萧明泽 和大供奉赵帅 托我给您带封信 李黑探走过去 把信拿了给吕术 吕术拆开一看 这宋家还真是打算投诚呢 毕竟当初萧明泽私下做主 送了他几千件法器盔甲 那时候谁都不看好吕术 吕术真要死在端木皇旗手里 萧明泽送的东西 可就全打水漂了 宋家这位使者 只字不提曾经的馈赠 只是说道 萧明泽他非常惦念大王宁老人家 吕术笑了笑 将信给收了起来 萧掌柜和赵公风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宋家人松了口气 果然如传言中所说 这位确实要比端木皇旗好 相处一些 其他王城豪门呆呆地 看着宋家 现在大家分分钟 都有当场死亡的可能 结果他们发现 宋家人早就跟吕术搭上了 这时候 大家都有点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提前 跟五卫军拉拉关系 到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等会儿 如果吕术真的打开杀箭 所有人都会死 但老宋家肯定是没事的 一生一死 这差距就出来了 有人忽然说道 大王 我李家愿意给五卫军 提供资源支持 家主开口了 只要您提需求 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孙仲阳当时心里 就咔嚓一声凉了半截 完了 自己想好的说辞 被别人抢了 要知道 这少年是真的见钱眼开啊 孙仲阳这时候长子 都悔清了 为啥自己明知道 对方是个掉进前眼的选手 却没有直接说出条件呢 他赶紧补充道 大王 这一点 我孙家也可以做到 大王 我们也 大王 李树心中有点感慨 自己果然不是个 适合做计划的人 李良说 掀桌子的人 只要有实力 就不用太看重钱财 自然会有人送上门来 结果真的被对方说中了 要不是李良说了 他现在还紧巴巴过日子呢 只是这一声又一声的大王喊着 李树忽然感觉 像是回到了青龙寨似的 而面前就是大型拜山头现场 只不过 他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在于 他该如何处理这批人 待着也不合适 要说直接全杀了也不合适 赶走他们放虎归山更不合适 这时候孙仲阳喊道 大王 我孙家才是最有诚意的啊 这一路上 都是我孙家一路及时 想要甩掉他们 单独与您来会晤 李树愣了一下 他有点好奇 那你怎么没甩掉呢 孙仲阳愣住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是啊 他们怎么没甩掉呢 其实心里李树比较倾向于 相信孙仲阳的 因为不知道为何他有预感 那位叫做孙修文的王成人杰 确实有魄力 做出这种豪赌 孙仲阳急切地指着其他豪门道 大王 我们孙家真是最急着赶来见您的 只是他们跟得太紧甩不掉 不信你问问他们 李树 看向其他人 其他豪门一口同声道 大王 没有这回事 孙仲阳 其他豪门心里冷笑 跟谁俩呢 现在王成豪门同声共死好吗 第1259章 回马枪孙仲阳这一天的时间里 便经历了人生第三次情绪的大起大福 第一次是想入剑炉后山而不得 第二次是遇见吕树 第三次是遇见吕树 他现在有点难过 父亲部下的局面 都毁在自己的手里了呀 相比其他王成豪门派来的使者而言 他孙仲阳还是太难了 要知道 他如今虽然在孙家地位很高 可是地位高便 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吗 并不是这样的 眼瞅着王成豪门 全都凑到吕树身边 想要认捐 孙仲阳忽然有点迷茫 自己该怎么办 明明他孙家才是最有魄力的 就连宋家 也不过是肖明泽自己偷偷做了决定而已 此时此刻 吕树喜笑颜开地 将一塌塌神钞塞进了山河印里 还有王成豪门送上的礼物 其中不乏稀奇的法器 其实吕树也知道 这些豪门使者 现在也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若不是被自己包围了 这些东西 很有可能就直接送端木皇起那边去了 不过吕树才不在乎 凡事都讲究个落袋未安啊 陈祖安在旁边小声嘀咕道 收钱就这么快乐 吕树义正言辞地看着陈祖安 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吗 这世上的财富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负担 你以为我真的快乐吗 陈祖安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误会了吕树 想到对方一路那么多次 为天罗地网出生入死 又扛起那么多责任 陈祖安的眼眶 几乎都要湿润了 树兄 你不快乐吗 吕树沉硬了两秒说道 不 我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乐 这就是有戏啊 果然传闻中所说没错 这小子真的是见钱眼开 这个时候 孙仲阳想起来 吕树见钱眼开的属性 是从什么时候 在王城传播起来的 不就是他被吕树坑了以后 故意散播吕树信息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吕树还想装二品来着 结果被孙仲阳坑了一把 现在孙仲阳忽然觉得 天道真的有轮回 然而交完钱之后 大家忽然发现 吕树像是陷入了沉思一般 吕树再想一个问题 这些人怎么处理都不合适 现在人家交了钱 那就更不能杀掉了 但是吕树会被这种事情 逼迫到束手无策吗 明显不会 他马上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在皇室国家公园的遗迹里面 吕树见到了太多的人类 那些人甚至在遗迹里面 修建起了城池 发展出了新的人类秩序 说不定还能每天给老神王 提供着负面情绪值 说实话 如果吕树要是现在 能将那里的负面情绪值 全都纳入囊中 他现在根本不用一直攻城掠地 只不过 他并不是他自己的心徒 两界之格 直接导致负面情绪值也被阻断 而且 皇室国家公园遗迹的阵眼是除惠 自己还在被除惠弃着呢 也没法重新打开那个遗迹 那么现在呢 自己是不是能重新创造这样一个环境 吕树肯定不会永远囚禁着 这群王城豪门的选手 起码孙家和宋家不会 但吕树可以利用他们 做前期的开发和建设吗 要知道 第四层星云 也完全可以按照第五层那样 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啊 这一路攻城掠地之后 吕树觉得自己搞不好 都能弄出来第二个皇室国家公园的遗迹了 之前攻城掠地之后 吕树并没有真的图成 毕竟那样杀人就太多了 所以 御龙班值基本上 就是把城市摧毁掉就完事了 这样就少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值 而吕树现在想要超脱大宗室的层次 达到新的高度 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呢 想到这里时 吕树就有点激动 然后孙仲阳等人就发现 吕树看他们的目光有点不对劲了 过了十分钟 一千多个王城豪门 便在李黑探 他们的组织下排成长队 一个个来到吕树面前 摸一下人就没了 王城精锐们有点慌 这是个什么鬼 吕树 为了更加省事 不让他们生起彻底的反抗心理 还专门拉了孙仲阳 来回事了好几次 最终确认人消失了 并不会死 只是到了另一方世界而已 当然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宋家和孙家倒是相对配合一点 但其他人反抗起来也很正常 但吕树也很耐心 关于这些反抗的人 吕树都会让李黑探张卫 与他们与其打成共识 然后才重新放进新土里 不仅如此 吕树还十分人性化地 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比如抽干了一条河 拔了几十里的的植物 丢进去了不少种子 别人玩城市建设游戏 真的只能在电脑或者手机上玩 吕树这边直接就开了一个事件 这一夜王城秘蝶们忽然发现 五味军仿佛消失了一般 他们寻着痕迹找过去 便发现了干涸的河流 还是光秃秃的树坑 食物全都被拔走了 蜜蝶们感觉很费解 这特么五味军在干嘛 大半夜的跑过来拔树丸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味军 过境寸草不留 这一夜王城的使者 全都人间蒸发 连同一起消失的 还有五味军全体 从这里通向西都的路上 已经彻底找不到了五味军的踪影 大家一下子慌了 五味军去哪了 有密碟忽然发现不对 这五味军的脚印 怎么好像是往回走了呢 那边什么都没了 只有破碎的城池 与此同时 距离这里最近的城池里 城主正在满脸晦气地重新组织兵力 一边图谋着配合西都方向 完成对五味军的合围 一边组织着修补城墙 清卫小声问道 大人 我们真要从后面包抄吗 恐怕打不过吧 城主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信不过天帝陛下吗 你觉得堂堂西方天帝 会打不过这五味军 清卫想了想说道 我觉得天帝那边不太好说 可能天帝更强一些 但咱们是真的打不过啊 城主想了半天 竟然找不到反驳的论点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竟然看到 月光下那面脱贫致富的大气拐回来了 玩犊子 怎么又拐回来了呀 城主顿时就慌了 这五味军好好的西都不去 拐回来干嘛 第1260章 给个痛快话 李树觉得自己真是很明智啊 当初为了追赶工程进度 所以并没有选择杀人 如果之前把人都杀掉 现在不就少了一个 之前攻打地球的时候 端木黄启已经抽掉了不少的黑羽军 刘建官这样的大关爱 虽然还兵力充足 但是其他的城市可就未必了 吕树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 也是觉得性价比实在太低 然而现在就不同了 哪怕只是为了开垦一个新的世界 不为了负面情绪值 也完全值得重新回来 把这些守城选手给卷走 哪怕只有一千人或者几百人 城主和他的亲卫们大概想不到 在吕树的眼里 他们已经是吕树的私有财产了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什么时候 能再出来真是够强 在吕树看来 这些选手本身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能留对方性命 完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大无私精神 而且吕树想到一件事情 自己这一路回去 应该还能遇上两条河流 还有数不清的植物 蜜蝶们就这么跟在五味军的后面 他们已经琢磨出来了 关于五味军的一个秘密 那就是 绝对不能靠近五味军三十公里之内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接近这个距离的蜜蝶 一定会神秘失踪 这些蜜蝶从来没有怀疑过 身边躲在暗处的小老鼠 可能就是一个暗哨 因为从没哪个军队 拥有过如此强大的赤后群 在蜜蝶们看来 五味军的赤后强大而神秘 就这么跟了一路 五味军 返回是所经过的城池无一例外 百姓并没有被骚扰 但是守城士兵全都消失了 这是真正的消失 没有痕迹 没有线索 因为这一次 吕树更狠了 他直接让吕小鱼 把那些城池给拉入地下 然后一一放入了新途中 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下子 反而加深了其他人的恐惧 有人甚至说 五味军就像是一头 会吃人的猛兽一样 把守城士兵给全部吃掉了 聪明人都能判断出 这是无稽之谈 可这世上的庸人 偏偏还真就那么多 还真有人相信这样的传说 而吕树 就希望这样的庸人越读越好 因为这消息 本身就是 他自己让张卫宇散播出去的 原本吕树 想让刘一钊干这事 但是后来放弃了 刘一钊天生鹦鹉面貌 坐在茶楼里 穿得端端正正 说什么都会自带一点说服力 这是刘一钊自身的优势 如果没有加入御龙班职 刘一钊光平样貌 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可他偏偏就喜欢叠吕树 当一个小赤后 曾经张卫宇说 刘一钊可能才是御龙班职里面 最容易晋升大宗室的人选 而最近御龙班职都发现了 刘一钊现在心思越发的纯粹 也越发的快乐 当着赤后 便时常站在山野里发呆 有时候 甚至还会光脚 狂奔在大地上 披头散发 也不是特别的在乎 李黑探说 前几天他去山里 找刘一钊回来吃饭的时候 刘一钊坐在一块山崖上 望着天空 白色的衣媚晃动间 就像是一个风神俊朗的仙人 当然这也是 吕树彻底不管刘一钊的原因 他觉得 如果刘一钊这样 就能获得最简单的快乐 那真是他好了 所以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吕树便没有拆遣刘一钊 去散播恐惧 恐惧 是吕树如今获得负面情绪值的 重要来源之一 另一个来源 就是星途里的苦力们了 现在第四层星云里 那颗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辰上面 人类就如刚刚出生在这里似的 以部落为单位谋生 吕树刻意地将每个豪门 都放在了不同的区域 后来每个城池的俘虏 也都分开放置 星辰之大 让他们暂时无法相见 但吕树欣喜地发现 这群选手还挺勤劳的 以前吕树扔进去的植物 还得自己操控着种植 现在不用了 扔到这些人面前就好 被吕树从宇宙截断的那几条河流 在星辰上慢慢形成水系 不过吕树还不是特别满足 因为这里的生态 还没有真正的形成系统 每天 里面的人都会给吕树产生 不等的大量负面情绪值 虽然这负面情绪值 一直处于地减中 但吕树 还在一直往里面塞人 一天天过去 原本都已经快打到西都的御龙班 只竟然一路杀回了刘建官下 王城豪门大军集结后 正在奔赴西都的路上 结果这时候 却接到了密碟的情报 卫军回去了 大家接到情报以后 都有点猛逼 那这仗还打不打了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连军 王城豪门各自都有自己的统帅 十来万人的军队 就有十来个统帅 而且 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情况极为严重 如今局势不明 大家都不想去滕浑水 毕竟大家 已经按圣旨来到西州了嘛 那就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这五卫军 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孙家统兵的是孙修文的七弟 他之前一直等着孙仲阳 在前方传回消息 是战是合 都得有个章程才行啊 结果现在别说消息了 就连孙仲阳都没了 十多万大军 如今在西都以北一百多里的地方 排兵不振 看起来像是要支援西都似的 但明白人都知道 王城豪门 这是打算坐山观虎斗了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吕树还会不会带人回来 此时的吕树 已经带着御龙班 直回到刘建官下了 若不是张卫宇很肯定 这刘建官废墟之下 不会有活人 吕树搞不好 还会让大家把这堆废墟给扒开看看 忽然间 吕树愣了一下 因为刚才刷屏的负面情绪 直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一闪而过 被迅速刷到了后面 但是那个名字太特殊了 以至于吕树赶紧翻看收入记录 想要确定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了 结果是 他没有眼花 来自端木黄起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要知道 这货最近还真没给过吕树负面情绪值呢 看来这御龙班 只一路杀来杀去 始终没有杀到西都城下 就连端木黄起都有点蛋疼了 给个痛快话 行吗 第1261章 套路多从御龙班值出现到现在 端木黄起始终都待在西都里面 从未动过 吕树他们一路攻城掠地 原本还以为端木黄起会坐不住呢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西方天帝 如今竟然像是对外不闻不问一样 毫无反应 宇宙人印象里的端木黄起 是个什么样的人 多疑 霸道 在神王征战的年代里 端木黄起便杀戮无数 他作为神王的头号死士 向来让人望而生畏 有人曾说 端木黄起是老神王最忠诚的走狗 也是神王坐下最疯的那一条 但凡被他盯上的敌人 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 那些年里 被端木黄起剥了皮 挂在断壁残垣上的敌人 都数不过来了 有人说 为何老神王要让端木黄起 去当西方天帝 那些年老神王将西州庆国这块硬骨头 留在了最后才肯 那些年庆国修士 不知道死了多少 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 真正是战至最后 一兵一族才亡了国 即便如此 民间依然有人在图谋复国 老神王曾说 西州可敬 但统治者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 来统下世界 所以他将最酷烈的端木黄起 派到了这里 镇守西州 最开始的那几百年 对于西州人民来说 是暗无天日的 但端木黄起真的 将这西州彻底变得 与其他几州再无什么区别 甚至对神王意志更加臣服 不得不说 在佣人方面 老神王是真的很 这大概就是老神王与吕树的区别 虽然老神王 也经常有暖心与扎心的瞬间 但他终究是那位 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神王 如果说端木黄起 是手上沾满了鲜血 那么老神王便是浴血登基 身上的血迹洗都洗不清了 但最关键的是 这么一个端木黄起 竟然在吕树他们 攻城掠地的时候 毫无反应 这就很令人费解 要知道 御龙班直都快打到西都城下了 此时距离端木黄起 在王城出手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转变太大了 整个吕树 都在猜测端木黄起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导致端木黄起如此反常 大家索性开始猜测 会不会是端木黄起 和吕树在祖地 已经交过手了 所以才会让端木黄起 对吕树如此忌惮 有人讨论会不会是吕树 也晋升了大宗师 可是他们觉得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吕树离开王城的时候 不才刚刚晋升一品吗 当然也有人说 孙家曾放出消息 吕树早就晋升了一品 这个消息 也是当初为什么那么多人 以为王城数百公里 天地异象 不属于吕树的原因 可是这晋升大宗师 也太快了吧 撑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便从一品踏入大宗师 这得天才到什么程度 但不管怎么说 很多人忽然觉得 端木黄起现在没有行动 可能真的是在忌惮那个 曾被全宇宙都侵蚀过的少年 御龙班直这一通 毫无计划的乱全 肯定不是出自李良之手 准确地说 李良现在也非常蛋疼 吕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压根就没去考虑 端木黄起会怎么想 也没想过王城豪门会怎么想 计划这种东西 自从吕树进了吕树之后 就再也没制定过了 然而就是这没有计划的行为 却让整个吕树 彻底看不透于龙班 直到底想要干嘛了 瞬间便乱了方寸 王城豪门 既不敢立马去向端木黄起投诚 也不太敢跟吕树接触 反正就这么僵着吧 走一步看一步 李良问道 大王 您这是图什么呢 旁边的陈祖安插话道 树兄 你这一顿操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养了那么多人 还得给他们饭吃 多费钱啊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吕树打断了陈祖安 我问你一个问题 老子为啥要写到德金 陈祖安愣了一下 我哪知道啊 他为啥要写 吕树沉吟了两秒说道 因为老子乐意 陈祖安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这下子 李良也不说话了 大王有啥想法执行就完事了 他的头可没陈祖安和李黑探那么铁 李良指挥着御龙班 直在刘建关附近暗影扎站 长途跋涉 在西州打了小半个来回 纵使是御龙班 只也有点扛不住了 不过他们休息是为了更好的战斗 李良觉得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苦战 他们要面对的是 这宇宙里最有权柄 也是最有实力的人之一 而且 吕树私下里与他商量 要防着其他几方出手 当时李良还觉得吕树多虑了 因为就算王城豪门压上来 也不会是御龙班值的对手 但吕树说出了更深层的忧虑 他担心那幕后黑手 会救端木黄起 因为当初端木黄起 离开地球使用的手段 与那王城21名一贫死士所用的一模一样 夜深人静的时候 吕树心图里面 所有人开始安静地坐下来 写作业 甭管你白天开墾荒地有多辛苦 晚上必须写两个小时作业 这就是第四层心云里的规矩 孙仲阳想到自己 离开王城的时候 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自己的父亲 现在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写这个什么鬼作业吧 不光是新图里 李黑探他们一样 要写 只不过写的时间短了一些而已 李黑探好奇道 大王 你是不是纯粹为了折磨我们 才让我们写作业的呀 吕小鱼若有所思地看向吕树 吕树赶紧说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是为了你们的将来啊 没有文化怎么找老婆 到时候 你们和人家交流多成问题怎么办 李黑探嘟囔道 陈祖安有文化啊 他也没找到老婆 旁边乐呵呵看热闹的陈祖安 当时就炸了 关老子什么事 你别人生攻击啊 我跟你讲 李树想了想说道 这样 我再出一个问题 你答对了 就不用写作业 题目说 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 陷阱深190.617米 下落时间正好20秒 请问 这熊是什么颜色 李黑探举手 大王 重力加速度既没有变化 还是棕熊 棕色 语树关爱的看着李黑探 傻孩子 190米掉下来 直接就摔死了 一身都是血 所以 熊是棕红色的 李黑探 来自李黑探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第1262章 使者王城豪门十多万大军 是仓促之间组成的 没有哪个豪门 敢在王城里面囤重兵保护自己 换句话讲 在段牧皇起王城出手之前 也没有哪个王城豪门 觉得王城里面会出现危险 有神王宫和剑炉在 除非是剑炉大典 谁会那么不开眼的 在王城里面出手 所以如今 大家这支万人大军 基本是王城出来数百人 然后沿路从各个城市的家族产业里面 抽调修士 融入进来 慢慢融会成为一支万人大军 这样就会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 指挥起来很吃力 最近吕树他们消失的这阵子 王城的主家 一直在为整边军队而头疼 安逸了太久 没打仗 还不会暴露出来这么多毛病 可一旦打起来 那真是要了老命 大家这个时候有点庆幸 还好吕树没有直接攻打西都 不然大家光是自乱阵脚的 那些狗屁倒造的事情 都能闹不少笑话 王城豪门之间 也是无法相互信任的 所以 彼此的军队驻扎营地 都相聚了十几里的 以防距离太近的话 有人想要偷袭 都来不及反应 然而就在此时 宋家军营里面来了一位使者 对方光着双脚狂奔而来 头发便简单地竖在脑后 衣服宽大而又舒适 就这么 站在营地门口 面对着无数的宋家修士 似乎一点都不紧张 大王坐下刘一招 请宋家大掌柜肖明泽出来一见 大供奉 赵帅也可以 刘一招笑道 不是吕树非要派刘一招来 而是刘一招主动找到了吕树说 现在有最危险的事情 都可以派给他 因为他想在生死间 踏入最后一个台阶 吕树听到刘一招这么说的时候 便明白 这刘一招距离大宗师 竟然只差临门一脚了 如同当初聂霆一般 卡在这个关口 虽然在吕树看来 刘一招的天分和涅亭差距还是不小的 但对方能走到这一步 真的让人惊喜 让刘一招来宋家 是很冒险的 因为就算宋家道出了诚意 可问题是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到真的生死关头你 根本无法判断 到底谁才是你的战友 这时候 宋家营地里面走出来 一个人诧异地看着刘一招 你 你是刘一招 刘一招笑道 正是我 赵大供奉别来无恙 此时赵帅吃惊地打量着刘一招 不知道为何 同样是一品境界 他却总感觉 刘一招要比自己强很多似的 这种直觉并非空穴来风 实力等级越高的修士 便越应该相信直觉 刘一招心说 李良果然没猜错啊 赵帅身为宋家的大供奉 这种大战必然会派赵帅过来的 然而这时又有一名中年人走来 他看了看刘一招 又看了看赵帅 最终对刘一招说道 我乃宋家统帅宋长颖 你有何事可以与我说 刘一招笑了笑 我家大王说了 我们的事 只与赵大供奉和萧明泽掌柜说 你是何人 我们并不太在意 宋长颖愣了一下 眼中出现愈怒的神色 你们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要知道他才是宋家嫡系 宋家的军队 当然要有宋家嫡系说了算 可是吕树派来的这位使者 竟是要让赵帅来指挥全军 虽然赵帅是大供奉 可大供奉也没这个资格 刘一招不在意宋长颖的语气 而是笑道 在我家大王面前 你得先活下来 才能再跟我来探你的勇气 这次我便原谅你了 下不为例 然而嘴上说着原谅的话 却一掌拍向门口宋家的大齐 大齐应声而道 宋长迎愣了半赏 他忽然发现 对方即便面对千军万马 也是法子内心的高高在上 哪怕对方只是个小小的使者 却从未把宋家放在眼里过 为什么 这五卫军到底哪来的底气 话说这五卫军 不是脱胎与青龙寨的泥腿子吗 可是宋长颖心里这么想 却始终没有反驳的底气 因为五卫军如今实在是太凶悍了 他甚至在想 如果自己今天晚上把刘一招杀了 五卫军那群疯子 会不会冲进王城踏平宋家 刘一招叹息道 无趣 这都不敢动手 行了 今日我来是我家大王 让我给宋家和孙家带个消息 现在退兵三百里还是朋友 如果不退 今晚留在这里的 只有尸体 说着 刘一招便转身走入了夜色里 而后宋长颖和赵帅 便听到刘一招狂奔的声音 那脚步声沉重如骨 敲得人心慌 宋长颖面色殷勤不定 他旁边的赵帅拱手问道 主帅如何决定 宋长颖冷笑着看了赵帅一眼 你和萧明泽倒是打得好算盘 早早地便和五卫军勾结在一起 你俩怎么不去投靠五卫军呢 赵帅丝毫不将宋长颖所说的话放在心上 他扶了扶衣刨平静说道 当初我为宋家效力 是因为老家主有恩于赵帅 如今我赵帅为宋家效力两百余年 也算是还清了恩情 若是主帅执意不听五卫军的劝告 恐怕我就要带着我的人单独离开了 因为我还不想死 你真觉得 五卫军今晚赶来和我们十多万大军厮杀 宋长颖盯着赵帅的表情 说实话 他有点不相信刘一昭的话 说什么 如果不走 今晚留在这里的 只会是尸体 吓唬谁呢 此时 赵帅脑子里面只有那碗铝树血战长街的背影 他偷偷看着 却不敢出手相救 事实上 对方也不需要他出手相救 五卫军并没有天下无敌 可五卫军的平等对手里面 绝对没有王城豪门 全军后退三百里 宋长颖对清兵吼道 他这时候不得不做出选择 只不过宋长颖下令之后便看向赵帅 我倒要看看这五卫军胆子有多大 宋长颖心里很不爽 因为这一退 便意味着宋家要和五卫军做朋友的态度 这就是战队了 若是五卫军不胜 那么宋家面对的 将是神王公和端木皇旗的碾压 可是就在此时 东方已经燃起了冲天的火光 喊杀声仿佛隔着十多里的夜幕 都能传递过来 那边是最边缘的李家 这李家怕是完了 五卫军真的要一夜之间 图进十万多人 第1263章 开战 李树派刘一昭来到王城的军阵里 也不过是为了提醒宋家和孙家一下而已 主要还是怕杀错了 当然 这也是李良建议的 如果宋家和孙家 连退兵三百里都不愿意 那么说什么投靠都是虚的 只能当做敌人来看待 御龙班只走这一遭 便是要有与天下为敌的气势 宋家和孙家真要不走 那就是杀了也无所谓 当然 李树表示 你们杀你们的 他抓他的 这种千军一发式的偷袭作战 必须完成雷霆一击 让那些王城豪门 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就把他们剿灭掉 所以这时候 李树就不能那么任性的 想要把十多万人都抓紧星图了 只能是不停地简陋 不过好在他的实力 确实比御龙班值还要高出许多 这边张卫宇刚杀十个人 可能吕树那边已经抓二十个了 毕竟吕树只需要摸一下对方就好 他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灵 塞进星图 对方身上的灵力 会与他产生斥力 然而大宗师之下的那些人 所产生的斥力 对吕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李家主帅在军营中 绝望地看着漫天战火 他想不通 五位军是怎么偷袭过来的 为了防止偷袭 李家甚至放出去了 将近一千多人作为哨兵 遍布军营周围 这些哨兵 起初并不是为了防备吕树他们 而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王城豪门 可是当吕树他们 从军营中间杀起来的时候 李家甚至不明白 敌人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外人当然不知道 如今安东尼已经是大宗师了 搬运五千个人 进行百公里内的短距离袭杀 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就在李家防备外面来人的时候 李小鱼便直接操控着安东尼 将整个御龙班 只搬运到了李家军营的最中心 然后从中间打了李家一个措手不及 李家的修士想要反抗 却发现 这群忽然出现的假士 面对他们的时候 根本就是碾压之事 一万人的军营 这些所谓的王城精锐 仅仅十多分钟 便被御龙班直杀的 完全失去了斗志 所有李家修行者 就像是营地中间 突然出现了一头 汗不可挡的凶兽一般 所有人都朝着外围逃窜 正所谓是锣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李良早就在想 那王城豪门安逸了这么久 哪还有什么一战之力 不过是一群养尊处优的笑话而已 有人忽然建议 我们要不要将御龙班直兵分五路 一千人一队 也完全能够剿灭一万人的营地 然而李良摇头 千万不要这样想 也不要小看敌人 这时候 御龙班只已经稳操胜券 结果我们自己分散了兵力 反而会给别人逐一击破的机会 我们足够强大 但是我们绝不能自己将对方 反败为胜的机会给交出去 这就是李良当御龙班直筒帅的好处了 他是一名老将 在遇到吕树之前 被称为天下名将也不为过 可是他从来没有膨胀过 在黑羽军发现 吕树等人 无法完全绞杀的情况下 果断丢下 另一路黑羽军撤退 这不是李良怕死 而是他很清楚 如果再不走 可能就走不掉了 而现在 即便手中有着御龙班直这样的强大战力 他也向来 都是步步为营的平稳打法 不骄不躁 这时候 吕树来到李良身边 李良问道 大王 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陈左安面色大变 老李你制定计划就行了 别让树兄制定计划 啊 陈左安飞出去了二十多米 来自陈左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七四八 吕树面色平静地对李良说道 按你的计划走 说完 他继续去抓其他的漏网之鱼了 对吕树来说 这满眼望去的逃兵 可都是他的资产啊 正所谓入乡随俗 这吕树打仗 向来是败者给胜者当奴隶的 那是真正会打上奴隶应计的奴隶 永生不得自由 而吕树现在只是让他们去开荒 简直仁慈倒不能再仁慈 战斗开始向西边蔓延 御龙班值的假释 在夜幕中摧枯拉朽 宋家和孙家都早早地后退了 其他几家豪门 还有点不明所以 有些人看到战火环在想 是不是豪门之间打起来了 在他们想来 魏军等人 应该是不敢来挑衅 这么多王城豪门的吧 当然 这可不是他们高看了自己 而是他们觉得 西都就在尽侧 吕树 就算胆子真那么大 总得忌惮一下端木皇起吧 然而事实是 李良现在根本不急着进西都 他想把端木皇起调出来打 如今端木皇起死死地 龟缩在西都里面不敢出来 李良怕西都里面有诈 只是李良有点愁闷 自己这边都打成这样了 端木皇起竟然依旧无动于衷 西都里面 到底藏了什么杀手锏啊 这也是御龙班 只一直不急着攻打西都的原因 因为他们还在博弈 说实话 王城豪门这么多人过来 让李良也很惊讶 原本他就是想要 逼端木皇起出来而已 怎么就搞出来了 一种围点打圆的感觉 与此同时 星图里面的孙仲阳等人 正写作业呢 便看到时不时地 忽然出现一个人来 对方刚进来的时候 还保持着外面的姿势 嗷嗷乱叫地准备逃跑 孙仲阳等人 抬头看了对方一眼便说道 来来来 别叫了 过来写作业 这个时候 孙仲阳敏惠地发现 这些俘虏里面 并没有宋家和孙家的人 他对孙家人说道 孙仲阳才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投诚还是有点作用的 这里面偏偏没有 宋家和孙家的人 看来吕叔并没有 对我们两家动手 走吧 回去继续写作业 孙家的十二名死士 相视无言 如果最后没有那句 回去写作业 他们还是挺开心的 孙仲阳看了他们 一言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要明白 今晚之后 可能会有数万人进来 陪我们一起写作业 这样想 会不会心里就好受一点了 紧接着他笃定说道 而且 孙家在外面 恐怕已经给那位大王 表示了一定诚意 我们距离出去的时间 也不会太过遥远 我倒是希望能再晚点出去 因为对方收拾完了王城豪门 就真的要跟端木皇起开战了 第1264章 北方天地御龙班 只在一整晚的时间里 都在不停地与王城豪门厮杀 李家是最倒霉的那个 因为他们是最没有防备的那个 冲营夜袭的时候放火 不是为了要毁掉营地 而是要给敌人制造出一种恐慌 那漫天的火光 提醒了周围的王城豪门 就算是傻子 像他说的那样 如今御龙班职的力量 是完全碾压的 不管面对任何一家王城豪门 都是如此 只要自己不做死分散兵力 那就不会出现意外 吕树 吕小鱼 卡洛尔等人 还在宁神戒备着 也许那幕后黑手 会在今晚发难 而张卫宇等人 看似穿着汗山铠 横冲直撞 但实际上 他们那店职的队形 始终都没有乱过 甚至不会离开吕树太远 当御龙班职踏平 第三个王城豪门的营地时 李良不禁疑惑地问道 大王 那幕后黑手 到底想要干嘛 如果说这王城豪门 就是他们假传圣旨派遣过来的 那么他们就这样 眼看着御龙班 直豪发无损地 将这些军队吃掉 太诡异了 吕树沉默不语 他不能说出 只要御龙班直杀人他吕树 就能变强的秘密 而他自己心中在想 假如他之前的猜测真的对了 有人在等他成长到某个阶段 然后夺取他身上的东西 那么这个幕后黑手 一定对他非常了解 甚至知道他身上到底有什么 也知道他是如何升级的 这样一个熟悉他的敌人 派了这一群民 摆着送死的军队过来 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御龙班直打开杀戒 为了让他吕树晋级 这让吕树非常不痛快 因为对方好像吃定了他似的 送他晋级的机会 这意味着 对方并不惧怕他晋级 李良好奇道 大王 您现在心里有过猜测吗 到底是谁在针对您 吕树摇摇头 还没有具体的答案 暂时只排除了一个文在否而已 李良也不敢随意提出自己的建议 毕竟这开口便涉及天地 要是判断错了 他可负不起这责任 当张卫宇率领的内殿 直从吕树身边经过时 吕树忽然拉住张卫宇问道 在你们印象里 御扶摇和清空是什么样的人 张卫宇愣了一下 对御扶摇的印象 就是每个月都会换一个面手啊 那些面手还精挑细选的 好像对资质非常看重 男人应该 对御扶摇的印象 都不会太好吧 至于清空 说到这里时 张卫宇忽然发现 自己对清空的印象非常单薄 对方就像是一个 最正常的天地一样处理公务 偶尔闭关修行 对老神王恭恭敬敬 相比其他几方天地来说 清空简直就像是 疯子当中的正常人 说起来 那位叫做清空的老者 真是兢兢业业的 为神王经营着大好山河 平日里 北周境内上上下下 都在称颂北方天地清空的功绩 本地的居民在称颂 因为北周境内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贵族对于百姓的欺压 会被适时制止 天地为此会给大贵族让礼 比如减税 外地行商也在称颂清空 因为北周境内对商业最重视 税负最低 在全宇宙看来 清空大概是天地里面 最好的那一个了 当然 清空这也是 全靠同行衬托 魂在否对正是不闻不问 玉浮瑶月月换面手 端木黄起霸道多疑 相比之下 清空简直被比到天上去了 张卫宇想了想说道 我对清空的印象就是个老好人 他每次进王城树职 都会带一大堆北周的土特产过来 什么时候都笑眯眯的 就像是一个邻家老爷爷 而且为人还很低调 吕树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本身其他三个天地太不寻常了 而清空在里面一对比 就会显得非常突兀 倒不是 说正常点不好 而是吕树总觉得 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其他三个都很不正常 凭啥清空就这么正常 他也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误的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 他也跟清空没有太多交集 但是他现在对谁都要防着一手 李良想了想说道 大王 防人之心不可污 这世上有多少幼蛾子 都是老实人闹出来的 不可不防 吕树点点头 先结束了今晚的战斗再说 告诉大家继续小心 以防第三方忽然插手战斗 是 李良和张卫瑜等人领命去了 吕小鱼在旁边问道 你觉得那个幕后之人 到底想要什么 吕树笑了笑 不用管他想要什么 死人什么都不需要 那我问你个问题 吕小鱼好奇道 你知道你上一世 为啥没开第七层吗 你有这方面的记忆部 没有啊 我又没继承那段记忆 吕树漫不经心地说道 咦 张卫瑜他们有危险 我去帮帮他们 七 吕小鱼不屑道 这时候 他望向战场之中 另一面的卡落 两个人似乎有什么默契地 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同时挪开视线 战火一路向西蔓延 孙家和宋家 提前得到了刘一钊的警示 可其他几家豪门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孙家和宋家撤退的时候 得到了什么消息 可是他们并没有 孙家和宋家的那个决心 因为这一退 便等于抗制不尊了 而蜀巢也及时地 将孙家和宋家的行动 给汇报了过来 吕树听说 这两家确确实实 在全速后退 才终于放下心来 不然 他只能不留情面地 将这两家也给绞杀掉了 当玉龙班直摧毁 第三座大营的时候 剩余的九个王城豪门 终于决定联手对敌 他们这个时候 终于弄清楚 是谁在夜袭 可他们单枪匹马 根本就不是 吕树他们的对手 只能仓促之间联合起来 而且 他们此时仍然寄希望 与吕树他们 不会疯狂到 想要与整个王城豪门作对 在他们看来 你们总的忌惮一下 西都方向的敌人吧 可是他们错了 或者说 任何以常理 来揣夺玉龙班直的敌人 都错了 第1265章 新的豪门王城豪门 想要迅速连接其他人 来完成对抗吕树 有几个豪门之间 甚至早早地 就交换了传讯镜子 以便联络 这时候 他们派出去的赤猴 纷纷失踪 有些人以为 这些赤猴是当了逃兵 可问题是 总不能所有赤猴 都当逃兵啊 怎么一个回来的都没有 这种状况导致了 他们看到远处的火光 知道可能是 玉龙班直来破阵了 但他们 却无法得知具体的情况 王城豪门还不知道 数以万计的精锐鼠巢 已经隐藏在山林间 几乎将所有王城豪门 给团团围住了 只要他们派出来的赤猴 不是会飞的一品 那就绝对闯不过蜀巢 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蜀巢平均实力 比这王城豪门 还要高出一线来着 捅兵打仗之人都明白一点 哪怕是在冷兵器战争之中 情报的优先级 也是最高的 如今王城豪门的大供奉们 又不敢随便飞出去查看情况 那么对于李良来说 对手就像是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在跟自己打仗 本来王城豪门 就弱于玉龙班直 这蒙上眼睛 还有什么好打的 而且王城豪门 也太过高看他们的统兵 才能了 这九万人 便有九个统帅 列阵的时候 都磕磕碰碰的玩不明白 有时候李家的人 莫名其妙就进了周家 周家的人 直接在刘家阵营里迷路了 整个场面乱糟糟的 吕树 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便叹息道 这完全就是被推出来送死的 这个时候 那些正在全身谢树 整边自己军阵的王城豪门 甚至都还没有注意到 玉龙班直已经近在咫尺 说实话 吕树打这种对手 都有点提不起精神来 他将指挥权完全交给李良 随李良去打吧 战争这种东西 还是得交给老狐狸才行 吕树对李良说道 这次人多 我们都随你调配 你开始发号施令吧 李良听完便客气地 对吕小鱼说道 可否请您出手 只需以天灾守法 坑杀一批人 他们的阵脚 便当场就乱了 剩下的战斗再无悬念 吕小鱼点了点头 没问题 吕小鱼说完 便操控着安东尼 沉入了地下 而李良则是等了一分钟后 才在头盔之中说道 冲锋 盔甲这东西 向来被称为移动堡垒 但寻常军队假释 都会行动缓慢 这堡垒就算能移动 速度也够呛了 但是法器盔甲 穿在御龙班直身上 是不同的 那些盔甲 仿佛丝毫不会影响 他们的速度一样 当御龙班 直开始发起冲锋的一瞬间 王城豪门中间的 骤然天崩地裂 轰鸣声与飞扬的尘土 将一个万人军阵 都差点掩埋 如今已经是 大宗室的安东尼 发动沙铺大藏的时候 已经是真正的天灾 那巨大的沙铺大藏 仅仅一瞬间 便吞掉了一整个 王城豪门的方阵 这一幕看在吕树眼里 也是有点惊念 李良在通讯频道里感慨道 有这手段 这世上哪支军队 都不配成为 御龙班直的对手 那些被沙铺大藏 吞噬的修行者 想要挣扎着 跑出那个巨大的天坑 有些人甚至踩着 同袍的身体和肩膀 朝外面跳 根本不念任何同袍情谊 人间惨象就在面前发生着 御龙班直还在全力冲锋 他们不能浪费吕小鱼 为他们创造的破阵机会 李良本身就不是个 会浪费机会的人 只不过与此同时 所有人的脑海里 都忍不住浮现起 吕小鱼的身影来 吕小鱼如今已经开始 安心地充当吕树的小账房了 一人分担会计 和出那两个角色 甚至还为御龙班 直开园截流 慢慢地 大家甚至都忘了 吕小鱼的手段有多么暴敛 只不过这一瞬间 以前的记忆 便全部回忆起来了 当初在吕王山练兵的时候 吕小鱼就是负责给 李黑探他们保驾护航的人 所以那个李黑探 他们还很耸的年代里 有时候 吕小鱼一个人杀的黑羽军 比全队都多 吕树忽然想起 吕小鱼曾对他说过的话 也许是上一世的 我觉得 你心里太苦了吧 所以发了誓 这一誓你不愿杀 却必须杀的人 我去替你杀 吕树忽然就想赶紧结束 这场战争了 因为他也同样不想 吕小鱼手上沾染太多的鲜血 下一刻 吕树一步踏入 王城豪门的军阵之中 四千多根雀阴灰线 在他身侧盘旋 如同磨盘一样 无情地收割着所有生命 有人看到吕树 却不知道他是谁 三名一品客卿 看到有人竟然敢 单枪匹马地进入军阵 便朝着吕树连手杀来 他们手中的法器亮起光芒 有两柄黑色的斧子 带着锐利的风声 朝吕树飞来 那厚重的斧身 将空气都给震荡地刺而起来 只是那些法器 还没接近吕树 便有人惊讶地看到 那灰色的丝线 就像是穿透了一块块豆腐似的 瞬间将所有 飞向吕树的法器 给扎成了筛子 正如李良所说 玉龙般直现在最需要的 便是震慑对手 而吕树 无疑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杀气 吕树平静地看向四周 所有王城修士 都在纷纷后退 为吕树深周 腾出了巨大的空地 少年在人群之中 无声助力 他身边竟连敢于一战的人都没有 而后他所处的军阵 便开始崩溃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来的敌人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面对的 这一夜 王城豪门 为自己的无知 付出了巨大代价 当这里的消息传出去时 甚至有无数四周大贵族 开始基于王城豪门的地位 九五豪门 好像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了 所有人都开始蠢蠢欲动 当然 他们还需要耐心等候 等待着犹如高楼穷雨般的 王城豪门 彻底垮塌 有人忽然觉得 这吕树 恐怕真要将吕树 掀个天翻地覆了 传说中 西都以北一百里的地方 整片平原 都被染成了红色 宋家的主帅宋长寅 看向身旁的赵帅 而赵帅双手都拢在袖子里 看着战场方向 不知道在想写什么 宋长寅还没开口呢 赵帅忽然转头对他笑了笑 你说以后 会不会多一个叫做赵家的豪门 我觉得有戏啊 宋长寅骤然感觉 背后起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第1266章 天地之位远处山巒重叠 那植被覆盖的青色 让人感觉肺腑里 都是轻心痛快的 只不过 当孙家和宋家所有人 想起昨晚的那场战斗 刚刚升起的惬意感 便消失殆尽 宋长寅看着面前的赵帅 以往赵帅对主家说话 都是很客气的 宋家也都知道 赵帅为宋家效力将近200年 完全是为了报恩 可是经过昨天晚上之后 赵帅身上好像变了点什么 又好像没变 宋长寅甘笑道 新的豪门 说这话还有点早吧 不早了 赵帅摇摇头 王城九五豪门 有十二家在这场战争中 选择站在了玉龙班值的对立面上 你可能不了解 那位五位君之主 据我所知 还真没有人得罪了他之后 能够全身而退的 就连端木皇旗也不例外 宋长寅感觉到了一阵窒息 是啊 就连端木皇旗都被杀到城门口了 王城豪门又算老几 而这面前的赵帅 以及王城里面的萧明泽 早在很久之前便开始的投资 宋长寅忽然想起 前段时间宋家发生的事情 萧明泽赠送吕树的法器盔甲 出自宋家仓库 那是宋家压箱底的东西 只不过宋家成为豪门已久 上面的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仓库里还有着什么 他们每日享乐 哪还注意这些事情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在吕树离开王城的第九天 萧明泽赠法器盔甲的事情 便败露了 当时萧明泽被宋家家主则 罚于庭院中常跪不起 宋家家主念了一些旧情 便问萧明泽为何这么做 萧明泽只回答了四个字 奇祸可居 同那天起 萧明泽不仅没死 反而被宋家家主保护了起来 而那位举报萧明泽 盗用法器给吕树的家奴 得被宋家家主赐死 不仅如此 就连宋家里面知道这件事情的家奴 也统统被刺死了 赵帅和萧明泽 一个贵位大供奉 一个贵位大掌柜 但他们很清楚 如果这次没有渡过难关 可能被刺死的就是他们 与王城豪门谋事 终究还是奴仆而已 其实赵帅这次离开王城前 便已经与萧明泽约定好了 准备离开宋家 现在 宋长应觉得 家主那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只有亲身面对过五卫军的人 才能明白 这安逸太平的宇宙里 王城豪门 就像是手无腹机之力的羔羊 而五卫军 却是吃羊的狮狼虎豹 就在此时 远处山栏间 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宋长应紧张地看向那边 他知道这是谁来了 而对方足够主宰这里 所有人的生命 御龙班直出现在地平线上时 赵帅主动走上前去迎接 宋长应忽然觉得 赵帅此时的神情 就像是一百多年前 赵帅刚来宋家时 脸上带着的荣光 孙家军阵里 也有人在往这边赶来 宋长应看到对方 穿着厚重的盔甲 无法分辨 这是孙家哪位大人物来了 三方最终交汇在空地上 赵帅对御龙班 执最前面的吕树拱手道 大王别来无恙 吕树笑了笑 旁边的吕晓鱼 从空间装备里 扔出来一副汗衫开 吕晓鱼平静道 穿或者不穿 自己选 战争之后 许你去王城做个富家翁 谢大王恩赐 赵帅大喜过望 这句话之后 未来王城一定有他赵姓一席之地 旁边的宋长应面色呆滞 他没想到 赵帅离开宋家 会走得如此突然 也没想到 这五卫军的人 竟然已经将王城市做囊中之物 解决了赵帅的事情之后 吕树看向孙家的那位披甲主帅 吕树 打亮着对方的面甲笑道 孙家家主亲至 所为何事 宋长应惊骇地看向一旁 竟然孙修文亲自领兵而来 不是说孙修文在祖坟守灵吗 算算时间 孙修文守灵也不过七天而已 按照王城风俗 起码要三年才行啊 孙修文拉开面甲笑道 大王果然明察秋毫 带着面甲都被认出身份了 谁也没想到 其他王城豪门 均是由家族中 比较重要的人物带兵过来 家主都不会参与到这种事情里面 毕竟万一在这里出点什么闪失 那就万事皆修了 而孙修文身为孙家家主 竟然以身犯险 吕树笑道 你的胆子倒是挺大 怎么敢亲自来这里 晋升大宗师给你的底气吗 大宗师不是我的底气 大王想杀大宗师 恐怕也没那么困难 我来 那是因为 我觉得大王不会杀我 孙修文笑道 只有自己来 才能表达十足的诚意 我将自己身家性命 摆在大王面前 大王若想取走 我孙修文绝不反抗 宋长宇觉得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先是孙家家主 以身犯险 现在一位大宗师 在吕树面前 却放低了姿态 并且笃定 吕树能杀大宗师 此时宋长宇发现 吕树身后 穿着黑色盔甲的那些人 其实手臂 都隐藏在腰甲之间 仿佛那里藏着 什么至关重要的武器 就连大宗师都能斩杀 忽然间 孙修文问道 敢问大王 犬子可还活着 吕树笑了笑 早前就听说 孙修文特别宝贝 自己的那个儿子 那时候他还有点不屑 因为他总觉得 豪门里面 就连父子血缘 都被公民欲望给稀释了 而现在看来 这孙修文 身为豪门大宗师第一人 反而是最重感情的那一个 吕树说道 他没事 不过我发现 他文化程度还有点低 给他补补课 孙修文笑道 大王亲自给他补课 那是他的荣幸 知道孙仲阳没事 孙修文才放下心来 这时候吕树问道 你下了这么大的赌注 总要在我这里求点什么吧 不如聊聊这个 宋长宇 竖直了耳朵听着 他也很想知道 孙修文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 宋长宇 已经彻底不敢插话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听着 孙修文面容渐渐平静下来 孙修文此来 想求一个天地之位 吕树愣了一下 求天地之位你 找我干嘛 结果孙修文 忽然扶起一斤重甲 朝吕树堂堂正正地跪拜下去 头深深地埋在两臂之间 将自己一身的命门与命运 奉给了吕树 孙修文吸了口气说道 因为天地之位 就在吴王手中啊 陈孙家孙修文 恭迎吴王回归 第1267章 放手一搏 孙修文这一败 出乎了所有人预料 这一系列的操作 作为不知情者 宋长颖 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作为知情者的吕树 也同样是一脸猛逼 吕树问道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不解的地方在于 孙修文是如何知道真相的呢 承认的张卫宇大人 孙家密蝶早先将张卫宇大人画像 送回孙家的时候 臣便认出张大人了 孙修文说道 我孙家曾专门派画师 走了一趟南庚城 就是为了记住五卫军嫡系模样 没成想被臣捡了个便宜 孙修文如今坦然承认自己 其实是提前知道了吕树的身份 是为了解除吕树的怀疑 因为孙修文带着孙家投靠的姿态 太过坚决 有时候 这也不算是一件好事 他的逻辑 倒是和刘一钊差不多 张卫宇会效忠神王以外的人吗 现在张卫宇在五卫军中 难道还不够说明一切 其实那个时候的张卫宇自己 都还没有孙修文想的透彻 这个时候最猛的人 仅仅过去两秒后 他便反应过来 孙修文说的到底是谁 作为内殿直统领的张卫宇 有几个王城子弟没听说过 而且 二十三年前的事情 又震惊了整个王城 宋长寅又不是傻子 他只是因为 年代相隔太久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而已 而现在 他仿佛得知了什么惊天秘密似的 有一种金句 从骨髓里开始蔓延 寒澈入骨 他身后的宋家修氏 距离数百米开万 孙家同样如此 其他人还不知道这个秘密 宋长寅忽然觉得 这个世界是真的要变天了 那个征战三千年 威震宇宙的人竟然回来了 对方竟然没死 也正是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吕树会让他活着 把秘密带出去吗 这一瞬间 宋长寅转身便跑 没跑两步 还是觉得太慢 便准备飞升而起 可是还没等他飞起来呢 孙修文首先挡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孙修文一掌当头拍下 宋长寅仿佛感觉这一掌 如山巒巍蛾般厚重 他仓促之间 张口吐出一枚极小的龟壳 那龟壳向来藏在他的舌下 当作救命的法宝 龟壳出口的请客间 开始变大 可孙修文的手掌 竟然丝毫没有停顿地 拍在了龟壳上 宋长寅眼睁睁地看着龟壳 逐渐支离破碎 时间犹如禁止一般 孙修文纤细修长的手掌 穿越了所有碎片 映在了宋长寅的头顶 咔嚓一声 宋长寅软倒在的 这电光火石之间 宋家修士虽然看到了全部的过程 却根本来不及救人 而且这时候 他们想的可不是救宋长寅 而是分散逃跑 轰得一声 宋家锁在军阵处地面开始塌陷 泥土迅速沙石化 向内倾倒如铺 那道观的沙盒 将所有想跃出坑线的宋家修士席卷进去 孙修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瞳孔微缩 他竟然都不知道是谁在出手 更不知道这位大宗师藏在何处 竟然将五行吐息术法 修炼到如此程度 难道一辈子都在专精吐息吗 孙修文来投靠吕树 当然是觉得 吕树已经足够强大 孙修文看似通透忠诚 可当初 他在青石板血战之前 便猜到了吕树的身份 那时候 为何他没有出手 还不是觉得吕树会夭折 后来他后悔 觉得自己被名利遮掩了双眼 才终于决定必死关 但出关并不意味着孙修文忠诚度增加了 而是更有魄力了 不再畏首畏尾 王城豪门 终究还是看利益的 现在 孙修文更加笃定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王城九五豪门来了十四家 现在唯独剩下了孙家 宋家与御龙班值的联系 便是赵帅与萧明泽 如今赵帅和萧明泽 也是去意已决 吕树对宋家 就没什么情谊了 吕树对赵帅问道 萧明泽脱险了吧 赵帅点点头 我离开王城之前 便护送他先躲起来了 宋家找不到他的 那就好 吕树点点头 他转头看向孙修文 你想要西方天地之位 那就自己去争 至于你到底会有何表现 我拭目以待 孙修文拱手道 吾王放心 说吧 吕树便转身 带着御龙班 直朝西都进发 孙修文则带着孙家紧随其后 孙家这一万精锐 便是他带来的投名状 为了西方天地之位 哪怕这些精锐全死光 也在所不惜 离开时 张卫与小生对吕树说道 这老小子精力得很 他来了以后 先问自己儿子 便是要表明 他非常在意这个儿子 儿子就是他的弱点 而这个弱点 就握在大王手里 这是获得信任的取巧之道 吕树笑着白白手 不必追求每个人都忠心耿耿 我也没想过 打完仗之后继续当神王 张卫与愣了一下好奇道 大王真舍得 有什么舍不得呢 吕树笑道 是川菜不好吃 还是手机不好玩 非要当着神王干嘛 张卫与乐了 反正大王去哪 我们跟着你去啊 然而就在此时 西都方向 竟有沉闷的号角声响起 那号角声压在心坎上 十分难受 张卫与皱眉道 不知这号角何意啊 大王我们怎么办 李黑探插话道 大王 我们冲进去大开杀戒吧 对李黑探来说 莽救完事了 要啥策略啊 吕树摇摇头 不明敌情 防守一波 李黑探一听大喜过望 他转头 对御龙般直吼道 兄弟们听到没 大王说放手一波 吕树 你给我等会儿 吕树赶紧拉住李黑探 就你这文化程度 还想不写作业 李黑探感觉贼委屈 户有端木黄起的声音 震荡而来 城门已开 端木黄起在西都行宫 恭候大驾 谁都没想到 端木黄起这个时候 竟然把城门都打开了 甚至百里传音说 要在西都行宫 等着吕树到来 而端木黄起也没想到 他这一等 就是半个月 来自端木黄起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第1268章 封城一个人的话 吕树当然可以忙 谨慎如他 当初在非洲和北欧的时候 不还是忙过好几次吗 可是打仗就不一样了 那么多人把性命寄托在自己身上 每个决定都至关重要 所以 若一去不回 便不去了 西都四方城门通透敞开 刚开始几天没人出来 也同样没人进去 御龙班池和孙家 就驻扎在几十里外的地方 坏人也不知道 御龙班池在干嘛 就连隔壁的孙家精锐 都不知道 吕树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孙修文一点也不急 既然那了投名状 那就安心的 等着好了 王城豪门与自家军队 都断了联系之后 就有点慌了 一时间分散到各地 做生意的修行者们 全都开始往王城方向集结 哪怕生意都不要了 也得先保住主家 平静了千百年的王城豪门 终于重新明白 这世界上 拳头才是在自己面对 危险是最后的武器 而不是制度与规则 制度与规则 一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 是为了愚弄着奴隶治理的平民 为了自身的统治阶层 可久而久之 王城豪门经过权力更迭以后 子孙后代都渐渐忘了 老祖宗是拿凭什么 在王城站稳的脚跟 宇宙人民这个时候忽然发现 即便吕树就在西都城外动都没有动 可其他人却全都在因为 他紧锣密鼓地部署着什么 就好像吕树便是风暴的中心 而平静的暴风眼之外 则是恐怖的飓风龙卷 吕树 现在已经看不到 端木黄起的负面情绪值了 不是端木黄起情绪太稳定 而是给吕树刷屏的人太多 搞得他压根看不见了而已 这时候 吕树认真的算起来 自己升级所需的负面情绪值来 不怪他一路攻城掠地 那么着急拿负面情绪值 实在是缺口太大 如今 光是点亮第六层星云的第一颗星辰 便需要一个亿的负面情绪值 第二颗星辰也同样是一个亿 第三颗是两亿 到了第七颗的时候 便需要足足32亿 也就是说 点亮第六层所有星辰便需要64亿负面情绪值 吕树感觉自己杀的人已经够多了 几次出入宇宙零零总总 斩杀黑羽君 将近30万 这次又杀戮了几万的奴隶主 和13万王城精锐 就算如此 每个人一千的负面情绪值 加起来也不过5个亿而已 距离64亿 还是太过遥远 难怪老神王会大开杀戒连年征战 那个时候的吕树 可比现代人口少多了 吕树在藏剑草炉里 看过这方面的记载 记载上讲 当时整个吕树的修饰 能有几百万就不错了 总不能全杀完吧 当然 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绝不止武艺这么点 因为他都已经快要点亮 第五颗星辰了 这时候的吕树忽然发现 负面情绪值的最大来源 其实还是来自大众的恐惧 每一次攻城掠地 都会让城池里百姓 产生或多或少的恐慌 虽然百姓们渐渐知道 吕树他们不图城不杀平民 但你给人家城墙都撞塌了 对你有点负面情绪怎么了 很合理啊 而且他还经常派张卫宇 他们去城里面 讲一些关于育龙班值的恐怖故事 这些制造恐惧的效果 勉勉强强还可以 吕树已经放弃地球上的 负面情绪值了 因为他现在是世界英雄吕小树 但吕树这边百姓 却重新成为了吕树的群众基础 虽然每个人提供的少 可问题是 基数多呀 吕树这里的生产力 要弱于地球 导致这里的人口密度 也小于地球 但不论如何 吕树都必须承认 杀人虽然是最直接的方法 但可持续发展 才是真正的王道 若不是知道自己前世便是老神王 吕树都要诟病老神王文化程度太低 不懂得如何长久发展了 老是打打杀杀真的不行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吕树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老神王的文化程度 可能真的不咋样 现在 星途里面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负面情绪值提供 可缺口还有48亿 没办法 他只能增加作业量了 西都作为西州最大的都城 里面的百姓同样有很多 一开始 城门虽然开了 但大家也不太敢出城逃难 毕竟他们的立场 是站在西州这边的 玉龙班只属于入侵者的角色 老百姓就是这样 只要还能活得下去 就不会有什么造反的心思 而且 他们被封闭在城池里 也不太清楚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一直都觉得 端木皇起手住西都 还是不成问题的吧 毕竟那是天地啊 可最近大家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王城豪门在西都都有产业 所以也有传讯镜子 西都里面的王城豪门知道了情况 不用等一天 消息就在城内满天飞了呀 有百姓眼瞅着大战将起 城门又大开 便想要逃难出去 派出手下的小奴隶出城试探 结果还没出城呢 便看到城门地面上 忽然升起混合着沙粒的坚硬泥土 端木皇起把城门打开了 结果吕小鱼又把城门糊住了 这一下子 城里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这怎么回事啊 一边是守城的 把大门打开 让敌人有机会长驱直入 另一边是攻城的 有大门都不走了 还把门给封上 这两边是在玩什么骚操做呢 玉龙班只这么做 可不是为了封城 断粮之类的事情 文明发展到现在 封城根本不足以成为取胜的条件 吕树当然也没那么傻 他要的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厮杀胜利 而是城内的负面情绪值啊 如果吕树能狠心 那当然是直接屠城更快 可问题是他不愿意这么做 此时玉龙班只在外面封城 里面的百姓就有点慌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 玉龙班只到底打算干嘛啊 忽然间 李黑探在旁边问道 大王 这是你定的计划吗 吕树噎了半天 我定的计划怎么了 我就定这么一个小计划怎么了 你给我写作业去 李黑探有点委屈 我说错什么了吗 第1269章 大宗师 吕小鱼 陈祖安一看李黑探 竟然还投铁桌想顶嘴 赶紧给李黑探拉一边去 兄弟 有些话 一天只能说一次 说多了容易出事故 你们当初在地球的时候 也没买一宝 就算买了 这是在吕树挨的揍 人家也不给你报销啊 李黑探想了想 毕竟陈祖安是前辈 有些事情 还是要听取一下经验的 李黑探挠头道 我也不是想要气大王啊 我就是嘴笨不会说话 陈祖安几眉弄眼地说道 没事 我跟你说啊 树兄都不是真生气的 只要你掌握好 每天上线一次的冷却时间 就不会有事 李黑探愣了半晌 还是前辈有经验啊 黑探你别听他胡说 承秋巧推了陈祖安一把 他对李黑探说道 你跟他不一样 你是耿直 他纯粹是找死 怎么说话呢 陈祖安不乐意了 我还不是为了 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付出了多少代价吗 知道啊 承秋巧评尽道 不就分叉了吗 陈祖安脸色大变 承秋巧 你敢把这事说出去 我跟你没完 就在此时 孙修文忽然来到 御荣班职这边 仿佛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似的 陈祖安顾不上 承秋巧和李黑探了 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承秋巧等陈祖安走了之后 便对李黑探说道 你主要还是得提高一下情商 但这个真的需要 长期的锻炼说话本领 我叫你一招 平时没事别随便接触歌的话 如果有别人跟你一起 别人怎么说 你学着点就行了 李黑探点点头 好得我知道了 军营里吕树大声说道 御荣班职集结 孙修文在旁边听着 如今 吕树对于御荣班职的名字 已经不再避讳 御荣班职真的 重现人间了 御荣班职以最快的时间 集结到吕树面前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就要集结了 但吕树吩咐的准没什么错 刚刚孙修文过来 便是给吕树传递一个 非常重要的情报 西都里面的孙家密 蝶用传讯镜子说 端木皇起的亲卫 竟然开始在西都城内 屠杀自己的子民了 虽然孙修文完全不清楚 端木皇起为何这么做 但他觉得 有必要告诉吕树 这个时候 吕树就很难受了 明明又是一个好计划 结果没成想端木皇起 似乎是知道 他能凭借恐惧变得更加强大 也猜到了 吕树封城拖延时间 可能就是在等着突破 于是 端木皇起这样的狠人 干脆下手 连自己的西都城民都傻 只为了不让吕树 有晋升的机会 好狠的手段 好狠毒的心思 既然如此 那就开战吧 孙修文那边 自然不必吕树吩咐 对方是聪明人 既然想要西方天地之位 那就得先让端木皇起 死去才行 为此 恐怕孙修文牺牲着孙家 一万精锐都在所不惜 坑杀宋家 石孙修文 亲手杀了宋长英 可这投名状还不够 吕树知道这一点 孙修文也心知肚明 所有御龙班直肃母而立 大家明白大战将起 而此时 吕树 看向御龙班直说道 可有人后悔 李良抱拳拱手道 陈虽久死 其由未悔 张卫宇深深吸口气说道 臣愿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李黑探站在张卫宇旁边愣了扮上 寻思咋都这么文粥粥地说古文呢 他想起承秋巧说的 别人说啥他学啥就好了 于是李黑探也抱拳道 先帝创业 承秋巧 吕树深吸口气 显摆你自学内容挺多是不是 显摆你会被课文是不是 吕树望着御龙班 只有点惆怅 这特么大战动员的气氛全没了 李黑探低眉顺眼的 这次他道步反驳了 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有点跑偏 他抬头小声说道 大王 我知道我有点笨 经常会说错话 惹你生气 你教我这个土匪修行 带着我这个傻子吃好吃的 我学不会他们那样文猪猪的说话 但自打青龙寨那会儿开始 我李黑探就已经决定跟随大王你了 就算把命拼上了 也无所谓 吕树忽然笑了起来 谁说你傻了 你一点都不傻 他看向御龙班只说道 命就不要拼了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说着 吕树看向李良 指挥权交给你 这次 破城的事情我来做 说着吕树便带着吕小鱼 塔洛朝夕都方向飞去 转瞬间便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李良在头盔里笑着说道 走吧兄弟们 听到大王说什么了吗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哪个王会自己冲锋陷阵 没见王城豪门的那群家主便 只敢偷偷摸摸地躲在王城里 自以为多么高高在上 李良远远地看着这位 天天表示不愿做王的新神王 其实对方是不是王都不重要了 李良不是重力的孙修文 所以 就算吕树现在真的不是王了 他也愿意陪着对方 走一趟刀山火海 孙修文在远处看到 御龙班只所有人整气滑一地 拉下面甲 紧接着 李良高声吼道 冲锋 当御龙班直狂奔起来的时候 孙修文仿佛看到五千多头野兽 在旷野间横冲直撞 他知道不能再等了 孙家必须立刻出手 才能证明自己 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李树急速飞驰着 飞行中 只见他从星途中 取出一枚黑色的深渊果实 这果实凝聚了 李小鱼最近获得的 一切负面情绪值 攻城掠地的命令 是李小鱼下的 使用纱铺大藏坑杀王城精锐 更是数以万计 李树在第六层举步维艰的时候 李小鱼第五层所需的负面情绪值 早就足够了 李树与李小鱼 塔乱早就商量好了 今天这一战该如何破局 所以这深渊果实 一直留到今天才吃 就是为了等一个天结 当李树吃下去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到 天空之上有雷云开始凝聚 孙修文精一中骤然意识到 李树竟是打算用天结破阵 这杀手锏太过凶狠了 以前很少有人这么做过 一方面是本身大宗师就少 另一方面 是谁也没法控制自己渡劫的时间啊 孙修文有些惊议不定 李树是如何做到 确保这个时候引来天结的 而且是谁在渡劫 李树身边到底藏了多少个大宗师啊 只不过孙修文还有一个疑问 若是雷结伤到自己人怎么办 要知道天道是无情的 当然 他不知道 李树身边还有个可以操控雷亭的人 补上了这杀招的最后一环 第1270章 宗师写危额的吸毒城池内 端木黄起的青蔚在疯狂杀人 李树觉得 但凡还保持理智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只是这时候西都城内忽然安静了下来 因为有人看到了 天上正在凝结的雷云 也有人听到了城外玉龙般 直奔袭石脚上 盔甲在地面泪动的声音 杰云与普通乌云是不同的 寻常乌云哪怕暴雨 也撑不上多么恐怖 而此时 天空仿佛有一个涡旋般 雷霆就藏在那庞大的涡旋之中 杜结之人在哪 杰云便会跟去哪里 所以当吕树带着吕小鱼 卡洛朝西都飞来的时候 那恐怖的雷云便朝着西都上空 迅速跟随过来 声势骇人 宇宙里有时候上百年 都未必能见到大宗师杜结 寻常大宗师就算杜结 也会像孙修文那样跑去山里 基本上没有哪个大宗师故意坑人的 而且 宇宙这边没有什么保存影像的手段 寻常老百姓可能活了一辈子 都没见过大宗师杜结 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正因为这样 某些大宗师杜结会请人观礼 观礼者基本都是有希望 或者有野心突破大宗师的人 他们需要向这位杜结的大宗师 支付一定的报酬 然后观摩杜结到底是怎么回事 杜结的过程 就是大宗师自成法则的过程 观礼的人总会受益不浅 孙修文杜结当晚 如果不是太过仓促 他肯定希望儿子孙仲阳能够观礼 可惜了 在吕树出现以前 杜结是一种盛事 而现在 吕树出现以后 杜结就成了一种武器 谁能想到 竟然有人以雷结这种手段破成 安东尼携带着大量的深海白沙 穿梭于地下 英锦尼生子 与石学镜馈赠的深海白沙 包裹着安东尼 让安东尼在泥土中 就像是身处深海里的虎头巾一般 对于土系觉醒的大宗师来说 大地即是深海 当安东尼来到城池下方的时候 这次甚至不用内电池 利用汉山凯来破城了 吕树觉得 要玩 那就玩得大的 转瞬间 深海白沙从安东尼身上 一粒粒地分解出来 从内部嵌进了城墙墙体 所有深海白沙 就像是安东尼发力的支点一般 以深海白沙为原型 城墙开始迅速杀化 偌大的西都城池 竟犹如沙滩上 小孩子堆砌出来的 沙滩城堡似的垮塌了 这一幕太过震撼 西都城池内的百姓 与端木黄起的亲卫 全都愣住 这西都城池 被建造出来多久了 竟然被人轻易摧毁 事实上 安东尼没有全部 炼化深海白沙之前 也无法做到这种程度 一件一件拿回自己的东西 葫芦如此 橱汇如此 汉山凯如此 山河应也如此 只有吕小鱼是真的幸运 拿到了这世间 全部的深海白沙 这些深海白沙 像是被世人 遗忘在海沟里的瑰宝 沙滑后的城墙 如浪般席卷下来 城墙上的西都手足 被纷纷埋葬在里面 端木黄起的数千青卫军 在北方迅速集结 想要将御龙班职的脚步 抵挡下来 不得不说 清卫军中 就是要胜过黑羽军的 端木黄起 曾经仿佛要效 仿御龙班直四的 建立了这支清卫 黑羽军里的不少精锐 都被抽调到了 这支清卫军中 并且命名为江虎营 众所周知 剑卢弟子学成出山 是要进军营利练的 曾经有不少 剑卢弟子 都来过江虎营 只是最近剑卢弟子 被全部召回 吕树甚至在想 会不会江树一早就料到 自己今日会与天下开战 所以直接把剑卢弟子 喊了回去 以免误伤 虽然江树一 从未跟吕树提起过 但吕树觉得 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虽然吕树也无法 确定剑卢的立场 但他觉得 这是宇宙中 最不可能与他敌对的实力 不管前世今生 都是如此 天空中结云 已经来到西都上方 老百姓全都惊恐地想要 回到屋中 似乎回到屋里去 就能躲过雷杰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若真放手 让雷杰肆意轰击 恐怕整个西都 没几个人能活下来 就算是躲起来 也一样不行 将虎鹰在西都行宫的北方 筑成了一道新的城墙 一面面黑色的盾牌凌厉 盾牌之间有长矛 从缝隙中探出 宛如一片枪林 若是以前 几十的内殿直身穿汉山凯 也不敢随意冲击这样的军阵 因为汉山凯 还是要小心一下锐气的 可现在张卫宇等人 根本没有丝毫减慢速度的意思 巨大的黑色盔甲 在城池中奔跑着 接到中法气盔甲 就像是一股股红流 御龙般直头盔上的红鹰 就像是逆流而上的鱼 下一刻 张卫宇等人腰身一阵 便有七枚碎片 从腰甲中光明飞出 不过张卫宇他们 并没有将这七枚 天下巢合而为一 而是催使着天下巢的碎片 精准地透过盾墙缝隙 犹如雨滴渗透进了岩石之中 直接从内部 将坚硬的岩石瓦解 枪凌乱了 此时汉山凯 也当先来到了盾墙面前 50多个内殿 直身穿汉山凯 撞击在盾墙之上 就像是打宝灵球似的 整个盾墙开始分崩离析 汉山凯与盾墙相撞的力量 被牢牢锁死在 黑色盔甲的橙红色法印里 然后转瞬间 力量被法印反向喷吐而出 并且在张卫宇等人面前 形成密密麻麻的六边形矩阵 看似坚不可摧的枪林盾墙 竟然就这样破了 这就是端木黄起 看到汉山凯后 便决定离开地球的原因 那些被撞开的 将虎鹰修饰散落了一地 有人当场骨骼寸寸锻炼 好晕一点 也都趴在地上口吐鲜血 那冲撞的力度 已经导致他们内脏异味 就连经脉都有偏移 此时若是强行运行体内灵力战斗 恐怕会落得个经脉碎裂的下场 根基也要干涸 然而将虎鹰似乎早有准备似的 被冲撞开的修饰们 不再冲上去 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出手 细密的银针从对方袍袖中飞出 每一根银针上面 似乎都微雕着极其细密的法印 真如牛毛 这是端木黄起手下的大宗师 西周加上端木黄起 也仅剩下三名大宗师 而端木黄起 却将一名大宗师藏在顿阵之中 可见他对汉山凯有多么的忌惮 张卫瑜等人的面旁 藏在面甲之中 不知是何表情 但是当他们发现 有大宗师埋伏的时候 并没有退缩 不退反进 欧阳立上曾说过 天下朝出窍石药引宗师写 第1271章 朱星隐藏在顿阵之中 图穷笔线的那位大宗师 当初是与端木黄起 一起去的地球 虽然端木黄起 从未说自己在顾虑什么 但他是最了解端木黄起的人之一 这位大宗师 甚至能感受到端木黄起 回来后的忧虑 端木黄起是什么人 这位大宗师 追随端木黄起上千年 这还是头一次 从端木黄起身上 感受到忧虑 大宗师这个境界 即便在吕咒 也是横着走的 哪怕他身为西州的供奉 到了其他州 照样会受到各方礼遇 大宗师就是大宗师 再不记得大宗师 抬手间也可翻江倒海 可是这位大宗师 在面对御龙班职的时候 展现出了极度的谨慎 或者说 这顿阵与枪林 其实都是在用生命 帮他试探虚实 把精锐的江虎鹰 拿来做炮灰 手笔不可谓不大 吕树从来不小瞧任何人 就算是王城豪门里 一样能够出孙修文 这样的人节 对方的智慧 从来都不比谁低 野心也不比谁差 实力更是位列大宗师 吕树甚至在某一刻感觉 这孙修文 若是早早地生在乱世 恐怕会成为一代枭雄 这位西州大宗师 用了几千条人命 就为了换一个 最完美的出手机会 吕树在西都上空看到的时候 皱了一下眉头 可是他并没有出手 因为他知道 在如今的御龙班职面前 一个大宗师真的不够看 而他们顶着还在凝聚的节云 要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面对最强的敌人 端木晃起 吕树看向另一边 有一群平民 正在慌不择路的仓皇逃窜着 天穷之上的节云 还有御龙班 只与江湖营的战斗 早就在城内引起了恐慌 只是这时 吕树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有数千平民 似乎在有人刻意指引下 朝着御龙班直奔涌而来 城中很多平民在慌乱中 早就跑没了方向感 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在往哪里跑着 似乎只要跑着就对了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而吕树清楚地看到 每当他们经过一个路口时 这数千人里 都会有人在引导着什么 吕树想要提醒李良 这数千平民里 可能隐藏着杀技 不过让吕树意外的是 李良似乎比他 更早一步发现了情况 这位曾经的黑羽军统帅 升平战绩并没有多么辉煌 但那是因为在和平年代 战争本就没有多少 而此时李良的才能 在战场中充分发挥 一个能够指挥二十万人 还有条不紊的统帅 指挥其五千多人的御龙班职 简直太轻松了 主帅在战场里面就是权柄 他要为整支军队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御龙班职 都放弃了独立思考战略的能力 他们只听从那个头盔里的声音 其实御龙班职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总会有人擅自做主干点 什么自以为正确的事情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们信任李良 知道李良 比他们更加圣人大脑的角色 李良觉得 如果是自己家大王铁定 无法忽视那些平民的生命 不是自己家大王同情心泛滥 而是对方的生长环境 造就对方不想滥杀无辜的性格 地球里这个时代的好青年 谁能无视那么多的生命 所以 大王不想做的决定 就让他李良来做吧 有什么骂名 就让他李良来背吧 大王身边总得有个人背负点什么吧 他李良责无旁贷 李良在头盔里面 通过通讯频道冷声说道 不论是平民 还是藏在平民里的士兵 不用留守 格杀勿论 御龙般直迎着那群奔跑过来的平民杀了过去 真正的平民看到这一幕 转身就想逃跑 可是他们发现 队伍最后面的人 早就抽出了藏在腰间的短剑 逼着他们继续前进 对于江虎英来说 平民的命那能叫命吗 不过是工具而已 就在两只队伍短兵相接的寝客间 第二名大宗师 忽然出现在了张卫宇的身后 李树这一次终于意识到 不管是枪林顿阵 还是这些眼杀过来的江虎英 其实都是牺牲品 他们要用生命 为两位大宗师 创造抹杀内垫直的机会 毁掉端木皇起最忌讳的汉山凯 李树甚至在想 端木皇起是否觉得他 成名于汉山凯 却又败于汉山凯太过耻辱 所以才设下如此杀局 非杀内垫直不可 千年前端木皇起身穿汉山凯杀人 而现在却是别人 穿了汉山凯来杀他 这就像是一个宿命的轮回 老神王想到过会有今天吗 亦或是对方早就猜到了这一切 所以才把汉山凯 放到吕树能够拿到的地方 就是要给背叛者最沉重的惩罚 如果真是这样 吕树忽然就觉得 自己的前世心思太深沉了 那样的人生也太无趣了 吕树不打算让张卫与他们 去面对端木皇起 也不觉得用汉山凯 惩罚端木皇起有多么值得兴奋 因为自己的仇人 要自己杀才足够直截了当 薄算与朱新 终究不够尽兴 这大概就是吕树前世 与今生的最大区别之一 当然 最大的区别 还是传说之中 老神王算无一策 可吕树却压根没成功过几次 等等 吕树忽然想到 有人曾修改了这吕树的法则 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样貌 才是世间美貌的标准 那么计划总会落空这个诅咒 会不会是另一个人 觉得老神王心机太深沉 所以为了报复他 便篡改了法则 变成一条诅咒 与其说是计划全都落空 不如说是谋算全部落空 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 吕树更相信是后者 直至今日 吕树都不知道 修改世界法则的需要什么实力境界 起码他现在以大宗师之力是做不到的 难道需要超脱出大宗师才可以吗 他试图以自己的法则去影响过世界 比如修改什么 比如摧毁什么 可完整的世界 要比曾经的地球坚固多了 大宗师根本没有资格这么做 吕树觉得 想要修改规则 一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然这世界岂不是乱套了 可是 到底是谁修改的呢 真正超脱出大宗师境界的 又有几人 第1272章 还有吗 吕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谋算组失败 仅仅是一个被陈祖安他们笑出来的梗而已 一定是有人在诅咒他 一定是这样的 一方面他觉得 确实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巧合 导致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另一方面 如果说 这不是一个诅咒 那不是变相承认 这其实就是 他自己思维不够缜密吗 他吕小树能承认吗 实定不能啊 吕树心中暗自私存 到底是谁诅咒了他 吕小渔斜眼看着吕树说道 想什么呢 吕树把自己关于诅咒的担忧说了出来 结果吕小渔无情反驳 就是智商不够 不要挣扎了 来自吕树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不过来不及多想了 第二名大宗师忽然出现 打乱了内电职的节奏 也让内电职彻底陷入了险境 两名大宗师出手 端木黄起这是铁了心的 要杀掉内电职了 只不过端木黄起的情报差了太多 在端木黄起这边 起码他就很难得知 吕小渔如今到底控制了几个宗师级的魂魄 如果他知道吕树所拥有的全部实力 那他就应该知道 此时此刻 安东尼一定带着贾桑依和主教 躲藏在内电职脚下 等待着他出手 吕树豪情万丈地说过 内电职一个都不能少 那就真的一个都不能少 当第二名大宗师 出现在张卫宇身后的时候 当吕小渔已经操控着安东尼和主教 同时出手绞杀这名大宗师的时候 忽然一变突生 多时未见的孙修文竟然在刹那间 一步从虚空中踏出 来到了这名大宗师的面前 吕树恍然 孙修文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就绝对不会错过 如此至关重要的时刻 这是真正的萧雄 每一步都踏在最关键的节点上 也许大宗师之前的孙修文 还有些旧是豪门的庸碌气 可现在已经成为大宗师的孙修文 彻底登上了另一个境界 无论精神还是实力 孙修文的忽然出现 让偷袭张卫宇的那位大宗师 有点猝不及防 他一直在 提防着天上的吕树 却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孙修文 来横生之劫 只不过大宗师 毕竟是大宗师 反应速度极快 他双手 戴着青色的手套 不知是和材质所住 原本拍向张卫宇后星的轨迹 骤然一变 竟是落在了孙修文的面前 只是孙修文笑而不语 他法官上的装饰 竟是活了一半 原本安安静静 扶在上面的振翅金蝉 竟然抖动翅膀 以极快的速度 扑向了对方的面门 快若奔雷 仔细看去 那金蝉嘴上有一根针 似乎能吸人脑水 西都大宗师那一掌 还未落在孙修文身上 自己却已经迫不得已的要后撤了 顿起实力境界来 孙修文出入大宗师 肯定没有对方经验丰富 可孙修文赶来趟这浑水 赶来要天地之位 就有他来的底气 孙修文迅速将这名西都大宗师 逼得离开了战场 两个人竟是一路朝着城池南方厮杀而去 一时间 恐怕难以分出胜负了 被围困在内殿职中间的西都大宗师 见此情景 也有些按捺不住 他冷声传音全程 尔等还在等什么 再等下去 哄着吕咒没有尔等的藏身之所了 这话是说给西都大贵族们听的 这些大贵族 就像是王城里的豪门一样 原本打算置身事外 可这种战争 谁能独善其身 这个时候 不是他们想要和端木黄起 以及西都同生共死 而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有人想过 要向吕树投诚 可是还有圣旨在呢 对于他们这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 难道不是神王宫更加令人敬畏吗 他们不清楚 这其中的斗争到底 纠缠着几方的恩怨 也不知道王城救世里藏了多少玄机 对于大人物们来说 他们也不过是可利用的阶级而已 如今神王宫出圣旨的消息 早就传到了这里 就连王城豪门都被逼着来送死了 他们又怎么例外 一时间 西都城池内许许多多的修士 从府中飞了出来 端木皇起迎望 他们谁也无法承受端木皇起的怒火 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他们知道吕树很强 吕树带着的五位军也很强 可是他们心中还是隐隐觉得端木皇起会胜 因为这数千来一直如此 吕树冷笑起来 对于御龙班直来说 这也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 他看向西都大贵族中的近百名义品 修行者笑道 还有吗 还有吗 为何会这么问 不知为何大贵族们身上 骤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忽然发现 吕树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宛如一尊高高在上的少年神明 头顶驾驭着涡旋与劫雷 只见吕树和卡洛尔对视一眼 卡洛尔忽然手中多了一柄永恒之枪 朝那片悬浮着西都大贵族的天空飞去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涡旋 竟然响应了永恒之枪 天上银色的皮链弯而下 就像是把世界给割裂开来 如果这是一幅画卷 那么这雷霆 就是撕断画卷后留下的深渊裂痕 天道之威 即便强如大宗师 也必须严肃面对 而现在 这天结之下的人 只不过是一群异品而已 异品再多 也不过是异品 大贵族们终于明白 吕树为什么要问一句 还有吗 因为吕树嫌他们人数太少 吕树 想要把整个西都贵族 全都一网打尽 在今天之前 大贵族们 从来都没听说过 哪个异品需要杜劫的 从今天开始 自他们以后便有了 永恒之枪速度极快 以至于大贵族们 根本来不及躲闪 那敢永恒之枪 就像是开启天结的钥匙一般 所有天结结雷劲 是全都被借引到了 大贵族们的面前 似乎还有点不放心似的 吕小鱼竟催使着安东尼 从地面升起 数不清的沙土囚栏 将这些贵族 全数禁锢其中 此时天为龙爵 得为牢笼 雷劫洗脸 万念俱灰 闪电蜿蜒过去 囚龙竟是什么都没剩下了 远处被困在内 殿职当中的西都大宗师 心中有绝望 将他不断拉扯进深渊 他身后西都行宫里的那位天地 至此都没打算出手 为什么 放弃了吗 原本四处逃窜的西都百姓们 看到这一幕 全都愣住了 他们只听见天上的少年 笑着问道 还有吗 无人敢答 第1273章 破局 西都这座城池 已经驻立了上千年 不知道多少人 在这里度过了春夏秋冬 也不知道多少人 在这里生老病死 这些都已经成为了 无据可查的事情 也没有人会关心 今日西都成毁 只剩下一座沙土上的废墟 城内建筑 已有大半成为残垣断壁 而李良等人 仍旧在巷中 与江虎鹰厮杀 原本在江虎鹰的想象中 这会是一场巷战 他们甚至计划好了 要如何利用防射 来扶杀御龙班值 这城中隐藏的江虎鹰院 要比李良想象中更多 难怪端木皇旗 始终不愿离开西都 因为对方在这城池中 埋好了一个杀阵 可不管是端木皇旗 还是将虎鹰的统帅 恐怕都低估了御龙班值 哪怕他们已经发动 想象力尽量高估之后 发现自己还是在低估 没有内殿 值得御龙班值在李良手里 像是丝毫不受影响似的 他并没有被防射局限在巷子中 而是干脆让李黑探 带人将所经之处的 一切防污瓦舍 全数摧毁 这件事情 对于李黑探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用李黑探自己的话说就是 忙就完事了 所以一场巷战 给打成了拆迁大队的攻防战 一路打过去 穿越了半个城池 也顺带摧毁了小半的城池 剩下还有许多防污瓦舍 跟他们没关系 那是将虎鹰 也被逼得没办法了自己撞到的 李良在通讯频道里面冷笑道 这个将虎鹰的统帅我认识 是个夸夸其谈的贵族子弟出身 晋升一品后 其实没怎么打过仗 整天张口闭口的 就是纸上谈兵 对黑玉军 都是一副不屑的样子 张卫宇那里 前世没机会 李良也云了云自己呼吸的节奏后说道 毕竟那个时候都是西州的人 不过今天不一样了 老子非给那小子屎都打出来不可 彭在西州朝野 将虎鹰统帅攻击贬低李良 李良怎么可能不生气 当初他以为回来不过是贬官 也就是差不多了 然而将虎鹰统帅火上浇油 这个仇他肯定地记着 说实话 李良很感谢吕树 很多人都忘了 李良跟端木黄起也有生死大仇 一个当过主帅的人 竟然像是一条狗一样 扔在王城街道上 这种耻辱不杀人 是根本无法消解的 不过李良不会让仇恨冲昏头脑 他冷静地观察着 江虎鹰的走势与布局 然后在通讯频道里面冷笑道 黑炭 把西南方向的房子 全给我推平了 那里肯定还藏着江虎鹰的人 格杀勿论 通讯频道其实也是 玉龙班值的极大优势 这场战斗太过混乱了 防武倒塌时掀起的尘土 经常能让视线模糊到 可是距离只有五米 五米之外的地方 就看不真切了 虽然这也只是偶尔的事情 但战场中一个细节 就可能导致胜副手的互换 而且喊杀声震天 寻常的指挥效率 已经变得极低 这种时候 有一个通讯频道 李良的指挥 能够清清楚楚地 传递到每个人耳朵中 就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关键之一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 玉龙班值平均实力 终究要比江虎鹰高一个层次 江虎鹰阴模仿玉龙班值而诞生 可山寨就是山寨 当江虎鹰在巷子中 与玉龙班值短兵相接的时候 他们自以为是的 一刀泼洒过来 结果却发现 玉龙班值里的士兵 竟然轻轻松松 就将那一刀给隔挡开了 杀到后来 有时候武器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江虎鹰士兵一拳 朝玉龙班值挥来 玉龙班值士兵也一拳迎上去 结果却只能听到 江虎鹰士兵 避鼓断裂的声响 玉龙班只是一只 平均实力二品以上的无敌之师 而江虎鹰平均实力 也不过三品而已 没人带着江虎鹰扑而厚厉 端木皇起甚至没舍得 给他们能够修行到一品的功法 也没人给他们做 稀释了吸髓果实的反 这一切的因 都成就了玉龙班值如今的果 如果不是江虎鹰事先埋伏 如果不是江虎鹰数量太多 这场战争本该是一面倒的 而且安东尼早就将深海白沙收了回来 包裹着安东尼 主教 贾桑依 犹如白沙般 群寻在地下 随时准备营救玉龙班值 吕树说 一个都不能少 这可能有点吹牛了 毕竟战争 哪有不死人的 不死人的战争 还是战争吗 那是神话 可吕小鱼偏偏就想帮吕树完成这个神话 偏偏就想帮吕树吹出去的牛给圆回来 若不是忌惮幕后之人 随时可能出手 吕小鱼早就让安东尼浮出深海 打开杀戒了 此时李良 回忆着江虎营的指挥体系 想着 要怎么破局才好 吕树就在天空 但是李良知道吕树在等 等更加危险的人物出现 而他作为御龙班值的指挥者 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才能让吕树 更加心无旁骛地纵观全局 李良知道 江虎营里是没有奴隶的 所以江虎营的那位指挥者 想要发号施令 就必须借助工具才行 君旗 对了 江虎营靠鼓声与君旗传令 此时听不到鼓声 那么一定 有人直骑 忽然间 李良腾空飞骑 而后又迅速落下 他在通讯频道里吼道 黑探回来 我们往西北方向突破 江虎营的那个孙子在那边 只要夺了他们的另骑 其他的 江虎营士兵 不过是一盘散沙 我们可以随意收割 御龙班值在城池中骤然掉头 犹如风使似的 朝着西北方向迅速突破 有江虎营的士兵 急迫间 想要上来阻拦与干扰 可是一个交锋之后 便被御龙班值给打的脑僵子都出来了 江虎营有盾兵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 便是刀枪盾互补的阵型 有攻有守 攻守兼备 然而李良 现在对这一头 压根就不屑一顾 攻守兼备的意思 就是说 攻守都不行 这边刚将虎营 刚刚在巷子里面拦上盾阵 结果刀兵还没补上呢 就听到轰的一声 便被御龙班值给捶散了 李黑探则更加直接 一拳进捶穿了一面盾牌 将后面的举盾士兵 给捶得胸口塌陷 李黑探一边把盾牌 从胳膊上摘下来 一边在通讯频道里面好奇道 老李 你以前就是被他们给鄙视了 李良差点吐血 第1274章 夺骑江虎营的主帅 并不像李良那样 身先士卒冲在前面 或者说 两方的战略本身就不同 江虎营是传统的打仗 而御龙班值则 更像是一支特种部队 就是这特种部队的人数有点多了 实力还有点强 现在李良已经判断出 这江虎营的命门所在 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便是夺骑 还有斩首 作为原先的政敌 他简直太了解江虎营了 那个刚毕自用的主帅 肯定会将指挥权 紧紧地握在手里 只要杀了这个主帅 江虎营立马 不攻自愧 黑探 待会儿你来掩护 我来夺骑 李良在通讯频道里面吼道 好 李黑探兴高采烈地吼了一嗓子 你来掩护 我来夺骑 李良发现 这么跟李黑探交流是行不通的 他再重申了一遍 李黑探掩护 李良夺骑 啊 李黑探的声音稍微有点沮丧 李良是真的有点看不懂李黑探了 这是真耿直 还是假耿直啊 如今内殿直在围杀大宗师 陈左安和陈秋桥也在那边 御龙班直里面 剩下的一品高手 就剩下李良和李黑探了 所以李良还不能把李黑探撇下 如果说现在的御龙班 只是一柄剑 那么李良和李黑探 便是这柄剑的两个人面 有他们在 御龙班直后面的人 便能轻松太多 江虎鹰那边 虽然喜欢纸上谈兵 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可当下李御龙班直的意图 实在是太明显了 傻子都知道 李良等人想要斩首 铺天盖地的江虎鹰 犹如蝗虫一般 朝着御龙班直扑来 可是御龙班只始终像一柄烧热的剑 一剑便插进了一块蜡烛之中 江虎鹰重来的士兵 只能不停地变为尸体 虽然李良对江虎鹰诟病已久 但他不得不承认 若是寻常军队被杀成这样 恐怕早就溃败了 而江虎鹰现在仍然前仆后继 汗不畏死 印象里江虎鹰没有这么厉害 一直在西都里面养尊楚优 没打过仗的江虎鹰 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 忽然间 李良愣了一下 他随手捉住一个江虎鹰士兵 大声问道 你们吃了什么药 竟然这么完美 只见那江虎鹰士兵被捉住了 都还在努力 想要把长刀砍在李良身上 我们的家人全被囚禁了 你们不死 他们就得死 李良沉默了一下 然后一箭割断了对方的脖梗 战场就是战场 这就是你我的宿命 怨不得别人 这一路上尸骸暴露 李良知道身后已经血流成河了 他很想回头看看 这一壮阔的场面 可是他还不能回头 踏上这条路 就必须走到底 玉龙班直就在李良的身旁 他们忽然感觉 李良有点悲怆 李黑探推了李良一下 想啥呢 李良没防备背后 冷不丁这么一推 差点一个剧烈趴地上 他回头怒目而视 兔死狐悲不行吗 李黑探眼睛一亮 是我要跟你说说了 这个词你用错了 原意是 兔子和狐狸结成联盟 共同对抗猎人 兔子死了 狐狸因为失去盟友而悲伤 狐狸是真悲伤 表示对同盟的死亡 或不幸而伤心 江湖英跟我们可不是同盟 李良被噎了半天 我是让你来给我 普及知识点的吗 赶紧杀人夺旗 他忽然觉得 大王让李黑探读书 到底是对还是错 此时此刻 御龙班直距离 江湖英军棋的位置 已经非常靠近了 对方似乎有点慌张 因为军棋方向的江湖英 开始迅速后撤 这个最关键的时间 便能看出江湖英的外墙中干了 看似很强大 其实不堪一击 当江湖英的军棋 开始随着队伍逃窜时 其余的江湖英士兵 便开始迷茫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只不过这时候李良发现 终究还是李黑探 要更靠近江湖英另齐一些 他忽然改变了作战计划 在通讯频道里面吼道 黑探你来夺旗 我掩护你 千万不要硬敌 对方一品高手 一定多于两名 刹那间 李良便带人顶上了周围的所有压力 不让李黑探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李黑探轰的一声 便飞到了军棋附近 将对方一群人给撞得人养马翻 这汉山凯 仿佛天生就是给李黑探 这种莽夫准备的一样 如虎添翼 江湖英这边 不管是士兵还是主帅都慌了 生死当头 他们哪还有心思管军棋啊 李良看到这一幕 便松了口气 稳了 然而下一刻 李良忽然看到 李黑探竟然硬生生将军棋夺了过去 然后转头就跑 江湖英主帅愣了一下 便意识到军棋的重要性 这不行啊 让这黑货扛着棋乱跑下去 整个江湖英的布局都乱了 因为大家都是看令棋形式的 这一想 他就慌了 赶紧带人去追 李良愣了半生 夺棋通常来讲 只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 要把对方的军棋 给夺过来毁掉 而不是像李黑探这样 夺了赶紧跑 当然 李黑探肯定不认同李良的观点 他觉得字面上来讲 他才是真 夺棋 可是你要人家军棋干嘛使啊 于是场面忽然就混乱起来了 李黑探一个人 在前面扛棋跑着 像是马拉松运动员似的 而后面一大群人跟着跑 西都第一届马拉松运动会 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开始了 吕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气笑了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原本布局在西都城内 还有大半的江虎鹰 忽然开始乱了起来 这些人是埋伏着 准备袭杀御龙班职的 结果他们也不知道 军棋被夺走了 现在军棋一动 他们也跟着动了起来 有隐藏在屋舍顶上的江虎鹰 观察着外面 因为城中视野被房屋遮挡的缘故 所以看不清状况 只能看到巷子间 一面高出屋顶的军棋 在快速移动着 有人小声商量道 这军棋一动的方向太古怪了 不会是军棋被夺了吧 有人摇头道 谁夺齐了 会把军棋留着啊 不可能的 咱们别隐藏了 赶紧跟上 这是冲锋的棋令 吕树给吕小鱼使了个眼色 既然埋伏的人都动了 那就正好把他们给一网打尽 说实话 江虎鹰那些埋伏着的士兵 真没想到 会有人夺齐之后到处乱跑的 一般情况下 夺齐之后就会毁掉了啊 第1275章 吞天李黑探夺齐 意外地让整个江虎鹰都动了起来 李良原意识 只要让江虎鹰成为一盘散沙就可以了 结果现在出了这种状况 却把整个江虎鹰都给扯了出来 而安东尼便带着贾桑依和主教 开始了疯狂地收割 城池里面 追随军器而动的江虎鹰士兵 就如同麦子一般 一片一片地倒下 吕树平静地 看着全城的残骸说道 端木皇旗被抛弃了 棋盘上没有他的位置了 这个时候 幕后黑手都还未出现 恐怕是要旁观着端木皇旗走上绝路 这满城的残渊断壁 与安静的西兜行宫相应起来 充满了残酷与冷血的味道 对方抛弃端木皇旗 就像是端木皇旗 抛弃了那两名大宗师 与江虎鹰一样 并无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世上的阴谋诡计者 最终会被时间推往深渊 从无例外 此时那殿职围困的大宗师 也到了将要力竭的时候 江虎鹰已经成为历史 那位西兜大宗师身上的袍子 忽然无风自动起来 张卫宇等人赫然发现 那蟒服袍子上的黑蟒竟然动了 只不过 与那十二名蟒服客亲不同 蟒服客亲的黑蟒 凝聚了法乡后 硕大无棚 可吞人血肉 而这位大宗师身上的黑蟒 却钻到他自己的手臂上 一口咬下稀释鲜血 而后竟分解成了一枚枚极细的黑针 张卫宇在通讯频道内大吼 老小子要完命了 小心 他话音刚落 所有人便听到丁的一声 一枚黑针竟翘无声息地 飙射到了张卫宇的面门 还好张卫宇躲闪及时 那枚黑针 仅仅在他头盔上留下一道刻痕 然而汉山凯多么坚固 大家都心里有数 这黑针若是躲闪不及 恐怕真的能当场杀人 而且 黑针如牛毛 数量实在太多了 就在此时 张卫宇等人 竟听到有人倒吸冷气的声音 他们循着声音 望去 赫然看到陈祖安已经拉开了面甲 长大了嘴巴 朝黑针飞射的方向吸去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那位吸毒大宗师在内 下一刻 那些黑针仿佛不受控制似的 竟然全都被陈祖安吸进了大嘴巴里 就连吸毒大宗师的操控都不好使了 张卫宇都猛逼了 这又是个什么神仙天赋啊 不是说陈祖安仅仅比较能吃吗 吃怎么什么都吃啊 旁边的成秋巧极了 你咋啥都吃呢 小心有毒 陈祖安抹了抹嘴巴笑道 放心 我的位是个独立的空间 根本不怕有毒 吸毒大宗师愣在当场 他纵横旅宙上千载 不知道和多少高手交锋过 今天还是 头一次见到如此古怪的功法 他喃喃道 这是什么术法 陈祖安洋洋得意道 吞天 他身旁的成秋巧听了直翻白眼 真不要脸 然而那位吸毒大宗师 却信以为真了 张卫宇趁此机会在通讯频道中 低喝一声 动手 那吸毒大宗师本 就是强弩之末 被天下朝的潮汐碎片围困当中 动弹不得 现在失去了最后的搏命手段 已经万念俱灰 来自赵庆勇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千 此间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一场大战终究会结束的 而结束之后 战场里面还有什么呢 只剩下倒塌的乌射 和妇孺的哭声 将虎鹰的尸体扑落 有些甚至扭曲地挂在断墙上 也许生前 还是个挺鹦鹉的汉子 现在却只有亡魂了 只是此时 吕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感觉到 有一股能量 犹如流星一般 朝着吕小鱼汇聚而去 那能量是无形的 只存在于吕树的感知之中 其他人甚至压根 就没察觉到这回事 这些能量从何而来 吕树惊意间心想 这不会是战场中的 所有将虎鹰亡魂吧 也包括了那位西都大宗师的 吕树低声问道 第五层主星上 有了新的天赋吗 吕小鱼默默地点点头 却没解释什么 吕树也没多问 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 之前吕树以为 吕小鱼的暗图 会在第六层主星时 才有新的质变 因为他的星图里 第六层主星除惠 就是一种质变 甚至凝聚了人形 更有了执掌心结的白色火焰 只不过没想到 吕小鱼的暗图 竟然在对应 扭头葫芦的第五层主星 便有了新的天赋神通 想想也是 他的前四层都是剑 吞贼大剑 雀阴 符石 狮狗 到了葫芦这里 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与树望向西都行攻 那里就是自己 西州之战的终点了 当然他很清楚 杀掉端木黄起 并不是什么终结 只不过是那场恩怨里的 真正序曲而已 此时玉龙般直战 在战场当中喘息着 这场战斗的强度超乎想象 纵使是李黑探 李良他们这样的一品高手 也有点疲惫了 但是没人坐下休息 仅仅是拉开面颊喘息而已 空气中有些腥臭 那是血液在地上流淌 又干涸后的味道 这座西都城池 没法助人了 就算勉强住下去 恐怕也会生病 李黑探抬头发现 吕树正朝着自己飞来 他有点慌了 小声嘀咕道 怎么办 大王恐怕是生气了 李良美好气地说道 你也知道自己 刚才有多莽撞吗 你还知道害怕 放心吧 大王也不会真 给你殉到狗血临头 他知道 你进步已经很大了 他说什么 你就说自己 可以继续学 愿意继续努力进步就好 此时吕树 已经来到李黑探的面前 他瞪着李黑探 美好气地说道 挺能耐啊 扛着人家西周的军旗 到处乱跑 号令将虎营 是不是特别好玩 咋的 当御龙班职不过瘾 你还想当西方天帝 你觉得你行吗 李黑探愣了半上说道 我可以学 李树 李良 御龙班职全体 滚滚滚 李树转身就走 打完仗老老实实 跟我回地球 我单独辅导 你文化课 看着你写作业 来自李黑探的负面情绪值 加199 说着 李树抬头望去 西都行宫大门敞开 可主殿里一片黑暗 他慢慢地朝前走着 御龙班职与内殿 直慢慢汇集在他身后 就像乌云一般 压向那座阴翼的行宫 第1276章 女人与女人北周境内 如今旅周已是晚秋的季节 北周有一处山脉到了这时 便会铺满漫山的红叶 接天连日般的火红一片 就仿佛花朵一般绚丽 这世上的叶子 大多数没有花朵好看 不然怎会有绿叶秤红花一说 只是有人到了这里 看到山谷内外的红叶 并会感慨 原来叶子绚烂起来 就没有花朵什么事了 山间有石阶 一路通往天上 而这石阶上有 两人一路登天 虎侄看着前面 飘然若现的云影 忽然有点感慨 咱们等身上的火锅 未散了再上去行吗 云影头也不回地冷声道 食不我待 你刚才吃火锅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虎侄小声嘀咕道 世人都觉得 傀儡师里面 其实虎侄最霸道 最沉默寡言 然而在云影等人眼中 其实是虎侄最憨厚 最好欺负 嘴也是除了 大哥以外最碎的 大概这就是 所站的角度不同 便会有不同的感官吧 这段时间里 云影和虎侄 一直都在寻找着 关于傀儡师大哥的消息 他们想要确定 那位大哥 到底有没有死亡 或者埋葬在哪里 可是寻着当年 被追杀的路走回去 他们却发现 那条路上的所有痕迹 都好像被人刻意地抹掉了 就仿佛那里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似的 如果不是当初虎侄 曾与人争斗石横 推掉一座山峰 恐怕俩人会觉得 那场厮杀 都是泽梦编织的一场梦境 没有大哥的坟墓 也没有见到大哥的尸骸 然而不知为什么 云影总觉得 心中竟是隐隐 有了一丝欢喜 因为没有消息 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几天 云影极为偏执地认为 大哥其实还活着 只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而已 而今天他们来这里 是为了寻找一个人 那个人手里养的生灵 能帮他们找到答案 网生蝶百年才破茧 你确定那老小子 愿意把网生蝶给我们用吗 虎侄嘀咕道 要知道 网生蝶用一次便死了 而且现在 可能恰巧 还在呈减七 根本用不成 能不能用 得找到他才知道 云影平静道 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不行 况且 他有什么资格不愿意给我们用 凭他有九条命吗 九条命恐怕都不够 虎侄不吭声了 现在的云影杀气有点重 自己还是别争辩比较好 只是他很确定 如果那网生蝶的主人 不愿意将网生蝶交出来 恐怕真的会死 傀儡师是什么人 曾替神王指掌天下 主一切杀伐 这样的人为了寻找大哥 恐怕会不择手段 他们有一万种方法 能让对方后悔 自己曾做过拒绝傀儡师的决定 虎侄没觉得 这有什么不对 这本就是个弱弱强识的事件 乌王可不会认同 你这么做 以前的不会 现在的那位更不会 虎侄嘟囔道 吴王不也是这几百年 才开始修心养性的吗 云以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 现在这位等他坐上王座再说吧 那一天不会太晚 虎侄笃定说道 放心 我就随口一说而已 你现在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 云以在世界上加快了脚步 似乎不想听虎侄说废话 你见过那个阳网生蝶的吗 虎侄好奇道 没有 云以回答道 那我们认错人怎么办 虎侄追问 云以骤然回头盯着虎侄 你想干嘛 虎侄愣了一下 你看你 穿州火锅吃多了 有点上火呀 行行行 今晚不吃火锅了 你可以闭嘴了吧 云以转身继续迈开大长腿 射击而上 虎侄美滋滋起来 只不过这时候 他忽然说道 我一直觉得 我们好像被误导了什么 因为地球那边有些事情 和这边是对不上号的 你指的什么 云以愣了一下问道 当初是何人追杀我们 虎侄说道 六个魂魄 和一个从未见过的大宗师 这还用说吗 除了那位的魂魄 谁有资格追杀我们 云以不解道 这是事实啊 他们与对方是 十打十交过手的 其实单打独斗起来 傀儡失吻占上风 可偏偏鬼术 一早就被封印在 世界术的那方世界里 而泽梦又是心怀鬼胎 一路上没少暗中作祟 这种情况下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对方 而云以他们逃到地球后 始终认为 神王宫里新王 便是吕若儿的原因就是 这世上能拘禁 驱使魂魄的 只有吕若儿一人而已 虽然当时一点很多 但这一点 是根本无法仿冒的呀 虽然老神王的很多秘密 他们都还不知道 但傀儡失 毕竟是最了解老神王的人 比如张卫宇 不知道的洗髓果实 他们就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傀儡失都知道 吕若儿的功法 是老神王给的 一阴一阳 功法双生 独一无二 虎直说道 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魂魄 就觉得 应该是吕若儿在出手 甚至那些魂魄 都与他驱使的一模一样 可是 也许都忘了 他曾经有一次 无意中说过 他驱使的魂魄 其实可以变换形体 那么 有其他人驱使的魂魄 变成那样 也是可以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们并不熟悉 吕若儿所驱使的魂魄 所以就无法从功法上判断 云以皱眉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 难道还能有其他人 懂得驱使魂魄的功法 二十三年前 神王宫事变之后 你可曾见过吕若 虎直反问道 也许他藏在某处伺机报复 他可能以为 鬼术与张卫宇 所谓是老神王受益的 云以说道 你们女人之间 可能天生就有点不对付 虎直慢吞吞说道 但我觉得 吕若儿并不是那种 会藏在某处伺机报复的人 云以挑起眉毛 你看不起女人 虎直 什么跟什么啊 就上刀上线了 虎直解释道 我只是觉得 你一直被主观的情绪干扰 所以 对吕若儿 一直带着排斥的情绪啊 那又怎么样 我排斥谁是我的权利 云以冷声道 这个时候的云以 不再像是一个冷静欲解 更像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是不需要讲道理的 但是你有没有假设过 如果卡洛尔就是吕若儿呢 卡洛尔今年23岁 虎直说道 第1277章 杀手就因为 他得自己取中文名叫吕若 所以 你就觉得 他就是那个吕若 云以摇摇头 其他还有能证明 他身份的东西吗 转世重生 模样都不一样了 功法也不一样了 一切都不一样了 你怎么知道 那不是巧合 或者是有人故意在误导我们 虎直说道 到了你我这个层次就该明白 有些东西 眼见未必是真 没有亲眼所见 也未必就是假 但你又如何解释魂魄一事呢 云以平静问道 你要知道 这个世上 我唯独只认神王 包括神王的功法 神王的一切 那驱使魂魄的方法 还有谁可以拥有 如果真爱你所说 卡洛尔即是吕若 那又如何解释这魂魄的事情 我解释不了 虎直说道 但我始终不认为 吕若会是那个报复无王的人 而且 卡洛尔身上有世界树的树枝 这个巧合又怎么说 这世界上 只有一棵世界树吗 云以反驳道 你怎么知道 卡洛尔原本的那根树枝 就来自老神王 这世上大千世界 能有祖地和宇宙两个世界 就还能有无数个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虎直想了想 忽然说道 云以 你冷静一下 你最近真的有点急躁了 云以愣住了 他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 或者说 曾经傀儡室内部 云以本 就是老神王最得力的助手 就因为 他足够机智与忠诚 而现在 虎直这句话像是 当头棒喝一样 敲醒了他 在发现大哥 可能还活着的时候 在发现当年就是 又重新错综 复杂起来的时候 云以终于也有些失态了 只不过云以 转瞬间便冷静了下来 他说道 现在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 卡洛尔并非吕洛尔 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当初追杀我们的 就是吕洛尔本人 那就和我们之前 猜想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 神王宫里 那位新王确实存在 虎直点点头 他很高兴 云以能够冷静下来 因为从逻辑方面来讲 虎直自认是远不如云以的 而且既然冷静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少吃两顿火锅 这时候云以说道 另一种可能就是 卡洛尔及吕洛尔 那么 追杀我们的人 不知道从何处 得到了暗图的功法 所以拥有了 拘禁魂魄的手段 然后故意误导 我们以为是吕洛尔所为 虽然不知道 对方是如何得到 这个功法的 但这个可能性 并不能排除 虎直补充道 如果卡洛尔真是吕洛尔 那么说明 二十三年前 他确实死亡了 而这死亡 一定与功法流失有关 云以看了虎直一眼 叹息着补充道 有一点你也说得很对 吕洛尔不是那种 会伺机暴富吴王的人 而且 如果他还在吕洛尔 就能从张卫宇 他们的处罚上面看出 袭杀神王宫 并不是吴王的旨意 那现在怎么办 虎直好奇道 连走边看吧 先找到大哥再说 云以说道 不到最后一刻 就无法断定 到底谁是敌人 我们只需要站在 吴王身边就好了 也不知道西州的战事如何了 虎直一点都不担心地说道 端木黄奇这次一定会死 西州根本无法阻挡他的脚步 胆情找到大哥吧 找到之后 就与吴王会合 云以说道 两个人再次涉及而上 他们走在漫山的红叶里 就像是身处红色的云海 这位养蝶人住在这里 也算是身处世外桃源了 云以和虎直都觉得自己 要是住在这里 恐怕会感觉很孤独 云以还是更喜欢住在人间里 有电影看有火锅吃 还有漂亮的衣服可以买 急性子是不能住在这种地方的 不过想想也是 能用一百年时间等 一只蝴蝶破茧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个急性子 当他们来到山顶时 入眼便是一座小小的茅屋与院子 只不过 云以忽然皱起眉头 有人来过 高高的篱笆 遮挡了院子里面的视线 可这空间里的能量波动是紊乱的 与这祥和的外界环境 有些格格不入 云以观察到这种情况时 第一时间便断定 有外人先他们一步来到这里了 不过云以并不在乎来的人是谁 他只在乎往生蝶有没有事 这个时候能来这里的人 必然是猜到 有人要利用往生蝶做事情的 不然这里人烟洗手 来着干嘛 往生蝶虽珍贵 可这生灵只为寻人而存在 一般人根本没有用处 所谓往生蝶便是活人找人 死人找魂 只要有生前物品 就没有找不到的人 寻着往生蝶飞过的路 就能找到想找的人 从无例外 使用者只需要给往生蝶 供养两滴鲜血 一滴滴在往生蝶身上 另一滴滴在物品上面 往生蝶会将鲜血全都吸食 待他产下心了 便会飞去找人 不过有一点是 这鲜血必须是大宗师的 因为只有大宗师的鲜血里 蕴含的能量才足够供养 所以平常就算想要找人 也不会有几个人把主意 打到往生蝶身上 代价太大了 不过这对于本身 就身为大宗师的云以和虎之来说 这代价可以忽略不计 小心有人埋伏 先探探虚实 说着 云以便率先朝里面走去 他吱咬一声 推开了院子的小木门 院子里正坐着一个老者 在做木匠活 他愕然抬头 看向云以和虎之 你们是谁 虎之和云以相识一眼 两个人决定 先不报真实身份 云以冷声吓唬道 我们是杀手 那老者愣了一下 面色忽然变得耍白 杀手 虎之补充道 对 简称杀手 老者疑惑道 简称 那全称是什么 虎之想了想说道 全称是 两个没有感情的火锅杀手 云以冷冷地看向虎之 那院子中的老者 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他犹豫了半天之后说道 你们来干嘛 往生蝶 云以笑道 大老远过来找你 还能为了什么 用和交换 老者说道 我并不需要金钱 那你的那个儿子呢 云以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听说他今天准备参加剑炉考核 他需要钱和机缘吗 直到这个时候 老者才真正的面色大变 你们到底是谁 傀儡师 第1278章 唐王补传人的名 傀儡师在宇宙已经消失了18年 但在偏僻的地方 也听说过 这曾经震慑天下的称号 往生蝶的拥有者 自称蝶散人 取义便是逍遥事外 心中只有养蝶一事 往生蝶百年破茧 可这不是说 中间就不用管了 那蝶简说大如手掌贴在树干上 首先这百年之内树不能死 蝶才能活 其次 往生蝶本身就有太多的天敌 当他成茧时 随便来个洗食昆虫的生灵 便能轻易拨开他的茧 将他一口吞掉 有人说 往生蝶之所以愿意 吸食大宗施仙血 为人类服务 其实就是一种共生的状态 他需要人类守护 然后提供血液 给他传宗后代 万物繁衍是天性 有些生灵 甚至雌雄同体 就为了延续物种 对于大部分生灵来说 繁衍后代 便是他们天生的使命 父子蝶除 会将卵背负在脊背上 那虫卵以背上的肉做养分 母螳螂会吃掉公螳螂 但物种秩序本来如此 只有人类最奇怪 为了不繁衍 竟然还会劫杂 而且还有那么多 避免繁衍后代的手段 甚至还有人生了孩子抛弃 人类会觉得 其他生灵物种很奇怪 其实反过来 其他物种生灵 如果知道人类这么干 恐怕也会觉得很奇怪吧 这位蝶散人后半生 都住在这山上 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里 但是他并不是毫无牵挂 起码云以 就找到了他早年 安置在外面的儿子 如今儿子便在北方当兵 现在刚刚回到王城 准备参加剑颅选拔 已经拿到了军队的选戒信 在云以看来 蝶散人的儿子 不算天资聪益 也没什么好的背景 外面看起来 就是个母亲 独自抚养大的寻常小孩子 却有很多不明来路的资源 这要说蝶散人 没管自己的儿子 云以是不相信的 所以他这一开口 蝶散人就真的慌了 因为他的命门就在这里 而且 既然对方是傀儡师 那么 以傀儡师在 吕咒扎下的盘根之节来看 绝对不是没有证据胡说 云以笑了笑说道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不是来威胁你的 只是互惠互利 往生蝶 已经一百多年 没有出现在人间了 我相信 他现在就能用 你将往生蝶给我 我赠你儿子三剑保命法器 就算剑颅选剑打起来 也绝对没人能伤他分好 蝶散人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忽然说道 这还不够 云以笑了 他对虎直说道 都当蝶散人 真是个逍遥散人 其实不过是个伤人 虎直笑道 我们会给剑颅打招呼的 只要你儿子能挺过第一轮 他就能进剑颅 而且 除了剑颅那位大师兄 没人会知道 他跟我们有关系 蝶散人大喜过望 他要的就是这个 虽然现在都知道 傀儡是很危险 当初被新王追杀 不知道去了哪里 可是蝶散人才不管那么多 他只想让儿子成为剑颅弟子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有人一步从虚空中 来到这蝶散人的背后 想要一掌 按在蝶散人的后心上面 云以和虎直 有人来过了 但是并未在院子里 见到什么生人 所以交谈的这段时间里 云以和虎直 始终没有放松警惕 可是刚等他们 想要出手救人的时候 竟然又有两人 从虚空中劈刀砍来 这就让云以和虎直惊讶了 对方这次来的 竟然是三个 而且他们看清楚了 这三人 赫然正是当初 追杀过他们的魂魄里的 其中三个 但幕后之人似乎料到 他们找不到傀儡师大哥 最终会来到这里 利用往生蝶来找人 所以对方也来到这里了 不过对方的野心更大 竟然想要连同虎直 和云以一起杀掉 变光火势之间 云以冷峻的脸庞丝毫不乱 只不过他并不担心自己 他只担心蝶散人怎么办 要知道他们 还没拿到往生蝶 而这蝶散人 他们恐怕是就不下了 可是刹那间 一柄血亮的刀 从蝶散人背后出现 那泼洒的刀光 就像是一场 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 绚烂 冰冷 这一刻 就连云以也只能看到 那刀身上的二字 星亭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到底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还真不好说 云以他们察觉到的 不速之刻 应该就是这三名魂魄 可是场间 所有人都没想到 曹青慈竟然也藏在这里 甚至大家都不知道 曹青慈是何时 藏在这里的 又藏了多久 只为完成必杀的那一刀 云以当然知道 星亭刀 已经被涅亭传给了曹青慈 那时候他还在地球呢 只不过他不知道 为什么曹青慈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心情便激动了起来 曹青慈明显已经不知道 在何处完成了杜劫 竟是一脚 踏进了大宗师的门槛里 这星亭一刀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竟如雷霆乍现一般 将那毫无防备的魂魄 给一刀两断了 多日等待 蓄力一刀 即便是大宗师 也没有生还的道理 这是曹青慈跟涅亭学来的 曹青慈之所以拜涅亭为师 那是因为 他确确实实觉得 涅亭有太多的过人之处了 世人总觉得 曹青慈很幸运 能够得到涅亭的真传 可他们不知道 也不是谁想当曹青慈师父就能当的 曹青慈学了一身的刺客天赋 会的 就是回来杀人 杀术不清的人 魂魄如一缕黑烟 消散在这方世界 此时云已和虎之才 放下心来 因为他们必须要得到往生蝶 而这蝶散人 为了防止以外 肯定不会将已经破茧的往生蝶 带在身边 他们两人面前 骤然出现两具钢铁傀儡 轰然迎上了面前的两具魂魄 然而此时云已赫然发现 他面前的那个魂魄 赫然是大哥的模样 只不过云已看到这一幕 更加愤怒了 装神弄鬼 云已已经发现了 那两具魂魄 其实都是傀儡师大哥的模样 这是对方 想要故意戏弄他们 所以故意变换的魂魄样貌 如果他们杀掉魂魄 那么 就像是亲手杀掉 自己曾经的大哥一样 但云已和虎之 都不是什么软弱的人 对方也低估了他们的实力 第1279章 独行 被决让云已与虎之 最恶心的是 对方藏在背后的那个心思 故意把魂魄改变成 傀儡师大哥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恶作剧一样 现在云已和虎之 甚至有点不清楚 对方到底来干嘛的 说对方是故意来 恶行人的他们都信 别三人的魂 都要吓飞了 他哪见过 这么多大宗师同时出手 整个山峰 都像是要踏了似的 曹青慈在旁边 冷冷地看着云已与虎之出手 那两名魂魄 虽然也为猎宗师 可他们与傀儡师丹 打毒斗起来 还是弱了一点 只不过曹青慈明白 魂魄最大的优势 并不是战力有多么强悍 而是他们杀不死 只要宿主还在 没几天 他们便能重新凝聚 那两名魂魄出手时 并没有显露自己的攻防 而云已和虎之的 两具钢铁傀儡 则大开大合间 让对方根本无法招架 每次交手的瞬间 整个山谷内外 都有数不清的红叶 被剧烈的阵战 给抖落地面 一时间 整个山谷 像是下起了一场 红叶飘零的雨 可这美如画卷的时刻 却藏着太多的杀鸡 就在傀儡师与魂魄交手的时候 忽然有几十片红叶 像是被蜂蜜流浮上来了似的 轻若无误 那些红叶自然而然地 飘了几下 纷纷又落在了地上 可是有一片红叶 却始终飘摇着 似乎有山间的微风 在拖着它 可是下一刻 当他出现在蝶散人身边时 竟然消失了一瞬 准确来讲 不是消失 而是飞行的速度太快了 有出刀声 将整个世界都劈开了一般 蝶散人面色苍白地看着面前 他只能看到 一道白光闪过 而后一片被斩成两半的红叶 终于失去了所有力量 坠落在地上 曹青慈收刀回敲 他不幸有他在 谁能悄无声息地暗杀了蝶散人 在他面前 若是实力碾压也就罢了 若是只想取巧 那么终究会自取其辱 而且 这片偷偷袭来的红叶 也暴露了对方的意图 其实对方就是不想让云蚁和虎直 利用网声蝶 找到傀儡师大哥 此时对方的计划失败 并且自知魂魄 并不能正面胜过云蚁与虎直的情况下 竟是自行消散掉了 云蚁看向曹青慈 欲言又止 曹青慈忽然说道 明月夜还没有死 若是18年前就死了 那魂魄早就消散 对方根本不怕网声蝶的存在 而现在他们煞费苦心地赶来这里 其实就是担心网声蝶 找到明月夜的位置 或者发现某些真相 云蚁皱眉 你不能叫他一声大哥吗 泪绝 云蚁直接叫出泪绝这样的名字 是因为曹青慈表露的痕迹太过明显 除非是泪绝回来了 哪个地球人会忽然跑到这里来 就连云蚁和虎直 都是临时想起 还有网声蝶这种东西 那幕后之人 似乎也是跟着过来的 可曹青慈早就隐匿在这里了 其实曹青慈在这里 不是为了杀人的 而是想分辨一下敌友 只不过让云蚁没想到的是 曹青慈竟然连大哥明月夜都怀疑 曹青慈说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 也许他也和泽梦一样 参与了这件事情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确认他是否死亡 既然他没有死 那么他又在哪里 云蚁凝视着曹青慈的眼睛 你还不相信大哥吗 曹青慈沉默了 前世的十八年前 那个夜晚他抱着年幼的吕树 狂奔在无人的街道上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吕树再哭 哭得撕心裂肺 他就抱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只希望能给那个婴儿一丝温暖 叉儿哥给他听 那时候的泪绝 已经走进了绝境 前后左右包围而来的 都是要杀他的人 他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 只能把生的希望留给吕树 因为那就是他要守护的全部 曹青慈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绝望了 绝不 他平静地看向云翼 我如今除了吕树 谁都不信 不信你 不信虎直 一样也不信明月夜 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云姨解释道 他不想曹青慈对这个世界 有如此多的敌意 曹青慈摇摇头 等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再说这种话吧 曹青慈很沉默寡言 所有的同学对他都是这样的印象 不是他早早地便觉醒了记忆 而是他年幼时便经常做梦 梦里有一手小星星 还有冰冷的武器 与滚烫的热血 随着成长 梦里的内容越来越多 他也越来越沉默 后来曹青慈发现执行任务时 杀人与血腥 能让他回忆起更多的事情 于是 他不停地去找涅亭申请任务 直到终于有一天 他回归了泪爵的身份 没有什么矛盾 曹青慈就是泪爵 泪爵就是曹青慈 所以他才会主动报物种研究专业 所以 他才会去泪爵的无字墓碑前进入 所以 他才不反对吕树的任何决定 哪怕在别人眼里 他才是假急资质中的真正天才 与曹青慈而言 所谓的假急资质 跟神王如何相提并论 放在一起对比 都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了 没人知道 当物种研究专业 一起去吕树家里吃饭的时候 当曹青慈吃下去吕树 做的第一口菜时 差点哭出声来 还好他忍住了 浩劫余生 飘扬过海 终见陆地 大概归宿的意义 便是这十二个字了 然而就在此时 远处山脉里 燃起浓浓的白烟 蝶赛人见到这一幕 如丧考彼的哭喊道 我的网生蝶 说着 他便朝那片山林里冲去 云以和虎侄 这才意识到 网生蝶原来藏在那里 幕后之人将他们拖在这里 其实是为了 有更多的时间 找到网生蝶而已 云以叹息 网生蝶没了 想要找寻大哥 又要再想别的办法 曹青慈收刀 在腰间转身 就打算踏入虚空 云以在他身后喊道 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曹青慈摇摇头 我知道 你们在地球上 就有机会杀他 但是你们没有出手 这是我们现在对话的信任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能完全信任你们 相比曾经的并肩作战 我现在更喜欢独行 云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曾经的泪绝 是傀儡师里最单纯的那个 也是最快乐的那个 所以 十八年前风雨夜 他隐约猜到 可能有那鬼后 依然同意泪绝 来背负那个箱子 而现在的泪绝 不 是现在的曹青慈 已经彻底改变 这个节 似乎只有等到一切 都尘埃落定 才能重新解开 第1280章 将死之人 西兜成内 吕树清晰地感受到 西兜行宫中 只剩下一束能量存在 那能量犹如冲天的火炬一般 让人无法忽视 只是这火炬从未晃动过 就算对方手下的两个大宗师 都死亡了 对方也从未有走出 行宫杀敌的打算 只是静静地旁观着 就仿佛外面的震天喊杀声 都与自己无关一样 吕树忽然在想 为什么端木黄启 如今像是放弃了抵抗似的 可是能量波动不会有甲 死人是不会有能量波动的 吕树一步一步地走进西兜行宫 穿过红墙灰瓦的高耸围墙 这里已经没有守卫了 守卫禁术战死 玉龙斑直便跟在吕树的身后 灰甲摩擦的哗哗声 就像是实质的杀气 张卫宇等内殿职则 身穿汗山铠寻在天上 他们巡视着地面 防止行宫内 还藏着什么漏网之余 所有人拱卫着吕树 这个时候 吕树便像是一个真正的神王 终于回归 张卫宇他们发现 西兜行宫的女眷已经不见了 端木皇起并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年年都有选秀女的活动 有人戏称 西州的美貌女子 早就尽数被端木皇起纳入宫中 西兜行宫 虽然称为行宫 但那只是因为神王宫的存在 导致四方天地取名有所避讳而已 事实上天地行宫 甚至要比神王宫更加恢弘与奢华 要论奢华程度 神王宫反而要相对简陋一些 张卫宇等人落在后宫之中 有人推开一座寝殿的大门时 差点吓一条 那寝殿中 有数不清的白铃 竟是端木皇起 早就将后宫女眷全部赐死 那些从屋顶悬坠下来的白铃 每一条都悬挂着一个刚刚逝去的生命 曾经他们 是多么的美艳动人 而如今 也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张卫宇叹息一声 但是并没有多么动容 这人世间比眼前景象 更加惨烈的事情比比皆是 他们来不及同情谁 也无意同情谁 同情在战争中 便是最无用的情绪 胜者生 败者死 这就是灭 当年老神王征战的时候 端木皇起他们 同样将别人逼到绝境 一国君主 连同皇后一起自吻的事情 都不止一见 比这更残酷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 只是问题在于 难道端木皇起从来都没想到 自己会胜利吗 为何早早地辩词死了他们 这世上向来只有断定 自己大势已去的人 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吧 此事再回想起来 不管是将虎银阵亡 还是西都的大宗师身死 端木皇起那冷眼旁观的姿态 就像是在亲眼见证自己的衰落一般 只是平静地看着 张卫宇等人 搜寻整个西都行宫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 他们来到西都行宫后院的时候 这里赫然有一片墓地 张卫宇数了一下 数量刚好99个 这宽广而幽静的院子里面 有着酒味 他看向墓地前面的地面 好像有人之前带酒 来到这里祭奠了亡魂 是端木皇起来祭奠的吗 除了端木皇起 好像整个西都行宫 也没有别人了吧 杀了活人 转瞬却来祭奠亡魂 这让张卫宇 有点彻底看不懂端木皇起了 这些都是什么人 有人疑惑不解 端木皇起竟然专门为 他们在皇宫里设置了灵寝 我以前听说过 西都行宫里面 有一处寻常人不得靠近的院子 但却没深究过 里面有什么 张卫宇看着墓碑上的名字叹息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那么我知道他们是谁了 当年神王最终一战 便发生在西州 当时沁国实力强劲 老神王在西都外面 便遭到了疯狂抵抗 那个时候 神王便派端木皇起律 一百死士来西都斩首 最终沁国国主身死 而端木皇起他们 也只剩下最后一人 也就是端木皇起 旁边的内殿 只看着九十九座墓碑愣住了 因为数量是能对上的 对于内殿值来说 那场战争 要比他们出生还要久远 他们许多人 也不过活了几百岁而已 就算曾经吃过西式的洗髓果实 但实力受限 导致玉龙般 只更新换代过几批 如今的张卫宇等人 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 一直心向网之 有人不解 端木皇起还能有如此重情义的时候 在大家印象里 端木皇起从来没有信任过谁 就连自己亲儿子 都能无情杀死的人 竟然会惦念其他人 张卫宇摇头道 就算是我们口中相传的圣人 也会有缺点 也会犯错 那么一个恶人 又怎么可能没有让人敬畏的地方 我们谁敢说真正的了解端木皇起 只能说 这世间的人和事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们都是矛盾的集合体 有人看向墓碑 只见每一个墓碑上面 都孤零零写着墓主人的名字 这时候有人惊讶了一声 那边还有一块墓地和墓碑 只不过墓碑还没竖起来而已 那店直看去 赫然发现 那墓碑上写的 竟然是端木皇起自己的名字 大家面面相去 一代萧雄竟然给自己留了一块墓碑 走吧 不论如何 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了 张卫宇说道 而我们只需要坚定地 站在吴王身后即可 此时吕树来到主殿门前 里面一片黑暗 他站在门口 就像是与黑暗中的端木皇起无声对视 吕树的身后 有御龙般直跟在身后 内店直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而此时 宫殿忽然开始沙化 裹着琉璃的瓦片 转瞬间开始变成沙土 沙沙地从屋顶滑落下来 整个奢华的宫殿 就像是被时间分化了一般 瓦没了 墙也没了 树里的石柱也没了 满是衰落的沧桑感 当宫殿消失时 才显露出里面的景象 不在黑暗 而端木皇起便坐在 主殿上位的龙椅上 闭目养神 对方神态平静 穿着与文在否一模一样的天地滚服 吕树凝视着对方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这滚服穿在端木皇起身上 才像是真正的天地一样 印象中 很多帝皇多疑且暴虐 本该就是端木皇起这样 反而是文在否不太像一个天地 更像是老神王的御前侍卫统领似的 第1281章 深渊宁市黑暗的宫殿 已经不存在了 安东尼将整座宫殿 都给土崩瓦解 余下的只是一个孤独的龙座 和孤独的端木皇起 平日里那龙椅 便象征着端木皇起的权柄 西都众臣都需要对那龙椅的位置 顶礼摩拜 然而现在 那龙椅巨大的孤独感 让它就像是一尊墓碑一样 吕树 看着端木皇起说道 你猜到自己今天会死 对吗 张卫瑜已经把后宫中的发现 小声地告诉了吕树 端木皇起慢慢睁眼看向吕树 谁也猜不到自己的未来 但我向来 会做最坏的打算 当年征战时 每一次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但这样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 两千多年前 我奉命斩首庆国 从西都东面 一路杀到皇宫里 我知道 没人会来支援我 我们这一百人 死了便是死了 不会像说书先生嘴里的故事一样 峰回路转 所以我就只能为自己证明 端木皇起回忆到 西都的那些士兵 看着我们孤零零的一百人 就像是在无声地嘲笑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我们就在那千军之中 当着他们的面 杀死了沁国国主 我站在沁国国主尸体旁边 将他的头颅 挑在我的黑龙毛上 回头看向身后 只有尸山与血海 我想 这大概就是一江功成万古窟了 说完 端木皇起仔细端向着 张卫与他们身上的汉山凯 没想到 同样是在西都 同样是汉山凯 只不过我端木皇起 竟然成为要被杀的那个 这世道真是离奇啊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次可不太一样 吕树笑了笑说道 我很想知道 你被抛弃的感觉如何 端木皇起陷入沉思 而后忽然开口说道 这世上很多人都曾以为自己 才是那个直骑的骑手 结果到头来却发现自己 只是一枚棋子 我端木皇起 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 想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与你同谋者是谁 吕树声音渐渐地冷了下来 你告诉我 我让他下去与你作伴 你嘴中问出秘密 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 你不恨他吗 吕树平静说道 这场战争里 我一直在等着 有人出手救你 结果并没有人出手 似乎你的同伴认为 你死了要更好一点 不不不 端木皇起摇头道 起码你说错了一点 我与他不是同伴 我端木皇起也不需要同伴 我从未指望过会有人来救我 我也不需要谁来拯救 吕树默然 他忽然感觉 不像是这世界 抛弃了端木皇起 更像是端木皇起 抛弃了整个世界 有 我的同伴是随我出生入死的那99人 只不过 他们如今都已死去 就葬在我这行宫的后面 端木皇起笑道 这世上只需要有他们陪伴我 便足够了 不知为何 吕树忽然觉得 这个传说中的西方天地 心中有着太多的矛盾 原来那个多疑暴虐的天地 心里也有可以信任的人 只不过那信任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吕树想了想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你的孤独 其实只是你不能信任别人而已 端木皇起反问道 这世上有可以信任的人吗 吕树平静道 我以前跟你想的一样 觉得这世界上 并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 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若是这世界再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那才真的很无趣 端木皇起笑了起来 你都能起死回生 这世界上 还有什么事情是真的 什么又是假的 你若是想在此时劝说我 还不如与我打一场来的痛快 吕树忽然觉得 有时候一个人40岁的时候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就已经定型了 更何况 端木皇起是个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人 谁劝说 恐怕都没什么用处 而且他也没必要劝说 因为端木皇起今天就得死 很多人希望别人认错 其实是希望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 而吕树不需要端木皇起认同自己 他只需要杀死对方 杀死那些想杀他的人 然后回到地球 就这么简单 吕树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那个人呢 汉山凯都在你手里了 还用说吗 端木皇起淡定道 张卫宇也在你身边 刘一昭也在你身边 你还能是谁 他们又会臣服于谁 吕树忽忽然发现 忠诚就是张卫宇身上的标签 只要谁带着张卫宇 谁就是神王啊 当初你 也为神王出生入死 可有想过 今天自己会背叛他 吕树好奇道 那时候哪里想过这些 端木皇起手指敲击着龙椅 能活着就不错了 不过 你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吗 还有谁 吕树问道 端木皇起笑道 你不是也在改变吗 一场轮回之后 还不是杀了这么多人 你知道我为何轮回 吕树好奇道 老神王应该不会与端木皇起说 这种事情吧 以前我以为你是真的死了 现在才明白 只不过是一场轮回而已 至于你为何轮回 能杀死你的 不是只有你自己吗 端木皇起语气 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甚至不再有那么多的阴隐与黑暗 你的心病 不是在征战时 就已经有了吗 这个我还是能感受到的 吕树摇摇头 实际上你错了 我不是他 他也不是我 这个不重要 端木皇起摇摇头 重要的是 你最终仍旧走回了这条老路 又杀了这么多人 又制造了这么多的杀念 你与他又有什么区别 你需要明白的是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李黑探忽然举手打断道 这句话我听过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你才说的 场间忽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默默地看向李黑探 而李黑探 有点心虚地 慢慢把手收了回去 端木皇起说道 准确讲 是你凝视深渊时 可能不会想到 有一天 自己也会变成深渊 第1282章 一场好梦 吕树愣了一下 就像是那些 为了拯救公主的屠龙勇士 最终会变成巨龙一样 凝视深渊的人 也终究会变成深渊 端木皇起说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 也许老神王重新 进入轮回时 并没有想到 这一世的自己 仍旧会重新走上正途 手上也重新染上鲜血 他不会 此时有人掷地有声地说道 吕树转身 看着身边的吕小渝 他没想到 这时候吕小渝会忽然开口 而且他也不知道 对方为何会如此笃定 吕小渝看着端木皇起冷冷说道 他就是掉进深渊里 我也会亲手把他给拉出来 吕树 转头看向端木皇起笑道 听到了吗 端木皇起陷入沉思 这大概才是 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吧 让我意外的是 你们今日真的没死一个人 你确实和他不一样 可能你以为我是忌惮汉山凯 其实我只是不想打坏他们而已 那汉山凯里面的心口位置 刻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吕树没听懂这句话具体什么意思 然而下一刻 端木皇起竟是抱起出手 一步之间 便来到吕树面前 悍然一掌按向吕树的胸口 滚伏震动间 端木皇起 就像是一头怒发虚张的狮子 一只穷途陌路 却仍怨疏死一搏的狮子 只是当他踏入虚空的那一刻 却因灰陷 便已经在吕树面前编织起来 吕树从来都没有放松过警惕 即便再大优势 他也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 大宗师之间出手 都是电光火石之间 如今这里真正的大宗师 也不过吕树和吕小渝两人而已 而且 吕树也没想过让别人出手 下一刻 端木皇起袖中 两柄黑色的袖件落在手中 他整个人的衣袖翻动起来 玉龙般直 所有人都感觉像是地洞山摇一般 整个世界都好像颠倒了 张卫宇面色一变 这是端木皇起的杀招黑白颠倒 等寝刻间 让白昼变成看不见的黑夜 也能让天穷在敌人意识中变为地面 只不过就在此时 吕树心脏中的那团白色火焰 受到这剧烈的危机感逼近 竟是自己出手烧向了端木皇起 如今的白色火焰 因为除灰的回归 已然彻底复生 所以 他比以往更加主动 也更加的爆裂 羽树恶然发现 当这团伙出现的时候 端木皇起忽然收手了 似乎脸上还有微笑一般 坦然等到白色烟火 飞临自己的身上 为什么 端木皇起这是要干什么 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呢 白色焰火 已经飞入了端木皇起的眉心 而端木皇起 则微笑着闭上眼睛 盘膝做的 像是进入了一场梦境 对方好争以侠的模样 就像是原本就在等待着 这场梦似的 羽树愣住了 对方此时此刻竟然求的 只是一场心结 端木皇起想要回到 自己的心结梦里 是因为他那些消失的兄弟们 也在那梦中 心结是很危险的 羽树当初感觉自己 如果没有度过心结 恐怕一辈子就这么沉睡了 而端木皇起不怕 他知道自己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时间过得很漫长 羽树并没有出手 直接杀掉端木皇起 端木皇起的表情 时而快乐 时而忧伤 时而愤怒 时而绝望 羽树知道 端木皇起与他一样 一定在这场梦里 重新经历了一次新的人生 羽树很想知道 这心结梦里到底 发生了什么 而端木皇起 又为何执意要做一场大梦 但是却无从得知了 足足二十分钟后 端木皇起平和地坐在 地面上睁开双眼 眼中慢慢地流出 两行血泪来 端木皇起像是看着羽树 又像是透过羽树看着远方 他空洞地笑道 恨不能梦回三千年 不良热血 兄弟们 我来了 说完 端木皇起气息断绝 这场新结 他没能走过去 一代枭雄端木皇起 并没有轰轰烈烈地力奔而足 也没有将这世界搅得天翻地覆 他出手不是为了杀人 只是为了做一场梦而已 这种死法太奇怪了 甚至让吕树 有种拳头落空的感觉 可又说不出什么来 对方在权力与欲望里面 沉沦了上千年 最终却是在一场梦里 拥有了最清醒的状态 这让吕树不禁反思 人到底何时才是清醒的 到底现实与梦里 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吕树让张卫与谢甲 大家果然在汉山凯胸口的位置上 看到了小小的名字 那名字歪歪扭扭的 吕树甚至能想象到 写他的人可能并没有什么文化 写个字都紧张到手心是汉 而他刻完自己的名字后抬头 看到兄弟们 也坐在地上跟自己一样的笨拙 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互相嘲笑说 仿佛连笑容都刻在了盔甲上 一起战斗 一起喝酒 然后等时间将一切都分化 变成了沙土 从那以后 端木黄起就变了 将他埋葬在那九十九人身边吧 吕树叹息道 让他如愿以偿 遵命 张卫与拱手道 此时孙修文提着另一名 西都大宗师的头颅 来到吕树身边 信不辱命 吕树 看着孙修文说道 但愿你不会成为下一个端木黄起 孙修文愣了一下 他以为吕树是在 告诫他要真诚 于是立马跪了下去 陈觉不会做那不忠不义 吕树把孙修文拉了起来打断道 快乐点就行了 说完吕树朝外面走去 玉龙班直跟在吕树的身后 只剩下孙修文一个人站在那里 一脸茫然 他如今是王城豪门里最清醒的人了 可是他竟然一时间 没听懂吕树在说什么 快乐点就行了 在这位新王眼里 快乐比忠诚还重要吗 吕树站在西都行宫门口 对张卫宇 吕小鱼 卡洛等人说道 我先走一步 你们大军随后全力进发 还有好几笔账没有算 时间仅任务重 所以你们要辛苦一点了 没人对此提出异议 玉龙班直的下一站是王城 从西都赶过去 还需要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哪怕全速赶路 也无法更快了 这个时候 吕树一步便能过去 他当然要先去打前站了 没人担心吕树 因为吕树今时今日 真的不需要谁来担心他的安危 需要担心的 是他的敌人 第1283章 后悔的宋家王城 是的名利场 王学家向来都喜欢往王城跑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被王城主流权贵接受 那才是真正的王学家 这里有太多的名流 也有太多的利益 有时候王学家 都会因为一个 名声争的面红而赤 更何况那些真正 站在名利场中心的王城豪门 九五豪门已然成为历史 孙家在王城豪门大军 离去之后没两天 所有嫡系子弟 便悄悄跟着货车离开了 他们的行动 就像是事先演练好的一般 孙修文在夺取家主之位前 就为整个孙家想好了退路 当然 这一切退路的前提 都是孙修文能够成功 不然宇宙之大 也没有他们可以退的地方 一开始 王城豪门都还没有反应 因为孙修文所做的准备 实在太充分了 当他们发现 孙家的嫡系 已经很久没有在王城露面时 便得到了孙修文宣布自己 奉神王旨意 成为西方天地的消息 而与此同时 五卫军攻克西都 端木皇起身死的消息 也随之而来 什么情况 神王旨意 西都不是被五卫军打下来的吗 孙修文不是站在五卫军那边 杀了西州大宗师吗 为什么孙修文敢说 自己是奉神王旨意 王城余下的九四豪门 都不是傻子 他们忽然发现 事情开始朝着 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如今西都破灭 据说连城池都已经不复存在 可是那个发出圣旨的神王宫 再也没了动静 王城九四豪门时至今日 也不敢去神王宫里确定情况 可是他们明白 五卫军没有被任何人出面制裁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五卫军 那个把赌徒逼进龙颖河里的五卫军 原本只是豪门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如今竟然连一方天帝都杀死了 以前孙修文苦心修行 想要晋升大宗师的时候 王城豪门私下里还在嘲笑说 你晋升了大宗师 还不是要与大家为伍 他们觉得 王城豪门没有大宗师 也一样是王城豪门 多一个大宗师 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然而 这时候孙修文为他们摆出了一条新路 原来天帝也会消亡 原来王城豪门也能主宰一方 现在的孙家 已然与王城豪门不是同一个层次了 他们王城豪门从此以后 要看孙家的脸色 但凡还想在西州做生意的豪门 都得尊称孙修文一生天帝 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低个头又怎么样 他们又不是没有低过头 当初能把王城豪门当狗溜的人还少了吗 他们平时在百姓眼里高高在上 可是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自己的处境 想活着 就别装什么满门中烈了 不然等来的搞不好是满门抄斩 但他们现在需要小心的 绝对不是孙修文 而是五卫军 以及那位五卫军之主 有消息说 五卫军攻克西东 当天便朝着王城而来 这个时候 王城豪门已经意识到 他们必须要在五卫军抵达王城之前有个决断 到底是跪神王宫 还是跪履术 不是站着还是跪着的问题 他们只是不知道该跪谁 有人觉得 还是应该相信神王宫 毕竟神王宫就在王城 若是五卫军打来王城 宫里那位总归要出手的吧 这不是有人愚昧 到现在还猜不到 神王宫里面 其实有人装神弄鬼 而是当初傀儡师都被人追杀 这位幕后之人 本身就是胜利者 当然也有人觉得 应该开成迎接旅树 因为他们的命 还没有端木黄起 就连端木黄起都死了 他们有什么资格装硬起 有人去跪在剑炉外面 想要受到剑炉的庇护 然而剑炉始终都没有表态 在层云雾笼罩之下 剑炉一副超然无外的姿态 剑炉子弟里面 可是有好几位 王城豪门的子弟 虽然进了剑炉之后 他们就和豪门有点疏远 就如同陈祖安一样 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 那些只讲利益 不讲感情的豪门 就像是一个牢笼 但凡有能力 从牢笼里挣脱出来的人 都不会选择回去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曾经剑炉的王城豪门子弟 曾经都不太被家族重视 没有资源没有偏爱 自己历练多年 最终在军中熬出了一身铁骨 反而那些资源多多的 在晋升一品后 反而无法面对那些凶狠的孤狼 一边是惜命的千金之子 一边是不拼命就被遗忘的数字 心底里的战斗力 都会不太一样 剑炉选拔不是二系 如果资源堆出来的温室花朵 都能进剑炉 那就真的太小看 剑炉大管家顾灵飞了 这些剑炉子弟 对于家族关系很淡漠 他们有些人的父母 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 脱离了家族 在外地安安心心地 当一个小贵族 王城豪门里有人求了很久的情 终于通过传讯镜子 问出了想问的话 剑炉到底什么态度 被追问的剑炉子弟 感觉很好笑 吕树是我剑炉师弟 难道还不够说明剑炉的态度 王城豪门鸦雀无声 是啊 剑炉时至今日 就算神王宫发出圣旨 都没有跟吕树撇清关系 已经足够说明态度了 他们甚至在想 剑炉那位大师兄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么 吕树进入剑炉 本身就不是一个偶然 一起谈一谈了 在五卫军抵达王城之前 要商量出一个结果来 王城豪门 已经有太久 没坐在一起商量事情了 彼此有彼此的利益 如今 外力迫使他们重新团结 可问题是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团结到底有没有用 眼界局限了 他们对于局势的判断 一场王城豪门家主之间的会晤 即将开始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危险 宋家家主小声对管家交代道 趁着大家专心商谈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聚集在我们这里 你赶紧把几个出色的子弟偷偷送出去 一刻都不要耽误 这时候 管家才恍然明白 到了这个时候 家主还在动得小心色 他甚至没法确定自己这位家主 是不是真心去跟其他豪门谈事情的 或者这场会晤 也只是一个掩护而已 宋长赢这个蠢货 宋家家主探惜道 要是萧明泽和赵帅 还在我宋家 哪至于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萧明泽早已远走高飞 赵帅更是加入了御荣班职 管家想说的是 您宋家这么多年 也并没有多么优待这两位 这两位离开也是情理之中 但不管是宋家家主 还是宋家这位管家都没想到 他们还在担心五卫军 提前抵达王城的时候 宇树早就到了 第1284章 土鸡娃狗王城西北的一个小小院落里 正有白色的水汽 不断从院子里面蒸腾起来 而后一股浓郁的食物香气 让旁边的街坊邻居 都忍不住在想 这里面到底干什么呢 宇树坐在一个小火炉前面 拿筷子翻腾着铜锅里的油脂和肉 旁边的肖明泽 正忙活得一脑门汗 又是给火炉添柴 又是忙着窃吕树给他的食材 很多豪门都在寻找肖明泽 因为他们都得知 这王城里面 与吕树关系最好的 恐怕就是这位曾经的赌方大掌柜 消息从宋家里面传出来 这些年来 王城豪门彼此之间 没少往对方身边安插眼线 宋家以为 杀了管库存的小奴隶 就能瞒住天下人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尤其是这种最敏感的时间 在吕树尚未崛起时 便站到了吕树这一边 如今 肖明泽便是王城豪门 最想找到的人 因为他们 想对肖明泽许以重力 换取肖明泽的加入 这样一来 大家就能给自己的家族 加上一层保险 肖明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 王城里面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但他也明白 他被看中 也不过是因为 面前的这个少年罢了 并不是因为 他自己有多高的价值 他身为一个赌方大掌柜 太明白 这世间的人情事故 到底是怎么样了 一个王城豪门的子弟 过来打白条 他们就愿意借钱给对方 若是一个乞丐过来 他们当然不会理睬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对待呢 还不是这王城子弟背后 有着王城豪门 大家现在之所以看中他 不过 是因为他能与吕树对话罢了 只不过所有人都没想到 肖明泽竟然还敢留在王城里面 现在王城豪门里 寻找肖明泽的人 早就放弃了王城范围 也不是没有找过 只是肖明泽这种赌方里 天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老江湖 怎么可能被他们找到 这小院子 还是早年间肖明泽悄悄买下的 这样的小院子 他手里多的是 角兔上有三窟 肖明泽这种老狐狸 连十窟都不止 在王城豪门想来 肖明泽不过一个二品实力的小修士 这种时候 必然早早地离开了王城 投奔五卫军了 但是他们没有换位思考 如果是肖明泽 他甘心这么离开吗 赵帅有着一品的实力 所以能被五卫军立刻收编 而他呢 五卫军现在又不做生意 肥皂的工厂都停了 他肖明泽对于五卫军来说 有什么用呢 这个时候 他必须留在王城 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说肖明泽 只是想当的富贵贤人也就罢了 可他也有自己的野心 变革将至 肖明泽知道 这就是自己一生里 最重要的机会到了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以后仍旧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 所以他不仅要留在王城 还有成为吕树的助理 此时肖明泽一边给火炉里添柴 一边说道 王城豪门想要齐聚一堂 商量如何面对五卫军 大王有什么打算 吕树不置可否 你觉得呢 不过土鸡娃狗而已 肖明泽想了想说道 连个大宗师都没有 臣都不知道他们联合的意义在哪 只不过我的人已经发现 有豪门正在将子弟偷偷送出王城 路线与宋走的是谁我都掌握了 吕树点点头 这肖明泽能从宋家全身而退 也是有理由的 宋家这边为了防止意外 本身就派了奴隶监视肖明泽 结果当天晚上 肖明泽不仅消失了 就连负责监视他的奴隶 也全都惨死街头 这样的老江湖 手里有钱有资源 笼络一些亡命之徒 和心腹死忠 再正常不过 或者说 肖明泽正是有自保的手段 才敢往吕树身上压堵住 王城豪门这么多年 想要扮成一头没有威胁的猪 活在老神王的身边 这样才能不被忌惮 殊不知半猪半久了 真的会变成猪 如今就连肖明泽这样的角色 都有点看不起他们了 肖明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耍的手段 根本没被发现过 吕树笑着看向肖明泽 你倒是准备得挺充分啊 肖明泽憨厚笑道 臣不过 为了活命而已 肖明泽憨厚吗 憨厚的人可活不到现在 但吕树不在乎 肖明泽到底憨厚不憨厚 对方既然做出了选择 那他当然不介意 身边多一个助理 吕树说道 把那些王城子弟的信息告诉肖帅 至于王城豪门那边 暂且先不用管他们 他们的会议 不是七天后才开始吗 我后天亲自去一趟 看看热闹 吕树说的是看热闹 其实他心底里 也和肖明泽一样 并没有把这些王城豪门放在眼里 一群连大宗师都没有的选手 凭什么与他平等对话 王城豪门 怕是得了失心疯吧 他更愿意相信 这不过是王城豪门 想要扯的幌子而已 别说有子弟 悄悄逃出王城了 恐怕有些家主 都想借此机会逃出去呢 你这边盯好他们就行 一群会跟你联系的 吕树笑了笑 你在做的事情 他也在做 肖明泽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他听说过一群的名字 那可是曾经 吕树里面真正的亡命图 当初刺杀孙仲阳的事情 一群都敢接 虽然一群不如肖明泽圆滑 但想比凶狠程度来说 一群可是比肖明泽强了太多 之前再次回到吕树的时候 李良便派一群悄悄地离开了队伍 简直得心应手 所以肖明泽知道的事情 以前也知道 这就是肖明泽的压力所在 他想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结果自己的价值 在吕树这里 仍旧不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他发现 吕树不一样了 与起初联手做局时的吕树相比 现在的吕树 更加像一位上位者了 吕树拍了拍肖明泽的肩膀笑道 行了 在我这里做事 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你想要什么我不在意 你也不需要害怕我 若是某一天你想离开 只要不是背叛 都可以随你 吃饭吧 第1285章 崩溃的密碟肖明泽 心里五味杂陈 但不论如何 他都明白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对了 最近王城里面 还有什么事情吗 吕树一边加肉一边问道 肖明泽犹豫了一会儿 不知道大王说的事情 是指哪些方面 王学家明天要办一场生会算吗 吕树眼睛一亮 当然算 肖明泽忽然就开始 替那群王学家默哀起来了 当天夜里 以前悄无声息地 来到吕树所在的院子里 而后又匆匆离去 包括肖明泽 也在躲藏已久之后 头一次离开小院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使命 王城豪门此时自顾不暇 可这种关键时期 他们必须对王城里 一切风吹草动 更加留意 以防出现他们来不及应对的事情 昨天情报传来 五味军分明是已全速在行军的 恐怕很快就能抵达王城 只不过王城密碟也不知道 五味军具体什么时候会到 首先是没人敢真的靠近五味军 毕竟已经有太多密碟 莫名其妙的失踪 这就导致密碟们对五味军 有种莫名的恐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五味军是如何将身边 所有密碟一网打尽的 明明大家都很谨慎 可是只要有人尝试 靠近五味军方圆百里 就会离奇失踪 连尸体都找不到 也有人终于发现 围绕在五味军周围的老鼠有问题了 可是小兄许藏得很深 密碟们只是觉得有问题 却仍旧没发现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王城豪门 手里那些关于五味军的情报 都有些滞后 这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但是又没有办法 后来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西都一战 吸引了大部分密碟前往 五味军出发前往王城的时候 密碟们就在后面跟着 结果他们发现 五味军的行军速度太快了 他们压根顿不上 这种情况特么 还是大家头一次遇到 寻常内支军队 能有密碟速度快啊 毕竟大部分军队的平均实力 比密碟差远了 而行军速度 又是以下线来决定的 下线是六品 那行军速度就是六品 密碟之所以能成为密碟 本身就是实力过人才行 就像是特种部队选拔似的 没有四品 三品都甭想做密碟的事 可是到了五味军这里 平常的精锐密碟 在五味军面前 连人家五味军的平均实力 及格线都够不着 卫军里面 二品起步 这就太让人绝望了呀 密碟们第一次 因为速度跟不上 而跟丢了对象 没办法 王城豪门只能临时抽调 沿途的家族成员 来沿途设置哨所 观察五味军的行军速度 这些临时抽调的人员 可能之前还在做生意买卖 结果现在突然就变成了暗装 可五味军又不是直走大路 密碟们还没跟丢的时候就发现 这五味军非常妙性 别人行军都是走大路 因为这样最省事 而五味军不同 五味军走的是直线 正所谓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李良在得到全速行军命令的时候 就没打算拘泥大路 要知道 修路的时候可不是直线 毕竟遇到大山大河 你必须绕路 不然这路就修不成啊 但大山大河这种东西 在五味军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 平躺就完事了 当初青龙学习小组 还是青龙寨的时候 大家在山里连修行的时候 都跋山涉水呢 这会儿又算什么 而且五味军还来劲了 李黑探穿上汉山凯的事情 激起了许多人的争强好胜之心 汉山凯可没几件了呀 五千多个人争那剩下的四十多件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谁先一品谁先穿 落后的连屁都捞不着 这种时候 玉龙班值全体未达到一品的将士 恨不得自己天天走火入魔 这样才能重塑经脉 他们倒是不担心经脉出问题 因为他们也知道 自己的饭菜里面加料了 还是自家大王 亲自给小鱼大管家的神秘配方 玉龙班值并不知道 饭菜里面具体加了什么 反正能让他们走火入魔不出事就行 起初李良还挺担心 高强度行军会出问题呢 毕竟就算玉龙班值的整体素质再高 也扛不住这么远的距离 然而他发现自己真是多虑了 自从这群选手被李黑探刺激了以后 李良想让他们休息 他们都不乐意 之前是为了快速行军才翻山越岭 现在是让他们走大路 他们都不乐意 必须爬山 一般情况都是李良觉得 实在不能再行军了 不然会影响作战状态了 才强行让玉龙班值全体修正 虽然这样一来 吸水果实消耗的速度有点快 但是吕小鱼在这世上 真是一点都没替吕叔省着 玉龙班只是一支完全无法用常理 来判断的军队 也是李良带过最轻松的军队 不用他操心太多事情 不用担心直行李 不用担心事情 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需要他在最正确的时间里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就行 一大群人嗷嗷地冲在山野里 直线前进 后面的密碟们都疯了 这他妈天底下 哪有这样行军的队伍 他们远远地站在一处山头观望 只听见嗷嗷乱叫的声音 就看到李黑探他们 一路翻山越岭着越来越远了 另一边王城豪门 被迫组织起来 临时拼凑的密碟队伍 安插在山野和大陆 但关键问题来了 寻常军队 你可以安插暗烧在必经之路上 但是面对李良带领的御龙班直 谁能判断他们的必经之路在哪 根本就不走大陆的好吗 没办法之下 王城豪门刚刚组成的密碟队伍 只能向山野间进发 然而有些人正服在树林里 等待御龙班直呢 就听到有人嗷嗷地冲了过来 这时候想跑就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的速度 比御龙班直慢了太多 这边才刚听到声音 御龙班直就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 业余密碟们也不敢跑 只能继续老老实实地趴着 这些业余密碟 就像是被野牛群从身上踩踏过一样 御龙班直压根都没刻意针对他们 直接踩着脸 踩着后脑勺就过去了 然后 密碟们还要面对紧随御龙班直之后的蜀朝大军 基本上 御龙班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推土机 他们路过的地方 是树也倒了 石头也碎了 密碟也死了 原本李良觉得 按照他的计划 大概需要18天才能抵达王城 但是现在看来 可能根本就不需要那么久 在此之前 王城豪门定下的是7天之后 举行豪门会议 现在大家都慌得一批 会议时间直接提前到两天 有人甚至提议直接开会吧 还等啥呢 再等下去就不用开会了 不过王城豪门 还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和这个幌子 来转移核心成员和财产 他们当然要商量事情 但是在此之前 要把损失减到最小 这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 内殿直早就不在御龙班值队伍中了 第1286章 天地之子 原本王城豪门定下的时间 是7天后进行会议 然而他们现在全都知道 五卫军行进的速度非常快 每天行进路程 恐怕千里都不止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他们不能再等了 当然 若是让他们知道 内殿直早就脱离了 五卫军的大队伍 恐怕他们会更加慌张 事实上 他们想用这场会议 来明修战道暗度陈仓 吕树何尝不是 在用御龙班 直在吸引人耳目 御龙班只就像是一盏明灯一样 他们的行进轨迹 都暴露在王城豪门 及其他势力的眼皮子底下 谁又能想到 吕树已经到了王城 而且 内殿直早早地就脱离了队伍 这就是吕树必须让吕小渝 留在队伍里面的原因 如今吕小渝身边 带着五位大宗师 可不是谁想动手就能动手的 原本吕树和吕小渝商量的是 让吕小渝拘了端木黄起的魂魄 毕竟端木黄起 才是西州最强的战力 甚至还有颠倒黑白这样的天赋神通 可是到了最后关头 吕树又改了主意 让吕小渝拘了另外两位大宗师的魂魄 如今时间已经过了三天 那两个大宗师 已经从黑洞中具现而出 虽说他们二人相比起端木黄起来说 战力弱了点 但是加上吕小渝的话 御龙班直里就有六位大宗师了 这天底下 还真没哪个人 能轻易伤到御龙班直的 毕竟御龙班直本身 也不是什么弱者 如今的御龙班 是王城豪门最害怕的事情 王学家们倒是很轻松 反正在他们看来 再大的波澜也不会影响到他们 他们又不需要争权夺利 平日里也没招惹过什么权贵 他们是现在最不担心五卫军的人 毕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在王学家们看来 不管是谁来颠覆政权 最终大家都必须 对老神王恭恭敬敬的 这是政治正确啊 这群王学家 如今走哪去 都是享受礼遇的 有些王学家 甚至开始往非常难缠的方向进化着 但凡有人不尊敬王学家 他们也不会特别过分 因为王学家也怕死 王城豪门商议者 提前召开会议的时候 王学家们仍旧按部就班的 准备着这一场讨论会 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宣传 比如某某名师利临现场 比如某某名师宣布 有重要论点出现 王城里不光有豪门 还有寻常的富家子弟 附庸风雅的人比比皆是 脸瞅着这场王学讨论 就要成为一场盛会了 老百姓对于政治是迟钝的 不管上面如何交锋 如何波局云轨 他们始终都后知后觉 或者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 因为这种上层斗争 通常都和他们关系不大 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他地方脑僵子都快打出来了 一些人未经历战争的繁华城市里 富家子弟还忙着唱曲侠祭呢 简直太正常不过 所以最近西都破灭的消息传过来以后 王城豪门都慌了 但中低阶层还惦记着 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重新犯周龙影河了 不 准确地说是 真的有人开始犯周龙影河了 王学诗词会地点定在了桃花会馆 据说这桃花会馆取名的历史 还是取自老神王的诗词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一旧笑春风 桃花会馆的东家 是个王城的一个富贵人家 平日里也不图着借此赚钱 反而喜欢结交王学家 一起探讨王学 结果没想着 赚钱的小会馆 却越来越多附庸风雅的人聚集在这里 每天干的事情 就是吹捧老神王 然后论一论自己的见解 和心血的诗词 慢慢地百多年过去了 这里既然成了王城里最大的会馆 也成了王城百姓心里最雅的地方 会馆的东家 对此事始料不及的 原本就是玩一玩的东西 结果现在成了他们家最赚钱的银生 当然 桃花会馆的成功不可复制 因为老神王曾亲自微服私房到这里 给墙壁上提了两个字 总是 这是一出 天底下的王学家们 就像是疯了一样 来到这里朝圣 在吕树看来 这世上最会拍老神王马屁的人 非王学家们莫属 到了这一日 桃花会馆门外 熙熙攘攘地聚满了文人才子 吕树 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他们 那些个文人才子相见了打招呼 先开口地说一句 带桃花的诗词 对面的人 就得回一句 不一样的带桃花的诗词 好好的一场诗会搞得 像是大型蜜蝶街头现场一样 对不上诗都不敢开口说话 而且还必须跟桃花有关 吕树混在其中 虽然他修行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把上学那会儿的诗词 都给忘得差不多了 但他觉得 一句桃花衣就笑春风就够了吗 跟吕树打招呼的人还是不少的 这会儿 大家认识不认识 都会笑着打个招呼 对方打招呼 桃花衣促开无主 吕树回 桃花衣就笑春风 对方打招呼 山桃红花满上头 吕树回 桃花衣就笑春风 甭管对方说啥 吕树回这一句 就足够蒙混过关了 原本吕树心里还有点犯嘀咕呢 打过两次招呼 就觉得已经稳了 这次的人设并没有崩那么快嘛 自己还是有进步的 这时忽然有个年轻人 从吕树身边经过 他看到吕树后 笑着打了个招呼 桃花衣就笑春风 吕树叹息道 你把路走窄了呀 年轻人 还没等年轻人反应过来呢 吕树就给这货塞进星图里面去了 旁人就算看到这一幕 也会怀疑是自己眼花了 更何况本来就太热闹 没人会注意这个 此时孙仲阳正在星图里面写作业呢 一个年轻人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孙仲阳顿时便激动了起来 我是 敢问如今西都可破 何人在西都做主 孙仲阳急迫问道 西方天帝已经换了孙修文啊 我这是在哪里 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就是经典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然而他发现 对面的孙仲阳已经狂笑起来 而且他忽然觉得孙仲阳非常眼熟 等等 你不是孙家那位孙仲阳吗 天帝之子 第1287章 古诗词大权赏西 孙仲阳自己也有过猜测 自己的父亲孙修文所谋甚大 如今既然铤而走险 他虽然不甘心继续做一个王城富贵贤人那么简单 但是他孙仲阳就算胆子再大 也没敢往天帝这个方向猜 他知道自己跟父亲的差距 父亲孙修文是真正有大魄力的人 而他如今 也不过是个比王城子弟强上一点的年轻人而已 可是如今等父亲孙修文真的当上了天帝 孙仲阳才忽然觉得自己 可能还是有点不了解自己的那位父亲 对方的魄力 要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大一些 四方天帝向来都是这宇宙里至高的权柄 平时神王宫压根就不怎么行使权利 所以天帝本身就是最有权势的人 而现在 孙仲阳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天帝之子 他还不像其他家族 需要和许多兄弟姐妹争宠夺位 孙修文只有他一个儿子 孙修文曾有一位妻子 但早年的时候 他妻子便得了怪病离世了 自此以后 孙修文再也没娶过新人 子嗣也就孙仲阳一个 孙仲阳很清楚 自己那位父亲 是真真正正将母亲挨到骨子里的 他也时常感慨 在王城豪门里 能生于一个有温度有感情的家里 是多么的不易 如今 自己是天帝之子了呀 以后王城豪门 但凡想要在西州做生意的人 就必须要看孙家的脸色 以前大家还平起平坐呢 现在孙家已然高高在上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孙仲阳告诫自己 不要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但他哪有那样的诚服 转头一看 孙仲阳忽然发现 父亲派给自己的那十二位死士 已经单膝跪在地上骑声道 恭贺太子殿下 这些死士跟着孙修文上百年了 他们很清楚 孙家根本不会出现夺敌的戏码 所以 抱紧孙仲阳的大腿 就可以安枕无忧 孙仲阳有些感慨 如今自己是子平富贵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想到这里 孙仲阳挥挥手 平身吧 继续写作业 你们谁作业 写完了 把我的也给写了 现在他说话终于可以硬气一点了 敢让人帮自己写作业了 以前这些十二位死士 都是父亲的心腹 在得到对方的认可之前 他哪敢使唤人家 说实话 十二死士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沦落到帮人写作业的地步 要知道 他们可是励志媲美十二莽夫客亲的大功奉人啊 此时 吕树正往桃花会馆里面走去 在门口就已经能听到里面的高谈阔论了 桃花会馆在亭台水泄之中 放了数不清的蒲团 来者都可以选一个蒲团坐下听讲 而亭台水泄 中间有一小块最突兀明显的地方 则是用来讲道的 得是主讲人才能坐上去 白日衣衫进这种过分解读 实则是旁门左道的杂谈 各位以后休要提及 除何日当午这种雀浓的美好诗词 怎可随意玷污 有一个老者赶紧说道 这是那位提出的论点 张老慎言 张老生气了 就是他带着五卫军再走一次王城 我还是要这么说 他就是个无知小儿 怎敢如此曲解神王诗词 当初吕树在田耿镇提出的观点 早就传到了王城 毕竟王学家的流动性还挺大的 他们喜欢四处跑 在这个论点慢慢变成一个小分支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那位五卫军之主提出来的奇怪言论 而现在五卫军如日中天 有些王学家就开始鼓吹这种言论了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反对 有人小声道 有人说 那位才是正统 放屁 你当圣旨是假的吗 他不过一见乱党而已 噓 有主讲者面色大变 此事是我们可以谈及的吗 旁人大笑 怕什么 他还没到王城吗 而且 就算他在我面前 我也敢这么说 咱们吕树核时出过沙文人的事情 他不怕天下文人对他口诛笔伐吗 吕树在旁边听着 都有点搞不明白 这群选手哪来的自信心 不过吕树现在也没搭理他们 而是变换了面貌的细节 起身去人群之中走动起来 每见一个人 就给对方发一本书 那些书都是吕树当初即将离开地球时 让忠玉堂给他准备的 那个时候 忠玉堂还有点不理解 吕树为什么要让他准备这些书籍 而那些坐在蒲团上的王学家 接过书籍后 一看书名便愣住了 那厚厚的书籍封面上写着 古诗词大权赏息 这古诗词大权里面 不仅有诗词 还有注释 以及文章诗词的出处 极为详尽 王学家们看到这些书籍的时候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因为这书籍的装订技术 可要比宇宙的现装书籍强多了 拿在手里 就像是看着两个时空的产物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不是说现装书都不精致 而是现装书 他们还能看明白 怎么制作出来的 可地球现代的装订技术 就已经超出他们的能力了 比如 这印刷技术 就不是吕宙能搞定的 天下技术不谈 他们打开书籍 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就有点眩晕 怎么开篇 就和自己认知的东西不太一样呢 李白是谁 杜甫又是谁 这些诗词 不是老神王写的吗 怎么作者变了呢 这个时候 他们想要找吕树理论一下 或者问问情况也好 然而吕树 这个时候满场万跑 早就找不到人影了 每个人这时候 只能看着自己手里的古诗词大全赏息发呆 慢慢地主讲台上的三位老者 也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下面的人都在捧着一本书发呆呢 他们的目光轻循过去 毕竟坐的位置要高一点 俯视间更容易纵观全局 于是便看到了正在发放书籍的吕树 他们其中一人愣了半赏 对吕树喊道 那小子 你干嘛呢 吕树才 不管他们说啥 当然要把书先发完再说 这是王学家的聚会 而且全宇宙最出名的王学家 都在这里了 只要他先摧毁了这里的信仰 那么还怕没有负面情绪值吗 损人利己的事情 吕树是不大乐意做的 毕竟还有底线 但他发明了一个新的负面情绪值收入 叫做损己利己 第1288章 完美的条件其实 发放古诗词大全赏息这种东西 并不是什么实权的办法 毕竟王学家们完全可以说 这个东西是编造出来的 即便这些书籍的制造工艺 超越了宇宙 不管是装订工艺 还是印刷工艺 都超出了王学家们的想象 他们拿到手里的时候 很多人就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然后瞬间 就对里面的内容信了一半 人就是这样 对未知且看起来很高端的东西 会有种盲目的信任感 所以吕树并不担心 所有人都会不相信 然而粉丝这种存在 可不是一件东西就能打击的 真正的神王铁粉 哪怕见到了铁一般的事实 人就会狡辩 这一切都是针对老神王 甚至是针对他们王学家的一场阴谋 这本书里 对老神王的诗词造诣 进行了全盘的否定 基本上 他们能想起来的诗词 这里都标明了其他的出处和作者 咋的 这是指责老神王在抄袭吗 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指责老神王 不 不可能 这一定是在污蔑 而对于吕树来说 他压根不在意对方信不信 不管这群王学家信不信 他都要这么敢 以前他最羡慕的人是谁 是腰肠万贯的大款吗 不是 是实力绝强的涅亭吗 也不是 是一部登天的石学镜吗 也不是 他最羡慕的人 是那些跟某个流量明星粉丝 展开骂战的勇者 流量明星小鲜肉 之所以被称作流量明星 可不就是因为粉丝众多吗 这个时候去骂他们一两句 自己分分钟被成千上万人围攻 而且还是 连绵不断式的攻击 那个时候 吕树 看到有人 被围攻一个星期 心里就在感慨 被围攻的人真幸福啊 可是让他无缘无故地去挑衅别人 骂骂别人 他又不愿意 如果他连这点底线都没有 现在的他 会变成什么样 就不好说了 有时候 恶事与恶念 就像是堤坝上的乙穴 起初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 但积少成多 最终会让整个堤坝垮塌 吕树时至今日 仍旧能够坚守本心 不是他有多么高的道德标准 只是他足够坚定 而现在不同了 宝神王是谁 就是他自己啊 不管是黑流量小鲜肉 还是黑普通人 那都是吕树不想做的 但现在 黑自己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天大地大 这世上还有人能拦着 老子黑自己吗 谁也拦不住 这个时候 吕树一点道德压力都没有 甚至还有一种挖到宝藏般的喜悦 吕树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 甚至还有一点想笑 吕树琢磨着 不管老神王千算万算 有没有算到今天 不管前世的自己到底 是为了今天做准备 还是其他的 他都非常感谢对方辛辛苦苦的超失 不对 是感谢自己 这个思维要转变 这样才能更加没有心理负担 所以这个时候 不管是坚信老神王没超失的人 还是信了吕树的人 都会给吕树提供负面情绪值 坚信老神王的 会认为 吕树就是个喷子 随便污蔑老神王 这就像是黑了流量小鲜肉一样 粉丝自然会给吕树 提供茫茫多的负面情绪值 而信了吕树的 则会对老神王提供负面情绪值 最终也会归拢到吕树这里 也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历史背景 为吕树创造了损己利己的完美条件 某一刻 吕树真的在想 这个完美条件实在是太完美了 不是有人刻意设计出来的 都感觉有点假了 吕树从未遇到过 如此适合吸纳负面情绪值的时候 所以吕树非常怀疑 这个条件 真的是老神王谋算出来的结果 对方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然后为自己留下了一个 无比完美的 赚负面情绪值的机会 当然 吕树现在不打算深思这个 他只需要这些王学家 将这里的一切都给传播出去 这些王学家放在地球上 就像是一个个大V和大卡 他们宣扬出去的事情 必然会立马成为全宇宙的焦点 然后吕树 能够获得的负面情绪值 将足够突破第六层 到达第七层 想到这一切 吕树便开始心花怒放了 主讲台上的三个老者 看着傻笑的吕树都怒了 那小子 你笑什么呢 吕树这时候反应过来后看着他们 别急 一人一本 等会儿就发你们的 老者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吕树身上了 大家捧着书 面面相去 有人为三名老者 送去了自己刚刚拿到的 古诗词大全赏息 那三名老者刚看没一会儿 便勃然大怒 树子而敢 竟然敢玷污老神王的神兵 你不怕遭天谴吗 男人啊 将他拿下 将所有人手里的造谣书籍 全都收缴起来 这三人中 有人是真的愤怒 也有人是慌张 愤怒者是老神王的铁粉 他真心容不得有人这样 污蔑老神王 而慌张者 则是为了利益 他们存在的价值 便是研究神王诗词 以及研究神王当时的写作 《心境》和《心路历程》 结果现在直接有人跳出来说 那些诗词 都不是老神王写的 这叫什么 这叫砸了一个行业的饭碗啊 诗词固然精彩绝伦 可如果没了政治背景 他们就少了王公贵族的亲爱 原本很多人 就是为了拍老神王马匹刺 才研究的王学 投机取巧而已 结果现在 这些诗词跟老神王没了关系 他们这些王学家 该怎么生存 所以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控制起来 不让他散播出去 可是那边桃花会馆的护院刚动身 就被吕树隔空两道剑气给打晕了 完全不是对手啊 主讲台上的老者 看到吕树 这一手识便愣住了 你是谁 他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这吕树里会见弃的人 又不止吕树一个人 剑炉之外 都还有许多剑道家族嘛 结果吕树刚准备回答 忽然外面嘈杂起来 好像有什么人 正在王里面硬闯似的 吕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次计划是最完美的一次了 不会真有什么诅咒吧 第1289章 封城这个时候 吕树甚至都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也不知道 对方来桃花会馆是要干嘛的 但是吕树只有一个感觉 又有人要来坏他的计划 这可不是什么被害望想证 也不是什么捕风捉影 但凡一个在计划面前 已经快要绝望的人 面对局势中的一切横生之劫 都会往最坏的方向去考虑 桃花会馆外面 响起了巨大的争吵声 有人大喊 这里是王学讨论会 你们要干嘛 是要对老神王不敬吗 这就是典型的王学家 扣帽子上纲上线 寻常人遇到这种王学家 还真的不敢惹 毕竟宇宙里老神王的威望 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而这次王学家们 似乎遇到了硬茬子 赶往九五豪门头上 扣使盆子的王学家 还不快滚开 今日豪门议事须 占用着桃花会馆 闲杂人等一律退币 这时候 反倒是里面的吕树愣住了 王城豪门不是说 要五天之后议事的吗 怎么提前了这么多 看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危机感啊 毕竟他们御龙班职的 行军速度太快 倒得整个王城豪门 都人心惶惶也很正常 只不过王城豪门 为何会选择桃花会馆呢 吕树恍然 也是 这个时候 选择去哪家议事 都担心对方暗中做什么手脚 谁也不会闲着没事 在这种时候去别人的地盘 万一被别人当作 投名状了怎么办 所以大家 不如选择一个中立的地点 那么 桃花会馆 作为王城内最好的场所 便成为了王城豪门的首选 他们倒不是 看中了桃花会馆的环境 非要在这里商量事情 而是对于王城豪门来说 他们出行时 一切配套的东西 都必须是最好的 这便是豪门的脸面 只是不巧 刚刚和王学会撞到了同一天 刚才那奸细的嗓音 吕树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某个豪门里 管家级别的人物 起码也是后院里主事的 王城豪门了不起吗 一个王学家冷笑道 你们来这里 怕是要商量 如何面对五位军吧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 那位五位军之主 可是我们王学会的一个分支 吕树听到这句话时 脸色当场就黑了 之前还说自己 玷污了王学来着 现在竟然果断 拉着自己扯大旗 文化人果然够不要脸的 不过这句话 好像还真唬住了对方 现在全王城都知道 豪门最忌惮的人是谁 所以 开口就把吕树的名头 给拉出来了 吕树非常不爽的是 王城豪门都如此忌惮自己 这些王学家 竟然还敢当面说他坏话 虽然王学家并不知道 自己是当面说的 那管家被噎了半天 没说出话来 毕竟他不是太关注 文化圈里的事情 所以一时分不清 这王学家所说的话 是真是假 因为王学家说的 好像却有歧视一样 就在此时 外面有人指挥落叫 一个厚重的声音响起 让你们滚 便滚 别等会儿就没命滚了 话音刚落 便有王学家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看来是外面的 王学家遭了不测 这些王学家的话 或许能唬住一个管家 但还真唬不住 各大家族的家主 王城豪门的人鱼贯而入 人人佩刀 相比起这些柔弱的王学家来看 王城豪门身上 充满了标柄跋扈的气质 王城里面重温器武的风潮 已经流行很久了 渐渐的这些文化人 恐怕都忘了 这世界上谁拳头大 谁说话的声音才大 挡在路上的王学家们 一个个被带刀护卫推开 有些人猝不及防之下 竟然被推了个跟头 吕树抓紧时间 给王学家们发书 结果之前那说话的管家眼尖 正好看到了吕树 便感觉非常不顺眼 那小子快滚开 还在这里发什么东西呢 这里是你发东西的地方吗 吕树乐乐 这还真有头铁的人 往自己身上撞了 王城豪门里的大人物 都已经进到桃花会馆来了 一个个气度雍容 旁边伺候的人便数不胜数 吕树看到一位家主 脚步粘地地坐在一个小布脸上 随便一个眼神 便立刻有董事的奴隶 地上装好烟丝的烟斗 旁边还有人端着柯烟灰的小波 气派极了 吕树想了想 准备拿这位家主开第一道 只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呢 忽然就有许多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来到各自的家主身边会报道 不好了 卫军消失了 他们在几个钟头前 忽然开始加速 然后进入一个山谷之后便消失了 那位原本坐在布脸上的家主 突然没了气定神闲的气度 废物 几个钟头之前的事情 你们现在才汇报过来 他们是在什么位置消失的 他们忽然加速 我们完全跟不上 虽然原本就跟不上 汇报的加奴说道 我们一路安插的暗哨 偶尔还能观察到他们的行径轨迹 后来到了山谷 我们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派了大量的人手进去 才终于确认 他们确实消失了 只不过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那他们现在倒没了 家主问道 家主 我也不知道啊 负责汇报的加奴都快哭了 他原本就不想来出这个眉头 可是这时又太过紧急 家主们头一次 相识着传递眼神 大家都感觉都一丝 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息 原本大家算好了 时间觉得五卫军明天才会抵达 结果怎么忽然就加速了呢 而且还消失了 消失才是最可怕的 比如 你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带毒的蜘蛛 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是 一眨眼它消失了 你还不知道它去哪了 只知道 它一定在你身边 下一刻又有一堆人冲了进来 还是王城豪门的家奴 他们这次顾不上一切豪门体统了 只是慌张地大声喊着 家主不好了 五卫军出现在王城之外 开始封城 什么 那位坐在布脸上的家主 顿时惊了 五卫军封城 上一次只是纵马王城而已 这一次 竟然要把整座城池都给封上 第1290章 杀人封城 所有王城豪门的家主都愣住了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王城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封过城 老神王在的时候 谁敢做这种事情 王城是什么地方 天下权力的中心 无数的势力都汇聚在这里 数不清的高手 还有数不清的密碟 谁有勇气封这座城 就算老神王在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这时候 有人不可思议到 封城 五卫军哪来的这个底气 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啊 王城之壮阔 不是任何时代可以想象的 这座城池的建立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心血与汗水 五卫军也不过就是五千多人 凭什么封城啊 关键是 他们也封不住吧 一位家主着急道 你先把话给我们说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封得成 那位家奴念诺了半天说道 他们从东门杀进来 开口便说 要封城 赶出城的杀无赦 家主们松了口气 合着就是嘴上 说说而已啊 旁边有人嘀咕道 这五卫军还真是猖狂 几千人便敢扬言封城 我们便是这时候将人送出去 他们又能如何 对于各大豪门的家主来说 五卫军确实给他们 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 他们也确实不敢 和五卫军刚正面 但问题是 封城这种话 还是说得太狂了 而且就在刚刚 豪门才又将最后一批嫡系 送出王城 他们觉得 五卫军所谓的封城 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赶紧商议如何面对 五卫军的事情 他们恐怕是冲我等豪门而来 这事情 仅仅一定会有个结果 宋家家主平静说道 他刚才在一旁 就一直没开口说话 现在才终于发声 其实豪门之间都很清楚 家族里的核心子弟 都已经送了出去 最重要的财务地契 也都在那些子弟手里 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 他们实在担心 五卫军不讲道理 对他们赶尽杀绝 有人说道 改朝换代 也需要干活的人吧 我们下面这些所谓的豪门 不过是走狗而已 他又何必跟我们较真 我们也威胁不到任何权力更替啊 你真以为 去年你们家买凶膝杀孙仲阳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如今孙修文贵为西方天地了 你先想想后果吧 宋家家主冷声道 现在可不是什么太平盛世 别拿过去的思维 来看现在的问题了 而且我们前段时间 每家都出兵一万去围剿他 他要真的好相处 那我们的军队 应该安然无恙才对 一位家主说道 前段时间圣旨一出 轰动整个宇宙 而王城联军被灭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 四家豪门的精锐军队 被屠戮殆尽 唯独孙家存活 不过他们以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死了 但吕树知道 确实还有一批人安然无恙地 在星图里面写作业呢 只不过吕树觉得 这些豪门对五卫军的误会在于 五卫军早就决定好了 该如何对待他们 这一点并不会因为 这些王城豪门的态度 而有何改变 一切都已经注定 李黑探他们之所以能够在 密碟环寺中忽然消失 那是因为吕小渝所掌控的安东尼 本身就被赋予了运兵的能力 吕小渝和吕树 早早便商量好了 若要齐席 必然会利用安东尼地下运兵的能力 虽然大宗师级别的安东尼能力 也不是无限的 但御龙班值的精兵路线 却恰好与安东尼契合 这个时间里 安东尼想要携带五千多人 在地下穿梭上千公里 都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以前地球上 大家都很烦土系觉醒者 无孔不入的能力 甚至在各个要塞下面 加上了各种特殊材质 就是为了防这些土系觉醒者 在地球 土系觉醒者早就有了新的外号 大家喜欢将他们称之为土狗 土字的意思概括他们的能力 狗字则纯粹是为了骂人 表达自己对土系觉醒者的厌恶 然而全世界都没想到 这种猥琐的元素系 已经在吕树和吕小鱼手里达到了巅峰 自己栽的下狗都不过瘾了 竟然还带着一整只军队狗 这种军队打出奇袭战术的时候 真的防不胜防 当于龙班值突然出现在王城西门 然后长驱直入 李黑探一马当先地冲在前面 黑色的汉山凯 飙汉又肃杀 城中有守在门口的密碟见状 就想逃跑报信 结果当场便被李黑探 用三叉击给钉死在了地上 不明情况的王城手足冲上来 想要阻拦御龙班值 结果数百人冲了过来 却像是一群孩童撞上了战车 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御龙班值便以李黑探为先锋 将所有手足都给碾压在地 李黑探身上披着汉山凯 一路左冲右突大开大河 但凡被他捉住的手足 都立刻毕命当场 原本繁荣祥和的王城 忽然就染上了一股血腥味 那血腥味一路从西门 巷里蔓延过去 势不可挡 今日起擅自出入王城折死 李良随后走了进来 语气森然 然而他们并没有在西门停留 而是静止地朝里面走去 没人打算封这个门 可一时间真的没人敢出去 这封门竟是不需要人手的 全凭震慑 这是说起来荒诞 可偏偏真的没人敢用命去世 忽然间李良用手一指 所有人看向李良所指的方向 赫然是一间驿站 下一刻李黑探身边有十多人 将三叉戟脱手而出 竟是从十多个方向 封锁了整个驿站的方位 那些三叉戟 犹如炮弹一般 将整间驿站都给轰得粉碎 当烟消云散的时候 脸色苍白的王城百姓们 才看到驿站废墟里 竟是藏了数十个 全副武装的兵族修士 其中还有几名锦袍少年 只不过此时 这些人全都变成了尸体 绝没有生还的可能 有人眼尖 认出这几名少年 是宋家的杰出子弟 他们还没来得及逃出王城 便被堵在了这里 那些将在原地的王城百姓 动都不敢动 他们看着御龙般 只有如沙神一般 朝着王城之中走去 王城已经多久 没有见过如此彪悍的军队了 第1291章 万事皆休在王城百姓印象里面 上一次五卫军 虽然纵马王城 但是并没有干什么 很出格的事情 只是走了一遭就出去了 虽然五卫军之主 血战青石板路的事情 听起来很凶悍 但那仍旧被归为偶然事件 就像是新贵崛起 偶尔跋扈一下 大家觉得还能接受 只是比较疑惑 竟然没人来制裁他们 而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五卫军竟然说 擅自出入王城者死 这等于和整个王城 都站在了对立面上 这可就不是什么新贵崛起了 而是要颠覆这王城里的一切秩序 这是要入主王城吗 之前神王宫圣旨一出 坊间私下里谈起此事的平民 都觉得五卫军怕是要完了 结果紧随而至的消息 却是王城精锐被屠戮殆尽 民间茶余饭后 最爱谈的事情就是政治 谁也阻挡不了 老百姓们的政治热情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大家觉得 这五卫军有点挡不住了 再然后 西州换了主人的消息也传回来了 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存在了数千年的天地 竟然也有崩塌的一天 新王呢 既然神王宫出了圣旨 为何到现在为止 五卫军还活蹦乱跳的 直到这个时候 仍旧没人觉得 五卫军还会干出什么 更加出格的事情 在大家想来 这五卫军应该聚首西州才对 结果大家有听说 五卫军直奔王城而来 这一波接一波的诡异消息 让大家有点不知所措了 因为五卫军来得太凶猛 仿佛要推翻他们 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 王朝体制一般 而现在御龙班 直忽然真的出现在王城里面 并且出手 便血流成河 那种从盔甲里面散发出的 自内向外的冰冷 与残酷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感觉触目惊心 没人敢动 没人敢出城逃窜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尽量不引起这些杀神的注意 李黑探觉得有点无趣 在他想来 杀进王城 应该很惊心动魄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就是这么短暂的出手之后就结束了 意犹未尽啊 他看向路边 甚至还有点想在杀点人壮壮声势呢 结果李良已经在通讯频道里面警告道 不要滥杀无辜 李黑探这种情况 李良可是见得多了 有时候攻城掠地时 发生屠城的事情 不是有人下令 而是心里的魔鬼的被释放出来 人也被魔鬼侵蚀了心灵之后 变成了野兽和牲畜 自发的消灭与玩弄 自己可以看见的所有生命 李良最佩服吕树的一点是 之前攻略西州的时候 吕树始终都能保持清醒 而且 能够始终约束着李黑探他们坚守着本心 要知道 当初老神王都有过放纵下属屠城的举动 而吕树面对底线 却从未退让和纵容过 李良觉得这很好 跟着一个心中有温度的主子 可要比跟着冷酷无情的主子好多了 起码不用担心 自己犯一点点错误 就堕入深渊 这次御龙班只走在王城街头不急不缓 盔甲哗啦啦地想着 竟没有人敢直视他们 王城里几百年来 兴起的 是一股重温器物的风潮 男子打扮得犹如胶若花朵般 就特别容易吸引王城女孩子们的欢心 有些男子还会给自己抹上妆容 看起来要比女子还要美艳 这样的男子 平日里走在王城街头 甚至会有女孩主动朝他们丢手 怕表示爱意 然而御龙班直前进的这一路上 遇上的那些美艳男子纷纷退到道路两旁 一个个都默默地低着脑袋 大气都不敢喘 李黑探他们始终没有掀开面甲 面甲上的青面獠牙格外的猙獰恐怖 女孩子们在路旁看到这一幕 忽然觉得以往自己真是不知道 脑子里面哪里搭错了筋 竟然会喜欢那种毫无男子气概的人 其实男人俊美并没有什么错 但此事王城的审美有些过分畸形了 俊美还不够 偏要美艳才行 当李黑探他们这些沙批 与那些男子产生强烈对比时 有些女孩甚至在心底生出了一种 渴望被征服的感觉 原来这才是男人 当然 这种女人只是一部分 而李黑探 他们这些人 也并不能代表天下所有的男性 但就是这王城杀人的街头 血腥味与冰冷 而又残酷的面甲 让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崇拜感 难怪五卫军这么凶悍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卫军 当初五卫军在王城纵马的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亲眼所见 毕竟那条青石板路本就没人敢靠近 而此时亲眼见到五卫军时的视觉冲击 是极为强烈的 尤其是在这王城重温器武了几百年后 只不过李黑探他们 压根没有打算理会这些人 而是静止地朝桃花会馆去了 没多久 桃花会馆里的家主们 便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 他们知道 五卫军是冲着他们来的 加奴一次又一次进来禀报 都是在说 五卫军距离桃花会馆越来越近 可是真等他们听到 那盔甲与地面碰撞的脚步声时 还是有点慌乱 怎么办 该如何面对这群杀P 然而想了半天 他们却非常明白自己无能为力 只有等五卫军快要来到面前的时候 他们才明白自己这些人的算计 有多么的可笑 这大概就是不掉黄河不死心 世上绝大多数人 都有着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 李黑探等人 将整个桃花会馆都围了起来 摆明了一副靠近者死的架势 李良带着身后的御龙斑 直于贯而入 整个桃花会馆里的王学家和豪门贵族 没有一个敢开口说话的 就在大家思考着 该如何打破僵局的时候 却见李良忽然朝他们身后拱手 大王 王成已经疯了 家主们惊骇间回头 赫然看到 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吕树正乐呵呵地看着他们 李良说 王成已经疯了 他们甚至没有留一兵一族去镇守城门 但他就是这么掷地有声地说着这句话 并且笃定 没人敢用命去跟他们赌 吕树对家主们乐呵呵笑道 刚才不是问我干嘛呢吗 来来来都过来一个人先领一本看着 等会儿再跟你们说点事情 我的人还没到齐呢 家主们都愣住了 还没到齐 那些还没到的五位军去了哪里 他们心中忽然就生起了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 万事皆休 第1292章 图什么啊 桃花会馆内所有人都静若寒蝉 谁也没想到 吕树早就到了这里 那位奸细嗓门的管家 这时候胆都快下裂了 他哪知道 自己刚刚吼的那位 就是现在整个王成都在害怕的那位 管家不敢说话 背后的冷汗只是两秒钟便打湿了衣服 腿也开始有点打摆子了 五位军杀了多少人 压根不差他这一个好吗 脸瞅着全王成的豪门 都是因为眼前这位才抱团取暖的 自己竟然不长眼的 吼人家乱发东西 可他妈谁能想到 你这么一个大人物 竟然会闲着没事跑来 这破地方发说啊 说实话 吕树这时候才有点放下心来 这一次现实再次证明 他自己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那么完美的条件 竟然也会因为王成豪门突然闯入而打断 之前吕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自己这个吸取负面情绪值的计划 没法成功 因为这负面情绪值太关键了 他们意味着 吕树是否能够顺利点亮第六层主心 然而就在吕树计划破灭的时候 他的御龙班直终于杀到了这里 竟是将这计划给圆上了 从现在开始发生的事情 都不在吕树的计划之内了 他要老老实实地走一步看一步 谁再说让他做计划 他就把谁的腿打折 愣着干嘛啊 吕树看着无动于衷的豪门家主们说道 过来领教材 这一刻 吕树忽然有种回到了洛神修行学院 当老师的感觉 而面前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 家主们面面相去一秒之后 只能选择忍了 形势比人强 现在看起来不听话 很可能就要死 一个个家主排队来到吕树面前 老老实实地一人领走一本书 之前那些个抽个烟袋 都要一堆人伺候的豪门老爷 瞬间被打回了原形 这个时候 哪还有人敢摆谱 闲死的慢还差不多 不仅家主要领书 家奴也的领 一个都不能少 吕树回头望着身后 主讲台上的三个老王学家 还坐那干嘛 下来领书 王学家也都老实了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要连同天下文人对吕树 一起口诛笔伐来着 结果现在不吭声了 所谓文人的口诛笔伐 大多是在背后 当面一般是不敢说话的人居多 有这三位王学家带头 其他没领书的王学家 也老老实实地过来排队 李黑探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仿佛就像是看到了 当初上文化课前 排队领教材的自己 王学家们也很绝望啊 他们能怎么办 虽然他们敢跟王城豪门嚷嚷 但那是因为 他们知道 大家在规则之内 就算有点小摩擦 也不至于上升到生死的高度 而现在不同了 不服从就真的会死 而且 人家也不过就是让自己领本书嘛 看看书里有什么也没毛病啊 只不过 不管是王城豪门 还是剩余的那些王学家 他们看到书里的内容都愣住了 吕树辛辛苦苦给他们发书 就为了颠覆老神王 写诗的这个事实吗 王学家们 和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看着旁边虎视眈眈 一身杀气的李黑探 他们都快疯了 您这是图什么啊 他们完全想不明白 吕树为什么要心事动众地 做这件事情 颠覆了老神王的文化造诣 对这个世界的权利 能够有什么影响吗 他们当然不知道 吕树要靠这个晋级呢 所以 在他们眼里 吕树这个行为 简直跟神经病一样 可是他们又不敢说 此时此刻 王城之中所有人都 仿佛保持着静默的状态 小商小贩们 匆忙地收摊回家 街边商铺老板们 这急忙慌地拉着伙计们 把木板门关上 原本繁华的王城 就好像一炷香的功夫 忽然萧条了 只剩下街边落叶 还在被风推着走 有人透过门缝 悄悄地往外看 结果便有其他人 吓得拉开他 压低了声音警告道 你疯了 你不知道 一品高手 都能感受到别人的目光吗 这件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也是许多老百姓 不敢支持高手的原因 那些个往外偷看的 人委屈巴巴地嘀咕道 五位军也没多少 一品高手吧 之前不是说 他们就四五个 一品高手吗 你傻了吧 别人说你就信啊 只有四五个 一品高手 能凭了西州 劝阻的人恨铁不成钢 自己能不能有点脑子 那群杀批 要是只有四五个 一品高手 他们敢这么 在王城里面 大开杀戒 四五十的还差不多 不得不说 这位还是个聪明人 直接从结果 去推测过程 这可比听信外界 传言靠谱多了 有人小声说道 我听人说 五位军攻城掠地 石壁有数十名 身穿黑色铠甲的武士 以身体冲撞城墙 冲撞之下 就连山峰都要轻薄 我怀疑那几十个人 全是一品高手 虽然那殿 直后来攻城的时候 都没展现全部实力 但屡数又没图成 传闻肯定是会传出来的 早有人猜测 五位军中 多了数十名一品高手 先前那个说 五位军只有四五名 一品高手的人 消息有些滞后了 他对五位军的印象 还停留在 王城赌局的那段时光里 然而就在此时 王城的大街上 忽然响起了策马声 马蹄他在 王城的青石板路上 发出的不是脆响 而是碎响 一片一片的巨大青石板 被马蹄一一踏碎 于是那种毁灭感 让所有在听着 外面动静的人都 平住了呼吸 他们忽然意识到 这后面 刚刚从城外赶来的五位军 恐怕才是五位军中 真正恐怖的一小撮人 先前往外偷看的那个人 还是忍不住 用于光透过门缝看了一眼 他当场压低了声音惊呼 黑色盔甲 烈焰云居 恐怕就是那些人 然而他声音刚落 便有力气滑破空气的 尖笑声传来 轰然一声 整间商铺的大门 便被摧毁掉了 只剩下里面 低声交谈的人 满脸惊恐 张卫宇驻马步前 冷冷的声音 从汉山凯冰冷的面甲里传出来 何人窥视无等 那声音与金铁材质的面甲共鸣之后 犹如来自地狱的呼啸 里面的人吓得顿时跪地 我们只是寻常商人 张卫宇仔细打量了一下 他们便驱马继续向前 然而等不死 第1293章 豪门俯首马蹄声走远 原本整齐的青石板上 只剩下一片狼藉 其实张卫宇本身不是什么狠人 与他相处过的人都知道 张卫宇要是狠起来 这御龙班职的统帅之位 就没李良什么事了 李良之所以比张卫宇 更加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不就是因为他比张卫宇更狠吗 不管是李良还是张卫宇 甚至是吕树 都非常明白 死不长兵的这个道理 他们让李良来 担任这个角色 不是他们有多么是傻 而是他们太清楚 这场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战争里 你只有跟敌人一样狠 才能活到最后 就让吕树在御龙班职的生命 和其他人的生命之间 做出选择 毫无疑问 他会选择前者 现在御龙班职的举手投足间 都必须凶狠地 将那些蠢蠢欲动着震慑住 让对方只敢匍匐 在地面俯首称臣 只不过那些人 听到马蹄声远去的声音后 纷纷抬头 他们赫然发现 那些身穿黑色盔甲 驾驭着烈焰云居的沙坯 身后还有一群 被捆住双手遛在后面的人 那些人被紧附着双手 嘴巴里都塞上了布团 防止他们骂街 拔匹前进的速度不快 刚好过这些人 勉强跑着跟上 内殿直中 就没有像端木黄起那样 把人拖在地上 最终拖成一个个血葫芦 他们还保留一丝内心里的悲悯 只是让这些人 跟在后面狂奔而已 不过张伟宇他们觉得 自己的人词 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些豪门当初率兵 前往西州的时候 就该想到今天这一幕 成王败寇 这血色的世界里 失败者就必须接受惩罚 这些王城豪门 把嫡系子弟和财产 向外转移的时候 就是想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万一真的与吕树刚正面了 他们也有退路 可以东山再起 这些嫡系自己的空间装备里 携带着大量的修行资源 以及财物 这就是他们东山再起的资本 然而吕树怎么可能 统一他们留有退路 他吕树还不是压上一切 来吕咒终结恩怨 旁人凭什么有退路 即便如此 他也没想过要 直接把这些人给杀了 当时李良知道吕树的决定时 还在旁边直叹气 但最终也没说什么 因为这些人是死是活 都不影响大局 有人忽然认出来了那些 跟在马后奔跑的囚徒 那是李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有三个都在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 晋升一品的时候 天地异象足有方圆十五里 还有宋家的 方家的 刘家的 有人惊呼 天哪 前一段时间便有人猜测 豪门已经偷偷 把他们送了出去 没想到竟然全被 五卫军给抓回来了 这是要断了豪门的后落 一点念想都不给刘的 十五里方圆的天地异象 若不夭折 说不定有晋升大宗师的潜力 其在马上的张卫宇 听到这些人的感慨 就冷笑起来 李黑探的天地异象 都有十六里 这些所谓的王城骄子 连李黑探都不如 老张 你当初的天地异象 多少里来着 有人好奇道 张卫宇憋了半天 大王还等着我们呢 不要聊这些有的没的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你的天地异象 只有十五里啊 你还不是不如李黑探 有人在通讯频道里面 哈哈大笑起来 滚滚滚 张卫宇没好气地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李黑探看着憨厚呆傻 但天赋确实比大多数人强多了 当初落魄 混迹在青龙站 也不过是没有功法 没有资源罢了 有时候阶级固化之后 底层人民就很难实现阶级跃升了 因为上层建筑 将资源牢牢地抓在手里 想要实现阶级跃升 就相当于虎口夺食 桃花会馆里面的豪门家主们 也听到了马蹄声 这个时候 赶在王城纵马的人 只会是吕树的人 之前吕树说 他的人还没到 其实大家就慌了 因为他们心虚 而现在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好像真的发生了 张卫瑜等人 骑着马进了桃花会馆 豪门家主看到马后 跟着的那些青年便急眼了 没有任何悬念 他们送走的所有嫡系 全在这里了 从吕树与玉龙班职 分别开始 张卫瑜等人 也骑着吕树 配给他们的烈焰云居 火速赶往吕树各地 为的就是 将这些偷偷逃走的豪门嫡系 都给捉拿回来 想在吕树面前玩角途三窟 豪门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不要参合这场战争 因为他们玩不起 张卫瑜等人下马 将那些所谓的豪门天才 都给押到了吕树的面前 吕树坐在李黑探 搬来的一张椅子上 好整以侠地说道 想要偷偷把他们送走 觉得就算得罪了 我们也可以东山再起 怎么什么好事 都让你们给占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你们又能跑到哪里去 此时的吕树 已经不再避讳什么了 他需要这个王的身份 因为他要用这个身份 面对天下之敌 宋家家主扑通一声 便跪在了吕树面前 悲切道 大王饶命啊 如今后路已决 这时候要是再不服软 恐怕整个家族 就要被连根拔起了 他们不知道 吕树为什么会成为王 也不知道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 鬼秘的事情 但现实已经说明一切 孙修文已经走到了 他们的前面 由宋家家主开了这个头 其他的豪门家主 就算不想服软也不行 一时间王学家们 便看到这些以往的大人物 竟然全都跪在了 大王饶命 吕树平静道 你们可知道 今日这一败之后 要是再有反心 会有什么下场吗 宋家家主恳切道 若我等今日有一心 必将被吴王的五卫军 铁蹄践踏 尸骨无存 坊间百姓看王城豪门 犹如庞然大物般 巍峨凶猛 可是这些所谓的猛兽 如今只能 匍匐在吕树面前 吕树忽然有点感慨 权势果然是男人的春药 但这不是他的路 他也不愿走这条路 别人的春药 不过是他的毒药而已 吕树想了想说道 我要纠正一点 他们现在不叫吴卫军了 叫玉龙班直 第1294章 李黑探你给我出去 玉龙班直 吕树说话质地有声 臣服在地上的豪门家主们 甚至有种错觉 这四个字 仿佛在耳边形成了回响 久久无法消散 玉龙班直是个特殊的名号 那些黑羽军 和龙燕军之类的称呼 虽然听起来威猛 但在大家眼里 那就是普通的军队而已 忽然变成了天兵天将一般 以前大家不太明白 五位军为什么这么强 平均实力超高 而且这些人明明是 短短的一年间提升上来的 这根本就违反了修行规律啊 寻常人谁能一年之内 跨越那么多的实力境界 单说青龙寨的那批人 以前恐怕就只有五六品的样子吧 刘一昭的青塞军 也不过是四五品 怎么就一年之内 全变成二品以上了呢 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曾经夜不能寐地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想不通 但是当他们听到 御龙班职四个字的时候 好像忽然之间什么都想通嘛 原来是御龙班职啊 似乎御龙班职这四个字 本身就代表着 画符朽为神奇的力量 曾经的御龙班职 甚至要更加辉煌 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现在脑子里就萦绕这一句话 原来是御龙班职 如今算是吕树亲口承认了 自己的身份 大家虽然一直觉得 现在的神王宫有问题 可他们却接触 不到最上层的斗争 所以压根不明白 真相到底是什么 虽然这个事实 有点难以接受 可现在吕树就在他们面前 不信也得信了 只不过 他们没有孙修文那种 发现了真相之后的喜悦 而是更加的惶恐了 在场的王城豪门 都参与过为 狡育龙班职的战争 虽然对方现在一副 只要站了队 就既往不救的样子 但问题是 如果对方重新入主神王宫 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 王城豪门必然会重新洗牌 哪个上尉者能大度地 留着背叛过自己的豪门存在 就算上尉者自己不在意 可他身边的人 也会为王分忧 曾经端木皇企在西州 有个小小的官吏 不小心冲撞了地价 只是没留神而已 结果那时候的端木皇企 还没有如今这般暴力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但他手下的莽夫克卿 却将那官吏全家都给抄斩了 这就是权势 权势是这世界上最险恶的人心 所以 桃花会馆里的家主们 有些战战兢兢 他们害怕 吕树便是这宇宙里 能够觉逐神王之位的人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然而这个时候 王学家们却和豪门的想法不同 既然吕树是神王 那么吕树发这些书干嘛 而且 吕树既然是神王 那么发的这些书 里面的真实性 简直就是细思极恐啊 这个时候 忽然有位老王学家跪地高呼 神王能够承认自己抄袭 简直就是勇气的化身 寻常人谁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神王您老人家 不仅勇于承认 而且还要将自己的错误 招告天下 您真的是一代明主啊 吕树说这话 倒是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了 结果就在这寂静中 李黑探忽然嘀咕道 不是挺喜欢别人拍马屁的吗 吕树 李黑探 你给我出去 这时候王学家们眼前一亮 原来大王只是嘴上说说 这黑塔一般的壮汉 明显是吕树的心腹 心腹小声嘀咕出来的东西 还能有假 这是大家心里敞亮着呢 上位者嘴上有可能说的是反话 你要把反话当真话听了 那你就是傻子 毕竟吕树不能承认 自己喜欢听人拍马屁嘛 谁会承认自己 喜欢听别人拍马屁呢 于是 桃花会馆里面的王学家 当场就又跪到了一片 大王真乃一代民主啊 一个个王学家 刚才还说 要对吕树口诛笔伐 结果现在又一个个 就差把求生欲三个字 写在脸上了 吕树当场就想给李黑探弄死了 他觉得 李黑探能活到这么大 真是幸运 忽然间 吕小鱼说道 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然后把书都发给王城百姓 虽然没有王学家了 消息会传播的慢一点 但总得放他们出去拍马屁墙 虽然吕小鱼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吕树这么干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既然吕树想做 那他就帮吕树做 十分钟后 这世界上 消失了一大批顶尖的王学家 然而王学家的消失 好像对这个吕树世界 并没有什么影响 老百姓们该吃的吃 该睡的睡 吕树站在桃花会馆中间 看着面前的豪门家主 这十分钟里 豪门家主们 始终匍匐在地面上 甚至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有两位家主的年纪 就跟孙修文的父亲一样大 那颤悠悠的身子 搞不好 分分钟就需要换新家主的感觉 然而他们不跪着 家主可能都不用换了 要换的是家族 吕树风轻云淡地说道 你们可知道 二十三年前与十八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宋家家主苦涩道 醉臣等人 没有资格参与那样的事情 其实吕树也就是随口一问 在他想来 这群人确实没有参与的资格 吕树也没想过 要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什么答案 吕树抬脚便走 玉龙般直瞬间动了起来 盔甲声凛练 家主们仍旧臣服在地面上 一动都不敢动 直到脚步声远去后 才有人敢抬头 他们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我们是不是没事了 怎么可能没事 宋家家主苦笑道 你以为他留着我们干什么 之前我们是炮灰 如今就不是了吗 第1295章 神王宫那群王学家 被吕树碰了一下脑袋 就忽然人间蒸发 仿佛这世界上 从未出现过那些王学家一样 按道理说 吕树想让他们这些豪门家主消失 也是一样容易的事情 但是吕树并没有这么做 为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明白 这宇宙里大战一触即发 到时候会死多少人 谁能说得准 还不是要让他们 王城豪门出去当炮灰 而且 他们得到消息说 孙修文在得到西州后 并没有急着收拢西州的管理 而是正在全力收拢西州的 所有可用兵族与粮草 无日将前往王城 这个消息 让其他的豪门家主很吃惊 因为他们从这件事情里 看到了孙修文抱吕树大腿的决心 刚刚得到西州 竟然也不享受权力 而是立刻整顿军务 来王城准备发起战争 这是真的要把自己 牢牢绑在吕树的战车上 豪门家主们 还想要躲避 而孙修文却是生怕自己会掉队 态度便有很大的不同 不得不说 孙修文这态度已经有了 就算西州军没有派上大用场 这一战 只要吕树胜利 那么孙修文天地之位必然稳固 这才是全臣思维啊 置身事外 本身就等于 将权力拱手相让给了别人 想到这里豪门家主便觉得 其实孙修文能当上西方天地 确实是有原因的 而他们能做什么呢 只能被捆绑在这战车上 随波逐流 他们甚至能够想象到 就算他们不愿意上车 孙修文的西州大军赶到之后 也会牢牢地将他们控制在手里 可是他们又能怎么办 没有退路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 吕树是怎样 如此精确掌握他们行动的 他们也不知道 肖明泽这个不起眼的小卒子 竟然还在这一环里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肖明泽在他们眼里是什么 不过一个赌方掌柜而已 偶一般的存在 可谁能想到 肖明泽竟然暗中经营了 那么多的势力 竟然多到可以反射豪门 全王城就这么一个 胆子大的赌方掌柜 结果还被吕树给遇到了 这上哪说理去 只不过 这看似偶然的事情里面 存在着一种必然 如果肖明泽不是一个 有野心有底气的人 他恐怕会和其他掌柜一样 担心做一个掌柜就好了 打赶动用主家私库里的东西帮吕树 现在 豪门家主们 有种未知的恐惧 仿佛一切都掌握在吕树手中一般 让他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很多人 以为自己 到了危难关头 一定有着宁折不弯的气概 然而真到了那个时候 平日里嘴上说的 都统统遗忘掉了 心里想的 只有活着就好似的字 玉龙班直追随着吕树 只不过有点怪异的是 内殿直都有烈火云居 结果吕树却还得在前面走路 这就显得有点不气派了 吕树想了想 从星途里面 放出一匹新的烈火云居来 结果还没等他坐上去呢 那烈火云居 竟然慌张着闪躲说话了 默挨老子 吕树 哦 原来是你啊 说着吕树 就把陆空明给重新塞回了星途里面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这烈火云居里面 还有一匹被夺舍的马呢 张卫瑜等人倒是懂事 一见这尴尬情况 立刻下马陪着吕树不行 这一路走去 偌大的王城 竟然连敢于窥视他们的人都没有 王城百姓与贵族耳中 只有沉重的马蹄声 他们意识到 御龙班直所去的方向 正是神王宫 有些人忍不住好奇 最近王城疯传神王宫里 其实已经无主多年 但是圣旨重现的事情 又让大家无法确定真相 如今吕树等人 竟然直奔神王宫而去 大家都在猜测 这是会爆发一场大战 还是见证神王宫里真的没人 张卫与他们身后的李黑探等人 则抱着一落落的书籍 挨家挨户地看见家门就扔下一本 百姓听到纸张声 等御龙班直走过去后 便忍不住地开门 把书拿进来静静打量 结果他们的表情 与王学家们 当初是如出一辙 这么重要的时刻 发这些书干嘛啊 只不过现在来不及思考这些了 他们已经被书里的内容震撼到了 这么多年来 大家坚信老神王的文圣形象 瞬间开始崩塌 吕树感受到负面情绪值 收入开始增多的时候 他终于松了口气 剩下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值 真的是太难搞了 玉龙班只有如巡视领地班 从桃花会馆 一路走向神王宫 气焰彪饼 上一次 他们匆匆而来 又匆匆而去 总会显得有些狼狈 而这一次 吕树八不得有人突然站出来说要杀他 这样说不定他还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可惜了 直到他们走到神王宫前 甚至都无人敢发出呼吸声 吕树站在神王宫前 无声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将神王宫的大门 豁然推开 那扇足有鼠人高的大门 不知道有多久没打开了 当吕树推开他的时候 那门缓缓打开的吱压声 甚至几里外都还能听到 那些正在等着这一刻的人 胸口里的心脏 就像是被人一把握住 然后提了起来 神王宫的大门终于被人打开了 有时候王成行人从那里经过 眼看着红色宫门上的铜帽都开始嗅蚀 里面却始终没有动静 那座巨大的神王宫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孤岛 没人敢靠近 也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吕树走了进去 这时候 终究有王成百姓 玉龙班直其实是不滥杀无辜的 于是慢慢地靠近过去 想要看看究竟 有人事后都会觉得自己胆子太大了 但是当下这一刻 好奇心似乎能够战胜一切 他们远远地看着 正好看到那少年 犹如众星拱月一般 站在玉龙班直的假式最前端 对方望向孔洞的神王宫里面 隔着一扇已经打开的门 就像是与一个虚无的意志对峙着 对于王成百姓来说 那个背对着他们面向神王宫的少年 忽然有种熟悉的气息 就好像对方终于如约归来 而这里一点都没变 吕树抬步朝里走去 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身形挺拔 张伟与他们这些内殿 直看着这个背影 有点心情复杂 当初他们去旅王山的时候 哪里想到自己 还会有陪着这个少年 重新军临天下的一天 第1296章 王座之上寂静的王成 忽然又重新热闹起来 只不过没人大声喧哗 全都是默默走出家门 来到神王宫附近 想要看看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年来 王成百姓其实是非常想念 老神王的 不然王学家也不会靠着 神王誓词 就能吃得肥头大耳 满嘴流油 虽然18年前换了新王 但不知道怎么的 大家心里真正意义上的 王也不过是旅神艺人而已 有些人 有些事 无可替代 吕树在前面走着 静静地走过高高的挥瓦工墙 张卫宇等人 就在后面跟着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他们看着吕树的背影 就像是回到了自己 最辉煌的时光里 虽然五卫军 已经改名教育龙班职了 但真正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 只剩下他们这些内 殿职还有刘一昭 他们几十个人了 回忆起 大家在这座神王宫里 度过的日子 张卫宇眼眶忽然一红 不过好在他并没有拉起面甲 所以没人知道 他此时的脆弱与激动 每个内殿职的手都 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天下巢上 外面的王成百姓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走进神王宫 马上又要 走进那座灰宏的主殿 那个把王成赌徒 给送进龙饮河的少年 今天要登基成王了吗 所有人心里 都按捺着疑惑与亢奋 他们对于老神王的期待 甚至让他们忽然觉得 吕树把赌徒 都给逼进龙饮河的事情 还挺可爱的 以前的旅宙人民 就挺爱传说 老神王平日里 干的哪些缺德事 近几百年来 好像老神王 微服出寻干的缺德事 真挺多的 但老百姓们不会觉得 老神王有多么缺德 崇拜的力量 反而让他们觉得 这样的神王更加可爱一些 而现在 他们回想起 吕树干的那些缺德事 这可不就跟老神王 一个尿性吗 想到这里 他们内心中 便又信了几分 吕树 察觉到了张卫宇的紧张 他脚步未停却笑道 不用紧张 若是那幕后之人 就在这神王宫里等着我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对方不会拿这里 作为战场的 一定会选择 他们最有优势的地方 这就是吕树的判断 幕后之人 会留在这神王宫里吗 肯定不会 他心中已经有了 肯定的是 即便这神王宫里有人 也不会是正主 吕树来到主殿前面 设计而上 他已经感觉到了 里面的能量波动 有人 但能量波动 也不过大宗师而已 吕小鱼尝试将神王宫化为尘土 可是意外发生了 这神王宫 似乎受到了 某种法则力量的保护 根本就不是安东尼 可以瓦解掉的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曾经能够毁掉 一半神王宫的人 也只有同样 超脱大宗师境界的 剑卢主人而已 吕树站在主殿之前 对里面笑道 装神弄鬼 是谁敢假传圣旨 里面忽然有一个声音笑道 为何是假传圣旨呢 这世界已经没有真的王了 吕树踏入主殿 赫然发现 里面那个坐在王座之上的人 只是一团黑影而已 吕树和吕小鱼 对这黑影的形态 简直再熟悉不过 那是暗图凝聚出来的魂魄 这是他们都万万没想到的 在吕树和吕小鱼的观念里 这世界上如今存在的 应该只剩下一个星图 和一个暗图 上一代星图的主人 便是老神王 而上一代暗图的主人吕树 早就转世成为了卡洛 所以 这世上应该没有暗图了 这魂魄又是从何而来 吕树看向卡洛 他发现 卡洛也在皱眉思考 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 因为时至今日 吕树依然不明白 到底卡洛是 为何转世的 按照张卫瑜所说 他们23年前闯入神王宫 压根就没看见吕树啊 那么吕树 是因为什么死去的 老神王又为何发了疯事的 惩罚了那么多人 最终还让自己 也走入了轮回之路 吕树挑挑眉毛 看向那王座之上的阴影 你是谁 他知道 有人通过魂魄 降临了自己的意志 所以这魂魄 其实就是那个 幕后之人的意志投影 我是谁很重要吗 魂魄鬼异地笑道 重点不该问问你自己 你是谁吗 这些话语 就像是在打雅弥一样 然而吕树笑了 他根本不打算 接对方的话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是来终结你的人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魂魄笑道 18年前你没做到的事情 现在你也同样做不到 而我等你回来 已经等了18年 既然都等了18年 为何不敢露出真面目呢 吕树微笑道 时机未到 那魂魄说道 你且在这里等着 我会送你一份大礼 你不是想要负面情绪吗 我送给你 吕树沉默了 这是第一次 有人当面对他说出负面情绪这种东西 以往就算老神王再亲近的人 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有人猜测 老神王可以用杀戮来换取力量 也有人猜测 老神王可以用恐惧换取力量 但是他们猜的都不对 因为那些人想的都太偏面了 吕树可以吸收的 是所有负面情绪 焦虑 紧张 愤怒 沮丧 悲伤 痛苦 等等 没有定势 一切皆可 而面前这个人 是唯一准确说出负面情绪概念的人 所以 也是最了解吕树如何修行的人 对方为何会知道这么多 这才是吕树 想知道的真相 这世上最了解自己的人 应该是谁 是父母吗 不是 生活中父母与孩子的矛盾 就在于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孩子 是伴侣吗 也不是 虽然相濡以沫 可他们也能相忘于江湖 那么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谁呢 其实是自己 吕树心中忽然有种迷雾 他曾经想过一件事情 既然老神王天下无敌 那还有谁能杀死他呢 能杀死他的 似乎只有他自己 但这场举世瞩目的死亡背后 还藏着另一个秘密 就在此时 吕树忽然觉得 身边吕小鱼 看着自己的眼神奇怪了起来 似乎回忆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第1297章 我不孤独以前 吕小鱼就觉得吕树气人 但其实在灵气复苏时代之前 吕树并不怎么气他 都是气别人来着 然而到了灵气复苏之后 吕树连他都气 吕树变了 虽然无伤大雅 但吕小鱼一直都没想明白 吕树到底图什么 怎么就在气人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了呢 包括这次吕树 非要坚持颠覆老神王的文圣形象 包括吕树非要坚持 让李黑探他们写作业 吕小鱼偶尔都在想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时至今日 面前这魂魄 忽然像是为吕小鱼 解答了心中最大的疑惑一般 让他明白了 吕树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吕小鱼面色不善地看向吕树 吕树对王座之上的魂魄 魄魄魄口大骂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魂魄魄诡异地笑着 不过我送你的礼物 你一定很喜欢 让那些王学家 去帮你转负面情绪 还是太慢了 为什么不选择 最直接的方式呢 比如杀戮 吕树看了一眼 吕小鱼的小黑脸 然后沉吟两秒说道 负面情绪是什么东西 不承认也无所谓 魂魄贪手笑了笑说道 你真的不太像一个王 或许你在祖地 当一个正常人 会更好一些 你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回到这里 来面对我 面对你又如何 吕树摇摇头 到了现在 其实他已然明白 自己要面对的是谁了 吕树是个很会装傻的人 承担更多的责任 聂庭让他当第九天罗 他拒绝了 他在第一次来到吕树的时候 就猜测到了自己的身份 却始终刻意地不相信 或者遗忘那些关键的线索 为什么只有他能通过 那个长白山上的星空之门 则梦却不行 那星空之门 是老神王为自己 去地球留下的后门 却能让他通过 这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吕树一直不愿意去想这些 因为他觉得自己 可以置身事外 可以不在乎 可以不回来 所以 他一直拿自己 当做一个宇宙的过客 最大的心愿 就是回到地球去 然而当他发现 即便他回到地球 也无可回避的时候 吕树终于愿意 拿起他所有的底牌 与武器来到这里 杀个天翻地覆 而现在 对方已经在 袒露自己的身份 那个魂魄背后的人 其实不过是另一个他自己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另一个老神王 当老神王发现 那些过去所犯下的罪恶与杀戮 开始让他无法安心后 心魔就像是一个疾病一样 埋藏在内心的深海里 吕树无法得知那场救世 他之所以想要快速点亮 第六层的全部星辰 也是想抓住 除惠问个究竟 老神王有没有走过一次 心结梦境 如果也走过 那么这杜心结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如今吕树要面对的 是最了解他的老神王 难怪这幕后之人 对自己了如指掌 而对方等待着 自己超脱大宗师的境界 大概就是在等自己 点亮第六层 从自己身上获取什么东西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吕树忽然又松了口气 他平静道 不过是一缕恶念而已 十几年前被抛弃了 心有不甘吗 魂魄语气轻松道 十八年前 你觉得重走一遍人生路 那些犯下的错误和杀过的人 就会烟消云散 那些埋在你心里的罪孽 也会一笔勾销 可你以为自己斩了恶念 自己就干净了吗 如今你一路杀来 何尝不是重走一遍老路 难道你现在 就能问心无愧吗 吕树沉默不语地 看着这个魂魄 而对方继续笑道 放弃吧 让我来支配你的一切 你我只属于孤独 吕树摇头说道 我不孤独 不要挣扎了 魂魄说道 吕树平静说道 前程往事在我这里 早就一笔勾销 我来吕树 不过是要杀了你而已 为此我杀了许多许多的人 但我问心无愧 因为他们都想杀我 而不是像你一样指 为了自己变强 而枉造杀念 以前我也曾以为 自己会堕入深渊 我面对那个冰冷的世界 开始让自己变得自私 变得冷漠 就算有人主动靠近 也会躲避 但我最终没有堕入深渊 因为你恐怕都没想到 我早就感受过 这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了 吕树笑了起来 笑得非常灿烂 在地球的那段时光里 他曾将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 但吕小鱼的出现 李贤一的出现 天罗地网的出现 刘修的出现 赵永辰的出现 都将他重新拉回了这个世界 端木黄启说 明示深渊的人 最终也会变成深渊 可吕小鱼却说 就算吕树落入深渊 他也会将吕树拉出来 哪怕他遍体鳞伤 哪怕他古断精炼 也绝不放手 所有人都没想过的是 当吕神将自己重新打入轮回时 剑儒主人会为了他舍弃一切 陪他重走一遍人生路 只为了在他身前披荆斩棘 只为了在他将要重新落入深渊的时候 把他给拉出来 谁能想到 吕小鱼竟然愿意舍弃自己的人生 来成全吕树的一段心结 谁能想到 吕小鱼将自己的本命建筑 都放在了吕树的心图里 只为了成为他这一世的暗徒 他甚至让暴力充满了内心 只因为他要替吕树杀人 吕小鱼说 吕树不想杀的人 他来杀 不是因为他本身是杀 而是他知道 吕树这一世轮回里最大的癥结在哪 所以 他愿意背负这一切 这才是全世界都不曾料到的事情 恐怕吕神自己也没料到 所以吕树说 他早就感受过 这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了 那是吕小鱼 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赠予他的瑰宝 王座之上的魂魄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迎接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吕树笑道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是开启六层以上的星图吗 大概白色火焰是最关键的东西 因为曾经有人试图夺走它 却失败了 下次再见面时 我会感谢你的礼物 然后杀死你 第1298章 城中之城杀死我 王座之上的魂魄笑道 你选择了良善这条路就该明白 良善何时能胜过苟且了 18年前 你远走祖地 这次可未必还有那么好的运气 想要我的礼物 也得看你接不接得住 说着 那王座之上的魂魄 竟然开始慢慢消散 从始至终都没打算对吕树出手 事实上 一个魂魄在这里动手 谁的便宜也占不到 对方把魂魄放在这里 无非就是要与吕树交谈而已 并不打算 此时便掀起战事 而吕树看着对方消散 也没有什么举动 他只是在想 对方口口声声说 要送给自己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 一定是大量的负面情绪值 足够他点亮第六层星云的 所有负面情绪值 而这负面情绪值的背后 则是一定代表着大量的人命 吕树心中并没有什么惊慌的情绪 他在想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就能明白这宇宙里 到底还有 谁是他的敌人 对方要拿这座王城当作战场吗 吕树不太确定 他转头看向李良 孙修文何时能到 一周时间 李良解释道 他在西周整顿军务 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耽误了出发的日程 不过能确定的是 他确实在争分夺秒 没有二星 吕树点点头 这个孙修文 压上了孙家的一切 赌一个天地的前程 魄力之大难以想象 只不过 如今这宇宙里面有四方天地 却只有一家 是摆明了车马支持自己的 而且还是被打残的西周 西周经历过几次大战后 黑羽军死伤殆尽 能够拉出来 形成战力的人数 并不是很多了 就算孙修文不顾一切 将西周所有城市的守军都拉来 但也有些捉襟见肘 吕树看向以前 有没有拿到情报 有的 南州那边天地文 再否早在三个月前 便已经下令大军集结 只是集结后 始终没有什么动静 以前说到 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 吕树皱眉 他一直都是 相信文在否的 只不过文在否早早地 就集结大军 是否已经猜到会 有此一战 文在否是敌室友 玉扶瑶又是敌室友 其他两州呢 吕树问道 其他两州非常平静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以前有些疑惑道 北州那边一切都是正常的 商人经商 平民种地 贵族吃喝玩乐 仿佛吕树里的战士 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似的 这有些不太寻常 东州虽然也没有 军队调集的动静 可是境内百姓和贵族 都已经有些惶恐情绪了 因为大家都在传言 这场战争 会席卷整个吕树 吕树沉思片刻 这两州确实有点不正常啊 他看向以前 还有呢 还有就是 玉扶瑶昨天还刚刚 纳了一些面首入宫 以前牙疼地说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位女帝还在干这种事情 提到这查吕树 忽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他交代道 东州和北州要小心一些 那个玉扶瑶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要被表象疑惑了 其实吕树 让以前去打听这些情报 并不是他在担心什么 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对手 到底有什么人 可惜的是 天罗帝王的兄弟姐妹们 没法来帮忙 不然就会轻松许多 只不过吕树很清楚 天罗帝王 虽然很多人都想帮他 但是职责所在 他们不能过来 而且 就算天罗帝王想要过来 也会被吕树阻止 因为他不想 这些无辜的兄弟姐妹 在这里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 吕树知道 聂亭与石学镜一定会来 现在距离下一次空间通道开启 恐怕没几天了 旁边的吕小鱼忽然说道 王城太大了 不适合防守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兵力 李良点头道 按照对方的口气 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一场恶战 所以要么放弃王城 要么做其他的打算 所有人都看向吕树 吕树想了想说道 别看我 我现在不制定计划了 李良 吕小鱼 眼瞅着吕树 忽然这么有自知之明 吕小鱼平静道 我们不放弃王城 他要来 我们就走 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这样有点冒险吧 我们确实没有兵力守住这里的 李良说道 没关系 我们在这座城池里面 再见一座城池 吕小鱼笃定道 况且 对方也很清楚我们的情况 说不定此时就在某处等着我们离开 掉入他们的陷阱 王城之大超乎想象 其实 王城的城池在防御上 并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坚持守住每一面城墙 那就是要分散御龙般 只等于自断根基 然而 吕小鱼既然说了 不放弃王城 那就必须另建防御攻势 而且是起码能将二平以下高手 拦在外面的高度 吕树看向吕小鱼 有把握吗 包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 吕小鱼自信说道 地球上古代战争中 瘟城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词汇 为古代城池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 可加强城堡或关爱的防守 守军在城门外 修建的半圆形 或方形的护门小城 属于城池的一部分 瘟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建立 设有建楼 门闸 制叠等防御设施 瘟城城门 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 不在同一支线上 以防攻城锤等武器的进攻 只不过这一次 吕小鱼要建的城中之城 并不是瘟城 因为王城广阔的原因 他根本无法与外城相连 吕小鱼要做的 只是在王城里面 重新将一座城池拔地而起 抵御来敌 这个事情 对于如今已经是大宗师级别的安东尼来说 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只是需要时间 而且 吕小鱼还需要坚固的材料 这座城池不用太大 足够御龙班 只和友军发挥就好 吕树 看向张卫宇 带那些王城侯门过来 没过多久 张卫宇便压着侯门家主 来到神王宫里 有些家主 甚至是第一次走进这座宫殿 但他们 压根没有心情打量宫殿里面的摆设 吕树说道 让你们的家奴们 都动起来吧 王城周边一切坚硬食材 都给我搬过来 然后 我要你们驱散王城百姓 用你们的家奴 将龙饮河给我挖进来 第1299章 主场之事 王城是没有护城河的 唯有一条龙饮河 还是平行而过 但这不是问题 吕树要让侯门将龙饮河引进王城 只要封闭了外城与内城 那么 内城就有了自己的护城河 龙饮河水位较高 一直以来 也没人去清理过河道里的淤泥 于是就导致龙饮河的河床 一直在抬高 曾经还有几次龙饮河 下游掘地改道的事情 导致下游老百姓受灾 这种事情 要是在地球 恐怕早就开始治理了 但这里的老百姓命可不值钱 谁也没打算去花费大功夫治理水道 而此时王城豪门 虽然每家都损失了足足一万精锐 可这点损失 对他们来说 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又不用他们打仗 店铺掌柜和伙计 都可以去挖河道了 至于王城百姓愿不愿意离开 吕树觉得 只要告诉他们 这里将变成主战场 他们自然会走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迁徙 其实都跟战争有关 没有人愿意 在城里当砧板上的鱼肉 只是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听到吕树所说的话 就全都愣住了 您要护城河干嘛 他们听到吕树说的话 当然知道吕树想干嘛了 可问题是 护城河这种东西 早就被时间淘汰了 以前护城河的意义 就在于防范外敌 可是在修行文明发达之后 大家都发现 护城河的意义 对于修行者来说 并不是那么大 寻常护城河的宽度 修行者一步就可跨越 如履平地 然而 吕树不会跟他们解释什么 他要的不是护城河 而是要一个主场 觉醒的天赋与实力等级 永远是平行的 所以当吕树晋升大宗师的时候 他的水系天赋 也同样晋升到了大宗师级别 而且 觉醒异能使用的力量 并不是星土 而是与天地元素沟通 也就是说 吕树就算使用水系异能力竭 也仍旧不会影响星土的力量 现在大家都猜到 对方要大举进攻 这个时候 如果在王城这里 形成一个泽国 那么吕树便有把握用水系异能 给对方先尝点记性 没有主场 那就创造一个主场出来 吕树并不是一个拘泥形式的人 吕树看着家主们平静道 你们在问我问题吗 家主们一时间静若寒蝉 我等一定将此事办好 三天之内若没完成 我等提头来见 不用提头来见 吕树乐呵呵地笑道 你们就在这神王宫等着 让你们的家奴去坐就好了 毕竟你们也是有身份的人 哪能亲自去挖河道呢 家主们脸色不太好看了 他们还想着自己 要是可以去外面监工 万一打起来了 说不定可以趁乱逃跑 但是看吕树的意思 他们必须待在这神王宫里 到时候御龙班只要是战败 他们也要跟着一起死 上了战车 想要再下去就很难了 家主们匆匆召来了家奴 把事情安排出去 第一件事情是班山 第二件事情是运河 第三件事情是驱散王城百姓 这些事情都很难 但是豪门家主们心里有数 这些事情必须完成 不然大家都得死 只不过这些事情传出去的时候 有些消息就传歪了 老百姓们一听 吕树要把龙饮盒挖过来 当时就震惊了 神王他老人家 把赌徒逼进龙饮盒还不够 还要水淹王城 把所有人都泡进龙饮盒里 一开始 大家还没法确定 吕树到底是不是那位回来了 但他们看到王城豪门 对吕树扶手提耳的样子 也就慢慢信了 嘴上开始喊着神王的名号 豪门家奴这时候的心情非常不好 快滚 三天之内 若是不滚出王城 就等着死在这里吧 要打仗了 懂吗 这时候老百姓们明白了 王城要有一场大战 这一下子都不用豪门驱逐 自己当即就收拾行李跑路了 一时间 王城外面 就像是一群群的蚂蚁一般 朝外逃窜 有亲戚的奔亲戚 没亲戚的露宿野外 也不敢在王城里面继续逗留 吕小鱼带着安东尼 一直忙于修建内城 豪门家主们 在神王宫里向外眺望时 便看到一面面的城墙 正在凭空地拔地而起 而且看起来不像是草草构筑的 自从安东尼晋升大宗师之后 吕小鱼就找到忠玉堂 要到了要塞的图纸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而他有了要塞图纸与安东尼 就能在三天之内 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这城池没有大门 如今只留了一条缺口工人通过 等到河道挖通了 便会彻底封闭 防止水流淹进内城 当然 这城池必然没有 基建狂魔们做得扎实 内部的基础设施 可以说完全没有 但是防御功能却是具备了 这一幕幕出现在 豪门家主们眼中的时候 显至太神奇了 原来可以这么建造城池 高手是什么样 大家都见过 但是宇宙里 真没哪个高手 愿意做这种建设方面的事情 所以 宇宙建造城池 无非是征用苦力这种方法 其实不怪他们建设少 说实话 吕树第一次见到 基建狂魔们这么玩的时候 也很震惊 张卫宇在吕树旁边问道 大王 咱们有几成把握 吕树笑了笑 战争哪有什么几成把握 胜就是胜了 败就是败了 我们必须胜 李黑探想了想说道 大王 你之前让我们写作业 就是为了要我们的负面情绪吧 大王你太残忍了 这话吕小鱼都没问 但是李黑探哪忍得住 吕树认真的看着李黑探说道 黑探 你知道远交进攻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我知道 李黑探眼睛一亮 联络距离远的国家 进攻临近的国家 吕树摇摇头说道 远交进攻的意思是 你离我远点的时候 我还能心平气和地跟你交流 你离得太近了 我就忍不住地想要攻击你 来自李黑探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的解释 对于如今好学的李黑探来说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就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一群豪门的修行者 终于挖通了来自龙影河的河道 欢喜的水声在王城之中响起 水流漫过了所有的建筑 直至王城变成一片泽国 吕树总觉得 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事情 但是又想不起来 到底漏掉了什么 直到他看到后台里的负面情绪值 来自江树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888 来自顾灵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748 来自 剑炉太安静了 导致吕树把剑炉这茶都给忘了 想想剑炉的地势 现在应该也被淹了吧 那剑炉外的云雾 看起来神秘莫测 可作为剑炉弟子的屡树之道 那只是屏蔽窥视而已 并不防水啊 第1300章 大水冲了龙王妙龙影 和河水道观之势 非常凶猛 所谓水火无情 河水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只要它能填满的地方 就一定会淹没过去 就算是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也只能看着这滔滔洪水 将他们经营了上千年的积业给淹没 以前老百姓最羡慕豪门的珠门高墙 寻常百姓只能的一窝居 而这些豪门 坐拥着王城里最大的宅院 最好的景色 里面加奴来往间 有时候甚至比外面的街道还有热闹 而豪门的后院 又如这喧嚣闹市里的世外桃源 只不过现在什么都没了 平台楼阁全都毁于一旦 豪门家主们能怎么办 这就是战争啊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忽然看到 吕树踏浪而行 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去了 一开始 大家还在好奇 吕树要出去干嘛 结果下一刻有人反应了过来 那不是剑炉的方向吗 他们一抬头 竟看到天上有一柄云剑在凝结 与当初斩断木黄起的一般无二 这时候 王城可没别的敌人了 见卢大师兄 这分明就是要斩吕树的云剑 只听吕树悲声高喊 都怪我疏忽大意了呀 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 这次去见卢的 只有吕树一个人 李黑炭站在内城的城墙上 看着面前一片汪洋 他忽然琢磨道 大王这卑异怎么有点假呢 吕小鱼看了他一眼 黑炭 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其他人没有跟着吕树过去 一方面是知道 吕树敢这么过去 肯定没什么事 自家御龙班 只和剑炉的关系 还是可以的 虽然大王这事干得有点缺德了 但不至于闹出人命吗 另一方面是 这王城有近空的禁止 他们也没法隔着护城河飞出去 其实吕树和吕小鱼 他们最终决定 将这里当成战场 也有借用这禁止的想法 吕树穿过王城这茫茫的汪洋 来到剑炉门前 招呼也没打一声 就穿进了云雾里 吕树来到剑炉之后 看了一眼天空中 随时可能落下的云剑 再看了一眼 浑身湿透站在茅草屋顶的 那些剑炉弟子 布林飞的衣服倒是没湿 但他脚下的黑豹 都已经淹在水里了 一人一抱都冷漠地看着吕树 但这都还不算什么 眼看着水都快要漫过屋顶了 那些剑炉弟子 连躲避洪水的地方都没有 最尴尬的事情 就在于王城是近空的 而剑炉在王城里面 要放平时这些剑炉弟子 乃会担心洪水这种事情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没法飞 布林飞盯着吕树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吕树插磕打混道 我不都说了是不小心吗 快点开城防水 不然我就让师兄 批了你那种内城 大家谁也别想好过 布林飞怒道 吕树看着后台里面 蹭蹭蹭高涨的负面情绪值 布林飞说话的时候 他甚至还跟几个 相熟的师兄师姐 打了个招呼 这些人都是以前在吕树那里 买过剑林法门的 所以关系还算不错 吕树看向顾林飞安抚道 你看是这样 大家都是一家人 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顾林飞冷笑 一家人 那你说怎么办 这样咱们哥退一步 吕树沉映了两秒说道 我不开城放水 你也别披我的内座城 怎么样 顾林飞愣了半晌 总觉得这个退一步有点不对 来自顾林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七四八 去死吧 顾林飞彻底怒了 你知不知道 我剑炉的藏书草炉还在水里沿着 那里面的点集 有多珍贵你难以估量 这些书籍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顾林飞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吕树听到这话 就眼睛一亮 原来你说这个 哈哈 我说出来你肯定很惊喜 你藏书草炉里的书 都在我这呢 顾林飞 来自顾林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九九九 吕树忽然发现 怎么自己说完之后 顾林飞好像更加生气了呢 正想着呢 吕树时闪身一躲 打着吕树 却轰得那些本就狼狈的剑炉弟子 差点重新掉进水里去 顾林飞冷声道 我早就觉得不对劲 你这种人进了藏书草炉 怎么可能空手出来 偷我剑炉点击 你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读书人的事情 怎么能说偷呢 吕树不乐意了 我这不是替你保管吗 我要是不替你保管 这次不就遭了水灾 顾林飞一想 咦 好像是这么回事 只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 这里面的逻辑漏洞 这水不还是 你放进来的 是吗 吕树赶紧转移话题 你看咱们是不是先把大家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你们后山能助人吗 顾林飞盯着吕树 后山进殿 就是剑炉弟子 也不能轻易踏足 那真是他好了 吕树乐呵呵笑道 你看是这样 我们那个内城地方还挺大的 要不你们帮我们那里去 暂住一段时间 顾林飞都给气笑了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这就是你的想法 不不不 吕树哪能被这个锅 是吕小鱼的计划 结果说出吕小鱼这三个字的时候 心中笃定将树一八成 是跟这位剑炉大管家 已经说了实话了 此时 张维宇望着剑炉的方向 还是有点不放心 大王这孤身一人过去 不会有事吧 当然没事 吕小鱼魂不在意地说道 不然我为什么会把内城 修建成这么大的规格 按照吕小鱼建造的 这座内城规模来看 御龙班值在城墙之上 仍旧显得有些稀少 所以说 五千多人的军队 其实弄个堡垒就好了 为什么吕小鱼 坚持要弄一座城池呢 因为他知道 这座城里到时候 并肩战斗的人 不止御龙班值 张维宇等人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忽然发现 眼前的吕小鱼 才是最深谋远虑的人 只不过还有点不对劲 张维宇回头看了看 城池的规模好奇道 您等的人可不止剑炉那么点吧 第1301章 魁磊师的真名张维宇 是统兵之人 所以随便看两眼就知道 这城池起码足够三 四万人战斗腾磨了 就算御龙班值五千多人 剑炉也不过才一千多人 那么吕小鱼 是在给谁预留位置呢 之前吕树可是说了 不会放西州军和南州军入内城吧 因为就算吕树对文在否 还比较信任 就算孙修文表现很好 吕树也照样 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抛给直觉来掌握命运 吕树知道 如果自己判断准确的话 文在否一定会出手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 还没出手就说明 文在否压根就没打算参与守城 而孙修文那边 吕树觉得 其实孙修文自己都不在乎这些西州军 孙修文这位大霄 如今刚刚当上西方天地 位置都还没坐稳呢 这么着急过来 可不只是想要在吕树面前争表现 他带来的西州军 如今有不少人都还不服管教 孙修文以大宗师境界 赶着这群人过来 本身就是逼着他们送死来的 这老小子 要完成西州境内的大清洗 这一战之后 西州境内重要位置 全都是孙家的人 同此以后 孙家在西州稳如磐石 这才是真正心狠手辣的全谋者 吕树 自认在这方面 是不如孙修文的 吕小渝看了张卫宇一眼 我也不能确定所有事情 但准备要做足 张卫宇点点头 他觉得 这位吕小渝 大管家做的计划 可向来都比大王要靠谱 跟着走就对了 此时此刻 吕树还在等着剑炉答复 顾灵飞面上殷勤不定 吕树乐呵呵笑道 自家人打仗 你们能看着不帮忙吗 顾灵飞问道 你是从一开始 就把我们剑炉算进来了是吧 吕树笑容渐渐收起 他正色道 我不把你们算进来 你们就能置身事外吗 忽然间 天上一座悬浮的山峰 凭空显露出来 姜树一身穿宽大的白袍 从山上拾接而下 我们随你 去那内城 大师兄 咱们就这么简单地答应他了 顾灵飞有点不甘心 姜树一温和笑着贪手说道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 他都把师傅给害死了 顾灵飞愤愤道 我们就应该去把师傅 给抢回来 然后让他自生自灭才对 恐怕师傅不会这么想 姜树一摇摇头 虽然师傅变成一个小女孩的事情 总觉得怪怪的 但师傅终究是师傅 转世了也要认啊 也许其他的都可以断 但恩情不能断 其实姜树一和顾灵飞 早就商量好了 要帮吕树 也正是因为要沟通这件事情 姜树一才将真相河畔拖出 只不过 他们都没想到 吕树会用水沿溅炉 这特么也太贱了 有什么事情 好好说不行吗 来自姜树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199 来自顾灵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699 吕树见剑炉这边拉拢住了 立马乐呵呵地指挥着豪门的家奴 划着小船过来接应 将剑炉弟子 一一接到内城里面去 他现在一点都不担心内城里面人多 反正他搅和地球 各大修行组织的物资还多着呢 压根就吃不完 吕树唯独担心 当那位老神王的恶念大军袭来时 自己这边的实力不够抵挡 双方其实本就不是一场对等的厮杀 对方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不知道等待了多久 而吕树这边呢 他从修行开始到现在 也不过才两年多的时间而已 十多年的准备 与两年多修行之后的仓促应战 要说吕树能有十足把握胜利 是根本不现实的 那样显得他太过自打 但是没关系 现在的吕树只想知道 对方为自己准备了什么 对他够不够尊重 外城与内城之间 飘荡着许多小木筏 木筏上面是剑炉的弟子 和苦逼的豪门家奴 张卫宇 李良和李黑探他们 乐呵呵地看着剑炉来到内城 毕竟是强员嘛 大家肯定开心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张卫宇 李良他们 就差把这八个字写在脑门上了 顾灵飞贴了一眼张卫宇他们 真是什么样的主子 带什么样的兵 我以前还觉得 明月夜他们是特领 现在觉得明月夜他们 也是被你教坏的 张卫宇等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毕竟自家大王都不介意嘛 只是张卫宇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发现 吕树竟是愣住了 下一刻吕树 转头看向顾灵飞 明月夜是谁 所有人都诧异了 因为他们听得出来 吕树语气很急促 顾灵飞有点莫名其妙 明月夜是谁 你还需要问我 吕树 看向张卫宇重复道 明月夜是谁 张卫宇犹豫了半天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王 明月夜是您坐下傀儡师的大哥呀 话音刚落 他们便看到 吕树竟是毫不犹豫的 仿佛明月夜这三个字 有着非常大的魔力一样 不然吕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还有那个黑色宝珠又是什么 吕树这是通过黑色宝珠 打开某个地方的空间门吗 所有人都愣在当场 顾灵飞也不例外 顾灵飞转头看向江树一 发现对方也是满脸疑惑的神色 有人好奇 问张卫宇 大哥不是死了吗 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很明显 大哥并没有死 张卫宇一句话便说明了真相 如果明月夜已经死了 那么吕树绝不会有现在的反应 因为死人不需要赶时间 吕树来到吕树之后 一直很避讳 承认自己的身份 而且也没有适合的人 去了解一些很常识的东西 比如傀儡师们 每个人都叫什么名字 当然这也不算是常识了 就算吕树现在 去问某个豪门家主 傀儡师叫什么 家主们也会很诧异 傀儡师就叫傀儡师啊 傀儡师是称号 也是外界对他们的尊称 曾经的傀儡师地位尊崇 早就没几个人记得 他们本来名字叫什么了 除非是顾灵妃这种大宗师 而且对某些人的气氛 必须念本名来表达 就好比吕小渝不生气的时候 会管吕树叫吕小树 但生气的时候 一定会特别大声 特别严肃地直呼吕树 这是生气者的共性 刚开始的张卫宇 是不愿意告诉吕树一些秘心 后来张卫宇知道吕树身份后 大家又没怎么交流 所以吕树一秒都不愿意 等便开启了黑色宝珠 只希望自己没有错过什么 第1302章 神王近人生有很多错过与遗憾 吕树不想看到那些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人生如果全都能够自己说了算 那可能是个梦境 吕树与明月夜相识 并不算多么愉快 甚至互相都把对方看成了骗子 无赖之类的形象 互相忽悠 那真的是家常便饭 只不过两个人也有坦诚的时候 吕树在最迷茫的时候 也曾过来找明月夜喝酒聊天 那时候吕树觉得 明月夜与自己的世界 不会产生交集 他不知道明月夜是谁 也不在乎明月夜是谁 然而现在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折 这个弯转的吕树 都有点猝不及防 他再次来到那个混沌深渊 想到早先自己来这里的时候 深渊里还布满了黑雾 那是有人用来防止明月夜恢复实力的 囚禁明月夜的人 将他锁在这里慢慢折磨 不过明月夜也是个狠人 竟然在这里坚持了十多年 吕树忽然想到 自己用混沌 将这些黑雾全都吸纳干净 想必能让明月夜过得舒服一点 囚禁明月夜的人 一定和吕神恶念有关 但是不是吕神恶念本人就不好说了 吕树来到这里 吕树来这里的时候 就忽然有人从深渊上面下来 不管对方是谁 一定会看到下面的黑雾消失了 也会发现 这里有烧机的残渣 那些都能说明一件事情 有外人来过这里 所以这次吕树进来 说不好会有什么东西等着自己 只不过 吕树通过黑暗宝珠 来到混沌深渊时 恶然发现 没人在这里等着自己 而明月夜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原本用来锁住明月夜的锁链 断成了鼠节散落在地上 而地上没有血迹 没有打斗痕迹 说明明月夜只是被带走了 一定还没死 想到明月夜应该还活着 吕树忽然稍微松了口气 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只不过 明月夜现在又在哪里呢 吕树抬头 看向混沌深渊上方的黑暗里 上次明月夜说 有人下来了 那么出路就应该在头顶 上不上去 上去就要面对关押明月夜的人 还要面对未知的危险 明月夜在这里 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一定很孤独吧 一个人在黑暗里没人交谈 也没人给他饭吃 全靠着实力境界 吊着一条命 也许明月夜每天每夜都在期待着神王回归 如同天神一般将他解救出去 但是他没有等到 有时候死了才是真正的解脱 没死就只能在这里 继续暗无天日的等待 张卫与他们还可以自由活动 而明月夜在这里 只能忍受孤独的煎熬 想到这里 吕树抬头看向上空 他曾经有机会带明月夜出去的 但是他没有 这是他的过失 自己的过失 就得自己来弥补 吕树沿着石壁向上面爬去 他没有直接飞行 因为明月夜曾警告过他 上面有混沌神火 混沌神火是什么 是否会被白色火焰压制 混沌深渊的绝壁 并非垂直落下 而是曲折蜿蜒着 犹如冰川裂系 这大概也是没有光线 落在下面的原因 吕树在绝壁上手脚并用 他的手掌可以直接抓紧石头里面借力 那些看起来很坚硬的石头 在吕树手中 柔软的就像是豆腐 后来吕树干脆借着两面绝壁之间的距离 弹跳接力 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弹簧似的 在两面绝壁之间 来回穿梭向上 然而半个小时候 吕树愣住了 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白色的火海 如同天幕般锁住了深渊裂缝 可那白色的火海 不正是与自己的白色火焰一模一样吗 那片火海 好像感知到了什么似的 朝着吕树汹涌奔腾而来 可吕树一点躲避的意思都没有 因为他感受到了内心里那团火焰的欢呼雀跃 就像是与老友久别重逢 原本吕树心中就有一个猜测 现在才终于确认 这大概是他丢失的心念 吕树从小就很虚弱 这是转世的问题吗 并不是 事实证明 曹清辞是没事的 卡洛尔也没任何影响 唯独他那么虚弱 是为什么呢 在他出车祸时 那颗黑色核桃吊坠里面火焰 重新回到身体里的时候 吕树就曾有过久别重逢的愉悦感 当时他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现在他明白了 因为有人曾从他身上夺走了心念 难道说 对方一开始就打算从他身上夺走这些东西 结果发现 就算夺走了心念 也无法夺走心土 只能等待吕树重新超脱出大宗师的境界 那些年导致他病痒痒的原因 不是他体虚 也不是肾虚 而是因为 他丢失了那么重要的东西 就像是卡洛尔以世界树的树枝 为寄托转世重生一样 树枝碎裂 就差点让他万劫不复 直到拥有了世界树之后 才算真正没了瑕疵 而心念对于吕树来说 就像是那根世界树的树枝一样 吕树能活下来 已经算是命运了 当然 老神王本来就是这世界上命 最硬的那个人 吕树漂浮在深渊之上 等待着火海 奔入自己的心口 心中的火焰越来越旺盛 也有木火在慢慢堆积 他这种记仇的人 想到这种生死大仇 怎么可能不愤怒 就为了夺取自己身上的东西 便设下了这么多的阴谋 为什么 因为这世上除了老神王以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该如何达到最高的那层境界 剑卢典击里说 大宗师之上的境界 被称作两周境 一旦登临此境界 将自成小事件 他人法则 必须先破开那一方小世界的壁垒 才能伤到对方的本体 到了这个境界 自身与外界 仿佛身处两个世界 没有外力的话 本身就已经不死不灭了 而两周境之上的境界就简单了 剑卢典击里 区分这个境界时 只有寥寥数语 神王境 只有神王才可抵达生命的彼岸 强如剑卢这样的地方 也从未奢望过 有谁能够达到那个境界 剑卢主人 也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而神王之所以 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就因为这世界上 好像真的只有他能直通大道 第1303章 深渊之外 剑卢主人 应该是知道吕神身上秘密的 所以知道 老神王只要想 就一定可以登上那个境界 只不过代价就是 吸纳与星图病例的那个暗图 就好像阴阳相合一样 就连第七层所需要度过的关爱 都叫做狱 吕神一直有抵达生命彼岸的机会 吕树相信 他一定早就有了足够的负面情绪值 只不过 他始终没有那么作罢了 吕树觉得 如果吕神真的毫无感情 能够将吕弱直接杀了 成就自己的境界 那么其实也没这么多事情了 对方不会舍弃自己的 一身实力境界转世 剑卢主人 也绝对不会为这种人放下一切 那时候的吕神 不会有什么心魔 他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魔 好在吕神心中 本就有一些良善 这大概才是 发生如今这些事情的起因 感受着心脏里火焰的澎湃跳动 吕树之前 还好奇 自己虽然在除惠那里得到了心结燕 但这心结燕 还是不够活泼啊 他用来烧端木黄起的时候 现在有了新的心结燕汇入 吕树感觉这心结燕 犹如水系异能一般 真的能够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了 自己心口的那点火 跟这片火海相比 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也不知道这心结燕是如何成长的 然而就在此时沉寂许久的除惠 忽然在新土里说道 其实心结燕以心结为食 您那心结燕用起来不给力 完全是柴火太少了的缘故 给别人的心结就是柴火 端木黄起死后 您没发现他壮大了一点吗 吕树美好气道 这时候怎么又客气起来了 还好先来搞科普 这不是看你马上就要点亮 第六层心云了吗 除惠憨厚笑道 吕树冷笑 现在雪怪也晚了 你笑得再憨厚也没用 因为之前吕树刚刚度过心结在气头上 所以除惠躲到了第六层心云上面 愣是躲到了现在 他能这么躲着 完全是因为吕树还无法掌控第六层 可他现在看着第六层星辰 一颗颗点亮 眼瞅着就差最后一颗的时候 除惠有点慌了 赶紧出来说点好话 只不过现在吕树压根懒地跟他计较这个 除惠倒是给他省了不少研究心结燕的功夫 原来之前心结燕还不太给力 完全是因为没有成长起来罢了 而放在这里的火海 却都便宜了吕树 不对啊 知道我要来 还把心结燕放在这里 吕树觉得有点不对劲 毕竟吕神恶念应该很清楚 这心结燕 哪怕再多都伤不到自己 而且还会便宜了自己 除惠舔着脸 在星图里产笑解释道 这夺走您心结燕的人 还是可以使用这火焰的 但是当您度过心结 您我归位之后 除了您谁也用不了 所以对方也许很想取走这心结燕 但问题是有我在 他拿不走了 咦 吕树好奇了一声 那这么说来你还有点用 有用 必须有用 除惠憨厚笑道 您就别生我气了 那心结也是您自己设下的 跟我没关系啊 行了行了 吕树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除惠被咽了半天 他心说您要不是这么记仇的人 我犯得着 现在都不敢出第六层心图吗 吕树不再搭理除惠 这次自己引除惠归位之后 确实减了个便宜 这心结燕说的简单点 就是一个自带特效的火系异能 不仅位阶很高 自动压制其他火系 而且被烧到的人 还会堕入心结 普通人的火系异能 跟吕树的这个火系异能相比 别人的火系异能 就像是乞丐版的 这种等级的伤害手段 更像是他早些时候 刚刚得到神水的状态 那时候的水系异能 也有非常恐怖的侵蚀效果 可惜了 神水已经变成混沌 当然这也不算 多么可惜的事情 混沌儿子也不差呀 如今吕树感觉自己 应该算是 水火双修的觉醒者了吧 全世界独一分 别人也没听说 谁能同时觉醒水火 这两个异能的 不过吕树 觉得这心结燕 还是比水系异能差点意思 不是说不给力 而是说功能不够多 吕树的水系能吸血 能让人流眼泪 能分岔 这火系 有待开发呀 他朝着深渊之外飞去 并没有想象中的陷阱与埋伏 他发现自己身处宫殿群之中 吕树上来 是为了救明月夜的 然而 这地面上的情况 和他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这深渊竟是在一座行宫后面 这是谁的行宫 整个宇宙 有资格拥有这样行宫的人 恐怕屈之可数吧 所以搞清楚这是谁的行宫 就能搞清楚 谁在背后搞鬼 吕树隐约间听到 有歌声从宫殿群之中飘摇而来 那声音如气如素 哀晚七绝 歌声里的词像是在唱戏 可诡异的是 这唱歌的人 应该是个男性 这宫殿之中 钟鼎乐鸣 似乎热闹非凡 就在此时 两排身穿盛装的年轻男性 从一处宫墙后面拐了出来 他们一态雍容 但让吕树 感觉非常别扭的事 这群人就像是宫女似的 他们手提精致的竹篮 里面放着的 赫然是绣着龙的袍斧与金冠 还有镶嵌了朱玉的腰带 只不过吕树更加在意他们的实力 这些人竟然全是一品高手 一人在吕树面前轻声道 请更衣 天地陛下在太和殿等您 吕树挑挑眉毛冷笑道 不想死的滚远点 现在没空收拾你们 说着他抬腿 就往宫殿里面走去 如今对方摆明了 车马在这里等他 吕树怎么会退缩 只要明月夜还在这里 他就不能退缩 大人 您走错方向了 那人轻声提醒道 哦 谢谢 吕树直接打破了宫墙 一路朝这人所指的方向去了 如今吕树已经明白 这行宫主人是谁了 玉浮瑶 而且吕树对玉浮瑶早有猜测 毕竟他出见玉浮瑶的时候 玉浮瑶是唯一一个 能让他心结验产生反应的人 从时间上来看 那个时候 对方应该还可以控制心结验 只不过吕树感到不安的是 玉浮瑶明为招纳面首 可暗地里 恐怕是在把这些面首培养成死士啊 这玉浮瑶到底有多大的图谋 才会不惜声明 干出这种事情 第1304章 两个神王这座宫殿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奢华 反而更像是一位极简主义的设计师 信手设计出来的产物 没有金龙 没有飞檐 宫殿上也没有金顶与琉璃 这座宫殿 要比西都的那座简约了许多 但是吕树不看这表象 而是在看着简约背后的一些本质 有人曾说 内心越复杂的人 就越发地喜欢简洁 这不是绝对的 但大部分确实如此 全谋者 上位者的书房 通常简单明了 只有小姑娘 才会用玩偶与装饰品堆满房间 吕树一路打破宫墙 朝着主殿走去 走直线 就是御龙班直的光荣传统 慢慢的吕树也发现 原来这宫里 也不只有男性宫人吗 还有很多女性的 虽然吕树一路打破宫墙 可这些宫里的奴仆 好像并不太惊讶 每个人见到吕树后 都会恭恭敬敬地行礼 仿佛有人提前交代过似的 玉扶瑶在等着自己的到来 吕树心中有所明误 然而吕树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这宫里的所有人 虽然都很彬彬有礼 但吕树感觉不到 他们身上的感情 这一个个人 就像是一个个木偶似的 有时候吕树打破两堵墙之后 见到某个工人 他会疑惑 是不是刚刚见过这个人 结果他马上反应过来 并不是他见过对方 而是这些工人太过脸谱化 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明明长相不同 可气质却能让人感觉 他们是同一个人似的 吕树留意了一下 并没有人跟着自己 那些工人与自己照面行礼之后 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这些异品高手 藏在这身宫之中 并没有埋伏吕树的意思 让吕树都有点搞不清楚 御扶摇的用意了 难道真的是错怪对方了吗 等等 吕树赫然发现 一个浓妆艳抹的宫女脖子上 竟然还有猴结这种东西 这就让吕树忽然毛骨悚然起来 地球上也有女装大佬 可问题是 这里的宫女 恐怕并不是自愿的吧 这时候 吕树在回想刚刚所见的那些面首 一个个面白无虚 声音也有些许古怪的间隙感 恐怕都是经过了攻行的阉人 什么情况 说好的面首呢 天了还怎么当面首啊 果然真如自己猜测的一样 全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养死事实 掩人而目用的 那浓艳惨白的妆容 与华丽的服装 让吕树感觉自己 就像身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他飞身而起直奔主殿 那里前后大门统统敞开 吕树只能看到 里面灯火通明 紫色的沙漫从殿顶垂了下来 一阵风吹过 里面隐隐绰绰间 像是有人慵懒地侧躺在龙椅之上 而那龙椅之前 则有数十个工人 低眉顺眼地唱歌奏乐 吕树慢慢走了进去 还没等他开口呢 龙椅上的玉浮摇便先问道 你随随便便就拆了我这里几十面工墙 得赔钱 吕树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玉浮摇见他不说话 便开口说道 不想赔钱也行 那你就留下来 把你陪我好了 明月夜在哪 吕树并不会忘记 自己来这里的初衷 无趣 玉浮摇气了一声 他对面前的乐师们挥挥手 去把人带过来 乐师们亲手亲脚地扶手退了出去 在明月夜还没被带来的空隙 玉浮摇问道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从北美通道进去的那些奴隶主 都是你的人吧 吕树问了第一个问题 对 是我 玉浮摇眨了眨眼睛说道 就问这个 不问我那些面手是不是真的 你亲手杀了奴隶主 是想让我相信你 吕树问了第二个问题 至于玉浮摇说的话 根本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下一刻玉浮摇叹息 我哪知道 你竟然能进入那个深渊 甚至还见到了明月夜 那位果然是算无一策 不过可惜了 他以为你见到明月夜 就能知道真相 结果哪想到你们两个都防着对方 不然这是哪还用拖到现在 吕树愣住了 当他得知明月夜 是傀儡师大哥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或者说 他在珠子里面 看到明月夜的第一时间 就觉得不对劲了 很明显 那珠子并不是关押明月夜之人制作的 可谁会闲着没事 在那里开个门呢 除非对方有所图谋 或者他知道 那个深渊里 向来都是玉浮摇关押死囚的地方 而算无一策的人 说的是吕神吗 吕树一直有个疑问 这珠子 很像他见过的一个东西 例如 他在王城青石板路上 追杀那21名死士 结果对方捏碎了一颗紫色宝珠离开 只不过这黑色宝珠 要更厉害一些 还能反复使用 这样一个通往宇宙的东西 竟然会流落在地球 虽然与那些国内家族交易的时候 对方说是祖传下来的 但吕树现在半点都不信了 唯一的线索 只剩下他还没有找到的箱子 类觉背负着那个箱子 来到洛城 虽然强宝与葫芦都已经物归原主 但箱子却不翼而飞 而且 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大家也都不知道 吕树觉得自己得回去跟那个家族聊聊了 说不定连箱子都能找回来 连强宝都不是反品 箱子肯定也不是啊 然而最尴尬的是 吕神为吕树留下了一个最便捷的 获取信息与情报的渠道 结果吕树和明月夜却用来互坑 果然算无一策 也得有正常的队友 才行啊 吕树这时问了第三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从我身上夺走心结验 玉父遥想了想 他一边漫不经心地玩着自己头发 一边说道 有一天 另一个 你已一缕魂念的状态 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对我说你死了 他夺到了暗图 可需要星图融合 才能起死回生 只不过没想到 那次我夺心结验的时候 自己陷入了心结梦境 这才让明月夜有机会抢走你离开 当然这样也好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那次我并没有剥夺成功 如果当时就杀了你 一切希望就都没有了 魂念怎么可能存在那么久 吕树皱眉 第1305章 玉父遥的选择 你帮欧阳立上打造青灯的时候 其实打造了两个啊 玉父遥笑了起来 现在真有意思 面对转世重生的你 忽然有种奇怪的新鲜感啊 如此的稚嫩 如此的年轻 如此的善良 我都有点 不知道该帮哪个擦好了 吕树陷入沉思 原来那屡恶念 就跟欧阳立上一般无二 那青灯虽然等于给了对方第二次生命 可问题在于 对方并不能随意行动啊 这青灯忌魂 可是不影响实力境界的 那等于再造了一个身体 青灯内自成世界 比如欧阳立上练气 便需要实力境界来支撑 这老小子 现在锤子灰的飞起 屁事都没有 然而一个 超脱了大宗师境界的人 被困在一盏青灯里 难怪对方如此迫切地 想要起死回生 暗徒可以反噬星图吗 语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星图能将暗徒的一切 都磕得死死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根本不存在暗徒 反噬星图的可能性啊 对方可以有六个大宗师的魂魄 可那些魂魄 在尸狗俯使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难怪对方始终都只敢躲在幕后 如今才慢慢展露了 自己真实的面目 恐怕现在是觉得 十拿九稳了吧 对方谨慎也是正常的 对方哪怕超脱出 大宗师境界了 但那些魂魄 在尸狗俯使面前 也极容易鹰沟里翻船 而且 尸狗俯使是次要的 关键是 那些雀鹰能够完完全全地 将吕树遮蔽起来 对于那些魂魄来说 雀鹰就像是刺猬身上的刺 而它们也不过是气球的强度而已 回想到自己起初 因为用尸狗 扎破了吕小鱼聚来的猪 导致吕小鱼生了一星期的气 吕树就忽然觉得 当下这一切都应该早点结束 他应该早点回到那个家里 当然 有太多的办法 可以处理这些情况 但那位吕神恶念 要等一个成形的星途 供他反噬 他来这件事情 最终落在了御浮遥身上 那位吕神恶念 打算利用御浮遥 来完成这一切 吕树看向御浮遥 他现在在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 御浮遥笑道 他承载了神王的一切阴暗面 包括多疑与暴力 所以他又怎么可能相信我 哪怕他指望 我来帮他夺取星途 他能自行移动 吕树好奇道 暗徒能够聚来魂魄啊 御浮遥笑道 魂魄手持青灯 天下大可去的 如今他身负六个大宗师 他想去哪里谁能瞒得住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从我这里夺走星途 被他反噬之后会死 吕树平静问道 这才是癥结所在啊 难道御浮遥不怕死吗 宫殿内陷入许久的沉默 御浮遥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哀怨 就像刚才乐视歌声里 那般婉转气绝 我当然知道会死 但这是你第一次开口 要求我做什么 我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拒绝 吕树忽然陷入了一种 极大的怪异感 似乎御浮遥 不管透过他 还是透过吕神恶念 最终看到的 都是吕神那个人 而他之所以筹谋这么久 之所以造出了这么多的杀戮 无非就是为了牺牲自己 来换得吕神回归 打盘那个吕神并不完整 打盘那个吕神 只有一切阴暗面 当然你回来之后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御浮遥神色 慢慢恢复了正常 其实我帮你 也可以啊 你也是吕神 他也是 帮谁不都一样吗 吕树没有说话 因为他并不愿意 承认自己是吕神 他始终认为 前世今生早就割裂了 御浮遥继续说道 但是我仍旧决定帮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吕树问道 因为你不属于我呀 但他不一样 御浮遥笑了起来 他也不会属于你 而且你会死 吕树说道 我得不到的东西 御浮遥语气决绝起来 谁也别想得到 是的 他不会爱我 但他背负着 吕神的一切阴暗面 就意味着 他也不会爱别人 吕树心中叹息 他不想评判 御浮遥所作决定的对错 事实上 这世间本来也就没什么对错 对方的奏折 吕树看过 那一句句诗词里 包含着太多的情愫 然而在某一天 这情愫断绝了 奏折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大大从那个时候开始 御浮遥便已经有了打算 只不过神王宫事变之后 让他找到了最好的机会 去毁灭一些东西 光凭你和他 恐怕还不足以从我这里夺走什么 吕树想了想说道 他还有什么后手吗 小心清空吧 御浮遥笑道 清空 你知道什么吗 吕树好奇道 不 御浮遥说道 不是我知道什么 而是提醒 你要小心老实人 因为大部分老实人 真的一点都不老实 就在吕树思索 北方天地清空那边 可能会出现什么乱子的时候 御浮遥继续道 不过 你怎么知道 我就没有把握对付你呢 吕树没有争辩 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或者 你现在就试试 你没超脱出大宗师境界之前 谁都不会 把你怎么样的 御浮遥拖着下巴 重新侧躺回龙椅上 当然我感觉赵 你的性格 听了这句话 搞不好 能一辈子都不超脱出去 但你这一世有羁绊了 你别无选择 上一次拿鹰颈弥生子开刀 只不过是个钱菜而已 懂了吗 你能救一次 难道还能救一辈子 宇宙与地球即将打通 吕树确实无法防备一辈子 这也是他来到宇宙的原因 要是没什么羁绊 吕树绝对会像对方说的那样 一辈子就大宗师得了 你想得到 我偏不给你 即使你 老老实实地提供负面情绪值 可现在毕竟不一样了 所以 对方这次送来大礼 就是要让他拥有足够的负面情绪值 等他点亮了第六层星云 他又被夺走星途 完成反噬的基础 御浮遥对店外说道 把人带进来 这时候 外面等候的工人们 才拖着明月夜进来 如今的明月夜 如同血人一般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在王成功后大家 说吧 他将明月夜塞进星途里 下一刻 便从黑色宝珠的通道退了出去 第1306章 备战状态 王成的内城城墙上 自打吕树离开后 大家就没动弹过 所有人都站在原地 等待着吕树回来 他们知道 吕树一声不吭地 通过那枚黑色宝珠离开 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 现在他们只需要等着吕树回来告诉他们 结果就好了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等到他们再次察觉到空间波动的时候 吕树已经提着奄奄一息的明月夜 出现在城墙上 这时候 没人认得出来明月夜到底是谁 张卫宇他们 甚至在搞不清楚状况之下 还以为这血乎刺拉的人 是被吕树给打了 吕树看向张卫宇 还有一口气在 带他去休养 他就是明月夜 说着 吕树还有些放心不下的 给明月夜喂了一颗洗髓果实 这才让人张卫宇把他带走 在吕树的感知里 明月夜已经被折磨的 只剩下一口气了 好在有修行者的强大恢复能力在 明月夜只要吃下洗髓果实 恢复他被折磨到破败的根基 就一定死不了 这御扶摇手下的奴隶 也是手段狠辣 竟然连明月夜的根基都给毁了 不过御扶摇应该也很清楚 吕树手里有挽救根基的洗髓果实 所以 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 而张卫宇 他们这些内殿 直全愣住了 明眼 您说这是明眼 来不及思考了 张卫宇赶紧扛着明月夜 就往内城里面跑去 他们都以为明月夜早就死了 却没想到 今天吕树给了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旁边的江树一和顾灵飞也还没走 江树一直接道出三个字 御扶摇 吕树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 江树一笑了笑 我回来后就一直在查这件事情 只不过 对方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吕树承认 如果不是这颗黑暗宝珠 恐怕他现在也以为傀儡师的大哥早就死了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影响大局的事情 而御扶摇 也并不是把吕树当成了仇敌一般的存在 在御扶摇眼里 他只是要完成自己最终的目标 让大家都别好过 至于前面的一些细节 他并不是特别在乎 吕树想到御扶摇行宫里的那些工人 不知道御扶摇这么多年 培养出来了多少大宗师 才敢如此放手 给吕树增加助力 还有清空 说实话 吕树如今最担心的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实人了 如今北周仍旧是一片祥和 这非常不对劲 对方准备了那么久 现在终于要图穷笔线了 吕树身边的疫情忽然说到 东周御扶摇那边 终于开始集结军队 第一批恐怕很快就会抵达 吕树点点头道 孙修文到哪里了 他们已经在西周准备好了船只 顺着河流长驱直入 就能进入龙饮河之流 李良分析道 东周那边也有船只 虽说逆流而上 对于修行者的体制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龙饮河下游已经断流改道 东周那边只能抵达200里外的地方 孙修文的速度 应该还是比他们快的 宇宙河流奔腾向东 西周有雪山 河流从雪山一路 流经西周各地 连贯了龙饮河在内的40多条水系 孙修文正用了商队所用的船只 以及西周军队自己的船只 为的就是快速抵达王城 旁边留着听后拆遣的豪门家主们 内心苦涩 孙修文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比你的西方天地了 每次想到这里 大家心中就会五味杂陈 李良看向吕树 大王 王城周围方圆几十里 都变成了一片泽国 我担心东周有宗门会豢养水鬼 要不要防备一下 不用 吕树冷笑着摇摇头 他也听张卫宇说过 这宇宙里面有些个家族 是专门在水上讨生活的 甚至有人将凶兽都养了起来 当作赚钱的利器 有些凶兽平日里可以拖夜船只 可背负货物 但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他们也会杀人 而且在水中速度 极快堪比一品高手的飞行速度 李良相信 东周一定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家族 在摩拳擦掌了 只不过这种东西 对吕树真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等对方真的来了 这里才会明白 谁才是水系的爸爸 而且 这水下的战斗 甚至都不用吕树亲自出手 吕树敢让这王城周围 变成一片汪洋 就有他的底气 当然 这计划是认真跟吕小鱼认真过的 有时候吕树觉得 吕神留下一个装满了海族的遗迹 可能就是为今天准备的 然而吕神想不到的 海族已经被吕树他们 杀了个干干净净 小白鱼也被直接吞掉了 只不过吕神更想不到的是 吕树如今在水系方面 有了更强大的杀手锏 有位豪门家主忽然说道 大王 这两天 有家奴发现 这龙影河里有庞大的黑影 一闪而过 他们怀疑 这是敌人已经布下的先手 若是大王担心 我等可以去解决这水下的隐患 吕树看向这位豪门家主笑道 想做事是好事情 但那不是隐患 行了你们下去吧 山上踩石不要停 河道也需要稳固 虽然吕小鱼能够直接操控 安东尼造一座城池 但城池的坚韧程度 还得依靠材料本身 吕小鱼确实可以一直 让安东尼加持着城墙 这样一来 城墙可以更坚固 而且出现破损了 也可以由安东尼立马修补 可大宗师加持的城墙 当然固若金汤 但也不能因为城墙的坚固程度 就牺牲掉一个大宗师的战力吧 至于豪门家奴们 说在水下看到的庞大黑影 吕树觉得 一定能给那些 想要打水下主意的高手们 一个巨大的惊喜 他转头看向以前 一定要掌握北周的情况 不容有失 其实在吕树心里 北周才是最需要忌惮的 一条条指令 通过不同的传讯镜子 向外扩散 以前在那城里 有独立的房间 里面按照顺序 摆满了整面墙壁的传讯镜子 一块镜子有八掌大小 而这屋里的镜子 怕是要有数千枚之多 第1307章 天地清空每个镜子背后 就连接着一个密碟 以前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 便是指挥着数千人 完成情报的采集 而离这个屋子不远的地方 欧阳历上正一脸苦逼地 炼制着传讯镜子 不过 虽然累是累了点 但欧阳历上想到自己 现在在为神王出力 心中又充满了动力 这就是舔狗的人生啊 原本传讯镜子 并不是很普及的东西 不是成本太高 而是能制作 这镜子的人太少 所以一般 只有豪门才会使用 并且配给重要的密碟一些 主做生意的大贵族和豪门 还要给自己各地的负责人配一个 当初各地的掌柜们 你能不能拥有一面传讯镜子 来鉴定身份的高低 出门谈事情 手边不放快传讯镜子 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话 传讯镜子往桌子上一放 然后跟对面的人客气说道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东家可能随时都要找我 这话里有两个信息 一个是东家财力雄厚 另一个是 他在东家眼里 非常受器重 那儿有面 至于寻常老百姓们 反正吕树是没见过 南庚城有百姓用这玩意 吕树总结 这个东西 就像是地球上刚刚出现的大哥大 用的人非富极贵 当初欧阳历尚 刚刚研究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简直在王城拉起了一股风潮 在此之前 大家通讯全靠书信和吼 有了传讯镜子就不一样了 只要有修行境界 随时随地都能视频聊天 吕树回想一下 如果他生在一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甚至一个连电话都没有的年代 这个时候 要是出现一个智能手机 他也会很想买一个呀 所以 传讯镜子本身就制作缓慢 又碰上功不应求 导致价格涨得非常高 现在虽然普及了一些 但一前一时间 想要那么多的传讯镜子也买不到 当然这不是问题 毕竟研究传讯镜子的人就在身边呢 欧阳历尚 可是宇宙练器界的泰山北斗 当初那些会练制传讯镜子的练器师傅 可都是他的徒弟 练器这行业 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不是特别清净的徒弟 谁会教这种绝学 欧阳历尚特殊一些 他不靠练器吃饭的 抱着老神王的大腿 就懵一辈子衣食无忧 有时候欧阳历尚就在感慨 自己要是没惹 那飞毒葫芦就好了 现在不叫飞毒葫芦了 叫扭头葫芦 那时候 葫芦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非要砍死欧阳历尚不可呢 这几天 欧阳历尚熟悉了宇宙的环境之后 他点名让刘一昭 去帮他找了几个人送过来 欧阳历尚交代刘一昭 说明是谁在找他们 愿意来的就来 不愿意来的直接弄死 也不用特别花费什么手段 来证明欧阳历尚的真伪 刘一昭那边 带着一块传讯镜子 欧阳历尚这边 在镜子里视频验证一下就好 他找的那些人 都是他当年教出来的徒弟 如今也都是各自赫赫有名的大恋骑士了 欧阳历尚觉得 靠着自己的名头 还是能招揽点人的 当初他对这些徒弟 可是当做儿子一样来养 不过欧阳历尚 作为跟过老神王的人 也是心狠手辣 在他看来 忘恩父一直被留步的 而且留在外面 还可能帮敌人炼制法器 这怎么行 不过吕树 还是专门随后交代了刘一昭 带回来就行 不用杀 欧阳历尚还想据理力争 结果吕树不乐意了 杀了干嘛 都给我关起来写作业 这时候御龙班职 基本上都知道 吕树是需要负面情绪了 老神王在的时候 捂了一辈子秘密 结果现在全被人知道了 虽然吕树不承认 可大家也不傻呀 这两天 吕树都不敢对吕小鱼了 稍微有点反驳的迹象 吕小鱼就问吕树 是不是想从自己这里 获得负面情绪 给吕树憋得难受 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当李黑探他们知道 吕树需要他们的负面情绪时 竟然开始主动要求写作业 反正现在他们也没啥事情 那就写点作业 给自家大王做点贡献吧 大家想法是好的 可问题是 自愿写作业不给负面情绪啊 眼瞅着李黑探 他们一副大意凛然 凯然赴死的样子写作业 结果自己还一点负面情绪都受不到 吕树差点就先桌子了 写个作业也能写出信仰来 真是没谁了 又少了个负面情绪值的来源 刘一昭这两天 送来了两位欧阳丽上的徒弟 这俩徒弟倒是一直想念师父 听说师父还在世的消息 立马热泪盈眶地赶了过来 见面第一句就是 师父 我们还以为你被那个葫芦砍死了呢 只不过一开始的兴奋尽头过去 这两位炼器大师就难受了 一天天地被欧阳丽上 关在屋里给一前炼制传讯镜子 他们这个时候终于明白 原来师父是因为自己忙不过来 才想起他们的 欧阳丽上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是给你们一个抱住神王大腿的机会 知道吗 就在此时 一前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州的传讯镜子 镜子旁边还有便利贴 北都 便利贴的意思是 这名蜜蝶如今就活跃在北都境内 监察北都情况 一前打入法觉将传讯镜子连通 结果镜子里的场景忽然让他愣住了 发生了什么 只见镜子里的视野并不宽阔 似乎密蝶正躲在某处 偷偷将画面传递过来 而那画面里 赫然有鼠人在北都的街道上 毫无征兆地撕裂了自己身上的皮肤 那一个个看似的正常人面下面 竟然藏着数不清的妖魔 他们旁若无人地 展开背后巨大的肉齿 浑身的衣服都被迅速膨胀的肌肉撑裂 如果吕树在场 他一眼就能认出 这些妖魔正是 他在向导遗迹里 遇到过的炼狱血妖 只是这些炼狱血妖 似乎并不如他和李贤怡 遇到过的那般强大 也许是养成的时间还太短 远处云蚁和虎直 带着他们收服的血妖旁观着 血妖如同以往一般巨念 普通人就算仔细分辨 也不清楚 他是人是鬼 云蚁对血妖冷笑道 看来神王不在的这些年 你父亲已经将北周 变成了一片鬼欲 你说我们 拿你去跟他谈 他会不会收敛一些 血妖低眉顺眼地说道 大人 他若是会在意血缘 那就当不上这北方天地了 老神王他想扣押我做质子 确实是打错了算盘 平日里 他对我的宠溺 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 我如今成为大人的奴隶 不敢说半句假话 这点您不用怀疑 我若不说 您也不知道 清空就是我的父亲 云蚁看了血妖一眼平静道 你觉得 孙修文对孙仲阳的父子亲情是真的吗 血妖低笑道 大人你应该明白的 全力所带来的愉悦 能冲淡这世间的一切羁绊 云蚁看向虎侄 我们是时候去王城了 等身上的火锅味散了再去吧 虎侄想了想说道 第1308章 北上秦王 当猎狱血妖在人间肆虐的时候 不只是北周一个地方 在发生这种事情 那些曾来过北周的商人 也有一部分替换成了血妖 吕树早在向导一记的时候 就知道 猎狱血妖是有灵质的 甚至与人类无异 当初他和李贤一 在面对那个血妖的时候 血妖分明有着超越 一般凶兽的思考能力 但这都不算什么 因为吕树还见过 一只比人类更漂亮的血妖 被虎侄带走 那一次 虎侄甚至得到了血妖的心血 用血妖自己的原话 来讲就是 只要这枚心血 还在虎侄的手里 他就永远无法背叛 以前透过传讯镜子 看到了许多画面 然而十分钟之后 那枚传讯镜子 就被踩碎了 连蜜蝶也被杀死 北都是血妖最集中的地方 他们很清楚 哪些是人 哪些是妖 所以 当他们接到指令 完成蜕变的第一时间 就是清洗整个北斗的所有人类 街头上炼狱血妖 如同蝗虫一般扑杀人类 没有打算留任何活口 而且一幕幕奇怪的场景出现 有些血妖杀死人类的时候 旁边的人类无动于衷 有人类向自己的亲人求救 结果却发现 那些无动于衷的亲人 竟然也开始撕下人皮 以前大家都认为 北周是宇宙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政令清河 天地和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却变成了人间地狱 以前跑去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吕树 北周有变数 以前无法直接让吕树 看到那些妖魔长成什么样子 毕竟传讯镜子 已经被血妖踩碎了 然而 他只是在纸上稍微勾勒了几笔 吕树就已经认出 这人皮下的妖物 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王 以前您中道 北周这是怎么了 已经有数百密碟发现了这种现象 腰变的范围 覆盖了整个北周 你们有听说过清空的消息吗 具体讲讲 吕树问道 以前 结果大家一时半会儿 真的想不到什么密文 张卫宇宙没道 各方天地都有丑闻或者趣闻 怎么好像这个清空什么都没有似的 在大家眼里 就是一个天地的符号 没有癖好 没有后宫 清正爱名 清空 可能也是一只血妖 非常强大的血妖 吕树叹息道 这时候 吕树仔细回忆着向导遗迹里面的细节 他愕然发现 老神王将那只血妖 封印在遗迹之中 恐怕就是为了提防这清空 云蚁和虎直 应该都知道 控制血妖的方法 那么这方法来自谁呢 肯定是吕神清兽 但吕神这种算无一策的人 绝对不会妄想 用一个血妖 就能威胁到清空 哪怕那只血妖 是清空的亲儿子 清空恐怕都会面不改色地牺牲掉吧 那么 吕神留下这个血妖 是为了干什么 心血 最关键的 就在于那一滴心血 吕树忽然抓住了事情的关键 吕神留下那个血妖 是为了告诉吕树这个线索啊 那么在此之前 吕神是否也曾控制过 清空的一滴心血 然而当吕神死亡后 清空便再也不受控制 开始筹谋一切 这种联系是正反双向的 当吕神死亡的时候 清空一定是第一个得知消息的人 因为他在那一分 那一秒 忽然重获自由 只是清空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 哪怕他明知道 神王宫里发出的圣旨 是有人假传 但他依然兢兢业业地遵守着 但他并没有消停啊 因为他在这十八年里 竟然将整个北周 都变成了一片鬼域 吕树忽然开始警惕起来 用着了自由之后 有一天他重获了新生 一定会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 谁不想要自由 可是清空竟然硬生生地 隐忍了十八年之久 端木皇起那种 最先忍不住 跳出来搞事情的敌人可怕吗 不可怕 清空这种才可怕 不过 吕树更在乎他 跟那个吕神乐念 到底有没有联系 吕树看向以前 东周也开始集结军队 西周在路上了 北周变成了鬼域 只剩下南周还安安静静的 南周也不安静 以前看了吕树一眼 文在佛今天上午刚刚靠上三军说 要北上亲王 拯救您于水火之中 吕树噎了半天 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当众说 您养了一堆狼崽子 最后才能明白 还是他最靠谱 以前说道 当众说道 吕树问道 对 以前确认道 我密碟传回来的消息不会错 现场三军什么反应 吕树好奇道 他们当时就迷了 吕树深吸一口气说道 注意西周的动向 孙修文 以前和张卫宇 他们都愣住了 您担心他 小心无大错 吕树平静说道 虽然他行军打仗 真不如张卫宇和李亮 但防人之心 那是吕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磨练出来的 以前离开了 既然北周已经确定变成了鬼域 那他的密碟 就没必要敢往北周继续送死 可以转向西周了 当初以前也不是没有准备 吕树一路打过去的时候 以前就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密碟 密碟很好发展啊 根本不需要过程 打上奴隶印记就好了 吕树不愿意收奴隶 但以前他们 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在吕树出现之前 以前就是吕树里面出了名的杀手了 连王城豪门的笛子都敢下手 不狠怎么生存 可是毕竟太仓促了 他疏忽导致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西周 所以 那边的密碟人手并不充裕 人手不够 就一定要抓住重点 以前思考着 如果要渗透西周军队 该从哪里下手 这时候 李黑探从他门口路过 看到以前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奇道 怎么了 以前也是压力太大了 见到李黑探都想着 对方能不能给自己提供点思路 他问道 你说 现在西周正在坐船顺流直下 我的人该重点渗透哪里好 李黑探愣了一下说道 这还用想吗 以前愣住了 说说看 有好思路吗 李黑探握紧了拳头 全面渗透 在阻地的时候 考试前我都会问白诺老师 考试重点是什么 他总会说 全是重点 滚 第1309章 举世皆敌以前 没有质疑吕树的决定 既然吕树说 要提防孙修文 那就必须提防 然而对于吕树来说 西周仍旧存在着许多变故 也许孙修文宠爱孙仲阳 只是装的 也许吕神恶念 此时还有机会对他策反 但这都不重要 自己的命才最重要 况且吕树还有个担心 如今吕神恶念 带着六个大宗师魂魄 满地图跑 若是他真的找上了孙修文的门 最可怕的 不是策反什么的 而是吕神恶念 硬按着孙修文的脑袋 把对方变成奴隶 奴隶印记这种事情太可怕了 虽然大宗师手段齐多 而孙修文又是筹谋已久 但吕神恶念真要花费极大代价 未必做不到 要知道 吕神恶念 也是超脱出大宗师的境界 这才是吕树真正担心的事情 然而就在此时 以前找到了吕树 西周有变 大王你料事如神 吕树美好气地说道 说正是 逆蝶来报 就在今天下午 西周船队的主船沉没 似乎被人伏击 以前说道 什么人伏击的知道吗 从船底击穿了一个洞进去的 对方选择这种进入方式 一定是不想让人知道身份 以前说道 那船上是孙修文的居所 重要人物也只有孙修文一个 而且 这场战斗开始的快 结束的也快 战斗结束之后呢 吕树问 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的人一直靠近不了主船 结果这场大战之后 他所在的船只变成了主船 而孙修文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让他们继续前进 跟没事人似的 吕树皱眉沉思 还有 孙修文整顿的军队里有 擅长豢养水鬼的家族 就在刚才 孙修文命他们全部下水了 至于他们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好得我知道了 吕树揉了揉眉毛 你继续注意各方势力 让蜜蝶们自己注意安全 如非迫不得已 不用暴露身份送死 以前愣了一下 大王是担心他们的命 他们的命不值钱 吕树看了以前一眼笑道 谁的命都值钱 真到了某一天 我们需要选择 我也不会选择牺牲 你们的性命 去吧 好嘞 以前离开了 心情有些复杂 就在此时 原本王城头顶的天空晴空万里 只是入夜时分 忽然就有乌云压了过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城 吕树固灵灵的一个人 站在那层城墙上 抬头看着天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曾经他也面对过这种情况 在那个神机堡垒中满眼 都只有敌人 唯有一个 蜜蝶站在他身前遮风挡雨 为他争取时间 最终吕树看着天空轻声叹息 举世皆敌啊 张卫瑜等人没有过去打扰他 而是远远的一边聊天 一边看着这一幕 空旷的城墙 还有孤独的少年 陈祖安担心地看了一眼吕树 他对承秋巧说道 树兄现在压力一定很大吧 承秋巧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们过来 不就是为了给他分忧吗 别害怕 我们都在呢 你看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怕了似的 陈祖安不乐意了 承秋巧笑道 祖安哥 你可不能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的车谁给我修呢 呸呸呸 陈祖安没好气地说道 乌鸦嘴 车我一定给你修 咱们现在的工资那么高 还修不起那辆车 承秋巧哈哈大笑 天边最后一抹夕阳 也被乌云遮住 整片大地陷入黑暗 天空中有雷鸣了 也许今晚就会下雨 雨 是现在吕树最喜欢的东西 这时候 吕小鱼慢慢地 从城墙下走了上来 站在吕树身边 吕小鱼轻声道 孙修文反了 嗯 吕树说道 我怀疑吕神恶念 已经给他 打上了奴隶印记 他只是刚刚 晋升大宗师而已 打不过吕神恶念 也很正常 玉浮瑶也加入了对吧 吕小鱼说道 嗯 他想要我身上的心图 吕树点点头说道 我怀疑他 已经超脱出 大宗师的境界了 因为我 始终看不透 他的实力境界 现在联想一下 应该是 他已经能够自成世界 停蔽了我的感知 而且 我从未在他身上 得到过负面情绪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吕小鱼没有纠结 吕树首次承认 自己可以收获 别人负面情绪的事情 他问道 还有谁的负面情绪 收不到 清空的也没收到过 吕树看着远方说道 他们都知道 收不到清空的负面情绪 就意味着 清空可能也是 两周近的强者 吕树头一次 如此想念 孽亭和失学境 也不知道空间 通到什么时候开启啊 小鱼 这一次 我们真的举世皆敌了 吕树说道 然而吕小鱼 并没有回应他 而是沉默了很久后 之后说道 当我得知 吕神恶念的存在时 忽然在想 那个人 你的前世 真的那么孤独吗 孤独到需要终结自己的生命 才能从心魔里走出来 吕树无奈道 我也很想知道 我没有在开玩笑 吕小鱼低声道 一个人一生里 其实有很多机会 一人拉你一把 你就从深渊出来了 所以 这世间虽然有人心里住着恶魔 但这样的人并不多 但我很好奇 曾经就没人拉吕神一把吗 或者是都在把他 往那个深渊里推 吕树摇摇头 不能去怪外界的原因 终究还是咎由自取 没有把持住自己的底线吧 我不管这些 吕小鱼说道 这一次 谁也别想 把你推进那个深渊了 吕树开玩笑道 现在他们可不是 要把我推进深渊 而是想直接杀死我 不许笑 吕小鱼却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他转头 对吕树认真说道 我们不是早就说了吗 如果世界与我们为敌 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 此时羽木终于拉起 从天穷之上倾盆而下 然而雨水到了吕小鱼的头顶 就自动分开 好像有人为他撑起了一把无形的伞 第1310章 混沌手秀那城里 并没有什么好筹备的 他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 无非就是等待敌人到来 张卫宇他们 平常还会喝点酒 但是这会儿 大家都暂时把酒借了 谁也不想关键时候掉链子 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呢 弦聊起来 如今李黑探 陈祖安 陈秋桥 张卫宇 刘一招他们这些屡树 最心肤的人凑在一起 李黑探说自己如今 就是大王的左膀右臂 结果张卫宇不乐意了 左膀右臂就两个 这么多人呢 就你有用 那我们是什么 李黑探想了想说 你是大魔脚趾头 张卫宇 眼瞅着李黑探和张卫宇 快打起来了 旁边的李良赶紧获悉你 大王身边有用的人 不一定只有两个吗 两个太少了 不如叫八大金刚 老里头 李黑探说道 你起的名字太闪炮了 而且八个也少啊 李良当时都迷了 你这都从哪学来的词 那你说 排排序号 大家该叫什么 十殿阎罗怎么样 阎罗王 秦广王 楚将王 这是不是挺好听的 还跟神王凑上了 我以后就叫秦广王了 李黑探得意洋洋地说道 何时老李良赶紧夸奖道 李黑探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李黑探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嘿嘿 你也是 李良 东周船队顺流之上 船下滑奖 踩水轮的都是修行者 还有人轮流在船上施展术法 招来大风 所以 即便是逆流而上 他们的速度也仍然很快 其实这些人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御扶瑶一声令下 全都出发前往王城 御扶瑶将这个东周 控制得非常扎实 他所选的那些个面首 本身身份也有讲究 方便了 他将东周牢牢地握在手里 船队行到一半 忽然下起雨来 但即便是下雨 也不能耽误了行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物军机那是死罪 这批人是先行的 需要第一时间 抵达王城附近驻扎 迎接后面的大军 东周已经很久没打过仗了 大家想到打仗这件事情 都有点生疏 不像西州和南州一样 边境上天天都是备战状态 虽然以前从未打到过内地 但心里会有一个战争的概念 只不过大贵族总觉得 御扶瑶差遣他们非常草率 仿佛根本没打算 依靠他们打仗似的 眼瞅着练兵的过程都没有 就下令让他们当天集结 第二天出发 就算关于战争在生疏 大家也都明白 这可不是什么正经打仗态度 只不过大家也没办法 如今东都行宫里 忽然冒出来一群高手 竟是一名异品高手压一艘船 让他们根本就不敢随意动弹 那些年轻高手极其古怪 冷漠得好像没有感情似的 有人忽然认出来了某个人 那不是几十年前 靖东都行宫当面首的世家子吗 时间从未在对方身上流逝过 这便是少年高手的优势 他们早早地 晋升到了异品之后 便达到了熔年永驻的境界 所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 要比自己的孙子还要年轻 而年纪大的高手 在突破异品之后 也不过是恢复到中年而已 例如李贤一 陈百里 这一刻 发现了这些行宫里出来的年轻高手 可能是曾经进去的面首 此人就不太敢说话了 他看向其他面上的高手 说不准是更早进入东都行宫的人 这些人他可惹不起 只能装聋作哑 东都行宫出来的年轻高手们 全都站在各自的船头副手里 面色平静地 看着波涛滚滚 他们倒是不怕此时的风雨 一点点灵力外发 就能遮风挡雨了 那平静的面色下 有种对世界的冷漠 船上的贵族军看到他们的表情 就在猜想 他们这些年在西兜行宫里面 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些年来 面首进宫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除非自己家族出现重大事情 不然根本见不到人 而且 他们对于家族事务的干涉欲望极强 甚至扶持听话的家主上位 早些年的时候 据说不少大贵族忽然暴毙 有些人就猜测 是这些面首干的 当然 肯定有背后的御扶摇受益 所以东周贵族们身上背负的压力 一点不比西州少啊 人人都说 北州最适宜人类居住 结果这两天 北州的所有亲朋好友全失联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 还有大贵族 想要逃到北州去逃避战乱呢 结果现在北州情况不明 他们也不敢去了 当然 如果这场战争之后 他们还能活下来 应该会庆幸自己 没有去北州 就在此时 船下忽然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快速穿梭而过 最前段的那个年轻高手 这么一下 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阴雨连绵的天气 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压抑的灰色 所以 光线太灰暗 就导致河水之下的阴影 并不是那么明显 这年轻恋手 若不是一直在全神戒备 恐怕也发现不了那个黑影 这位年轻恋手 在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并无异常的情况下 稍微放松了一下身上的肌肉 其实他也觉得自己 可能是看错了 毕竟水中从来都没有过 这么大的凶手 听说上古时期是有的 只不过好像都被人不知道 捉去哪里了 于是渐渐灭绝 然而下一刻 他冷漠的面孔 忽然出现了一种 极度惊骇的表情 仿佛有什么 极不可思议的东西 出现在他面前似的 不只是他 而是船队行驶中 所有甲板上的人 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音音音 一个带着喜悦的声音 响彻天地 甲板上的一个贵族君 惊讶莫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鹰 面前这浑身黑雾 长达上千里的怪物 可不就是传说中的神龙吗 可谁也没说过 龙鹰是这个样子的 也没人说过 神龙还存在这世间啊 他话音刚落 第一艘主船 竟然被混沌张口咬下 那张开的大嘴 竟是堪比整艘船的面积 一口咬在船身上 船便支离破碎 河面上泛起血色的水花 可很快又被上游的河水 冲刷带走 来自蒋文汉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千 来自 音音音 第1311章 十点炎罗 混沌兴奋地看向后面的 上百艘大船 这可都是他的功勋啊 以前的他是没有贡献 只会睡觉的混沌 现在的他是功勋卓助的混沌了呀 龙声都仿佛得到了升华一样 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给吕树报喜 第一艘主船上的年轻面首 叫做蒋文汉 此时已经生死盗消 而后面那些船只上的面首们 则同一时间毫不犹豫地 飞离了船队 甚至在空中 都还保持着防御撤退的阵型 默契无比 如果吕树在这里 一定会感慨他们的默契 就如他在王城青石板路上遇到的 那21名死士一样 丝毫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破绽 没有把握 就不会贸然出手 这些年来 他们每天都在东都行弓之中磨合训练 这种默契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就的 说句不好听的 这些人的默契程度 要比如今的御龙班值都高出一线 平均实力比御龙班值强 默契程度又比御龙班值高 说不定这配合中 还藏着什么杀手锏 他们唯独比御龙班值差的 就是人数 混沌并没有追击他们 而是继续一口一艘船的速度 吞噬整支船队 玩嗨了 他觉得刚刚飞走的那些人类 不用他管 因为三天前 吕树放他出来嗨的时候 就交代了捣毁船队这一件事情了 混沌记得非常清楚 吕树的原话说 务必要让船队无法继续前进 瞅瞅 这话里都没说要杀人 混沌觉得自己现在杀的人 简直就是额外惊喜了 吕树得给额外奖励才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 虽然混沌 如今已经晋升了大宗师境界 但面对这上百名异品高手 也未必能够多么施展自如 而且这些面首死了心 想要分散逃跑 混沌恐怕能杀掉一二十个 就算是很不错了 面首们不打算跟混沌死磕 如今这船队 不过是先锋而已 他们没必要为了保全这些贵族军 来牺牲自己 这只是东周一小部分军队而已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督战 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 还在以后呢 而且 他们很清楚 就算他们人数上百 也很难杀死混沌 此时混沌的兴趣全在船上 就跟吕小鱼喜欢吃薯片一样 脆脆的感觉非常不错 只不过船上的人 也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就在这船上了 跑又能跑去哪里 船上的贵族军 甚至搬出了巨大的床弩 来对付混沌 然而 混沌现在 没有什么特殊本领 它不像停牛王一样 能够吞雷吐雷 一身雷霆非常凶悍 混沌现在的优势 就是 皮糙肉厚 而且胃口特别好 长达千米的身躯 随便搅动一下河水 就能让所有船只颠簸不定 床弩是需要瞄准的 可在这晃动的船上 又遇见了灵活的混沌 想射中都难 好不容易射中了 结果发现 这黑龙竟然屁事都没有 如今实力差距太大 他们已经不能破混沌的防御了 大家就想不明白了 这龙到底是哪里来的 而混沌也非常想不明白 这群人类 为什么要做这种无用的挣扎 然而就在此时 一艘船上的人 竟然同时间停下了动作 而后伸手 从自己的背后撕开了皮肤 肉翅与壮瘦的肌肉隆起 瞬间就撑破了皮肤 阴阴阴 混沌好奇看过去 这是啥玩意 还没等着一船的炼狱血腰 蜕变完毕 船就被混沌给吞下去了 明月夜从黑暗中苏醒 她慢慢睁开双眼 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没有疼痛 她记忆中 自己应该还在东都行宫里 被那群阉人用酷刑折磨 怎么会没有疼痛呢 难道她已经死亡了 也许是吧 死亡是感受不到疼痛的 死了也好 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她 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了 这时候 李黑探路过门口 看见明月夜已经苏醒 便惊喜道 你醒来啊 欢迎你来我们这里 听张卫宇那老小子叫你明夜 不敢当不敢当 明月夜还不清楚状况 先谦虚一波 对于旅神来说 明月夜 他们就是傀儡师 是下属 然而对于张卫宇 他们来说 明月夜等人 则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可望不可及 所以 张卫宇他们对明月夜 云义 不知他们都是用的竞称 只是明月夜听到李黑探的话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欢迎自己 欢迎自己来到阴曹地府吗 他看了一眼窗外 英语连绵黑灯瞎火的 确实挺像是阴曹地府啊 李黑探转身就出去了 明月夜喊着他游一道 你是谁 李黑探喜滋滋地说道 我是秦广王啊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完了 全完了 明月夜这时候刚刚康复 还有点头晕 他只觉得万事休矣 自己这是真的来到阴曹地府了啊 秦广王还给自己说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呵呵 秦广王还挺有礼貌的 等等 刚才这秦广王提到了张卫宇 明月夜是知道 云已在布局张卫宇他们的 这对明月夜来说 并不是什么秘密 当初如果责梦提前回到旅宙 恐怕张卫宇他们早就凉了 毕竟傀儡师是老神王的心腹 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明月夜早先就觉得 张卫宇他们可能死了 其实对于他们的布局来说 张卫宇等人 不过是一步嫌弃 用上也就用上了 死了也没办法 而且他知道 傀儡师里可能出了内鬼 暴露了张卫宇他们之后 必死无疑 所以这会儿 明月夜在这里听到秦广王提到张卫宇 除了抵达阴间 应该没别的可能了吧 明月夜抬头道 这位秦广王 不知道 然而这时候 李黑探已经跑得没影了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李黑探高兴啊 必须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王 等到吕树进屋的时候 明月夜明显愣住了 你是什么王 吕树沉吟两秒说道 严罗王 白子明月夜的负面情绪值 他才敢确认 明月夜真的是明月夜 毕竟当初玉福瑶 把人交给他的时候 都奄奄一息了 他也没什么辨别真身的方法 北周都能变成鬼狱 玉福瑶给他 一个假的明月夜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现在倒是可以放心了 第1312章 大理明月夜 看着面前 这堆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又是秦广王 又是阎罗王的 而且 那个叫做阎罗王的小子 分明跟他打过交道 而这小子身后站的人 可不就是张卫宇 冬夜 刘一昭这群内殿职 玉龙班职吗 玉龙班职成立 起初是文在府在当教习 但文在府外放当天地之后 教习的责任 就落在了责梦身上 虽说明月夜跟玉龙班 职也没太多交集 但整天在神王宫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几百年下来 怎么也都认识了 张卫宇在旁边笑道 大王 您别吓唬他了 然而 这话听在明月夜耳朵里面 就不对劲了 连张卫宇也叫这少年大王了吗 自己之前经历了什么 如果说这少年就是阎罗王 那岂不是说 自己在深渊之下的时候 阎罗王就提前来探视过自己了 什么鬼啊 吕树正色起来 事实上 现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开玩笑了 东周那边大军彻底放弃了水路 正在全力赶来 北周那片鬼域 已经失去了所有情报 但最先到的 恐怕是西周 这个时候 大战一触即发 吕树必须要让明月夜 迅速振作起来 他想了想说道 你还没有死 只要有我在 你就不会死 明月夜听到这五个字的时候就愣住了 他心中慢慢火热起来 你说什么 李黑探不耐烦了 大王说你不会死 永世长存 明月夜 张卫宇 吕树 这个成语是这么用的吗 他看向明月夜 如今御龙般直举世界敌 西周 东周大军马上就要抵达 北周清空 已经将整个北周 变成了遍地炼狱血腰的鬼域 所以 北周是我们最需要提防的 一周之数的炼狱血腰 一定多到恐怖 话音刚落 吕树的尸狗 腐蚀 同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静静地悬浮着 这一刻 就连葫芦也很老实 这个时候 明月夜出神了 你 吕树看着呆滞的明月夜凭静道 不认识他们吗 张卫宇还可能没见过狮狗服食 但曾经陪着老神王征战过的明月夜 不可能不认识 那漂浮在吕树身边的法器 就是神王的权柄 明月夜出神道 怎么可能不认识 我在那个黑暗的深渊里 等待了无尽的时间 那里只有黑暗 连声音都没有 为了不让自己发疯 我甚至学会了对自己说话 我在无尽的黑暗中等待着 只为了等待这一天 别人的等待 可以从清晨等到日暮 别人的等待 可以从青丝等到白发 但是明月夜不同 她没有时间 没有昼夜 没有春夏与秋冬 她只能在无尽的黑暗中告诉自己 那一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就像太阳总会升起 就像阳光总会普照大地 往也必将回归 过往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明月夜抬头看向吕树 你就是我要等待的人吗 吕树 是的 吕树话音刚落 明月夜便跪伏了下去 语气都激动到哽咽 明月夜公银巫王回归 这王座之下接走狗的一天 终于被晨等到了 吕树笑道 起来说话 明月夜感受着身体内 已经恢复如初的磅礴力量 仿若新生 她直接问道 我们现在要杀谁 吕树看了吕小鱼一眼 继续笑道 现在已经不是杀谁的问题了 而是我们要杀个天翻地覆 吕神恶念说要给她一份大礼 不过就是难以计数的负面情绪值而已 这份礼物她接下了 英语连绵 西州大军乘船顺流之下 上千艘船只在河流上 显得壮观辽阔 孙家有人在孙修文身旁问道 你是不是疯了 之前你还说 要抱住她的大腿 结果现在 你就要反手去攻打她 然而话音刚落 却见孙修文发丝中一枚清真 从说话者的头颅中穿透而过 孙修文平静的声音响起 孙家如今只需要一个声音 西州也只需要一个声音 我的意志便是孙家和西州的意志 旁边所有人静若寒蝉 他们总感觉 孙修文在主传沉默之后 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但孙修文的决定 是孙家以外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 如今那个内城里的少年 在与世界为敌 东州 西州 北州 竟然没有一个州是支持他的 这种战争 对方怎么可能赢 孙修文冷声道 水鬼到了没 回禀天地 三千多只水鬼 已经提前抵达王城之外二十里的地方 随时可以进攻 旁人回复道 这三千多只水鬼 就意味着 有三千多个人 在驱使三千多只水下凶兽 而且这些水鬼的作战能力 可远要比正常修行者凶悍多了 孙修文始终闭目养神不说话 他在等待指令 正如吕树猜测的那般 主传那一战孙修文 输给了吕神恶念 他从未应对过两昼镜的强者 所以 当他被吕神恶念 笼罩在对方的世界规则里时 孙修文就知道 自己已经输了 孙修文没有跟对方拼个鱼死网破 因为他很清楚 那场战斗里 鱼可能会死 但网却未必会破 如今身为西方天地 却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命运是如何的无常 他孙修文谋算了这么久 竟然还落得如此下场 然而人为刀组 他为鱼肉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西州大军便在王城之外 百里的位置停滞不前 龙隐河 内称 西州大军 就像是陷入了绝地一般的死计 这大概是所有人都最煎熬的时间 每个人都知道 这宇宙要杀得血流成河了 但他们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连什么时候开始都无法得知 没人知道孙修文在等什么 但也没人敢质疑 如今孙修文所在的主船上 有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孙家的人都感觉孙修文如此的陌生 三日后 当东周大军抵达王城以东一百里的地方时 孙修文睁开眼睛 进宫 有人拿着一个竹笛 对着水中吹奏起来 那枚竹笛亮起青色的光芒 声音如同有形的波纹般 透射至水中 那波纹穿过了水中的水草 鱼类 最终一路传递到了水鬼的耳朵里 第1313章 王城的陷落已经潜伏在水下 不知道多久的水鬼们 仿佛都不用露出水面呼吸一般 当声波从几十里外传递过来的时候 他们诡异地笑了起来 脖子的两侧 骤然张开了四条裂纹 就像是鱼类的腮 那鱼腮一张一盒间 将水流吸纳进去 吸收到氧气后 再排放出去 这些人竟是已经改变了身体的构造 完全可以在水下生活了 这些水鬼 一直都安静地待在水下 犹如失落在水下城池中的雕塑一般 忽然间 一群游鱼从他们身边经过 他们竟是隔着一段距离 将鱼群射入手中 水鬼们一口咬在鱼腹上 三千多条鱼死亡时流出的血液 顷刻间将原本还算清澈的河水搅浑了 水鬼们咀嚼着鱼腹里的血肉 然后将那些死鱼扔给自己的做起 这一刻 他们坐下的凶兽 全都睁开了赤红的眼睛 一条条水剑从他们鼻息中喷出 凶兽张开大嘴 将死鱼吞入腹中后 四族在河底轻微发力 便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朝前飞速穿梭而去 那些凶兽 貌似麒麟 龙口 石头 鱼鳞 牛尾 胡爪 鹿角 全身犹如青铜 凶狠异常 水鬼们很兴奋 他们家族在战争后 只能沦为渔民 却不知 他们曾经多么辉煌 在水中 他们才是霸主 当然 他们也别无选择 因为在孙修文入主西州的时候 就已经收纳他们成为奴隶了 身为奴隶 与收取奴隶并不冲突 当初玉福瑶派遣到地球的一大半 就是他的奴隶 那些奴隶 也能成为新的奴隶主 既然已经没有退路 那就好好享受 这次的任务 便是要他们前往王城 将整座王城挖透 把内城也挖透 让河水倒灌进入内城后 届时 内城里面也将成为他们的战场 为了让他们放心进攻 来之前 孙修文便已经告诉他们 一定会配合东周进攻 他们要做的 只有破城 杀人 无需忌惮 西州船队和东周的大军 几乎是同一时间逼近王城 也在同一时间 放出了后续的所有水鬼 孙修文走出船舱站 在甲板上眺望着王城 他一个月前从这里离开 如今又回来 目的却是已经截然不同了 水鬼们在水下疯狂地穿梭着 当他们来到王城之外的时候 竟然再次加速 那些凶兽巨大的爪子 在城墙上乱刨 青黑色的爪牙 就像是在切割豆腐一般 竟然快速地切削着王城城墙的根基 王城城墙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不过是旅宙百姓 一块砖石 一块砖石类砌起来的而已 如何能抵挡这水下巨兽的攻击 孙修文皱眉 那那城里面 为何如此安静 难道是根本就没打算守着这外城吗 如果是他 一定会在防御攻势上寸土必争 因为退一步 这战争便显一分 不是束手就擒的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平静 但一定会有变数 没过多久 王城城墙的东西两面 便开始快速垮塌 一段一段的城池 在王水中沉落 这王城 已经屹立在宇宙中央无数年了 如今轻塌 孙修文看着那断裂下坠的城墙 就像是在注目着一个时代的离去 那个辉煌的时代 不复存在了 水下的水鬼向后退去 他们在水中狂笑着 见证王城的陷落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 还有比攻破王城更高的成就吗 他们想不通 对方为什么要把这王城周围 变成一片泽果 为什么要把这里 变成他们的狂欢之所 以前的他们 就算想打王城的主意 也没办法呀 但是现在不同了 然而当东西两面城墙开始陷落时 孙修文忽然看到 内城之上 吕树安静的闭目站立着 大宗师可一目百里这件事情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孙修文身旁的人 都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但孙修文却心神意灵 因为他没有从吕树身上 感受到任何的紧张 除了平静 只有平静 他能看到吕树 吕树也能看到他 吕树感受到 有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便忽然睁开眼睛 视野就像是穿梭了 永恒的时空般 来到孙修文面前 孙修文分明看到 吕树脸上一抹笑意 一闪即逝 而后王城附近 便开始泛起一朵朵血花 就像是有血色的花朵 在水中绽放 水鬼在死亡 这是孙修文的真切感受 他脑海里的奴隶印记 再一个又一个消失 那一个个奴隶印记 就如同飘摇不定的烛火 被人轻轻一吹就熄灭了 怎么回事 明明没看到有人动手 水鬼是被谁杀死的 对方将这巨大的王城 变作汪洋 到底是为了什么 之前所有人都以为 吕树是想借助水域 来抵挡外敌 以为吕树是要拿龙影盒 当作护城河 但现在所有人都发现 自己想得简单了 对方在水中 还另有杀手锏 吕树的水系异能 是未被宇宙修行者知道的 然而他不用 却不代表水系异能无用 水鬼们在水中惊惧莫名 他们压根都没看到敌人 就有无数的同伴惨死在水中 坐下的凶兽 极度不安于狂躁 他们想要撕裂什么 却根本找不到对手 忽然间 一名水鬼忽然感觉 面前有什么东西 好像正在破开水流而来 只是感知到了 却躲不开 这是大宗师级的控水能力 这是吕树的主场 旁边的水鬼 便眼睁睁地看着那名水鬼 被一枚巨大的透明水刀 给斩成了两截 血液渗透出来 模糊了所有水鬼的视线 他们只感觉 这水下处处都是危机 他们是水中的霸主 坐下凶兽在水中 向来无往不利 但这一刻 他们忽然意识到 他们之所以能称霸水下 是因为他们没遇到过 如此恐怖的对手 水鬼们最喜欢的水域 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杀减 水中仿佛一只无形大手 紧紧攥了起来 竟然一口气将数十个水鬼 连同他们坐下的凶兽 全都握在一起 碾碎 吕树抬头看向孙修文微笑起来 以为派点水鬼就能攻城 在水下生活得久了 就以为自己在水下是无敌的 那是因为他们 从未遇到过擅长控水的大宗师 井底之蛙 坐井说天阔 第1314章 大开杀箭 正当此时对于吕树来说 这些自以为是的水鬼 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 不过他没有将控水异能 进行任何的保留 他要把敌人杀怕了 让敌人对水下产生未知的恐惧 绵绵细雨滴落在水面上 滴答滴答的密集声响 就像是有人在呐喊 水下花开 大开杀戒正当此时 吕小鱼说 若世界与他为敌 那就为他杀天下人 但吕树觉得 既然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他成为 这滔天杀戮中的主角 那他就该亲手葬送敌人的所有希望 吕树的精神意志 已经与这片水域相连 不用刻意感知他 就能知道 那群水鬼藏在哪里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丝水流 都是吕树的眼睛与手 他全力施展着自己所有的控水能力 将这片水域变成了巨大的杀阵 孙修文隔空凝视着那个少年 对方一如既往的淡定 孙修文平静道 功成 不计代价 也要将内城撞破 如果死 那就撞死在内城城墙上 这声音通过奴隶印记 迅速传递到了水鬼们的脑子里面 但凡他们有一点想要后退的想法 就会疼得撕心裂肺 在孙修文身旁的水鬼家族的家主 再次拿起竹笛吹奏起来 那些水鬼坐下的凶兽 瞬间发狂 几乎将背上的水鬼都要掀翻下去 凶兽脚下张开了巨大的谱 仅仅轻微灯洞 便能转瞬间游出上百米距离 这些凶兽 像是被笛声催发出了自己所有的潜能似的 竟然比刚才的速度还要快上许多 一柄水刀斩了过来 这水下无数的水刀等待着他们的靠近 只是这一次水刀竟然落空吗 这水中凶兽稍微侧身 那水刀竟是从水鬼和凶兽侧面滑了过去 并没能砍中他们 水鬼死伤了近半 原本还有些金句的他们忽然发现 这水刀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时 便升起了强大的求生欲望 只要加快速度攻破内城 他们就还有活命的机会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水刀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高手在主宰这水下世界 但他们数量够多 那就还有机会 只要他们攻破了内城 后续的大军就会逼近 那时候他们才有机会活下来 原本的兴奋感已经被恐惧感替代 而这恐惧感在危机之中 让他们的精神瞬间凝聚起来 要么生 要么死 一群水鬼们争先恐后地朝着内城逼近过去 他们躲避着一柄柄水刀 每一次与水刀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们都会激动地想要狂呼 我梗上的塞剧烈开合着 每个水鬼都把自己驾驭凶兽的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下一刻 他们坐下的凶兽忽然停了下来 水鬼们尽力驱使着 可是凶兽却开始后退了 怎么回事 以往不管何时 他们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凶兽虽然凶猛 但这都是他们从小养大的 不会忽然不听话 那主敌是水鬼家族的镇族之宝 同小以疼痛与狄声 来训练着凶兽的条件反射 只要狄声还在 凶兽们就会燃烧起自己的本能凶性 如今狄声已想 这些凶兽怎么可能脱离狄声的控制 除非前面出现了 让他们更加畏惧的东西 水鬼们还在想办法 重新掌握自己对凶兽的控制力 只是下一刻 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 从他们面前游过 那黑色的躯体 在水中恐怖莫名 他们看不见头和尾 因为前面那生灵的躯体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王城附近 为何会有这种水下生灵 他们坐下的凶兽 就已经足够巨大了 可凶兽在这生灵面前 忽然变得渺小起来 凶兽全都开始挣扎起来 想要脱离水鬼和笛声的控制 他们想跑 就在此时 混沌转过头来盯着这些水鬼 就像是盯着自己的食物 水鬼们不再挣扎 这特吗 是头神龙啊 这水里怎么会有龙 他们不再控制坐下凶兽了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逃离这里 孙修文皱起眉头 他感知到水鬼们正在返回 而且 就算他激发奴隶印记进行惩罚 都用处不大 他看向水鬼家族的家主 怎么回事 那家主有些惊恐莫名 水兽失去控制了 他们不怕笛声了 一定是碰到了更加可怕的东西 紧接着 孙修文便感受到 自己脑中的奴隶印记在一个又一个消失 速度之快 就像是被人在疯狂收割 怎么回事 这一次既然还没弄明白 怎么回事 就损失如此惨重 他突然转头看向内城那边 竟看到吕树此时 正站在一波高耸的浪尖之上 犹如水神一般 对方的两只手掌 正在向内合去 而后王城外墙的断裂处 波涛如墙 正在疯狂卷动 当吕树双手合十的一瞬间 那波涛之墙如闸门似的闭合了 吕树对吕小鱼 哈哈大笑起来 我活影可没有白看 水盾 水天包席 一个都别想走 这一刻 水鬼们全都锁死在了里面 这水牢面积之广 声势之大 竟然让孙修文都产生了一种忌惮感 吕树不是见修吗 为何会如此凶悍的控水之术 原本孙修文还以为 这水下的杀鸡 是吕树手中 御龙般指某人操控的 结果现在却发现 吕树还有太多秘密 是自己不知道的 骤然间 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 从水中抬起身子 然后重新钻入水中 所有正在看着这一幕的人都震住了 他们这是第一次见到混沌 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生灵 这时候 王城豪门的家主们 在那城里瞠目结舌 原来这就是吕树在水中的底牌 不仅自己有着大宗师级别的控水能力 而且还豢养着一头神龙 原来家奴们说的都是真的 他们真的在水下看到了巨大的黑夜 原来吕树根本就没有怕过那些水鬼 就连水鬼们豢养出来的凶兽 见到混沌的第一时间也要退避三舍 那是生灵等街上天生的压制力 孙修文沉默了 他不知道吕树手中还有多少底牌 抬头看去 孙修文发现吕树也在俯瞰着他 或者说 对方是在俯瞰这个宇宙 吕树的声音从王城扩散开去 既然全世界都想要杀我 那就来试试看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这世界上最贵的目的 这层辉煌了一个时代的城池 就是你们的墓碑 第1315章 信任水中一战 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为何吕树要将这里变成一片汪洋 为何吕树完全无惧水鬼摧毁外城 因为他不仅是见到大宗师 而且还深具大宗师级别的控水之术 这世上的大宗师本就携手 擅长控水之术的大宗师 更是一个都没有 别说吕树没有 就算吕树加上地球两个世界都没有 所以 吕树已经提前将整个王城方圆百里 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主场 寻常大宗师想要在这里 战胜他 简直是吃人说梦 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水系主场之威 能让所有人都无法靠近王城 就算进去了 也很难再出来 就凭吕树一手水闸河门的关门打狗之法 简直是普通士兵的噩梦 一点退路都没有 宇宙里没人知道 吕树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底牌 事实上 吕树在意识到 自己将要面对真正的战争时 就在刻意隐藏这个底牌 论实力 现在吕树可能还真排不进前三 但他能狗 从灵气复苏到现在 吕树最擅长的 从来都不是杀人 而是狗啊 一开始的隐瞒资质 后来的隐瞒实力境界 但后来隐藏一系列底牌 吕树看许多影视作品的时候 就深刻地明白了 这世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能打得敌人出其不意 就千万别在打架的时候 大喊自己的招式 不仅很尴尬 还很容易死 所以 即便地球上也很少有人知道 吕树身上有控水异能 而且知道的都还是天罗帝王里面 跟他比较亲近的人了 这个时候忽然拿出来 果然打了对方一个猝不及防 在大家印象里 都把吕树当作吕神来对待 只是吕神前世不会见到 而且也不会控水之术 还净化了呢 这也是水鬼们 被白白葬送的原因 陈左安小声嘀咕道 这个道理我懂 我玩游戏的时候 角色完成一转 二转 觉醒之后 也会更厉害一点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设想过 如果要攻破王城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好像就是从上游引来龙影河 水漫王城 结果这次吕树 自己把龙影河引来了 而且 里面真的隐藏了神龙 这一切 就连名字都好像是宿命里的印象 而那与天下为敌的少年 本身就是宿命的主宰 龙影河这名字是吕神起的 这时候所有人沉思起来 难道吕神早就算到了今天 而且那时候这头龙就隐藏在里面 当水鬼们的奴隶 印记在孙修文的脑海里 彻底消失之后 所有人都看到 原本站在浪尖上的吕树 竟然被黑色神龙顶起 那黑色神龙竟然主动 让吕树站在了他的头顶 吕树现在不再隐藏 而是直面全世界的杀鸡 成为这世界上最闪耀的星辰 可他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当什么王 或者救世主 他只为自己在意的一切燃烧自己意志 水闸开始慢慢放下 就像是吕树为他的敌人们敞开了家门 却没有人再敢轻举妄动 要知道 这次敌人损失的不仅仅是水鬼而已 还有他们的士气 到了现在 所有围攻王城的人都该思考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将王城这里的河水给抽走 孙修文已经派人去断龙影河的上游了 这样就不会再有新的水源 注入那片汪洋 可问题是 就算截断了上游 那些已经灌注进王城附近的水 却一时半会儿没法抽走 若是他们有吕树这样的水系大宗师 当然很简单了 但他们没有 王城是近空的 就算城墙轻塌了 近空领域却不会消失 那是吕神设下的规则 所以只要没人超越前世吕神的境界 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在地面上战斗 可下面又是水 到时候真打起来 一个个一品高手和大宗师必须游过去 这场面能看吗 那不是送死是什么 想到这个画面 陈祖安就乐的不行 而李黑探在旁边急得直扣脚丫子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打过来 第一场战斗完全是混沌和吕树的事情 跟别人都没啥关系 身为十殿阎罗的秦广王李黑探 急着为大王分忧呢 结果敌人打不进来 急死个人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 吕树落在城墙上笑道 这才是开尾小菜而已 接下来他们应该会先考虑 怎么把这里的水弄走才对 不然大宗师也只能游过来 跟我们打仗了 大王 要不要我们过去守着龙影河上游 张卫宇问道 已经恢复了实力境界的明月夜说道 我一人即可 李良说道 不可 我们现在不能分散实力 这片汪洋 已经足够他们头疼了 就算他们截断了龙影河的上游 也无济于事 现在就看他们想从哪里放水 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泳池 只要能截断上游 再在附近开一个泄洪的口子 那汪洋便不复存在 你们觉得 他们会从哪里泄洪 语树好奇道 北方地势最低 按道理 应该会从北边 但问题在于 北方是清空的地盘 他们会商机有军 所以 更有可能是朝南边泄洪 阻挡闻在否的南州大军 到时候 南州大军想要过来 就得跨过一个湖泊 李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他这两天也没彻底闲着 早就把王城周围地势的沙盘 给做出来了 别人都可以闲 唯独他不行 这就是主帅的职责 大王 咱们不能让他们把水放去南州啊 张卫宇说道 这全世界 咱们就剩下这一家友军了 李良也说道 确实如此 如果南州大军过不来 我们就彻底孤立无援了 然而 大家看到吕树 好像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李良急了 大王您不担心吗 吕树好奇道 我担心什么 这不应该是文在否担心的事情吗 李良 张卫宇 明月夜 四家大王 这心可真大 吕树笑道 他不是说 就他最靠谱吗 那就看看他有多靠谱 李良忽然懂了 其实 到现在 吕树也没完全信任文在否 既然文在否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友军 那就得先证明给吕树看 不怪吕树谨慎 而是吕树身上 担着数千人的身家性命 不能把命运交给没有及时的信任 第1316章 突破近空夜幕降临 绿龙班 直如今每天都有职业的人 以防有人偷袭 而吕树始终都盘坐在城墙之上 闭目养神 精神抑制 与整片水域相连 按说有吕树在这里坐镇 王城又近空 内城如今 算上吕树 明月夜和吕小鱼居来的魂魄 江树一和顾灵飞等剑炉四位 光是大宗师就十一位 通常情况下 真没人敢来偷袭吧 就算是大宗师来这里 也可能分分钟暴毙啊 除非他们组团过来 所以理论上来将 内城是不太惧怕偷袭的 但李良并不放心 万一真有大宗师想来呢 大宗师这种级别的生物 真的是任何防御攻势的天敌 只要对方来过这里 便能随随便便的一步突破 从内部打开 反正小心无大错嘛 吕树正闭目养神呢 这个时候没人来进攻 算是难得的安静时刻 说起来还挺惬意的 如果身边没有李黑探的话 李黑探蹲在吕树身边 唠叨着说 他们十殿阎罗 重新排的位置 大家觉得 李黑探做秦广王不太合适 毕竟一殿就是秦广王了 其他都得排在李黑探后面 这个时候 李黑探也觉得自己排育龙班值低 确实有点理亏 所以就同意重新排位的说法 怎么排呢 大家说按年龄吧 就像是结拜一样 李黑探一听结拜就兴奋了 这不是说书人讲的故事里 才有的东西吗 但很快 他就兴奋不起来了 李黑探也就二十多岁 结果跟他一起排的张卫宇他们 最小的也都是四百多岁了 这特么不是欺负人吗 但是张卫宇他们说 就这么定了 少数服从多数 而且你李黑探本来就同意了的 结拜当然是年纪大的当大哥呀 你想当出尔反尔的小人 这排名 可是在内殿值里五十多个人一起排的 李黑探上乃说里去 他竟然从一殿的秦广王 直接被十殿阎罗给除名了 落差如此巨大 让李黑探内心一时难以接受 吕树一直都没搭理这活 自己去跟张卫宇那殿值那群老古董比年龄 不是找不痛快的吗 没看陈祖安和陈秋巧多鬼精 一听是比年龄 直接就自己退出了 就在此时 吕树忽然抬头看向黑暗的天空 他的眼神中有些疑惑 可是还没等他疑惑完呢 李黑探忽然站起身来 壮硕的身体在城墙上微微蹲下 再抱起发力 手中的三叉戟 直直地向天空中飙射过去 宛如雷霆 那结实的三叉戟 在空气中滑出翁的一声 吕树甚至能看到三叉戟击破的阴障 不到一秒钟 天空中有东西发出一声惨叫 静止地朝水面上落去 李黑探刚想召回自己的三叉戟 结果水面中 忽然钻出个庞然大物来 连同那被射中的怪物 和三叉戟一起给吞掉了 大王 他吃我武器 李黑探有点委屈 吕树面无表情地 递给了李黑探一根心的 并且淡定道 你这武器 本来就是人家的零食 以前吕树把三叉戟给混沌的时候 就给混沌说敞开吃 结果后来又不让吃了 混沌本来就有点生气呢 这时候 能把吃到嘴里的三叉戟 还给李黑探才有鬼了 只不过问题来了 吕树一直以为天空中的领域 是没人能突破的 结果刚刚那一幕 让他觉得 御龙班只必须重新制定计划了 别人来制定计划 大王 刚刚被击落的是什么 李黑探美滋滋地 抱着崭新的三叉戟 炼狱血腰 吕树平静说道 这个东西 虽然以前给他画的时候 他认出来了 但亲眼重见 这可还是第一次 没想到 对方竟然能不受 进空领域的干扰 直接用肉翅 煽动空气来进行飞行 也是 王城里面鸟类并不少 原来这进空领域 进的只是法力 按照以前所说 这炼狱血腰里面 很多连肉翅 都没来得及长完整 就蜕变出来了 但其中还有很多 已经长完整的 所以 御龙班只未来 一定会面对铺天盖地的 炼狱血腰 从天而降 北州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保守估计 清空最少将六成的 北州百姓 给变成了炼狱血腰 以往御龙班只 就算全面进攻西州的时候 也不过是面对守军而已 可百姓却要比守军多几十倍 上百倍 甚至上千倍 这是一场恶战 一场难以想象的恶战 山林之间 有数百人正趁着夜色 朝南方赶去 为首之人面白无虚 如果吕树在场的话 他应该能想起来 这人他在御扶摇的 东都行宫里 早就见过了 这数百人在山林之中 如履平地 仿佛根本就没有受到 地形的阻碍 有些人甚至在树与树之间穿梭 身形如燕子般轻便迅捷 最前面的那位 东都工人停下脚步 他核对了一下手上的地图 再看一眼山下的湖泊 就是这里了 现在就把这里的山石给凿开 清理干净 把王城那边的水 都给我放到南州去 这个位置比较奇特 原本是个巨大的峡谷 两座山峰中间 有着一个巨大的凹谷 地势极低 然而不知道何时山体崩塌 导致这里的峡谷 竟然被山石给封上了 水流也从此断绝 而这位东都工人 此次带人过来 就是奉命泄洪的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这洪水不泄压根 没法进攻 泄到哪里呢 当然是用来挡住文在否了呀 数百身影动了起来 一个个跃至山间 打算各自使出手段 将山石给打开一条通道 结果就在此时 一个黑影从虚空中出现 东都工人之来得及认出 那是一身滚符 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所有人惊骇莫名 由于感知体质的修行者 瞬间爆吼 白人是大宗师 快跑 跑 黑影冷笑道 数百人分散 朝山林里面逃去 这个时候 也顾不上泄洪这事了 而那黑影 在山林之间穿梭着 竟是毫不留情地 将这几百人 给全部屠杀掉了 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文在否忙完之后 站稳身行便骂了起来 老子是不是给你们脸了 谁也挡不住 老子的秦王大军 第1317章 唐王补禅 黄雀在后 文在否来这里并不是偶然 尽管他不怎么管理政务 但南都天地行宫里面 还是养了一些高手的 堂堂天地 怎么可能真是传说中的 那种孤家寡人 而且他一闭关 就是几年时间 到现在 南都也没出什么问题 无非就是大贵族们的军队 荒代了而已 他敢一闭关就是几年 也是因为手下 聚了一些能人意识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文在否 虽然形式古怪了一点 但待人真诚 更何况他这种人 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同类的 早先王城变成一片汪洋的时候 文在否手下的心腹 就已经给文在否说 如果神王他老人家 利用这水域 挫败了敌人的锐气 敌人一定会想办法 把那片汪洋给引走 至于隐去哪里 除了南州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 文在否的心腹 早就查明了地形 确定了三四处 适合开山放红的地方 文在否的南州大军 都还没到 他自己 就守在这里了 文在否确定 就这一拨人过来捣乱后 就准备离开 他可不是什么 唾面自甘的人 别人想把洪水 泄到他这里 他也开始思考 把洪水引去哪里合适了 想来想去 还是北边清空 那个老东西 更加需要忌惮 所以 文在否决定 把洪水给引到北州 他知道北州发生了什么 所以 当他想到北州 一堆妖魔横行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恶心 人类修行者 已经统治这宇宙 不知道多久了 老神王来这里之前 就是如此 没想到 现在竟然还让一只 老血妖 给打了翻身仗 说实话 清空是血妖的事情 就连他文在否都不知道 一般血妖 都是俊美异常的 而且非常喜欢 人类修行者的鲜血 他们通过吸食鲜血 来获取里面的力量 然而 清空那老东西 隐藏得太深了 首先长相 就跟血妖一点关系都没有 文在否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没见过那么丑的血妖 其次 文在否确实没发现 清空吸食过谁的鲜血 忽然间文在否站定了身子 他看到树林里 竟然有人影在晃动 来者不善 文在否豁然转身 便看到他身后一个黑色魂魄 手持一枚青铜灯燕 而那青铜灯燕之上 则有一个人影居高临下的 俯视着文在否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原来南方开山防红 也不过是为了引文在否出来而已 周围的大宗师魂魄 朝着文在否慢慢靠拢过来 竟是将文在否 牢牢地围在中间了 文在否看着青灯上的身影 装疯卖傻 你哪位啊 你忘了自己的誓言吗 永远效忠于我 那模糊的身影冷声说道 这种誓言你怎敢忘记 文在否愣了一下 是你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你可愿与我为母 吕神恶念说道 若是你不 我愿意啊 文在否干脆利落地说道 原本吕神恶念 还想说点什么 结果一口就被文在否给赌回去了 他没想到 过程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吕神恶念冷哼一声 便以食指隔空点向文在否的眉心 之间一缕黑烟 从文在否的眉心钻了进去 最终在文在否脖梗上停住 留下了一团黑雾式的奴隶印记 吕神恶念说道 立刻率领南州大军 不计一切代价拿下王城 听到 还没说完 吕神恶念就看到 文在否跟没事人似的 抹了抹自己脖子上的印记 结果这奴隶印记 竟然被他给直接抹掉了 仿佛别人的奴隶印记 都是文在身上的 只有文在否是 买了个劣质贴话式的 吕神恶念都愣住了 他从没见过如此诡异的场景 他与吕神记忆共通 竟然都不知道文在否 竟然还有这种能力 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 被奴隶印记所困 能够脱离奴隶印记者 都必须承受莫大的痛苦 就吕树所知 也不过是幽敏宇一个人 有这个能力而已 当初吕树看到内部通报时 幽敏宇详细地描述了 解除奴隶印记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忍受痛苦 幽敏宇说得很轻松 但吕树真没见过 谁能够脱离奴隶印记了 而文在否一点痛苦 都没承受 天生体质就不吃这一套 在面子上 履行一次沉默 你没别的事情了吧 没事我走了呀 走 你还走的了吗 与神恶念冷笑 只是这时文在否的身体里 非出树不清的白色鸽子 扑向周围的所有魂魄 那鸽子密集地 将它整个人都掩盖了起来 周围的魂魄 都被逼得后退了一步 那白色鸽子 可不是真的生灵 而是文在否的拿手术法 等到鸽子散去时 文在否也不见了人影 就像是表演了一场 完美的大便活人似的 把自己给变没了 一步踏出虚空 回到南州军营里的文在否吐出 一口啄气后大喊 我的大宗师都死哪去了 来人护驾 有人行刺 吓死我了 这时候 他非常担心 吕神恶念会直接追杀过来 只不过等他的人 都护在旁边后才发现 对方似乎并不打算刚正面 文在否小声嘀咕道 好险 还真是那老小子 这是一个困惑了文在否很久的问题 答案终于在今晚浮出水面 吕神恶念知道 在那里伏击他 文在否就不知道 会有人伏击他了吗 如此危险的时间 一切皆有可能 尤其是在他已经得知 孙修文叛变之后 他就更加警惕了 只不过这一次离开 看起来轻松 实则危险重重 文在否之所以敢去 无非就是想知道 一个答案而已 文在否有赌信 还天生好赌 不然今晚他也不敢去 之前五卫军联手宋家 在王城座庄的赌局 之所以能惊动他 是因为他也赔了不少钱啊 原本他是打算过去看看 谁让他赔了那么多钱 结果看到吕树和吕小鱼的 第一眼就让他改变了想法 和吕树有了交集 文在否有些唏嘘 在他看来 老神王当年把他赶出王城 完全是因为他把神王宫里的摆剑 给抱去当铺当了 绝对不是因为他唠叨 文在否旁边的两位大宗师看向他 天地 行刺你的人呢 文在否压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朝着北边大手一挥 出发 出发 我们秦王去 神王他老人家需要我们 第1318章 七个半的傀儡是西州 东州 南州大军已经尽数到齐 三路大军围着中间广袤的湖泊 驻足不前 唯独北州始终没有出现 然而所有人都很清楚 北州的那些妖魔才是 最需要警惕的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若不是有更大的图谋 恐怕现在所有人都要先联合起来 把北州解决掉才对 内城城墙上屡树 望着外面的烟波浩妙 你们说 其他几路大军 难道就放心和炼狱血妖一起攻城 这要是最终 人类有生力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世界岂不是变成了炼狱血妖的天下 张卫宇宙梅道 吕树冷笑 那人怕是觉得自己 只要从我身上夺取了星途 清空也就根本不用放在眼里了 就像是大宗师 能够分分钟吊打一品一样 吕神恶念 现在哪管什么妖魔还是人 只要对方能够借助吕树的星途 从两昼静跃升到神王静 那清空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问题来了 清空应该也很清楚 吕神恶念在实力境界达到完美之后 会掉过头来收拾他 这老血妖不知道等了多久才重获自由 怎么可能束手就擒 这其中有没有可乘之机 等等 吕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既然南州大军顺利抵达这里 那就说明 其他几方打算开山放洪水 淹南州的想法失败了 可是这南州大军停在外面多一天了 为什么还没人来找我们 文在佛 既然嗷嗷叫着说 要来秦王 怎么到门口就没动静了 难道不该 是来内城会合的吗 文先生的想法 不是我等能够揣测的 张卫宇叹息道 文先生 当我们御龙班执教席的那会儿 就跳脱的异于常人 吕树眉头跳了跳 这一个异于常人 不知道说出了多少心酸往事 他好奇道 说说他的事情 怎么异于常人了 张卫宇看了吕树一眼 然后竟然看了明月夜一眼 结果明月夜先急了 张卫宇你小子不要乱说话 你说他就行了 吕树瞪了明月夜一眼 被张卫宇叹 你只管说 当年 明夜和文先生 并称神王公二彪子 张卫宇顿了一下 明夜你瞪我干嘛 这是大王他老人家给你起的 你瞪我有什么用 明月夜还准备说什么呢 结果被吕树给瞪回去了 只能眼神威胁 张卫宇最终 还是扛不住当面说坏话的压力 白口说道 文先生那时候特别好赌 还喜欢乔装跑街头 跟王城子弟打架 吕树愣了一下 他那个时候 怎么也得是一瓶了吧 去跟丸固子弟打架 大宗师 文先生是最早晋升大宗师的 明那时候夸他心思足够纯粹 张卫宇感叹道 那些丸固子弟 后来知道文先生的身份后 也都迷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天天跟自己干仗的 竟然是大宗师 那些丸固子弟知道真相后 也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和大宗师打过架 还天天打 难怪特么的打不过啊 那个时候 吕树历经千年战乱 明风彪悍 丸固子弟 都是彪悍的丸固子弟 可不像现在大姓文风 等等 有个问题我很好奇 吕树 看向明月夜 你是傀儡师的大哥 功法应该来自金色纸叶吧 是的 明月夜说道 那文在佛的功法来自哪里 吕树好奇道 也是金色纸叶啊 明月夜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们一身成就 都是您赐予的 那他为什么不是傀儡师 这才是吕树最好奇的事情 文在佛作为旅神进尘 而且功法 都来自金色纸叶 为什么文在佛 不是傀儡师 当年的傀儡师有七人 明月夜第一 鬼术第二 云蚁第三 虎直第四 则梦第五 沁吴第六 泪绝第七 沁吴死在了离开宇宙的路上 其他人都已经对上毫了 这里面并没有文在佛的名字啊 明月夜拉开衣巾 让吕树看他 博梗上的白色火焰印记 这就是您的奴隶印记啊 当初金色纸叶 飘进文在佛的身体以后 他得到了功法 但是这白色印记 竟然随手就搓掉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文在佛并不算是傀儡师 只能算半个 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 傀儡师其实有七个版 吕树倒吸一口冷气 文在佛这是什么天赋 竟然连吕神的奴隶印记 都能随手搓掉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 天生永不为奴的体质 原本吕树还有点担心 吕神恶念偷袭文在佛 将用在孙修文身上的手段 故技重施 结果现在他发现自己 真是白担心了 文在佛这二货 根本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想到这里 吕树也不由地松了口气 不然就真的举世皆敌了吧 吕树看向张卫宇 你继续说 张卫宇说道 当初文先生好赌 您老人家为了让他 借赌就扣他奉母 让他没钱去赌 结果他每天早上 就抱着宫里的一个百剑 大摇大摆的出门 每天都是神王宫 档铺 赌场三点一线 不光是百剑 有次您回屋睡觉 发现自己的枕头都没了 你们不拦着他吗 吕树无语了 我们也拦不住啊 大王 他是大宗师啊 张卫宇无奈道 不过您把他赶出王城后 他就说要借赌了 借掉了吗 吕树好奇道 这要真是因为 被赶出王城就戒毒 说明温在否 此人对吕神 确实非常重感情 张卫宇 没戒掉 吕树 当我没问 然而就在此时 北方山脉之中 忽然一阵轰鸣声响起 吕树豁然看向北方 那边出现了 恐怖的能量波动 什么情况 那边不是只剩下 清空一方了 算了一下时间 猎狱血妖大军 恐怕也就是 这个时候抵达了 谁在和猎狱血妖动手 等等 吕树连同着 整片水域的精神抑制 忽然发现 水流竟然开始 快速地向着北方流动 这说明 有人在北方泄洪 这肯定不是 清空自己干的 那会是谁呢 吕树终于知道 文在否去哪了 这是窝在北方山脉里面 坑清空去了呀 第1319章 荡妖 一天前南州大军 就全速行进 抵达了王城边境 但是文在否 并没有第一时间 赶去王城 而是彻底失踪了 不仅他失踪了 连同他身边的 两位大宗师 也一起失踪了 也就是说 南州总共三个大宗师 现在全都不在军中了 文在否被屡神恶念 埋伏了一波之后 不管去哪 都带着两个大宗师 上厕所 都得让两个大宗师 在门外等着 不过那两位大宗师 也没啥意见 反正都习惯了 而且 他们本身就跟文在否 是一路人 只能说 相互理解万岁吧 南州大宗师最少 就连最沉不住气的 端木皇旗手下 都比文在否多 不是文在否的威望不够 毕竟神王晋晨 都被他给赶走了 南州大军的统帅慌了一批 他是生怕东西两州 忽然不管王城 先把他歼灭了再说 毕竟这时候 大家是真的妄洋心叹 谁也不敢过河 万一东西两州大军想着 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咱们 把南州先灭了怎么样 这时候 家里一个大宗师都没 他这个统帅不慌谁慌 没办法 这位统帅也很清楚 只要跟着文在否 这行军打仗 就不能以常理来揣夺 毕竟自家天地 本就不是 能够以常理揣夺的人 文在否带着两个大宗师 离开后 就窝在了北方山脉里 花了足足一天时间 才终于找到 最适合开查放水的地方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 对于文在否来说 坑人就要坑 一把最狠的 必须等 那群炼狱血妖 走到泄洪区才行 虽然有将近半数的 炼狱血妖都会飞 虽然炼狱血妖身体素质强大 然而洪水这种东西 是天地之威 真要被洪水给卷进河流里 首先冲散了对刑部说 其次真的能杀死许多 还不会飞的炼狱血妖 文在否耐心地等待着 期间时刻防备 吕神恶念伏击 不过最终吕神恶念 也没有再次出手 文在否心想 这吕神恶念 恐怕也有点忌惮这里吧 毕竟这里距离王城太近了 王城又有他的天敌 当炼狱血妖 如同血色的蝗虫灾一般 来到王城边境的时候 血妖军团的先前旅 还在全速行进 这群肌肉囚结的炼狱血妖 一路上不知道破灭了 多少的村庄与城镇 其实吕树高估了 清空散布血妖的速度 毕竟他重获自由的时间太短了 这一路上 还有许多的人类村庄 城镇是没有血妖的 但是当血妖军团过境之后 便寸草不生了 当然 纵使吕树高估了清空 但这北州的血妖数量 仍旧是西州 东州大军的十倍 甚至数十倍 吕树忌惮他们并没有错 这等于御龙班 只要面对几十只黑羽军 甚至上百只黑羽军 就算御龙班实在凶悍 若不想出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恐怕累也都累死了 这个时候 吕树就要感谢自己了 感谢自己用水淹了剑炉 又拉了点助力来 而且他很庆幸自己 把获得剑林的方法给了剑炉 剑林虽然不太正经 可也算点战力是不是 血妖军团的先前旅 抵达山脉前面的时候 还未察觉有何不妥 血妖在山林之中穿梭起来 如同一柄柄血色的斧头 看似笨重的肌肉却灵活异常 他们拥有着堪比刀剑的爪牙 又有着传承自血脉的杀戮技巧 若是寻常同等级修行者撞见他们 恐怕两个也打不过他们一个 先前旅不止这一只 而是七只病头前进 交叉着进入了山脉 这七只先前旅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墨盘 不断地交割着所有可见的生灵 有血妖遇见麋鹿之类的生灵 竟然直接撕裂成两半 一边继续前进 一边生生将半边迷路的血液喝尽 把血肉咬碎吃了下去 他们甚至没有明显的咀嚼过程 除了骨头要咬碎以外 其他都可以生吞 山林里除了他们的脚步声 就只剩下他们 将其他生灵骨头咬碎的圣人声响了 只是就在这时 血妖军团的先前旅 忽然集体停住脚步 他们看到一个身穿滚服的男人 飞上天空朗声大笑 今日起 这里就叫做荡妖山了 你们就是 我送神王他老人家的一份大礼 这个时候 文在佛旁边的一位大宗师说道 不妥 文在佛愣了一下 有何不妥 光叫荡妖山 后人也不知道是谁在荡妖 大宗师说道 对对对 文在佛恍然大悟 重来一遍 今日起 这里就叫做文在佛为 神王他老人家荡妖山 血妖军团的先前旅全体血妖 同时抬起猙獰的面目 看着这三个人 这不是打仗了吗 能不能特么的严肃点 可还没等他们理清思绪呢 便见文在佛骤然出手 弹指尖便有数千只白色鸽子 从他食指指尖飞出 然后轰然撞向山体 顷刻间山石崩塌 水流之声转顺而至 这个时候 炼狱血妖才明白 那三个人为什么要守在这里 原本还骑士如虹的血妖军团 七只先前旅 开始向后狂奔 他们这些先前旅里面 没有能飞的血妖 若是淹没在这洪水里 保不气就淹死了 炼狱血妖也需要呼吸啊 很多人以为 洪水不恐怖 然而洪水的恐怖之处在于 当你卷进去的时候 无论你游泳技巧在京站 都难以施展 水下无数的乱流 拖曳着你前进 你身处哪里 根本不是你自己说的算了 天空中传来文在佛的声音 快走快走快走 清空那老小子 说不定马上就到 我感觉那老小子 应该也是两周近望 紧接着 文在佛三个人 就像是从未来过一般 消失在了天空中 文在佛此时还有点隐隐的兴奋 打一枪就跑 真刺激 只不过文在佛他们刚走 血妖军团后续 便有新的都战旅顶了上来 这都战旅里的练鱼血妖 竟是每个都能在天空中飞行 当他们看到先前旅 向后撤退的时候 竟然有都战旅的血妖 从下面拉上来 一只血妖生生撕碎 那身材魁梧壮硕的练鱼血妖 发出怒吼 退着 死 话音刚落 他竟是张开血盆大口 将他撕碎的血妖 给生生咬碎吞了下去 第1320章 中战序幕 血妖军团的都战旅 也不是让先前旅上去送死 而是要让他们用身体挡住洪水 为后方大部队争取时间 后方已经有血妖军团的中间力量 开始向两侧挖掘勾去泄洪 他们的速度极快 完全是在拿身体当做工具来使用的 就算面前是石头 也会一拳击碎 其只先前旅 迅速集结在一起 竟然真的不敢违背都战旅的意志似的 短短一分钟之内 便结成了一道又一道的血肉之墙 洪水撞击上这些血肉之墙时 有些血妖瞬间被冲散了 可是当洪水经过几道肉墙之后 那自上而下的冲击力便被层层稀释 当洪水来到下游时 冲击力就已经平缓许多了 不得不说 肉墙是管用的 为血妖军团的后续部队争取了时间 而后 当泄洪渠挖出来之后 后续的血妖军团 竟然踩着先前旅的身体 继续向上攀登 他们从来不会考虑同伴的生死 唯有一个目的 贯彻妖王的意志 为达目的 可以牺牲一切 哪怕是自己 当初吕树在向导遗迹里的时候 便看到炼狱血妖献祭自己的一幕 不得不说 这种凶悍是来自本性的 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当吕树刚听到轰鸣声没多久 便看到血妖军团爬上山头 遥望王城 那些血妖注立在山上 犹如一座座争鸣的雕塑 是这人间最丑恶的雕塑 渐渐 漫山遍野都铺满了红色的血妖军团 远远望去 北方竟然成了一片妖野的红色 还有血妖在天空上飞行着 铺天盖地 然而吕树很清楚 这也不过是血妖军团的一小部分而已 血妖军团并没有立刻进攻 他们在等这片汪洋消失 到了那个时候 才是他们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 届时血妖之多 足以淹没王城 吕树转身 对张卫宇和李良说道 备战 这河水不出七天就会流干 李良皱眉道 如果我是对方 在如此庞大的数量基数下 完全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血妖 会进攻的时候 提前发起突袭 不得不防 嗯 吕树点点头 他对李良正重道 从现在开始 就要辛苦你了 只不过他们以为护城河没有了 就能攻下这王城 还是太天真了一点 李良没有问吕树 还有什么后手 这次守城之战 甚至都没有准备太多守城气线 因为血妖的数量太多了 就算上床弩 又能射杀几只血妖 到时候 气线反而会成为拖累 这是修行文明的事件 陈祖安和陈秋巧他们两人 靠在城墙上 望着远山上密密麻麻的红色 陈祖安叹息道 三叉戟这玩意 面对天上会飞的东西 还是弱了点啊 要是青铜红流都在这里 一轮飞剑骑射 妥妥地收割 不得不说 陈祖安确实说到了 玉龙班值的弱点 那电值的天下潮 可以分解为 七柄飞剑一般的碎片 远战进攻的功能都兼备了 然而 玉龙班值其他人配备的 可都是三叉戟啊 这种东西近战好使 又是法器 确实很威猛 一叉子就能给血腰戳个透心凉 但问题是 如果血腰飞来飞去的 就不好整了 陈祖安看向城秋桥 你那个小罗号 能吹下来多少血腰 说到这里 城秋桥脸就黑了 但他还是 正经回答了问题 几千只就差不多了 一品巅峰的极限就在这里了 才几千只啊 陈祖安挠挠头 看向他漫天的血腰 对面趴是得有十多万会飞的吧 你那点威力不够啊 你行你上啊 城秋桥不乐意了 说起小罗号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如果只是唱小罗号的话 恐怕吹下来三五千只就不错了 他有进阶版的千山鸟飞绝 但问题是 就算使出千山鸟飞绝 城秋桥估摸着 最多也就是弄下来一万多只 就到极限了 关键是 这些血腰落地 也未必会死 仍旧有继续战斗的能力 你别急眼啊 陈祖安叹息道 咱俩要是大宗师就好了 我感觉我要晋升大宗师 一口就能吃掉好几千血腰 虽然想想挺恶心 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甭提那没用的 一品就干一品的事情 城秋桥没好气地说道 可万一我们打不过怎么办 陈祖安也不乐意了 我这不是畅想一下一切可能吗 打不过 城秋桥看着陈祖安笑道 打不过就陪着树哥死在这里 让那些血腰陪葬 只是 谁都没想到 血腰来的 竟然比想象中更快 吕树估算的七天时间里 不仅有放水的时间 而且还算上了泥土干涸的时间 可是到了 第二天夜里 他已经看到 血腰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他发现 血腰在站稳了山头之后 主动又打开了七八个血红口 水流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可是直到这个时候 水面都还有急腰深 水下的泥土踩进去 便会陷一个坑 而且会拉扯着人不断下陷 吕树以为 血腰还会再等等 但是血腰不打算等了 残阳如血 当夜幕降临的瞬间 当夕阳彻底落入地平线 但漫山遍野的血腰 竟然提前发起了进攻 他们用同伴的尸体 在河中铺成了道路 那都是最弱小的血腰 被果断地牺牲掉了 天空中血腰张开巨大的肉翅 朝着王城方向飞来 东周动了 西周也动了 文在佛指挥着大军 朝着孙修文所在的西周大军 碰撞而去 孙修文竟然放弃了攻城 而是让西周大军 去跟南周大军硬碰硬 语树面色凝重 这就是敌人为他送上的大礼 而他要在这里 葬送一切阴谋 剑卢弟子早就守在了东面城墙 这是江树一的决定 只要剑卢弟子还在 东面就一定不会陷落 他转身背对着铺天盖地的血腰 对张卫瑜等御龙般直笑道 准备好了吗 御龙般直起其拉下面甲 整齐滑衣的动作 面甲碰撞头盔的声音轰然作响 放手一搏吧 杀完了人 带你们回家 与树化音落地之后便转身 如同屠龙的少年 面对着漫天的恶龙 少年还是那个少年 没有变成恶龙 张卫瑜手掌握在天下朝上平静道 无知荣耀 离别已久 第1321章 血战王城血腰军团 用最弱等的 尚未发育完全的低级血腰 作为河道铺桥的基石 以供血腰大军 通过这级腰深的湖泊 数以万计的血腰 肆无忌惮地踩踏着自己同伴的躯体前进 向王城突袭 渐渐地 那些站在水底的血腰 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踩踏力度 口吐鲜血 背上的皮肤也血肉模糊 最终被踩死在水底 这是真正的骸骨铺路 血腰军团要在自己的同伴尸体上 获得最终的胜利 吕树判断得很清楚 血腰在三品之后 就获得了飞行的能力 而这血腰军团里面 足有十多万 甚至数十万可以飞行的炼鱼血腰 吕树庆幸清空 只是隐忍了十多年便忍不住了 也庆幸北周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 血腰在人体寄生的实力增长速度 恐怕与宿主的实力有关 也就是说 普通人身体里的血腰并不会那么强大 因为普通人无法给身体里的血腰提供庞大的资源 万幸如此 不然御龙班只要面对更强大的敌人了 吕树看了一眼东边的城墙 剑炉弟子在那边严阵以待 每个人的长剑都已出鞘 他们可不是什么温室里的花朵 只知道在剑炉修行 而是身上充满了杀气 剑炉的修行模式很好 绝大部分的剑炉弟子都是从军中来的 在进入剑炉之前 他们每个人都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屠夫 而且剑炉说起来 是只要实力过了第一轮比试就行 但顾灵飞却非常聪明地 在第二轮将不适合 或者可能存在隐患的人全部剔除出去 所以剑炉弟子里面 就算有王城豪门的血脉 也都是备受冷落的数字 当初孙修文想送孙众阳进剑炉后山 就算孙修文许诺再多的利益 也终究没有达成心愿 也从来都不会真的纳入哪个豪门买来的名额 除非那个孩子本身就是可肃之才 而且在剑炉修行之后 剑炉会鼓励他们重新回到军队中历练 不是让他们历练行军打仗的本领 而是怕他们在剑炉里面失了血性 这群杀匹需要什么行军打仗的本领吗 一个以异品为基础的 用数千年时间来培养屠夫的地方 根本不需要弱者的陪衬 对于他们来说 带着一支平庸的军队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陪衬 而现在 他们全部集结在城墙上 重新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要再一次为神王战斗了 剑炉本身就是 因为要帮吕神打仗而存在的 剑炉弟子也从未忘记过这一点 就算剑炉主人和吕神闹了多大的矛盾 也从未忘记提醒他们这一点 当战争来临时 剑炉便提前召回了所有在外的弟子 但这不是最神奇的 最神奇的是 他们真的全都回来了 一个不少 让剑炉去守东面城墙 也是吕叔同意了的 当时他是觉得 东都行宫里数千号面首 他遇到过那么多多士义品 说不定这玉扶摇掠夺东周资源这么多年 培养出了数百个异品高手 大宗师说不定都有很多 不然在地球上玉扶摇 随随便便就牺牲一个大宗师 也没见他心疼啊 不是吗 也许是江树一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主动提出来 要扛下这个压力 当时吕叔内心真的非常感谢对方 能够如此神明大义 真是不枉同桌一场啊 结果现在呢 吕叔忽然发现 江树一主动提出要去东边 其实就是 不想跟这群血腰刚正面吧 吕叔当初虽然知道血腰多 但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啊 也不知道王城的近空领域 对人家简直屁用都没有 当然 吕叔觉得 剑炉能参战就很不错了 其实江树一也必须带着剑炉参战 因为不管是让吕神恶念 成功达到神王界 还是让清空 把整个宇宙变成鬼域 都是江树一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哪个他们都接受不了 不说剑炉对神王的忠诚 单说纯王齿寒的道理 他们也很明白啊 这一战 事关所有人的存亡 当红色的潮水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 李良在头盔的通讯频道里冷声说道 一天天的吹牛逼都吹得那么厉害 今天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 御龙班直三班列阵 内殿直封锁天空 吕叔和吕小鱼 明月夜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因为他们的对手并不是这些普通血腰 战争中各司其职 如果能力大 就可以随心所欲 那这场就没法打了 如今出去吕叔他们几个 内殿直就是少数能够对付空中单位的存在 不得不说 天下潮一分为七之后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这几天不再需要传讯镜子后 欧阳历上已经换了新的炼制目标 比如天下潮 无具吕叔都从地球带来了 欧阳历上只需要带着他的那些大师级学生们 不停地打磨与捐克法应即可 御龙班只需要更多的天下潮 因为他们在面对天空中飞行的炼狱血腰时 需要有更多的手段 吕叔和吕小鱼相识一眼 吕叔将自己的雀阴灰线 全部投射到了天空中去 就像是一个灰色的血魔龙卷 他对吕小鱼说道 让安东尼动手吧 为他们争取一点适应的时间 战争初期是最容易冤枉惨死的 这冤枉就冤枉在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对付对方更有效 就像是玩游戏一样 你第一次面对一个怪物的时候 连对方什么技能 多少攻击都不知道 这就极容易暴毙 而吕叔所要做的 就是帮他们减轻这个压力 让他们能够迅速进入自己的节奏 以及找到应对血腰的合理方式 吕小鱼点点头 便催动了始终躲在地下的安东尼 而明月夜 则始终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防止有人暗杀吕叔和吕小鱼 以前的明月夜 就是御前侍卫统领 后来才让鬼术接手 所以 保卫吕神 本身就是明月夜的职责 虽然那个时候的吕神 压根不需要谁来保护 能杀死吕神的人 只有吕神自己 地面开始塌陷 有些正在踏过那条海谷之路的血腰 忽然发现 脚下的海谷桥梁正在下陷 最终深深地沉没进地面 连通海谷之桥上面的血腰 也给陷了进去 第1322章 以命换命这种程度的泥土操控 对于安东尼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它只需要将泥土变得更加松软一些 然后将那座已经铺成的海谷之桥 给拉下来就可以了 轻松省力 而地面上正在通过桥梁的血腰 则跟着一起陷入泥土 无论如何 也无法挣脱 泥泥与沼泽最恐怖的地方 就在这里了 当你陷入的时候 根本没有接力的地方 脚下是软泥 身边没有彼岸 如何挣扎 都只能成为徒劳 而他们的同伴不会理睬他们 仍然在快速地从他们身上通过 然后这些血腰 则变成了新的海谷桥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在于 平日里 你那么真实的生命 在这里都变得一文不值 生命就像杂草一样 被死神镰刀 一次又一次收割着 吕树的雀音灰线 在天空中 不停地寻找血腰的飞行驴绞杀 以防止他们 忽然降落到城墙上 突袭玉龙班值 吕树和吕小鱼 两个一起出手 终于为玉龙班值 争取了片刻时间 在海谷之桥上面的血腰军团 重新投入战场之前 他们还可以从容不迫地 熟悉血腰军团的攻击节奏 一开始 玉龙班值确实出现过 一些慌乱 血腰军团压根没有什么工程期限 完全是在拿同伴的身体 当作桥梁在往上爬着 汗不畏死 其实这些先前旅的血腰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悍 不过是一些 四品实力的血腰而已 然而玉龙班值毕竟 是和这种妖魔作战 而且 血腰几乎在把身上 所有地方当作武器 爪子 牙齿 甚至已经被三叉级捅烂的血腰 都还在挣扎着 想要攻击玉龙班值 不得不说法 弃盔甲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 实在太大了 不然不知道要有玉龙班 直音沟里翻船 陈祖安这边 正用飞剑斩杀天上的血腰飞行旅 结果旁边一个身子 只剩下一半的血腰 竟然还在挣扎着爬向他 当血腰爬到陈祖安脚边 刚准备咬下去的时候 承秋巧的飞剑 将他的头颅都给冻穿了 承秋巧晕了云自己的气息 提醒道 不要大意 陈祖安看了一眼脚边的半个血腰 他瞬间杀红了眼 以往存在心中的血气 忽然开始翻涌起来 他陈祖安也是经历过 数次生死的人 玉龙班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要面对怎样的敌人了 他们必须要比敌人 更加凶悍才行 忽然间 血腰先前屡中 钻出一个壮瘦的血腰 来趁着玉龙班值第一时间 还未默契起来的时候 竟然抓住了一个玉龙班 直向城外落了下去 马凯 有人惊呼 下面都是血腰 要是有被血腰给拉下去 必然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天空之中 正在随着血腰急速下坠的马凯 忽然凝笑起来 草你妈的 兄弟们 老子先走一步了 下一刻 马凯放弃了三叉戟 他集中了全身的力气 将三叉戟 朝着血腰先前屡投掷过去 大病三叉戟 嗡名着 贯穿了十多只血腰还不止 马凯竟然在追尘的过程中 还在惦念着杀敌 是啊 你必须比血腰更加凶狠才可以 这一刻 血腰还纠缠在马凯的身上 要把他给拉下地面 三叉戟对于近身格斗 是没有用的 马凯在血腰怀里强行凝身 法器盔甲的棱角 顿时将血腰的胸前给刺破 而后马凯竟是双膝 跪在血腰的胸膛上来 缓解坠地的冲击 轰的一声 当马凯落地的一瞬间 被他双膝压在胸口的血腰 顿时化作一团糜烂的血肉 马凯在血腰军团之中 站直了身子哈哈大笑 曹你妈的想杀老子 来啊 孤身一人 在千万血腰之中怒吼 如英雄陌路 却要拉上数不清的血腰 一起走一趟黄泉路 城墙之上 有人想要 跳下去救马凯 然而李良却冷声提醒 谁敢下去 就是违抗军令 你们都是弱智吗 打了这么多仗 还没习惯生死 有人骂道 李良 你要掉下去了 老子也不救你 李良黑笑起来 声音冰冷而又残酷 救老子也是违抗军令 谁都别下来 耽误老子在地面杀血腰 血腰军团看到马凯如此彪悍 竟然退了两步 然而下一刻便重新围了上去 马凯身子都会晃动一下 他要寻找最适合他杀的血腰 连血腰都能汉不畏死 他御龙般只能比血腰差吗 掉头不过碗大的八 来世还是神王坐下御龙般直的好汉 然而就在此时 一只手从他身后提出他的后领 这一提之力 竟然直接将他硬生生扔到了城墙上 被李良眼急手快地接住了 马凯在城头上慌乱回头看向城下 大王 谁也没想到 吕树竟然在这个时候 一步踏碎虚空 出现在血腰旁边 将马凯给扔了回来 马凯急了 他死可以 怎么能让大王为他身陷险境 那些血腰原本是扑向马凯的 但此时那里却只剩下吕树一人 只是这一瞬间 吕树手中骤然出现一柄燃烧着烈焰的吞贼 一道巨大的弧形剑钢闪耀而过 周遭的血腰请客间全都分崩离析 不过吕树并未松陷 而是将下一剑 斩向一个莫名的方向 所有人都不知道 吕树为何要斩向那里 因为那里空无一物 只是下一刻 那里竟出现一处破裂的虚空 有大宗师要从那里破裂虚空刺杀吕树 可他的虚空之门刚打开就被吕树封堵 所有人都在等着 结果那虚空之门再次关闭 对方等待了许久的机会 却没敢来 这一幕让玉龙班直全都莫名振奋 也发自内心感觉震撼 吕树一箭之威 竟然让一个大宗师都退缩了 那些汗不未死的血腰 第一次有了退缩之意 没有一只血腰赶来靠近吕树 吕树并没有恋战 而是重新回到城墙 马凯急破道 大王 对不起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吕树笑了笑将吞贼收回星途 现在还没到玉龙班 只必须跟他们换命的时候 回去吧 去你该去的地方 李良面色复杂 他知道吕树这么做非常冒险 战场里确实有大宗师 打算随时行刺吕树 但他忽然明白 如果吕树没这么做 那也就不是吕树了 大王 您不适合战争 李良深吸一口气说道 吕树笑道 我知道 第1323章 曾经的笑话 对于吕树来说 现在不过是磨合期 有点纠错错失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在他完全点亮 第六层星云之前 并不用太担心 来自人类的刺杀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清空和他身边 已经成就大宗师境界的血妖而已 吕神恶念想要 成功突破神王境 到时候收拾清空是必然的 然而 清空也会想办法 这老血妖应该非常清楚 如果让吕神恶念 晋升神王境 十个清空 也不会是吕神恶念的对手 所以 清空必然特别想杀掉吕树 以此来破坏吕神恶念的计划 如果不是吕树回来 如果不是吕神恶念图穷笔现 恐怕清空还可以再等等 他会有充足的时间 等待北周所有血妖成熟 然后席卷天下 到了那个时候 别说北周了 整个吕咒都会变成一片鬼域 当然 恐怕吕神恶念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才选择不再等待 厮杀还在继续 御龙班值这个时候 更快地进入了角色 因为他们谁都不想 让吕树去救自己 这虽然也是一种荣耀 但现在是战争 马凯回到城墙上继续战斗的时候 大家只来得及在杀敌间隙 开了几句玩笑 英雄归来 然而紧接着 就必须投入更加激烈的战斗中去 战争中不需要感情 很快 御龙班值也熟悉了血妖的作战方式 这时候大家发现血妖也不过如此嘛 打这些先遣旅里的四瓶小血妖 只要稍微谨慎一点 简直跟完一样 唯独要注意的就是 防止没把血妖给杀透 防止他们临死反扑 正当大家刚准备高兴的时候 李良在通讯频道里 泼了一盆冷水 他冷笑道 这才乃到哪 看到那一望无际的血妖眉 就算是一叉子杀死一个 也要累死你 所有望向夜幕中月光照亮的山巒 李良说的没错 后面的血妖太多了 今天的这场战斗 要提防的绝不是血妖的爪牙 而是他们的数量 如今大量低等级血妖冲上来 无非就是要消耗御龙班值的体力而已 攻防战中 决定胜局的时刻 绝对不会在第一天 那城里正在做饭 御龙班值在城头分为三班 李良早就明白战斗有多么艰苦 所以就不能让所有人都陷入疲惫状态 有人战斗的时候 必须有人休息 如果只是寻常军队 恐怕真做不到这一点 防线恐怕都不知道 被血妖给撕裂几次了 只有御龙班值才有资格 内城做饭的豪门家奴 有时候人手不够用了 就连家主都得上去颠锅拿烧 豪门家主们 啥时候干过这事 但是御龙班只有专门的人看守他们 这些都是李良精心挑选出来鬼精的人 防止被这些豪门坑到 食材都是吕树从山河印里取出来的 因为混沌对这些干粮不感兴趣 只对法器感兴趣 这才让这些粮草幸免于难 不过这些豪门小手段很多 还是得防着 能进厨房的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全裸搜身 还得换上新的衣服才行 以此确保没人带毒药进来 豪门家主被全裸搜身 这种耻辱 简直让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 但这可不是故意羞辱他们 而是真的现实需要 而且 吕树这次拿出了大量的洗髓果实 让后厨做饭都给弄进饭里 洗髓果实这个时候 主要功能不是提升资质 而是恢复他们的体力 吕树依稀记得 吕小鱼第一次吃的时候 还在发烧 结果吃下洗髓果实之后 一点是都没有了 就连体力也恢复得很好 原本李良还担心他们狗鸡跳墙 结果后来发现 大家也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一个家主妾萝卜的时候感叹道 你们记不记得 五味军刚出现的时候 流传的一个笑话 其他几个正在削土豆的家主抬头 什么笑话 当时南州的一个大贵族派大奴隶 去找五味军 说可以提供资源 问吕树 神王他老人家能换取什么 家主说道 我想起来这个故事了 宋家家主愣了一下说道 结果吕 神王他老人家说 送钱去吕王山 可以当他的干儿子 现在想想 好多人都错过了这个机会 切罗布的那位家主感叹道 来自宋灵虚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来自 大家沉默了半天 宋家家主宋灵虚苦笑起来 这大概是那个大贵族的人生巅峰吗 差点成神王的干儿子 神王的干儿子 肯定不用削土豆 这场战斗 从夜幕降临 一直持续到黎明破晓 一开始被换下来的御龙班 只还活蹦万跳 渐渐的都撑不住了 每当他们被换下来的时候 就想靠着墙立马睡觉 然而他们还不能睡 每个人都得被张卫宇逼着去吃饭 吃下混在饭里的洗髓果实 如果没有洗髓果实 他们一觉睡醒 也不过是恢复一些体力而已 但是有洗髓果实在 能让他们休息一两个小时后 立马重新投入战斗 剑炉那边也一样 必须吃饭 吕树拿出洗髓果实的时候 有点不计成本的架势 然而现在他收获负面情绪值的速度 仍然在加快 不管是剑炉杀的人 还是文在否杀的人 恐怕负面情绪值 全都给了吕树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场战争 就是为了杀掉吕树 他们因吕树而死 吕树站在城墙上 平静地看着血肉横飞 看着血腰一直一直死去 血腰的尸体 从几里外一直扑过来 几乎要扑成一条 能够冲上城墙的天桥 吕树在城墙上 身边都是喊杀声 喘息声 痛呼声 当大家开始疲惫 玉龙班值 开始有人受伤 当二品的高手疲惫时 就连四品的血腰 都有机会伤到他们 然而战争没有结束 谁也不能倒下 而且 大家也不知道 这场战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就在此时 血腰军团后方 出现爆裂声响 吕树赫然看到 两具钢铁傀儡 竟然从血腰军团的后方杀过来 仅仅这一会儿的功夫 血腰军团 已经没有新的兵力 重新投入战场了 当太阳出声 血腰军团第一次攻城部队 开始退却 吕树轻轻松了口气 他看着出生的太阳说道 杀完剩下的血腰 抓紧时间休息 他们还会再来的 那时候才是最艰苦的时候 第1324章 就在今晚血腰军团 在天亮之时退潮了 也许他们原本就有这个打算 因为这本 就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 在御龙班直 熟悉血腰军团的时候 对方背后的统帅 也在用血腰的生命 来试探御龙班直 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有拿出真正的杀手锏 血腰仍然在远山之上 密密麻麻地集结着 当阳光出生 第一缕阳光照在王城上面的时候 所有御龙班直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远处是依旧铺天盖地的血腰军团 将山脉都染成了红色 近处则是难以计数的血腰尸体 铺满了道路 御龙班直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杀了多少的血腰 而且这些血腰 好像永远杀不到尽头 以多咬死相 如果这么打下去 御龙班直就要被累死了 河水将要流进 只不过却有新的血水填补进来 当地面开始干涸的时候 整片王城都已经变成了紫黑色 肮脏而又难闻 只不过御龙班直早 就习惯了这个味道 他们的鼻子 对于血腥味不再那么敏感 吕树笑道 终于有点坟墓的样子了 旁边的云蚁和虎直看了吕树一眼 清晨的时候 他们两个从后方驱使着钢铁傀儡 杀来不是巧合 他们发现了 血腰军团先前部队的统领 便想要刺杀 并且最终也刺杀成功了 这才是为何他们 从后方出现的原因 血腰军团 也正是因为统领被杀 才开始退去 他们后续部队 肯定很快就会抵达 虎直说道 光杀这么个统领意义不大 吕树点点头 他们睡过饭之后 都直接抱着三叉 挤在城墙上席地儿睡 城内有准备住处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血腰军团一旦发起进攻 对方的飞行旅 只需要五分钟 就能飞抵那城上空 如果他们回到住处睡觉的话 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吕树并没有喝云意 虎直叙旧 现在没有那个时间了 他看向李良 其他几方怎么样了 剑颅挡住了东周的大军 同样是试探 剑颅那边相对还要轻松一些 李良说道 文在佛统领的南州大军 已经击溃了西州大军 唯一一点比较疑惑的是 孙修文好像从来没在战争里出现过 所以 文在佛这边有三名大宗师情况下 西州大军根本扛不住 孙修文失踪了 语术好奇道 是的 文在佛 他们原本还防备着孙修文 结果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李良说道 以前藏在西州大军里的密碟 提前撤回了一批 现在只剩资重那边还留了几个 唯独能够知道的是 孙修文确实没出现 现在文在佛 追着西州大军 已经进了旁边的山脉 想要赶尽杀绝 昨天吕树专注着血腰这边 所以根本无暇去管文在佛那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文在佛一夜之间 就击溃了西州大军 想想也是 毕竟西州本身剩下的 就不是什么精兵强将 而且 大宗师还神秘失踪 孙修文去了哪里呢 难道说吕神恶念 并没有寄希望于西州大军 所以 提前撤走了孙修文这个棋子 很有可能 玉龙班值牺牲了十二个战友 李良叹息道 他们在临死之前 杀了不止十个血腰 算是死得其所了 吕树面无表情 就算是他也不能救到每一个玉龙班值 战争是要死人的 他从一开始就明白 相对来说 一夜之间 只死亡了十二个 足以可见 玉龙班值到底 有多么强悍 没什么死得其所 吕树摇摇头 想尽一生荣华富贵 最终老死 才算死得其所 我现在终于明白 张卫宇为什么不想当统帅了 以前玉龙班值基本没死过人 所以大家都以为 玉龙班值是不会死的 但这世上的事情 哪有那么简单 神王都会陨落 旁边正在睡觉的陈祖安 忽然睁念 荣华富贵 什么荣华富贵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睡你的吧 哦 躺在城墙上的玉龙班值们 都哈哈大笑起来 陈祖安你听到荣华富贵 就按捺不住了是吧 呸 陈祖安不乐意了 你问问我树兄 就知道了 我以前的生活是何等的生命 我现在是为了信仰活着 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好吗 其实大家都没睡死 一闭上眼就是猙獰的血腰 手中握着冰冷的三叉戟 耳边全是喊杀声 还有同伴临死前 以命换命的笑声 吕树 看向吕小鱼 清理战场 这血腰尸体再不清理 恐怕都不用攻城了 到时候踩着这海谷桥梁 就能跑上城墙 嗯 包在我身上 吕小鱼说道 当说完 内城之外的地面 便开始渐渐沙滑 将地上堆积血腰尸体 全都吞噬了进去 这内城之下 已经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的血腰 曾经的王城 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凶城 吕树在想 以后的吕咒之王 敢不敢再立这里为都城 不过不用担心 他们能直接走上城头 吕小鱼看了吕树一眼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抬高内城的地面 都去休息吧 还有一场恶战 马上要卷土重来了 吕树已经看到 远山上的血腰军团 重新变得井然有序起来 想必他们的后续部队 以及新的领袖 已经抵达了战场 今晚要小心了 吕树说道 我怀疑北州的血腰大宗师 已经到达战场 他们正在叙事待发 这么急 李良问道 在他看来 围困王城 恐怕才是血腰军团的最好选择 血腰数量极多 而且对方根本不在乎牺牲他们 所以根本不用这么急展开决战 如果清空不及 他也不用等到现在暴露 再等一二十年 这天下都是他的了 吕树笑道 他自然有他及的道理 如今 吕树看了一眼星途 哪怕他兑换了大量的洗髓果实 负面情绪值 也快够点亮第六层星云了 就在今晚 到时候 就算他们不来找吕树 吕树也要出去找他们聊聊了 第1325章 玄学所有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吕树并没有睡 他始终都在盯着远山上的血腰军团 只要那些血腰与他的距离 不超出百里 吕树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吕树甚至想要直接寻找 那个新抵达战场的统领位置 然而对方藏得很深 似乎在山的背面 当才他去剑炉那边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剑炉昨天可比玉龙班值轻松多了 一千多个小剑铃放出去 就弄死了一波血腰 剑铃又不会真的死亡 破灭了 也不过是一天之后就能凝集出来 然而那些小小剑铃的速度和力量 都在东周士兵之上 一巴掌 甚至都能给东周士兵的脑浆子给扇出来 要知道 本体是一品 那么炼化出来的剑铃 最少也是二品 有些人开七海雪山之前憋得久了 竟然能在磨倒雪山的时候 直接磨出一品剑铃来 原本坚信 七海雪山要憋的剑炉弟子们 如今更是坚信了这一点 以往憋七海雪山 只是说 未来成就会更高 但你也没个直观的标准来判断它 现在有了 剑铃品街决定了一切 有个第一品的帮手 和有个同位街的帮手 这能一样吗 李树相信 剑炉一定会在坑弟子的路上 越走越远 也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有剑铃弟子直接憋死 剑铃弟子们 已经研究出来了 七海雪山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拉屎 所以以后他们传授弟子的时候 一旦弟子开始憋七海雪山 那就要开始避谷 李树感叹剑铃 这群人 真是不封魔不成火啊 昨天晚上 甚至有些剑铃弟子 放出剑铃以后 就没什么事干了 东周的几次试探 竟然连剑铃都没扛住 东周士兵 又不像血妖那样汗不畏死 李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郝婉希自己当初应该 叫玉龙班执剑到的 那时候 他想着李老爷子教他的东西 不能随便外转 别人的东西 终究是别人的 实在是他确认 吕小鱼就是剑铃祖师的消息 实在有点晚了 不然他早就叫了 要是现在能有五千多个剑铃 那得是什么概念 不过李树并没有要求剑铃支援 因为今晚一旦清空动手 那么玉扶摇也不会放松 这对于大家来说 都会是一场恶战 当太阳即将落下地平线 所有玉龙班执都在城墙之上 站起身来眺望远山 那群畜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 反正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了 来多少杀多少 这个时候李良感叹 大王很早以前 就让我和一千小心提防北周 那个时候 这群畜生还没撕下人皮呢 大王果然明察秋毫啊 也不知道 大王是怎么知道 清空这老小子有问题的 陈左安想了想说道 这个很好判断 李良愣了一下 怎么判断 树兄旁边有正常人吗 陈左安说道 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啊 同理可正 看起来很正常的清空 一定不是自己人 李良忽然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兄弟 你这是玄学啊 吕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是做死穴 就在此时 血妖军团的飞行旅 终于重新飞上天空 朝着王城方向飞来 吕树看向云蚁和虎直说道 今晚对方的主要目标 恐怕会放在我的身上 希望你们能够再次去敌后 找到对方的新统领 云蚁和虎直相视一眼 这次血妖军团全面集结 想要深入后方 找到对方的新统领 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但如果不找到新统领 恐怕御龙般直真的会撑不住 云蚁说道 好的 你放心 那统领说不好是大宗师级别的 已经有过一次 统领被斩首的事情了 恐怕会有血妖一族的高手环绕 所以这一去 是要背上身家性命的 话音刚落 他竟然看到吕树给他鞠了一躬 拜托了 云蚁忽然笑道 这一世 你我以鞠躬开始 以鞠躬结束 吕树和云蚁都笑了起来 他们又想起 吕树当初在机场认出云蚁后 给云蚁鞠躬道歉的事情了 吕树笑容见收 他认真看着云蚁 结束不了 一切以你们的生命为重 说完云蚁和虎直便踏破虚空再次离开 匆匆一见后 又匆匆离别 云蚁和虎直早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吕树 看向明月夜 我能信任你吗 明月夜笑道 您问出这句话 恐怕是不明白 我为了这一天 等待了多久 说着 吕树 看向吕小鱼 心里如今没有了文在府 和孙修文 恐怕血摇也会攻击那边 但御龙般执人手不够 吕小鱼笑了起来 有我和卡洛尔就足够了 成不能破 吕树说道 有我在 成就不会破 吕小鱼说道 还需要什么吗 吕树终究还是有点不放心 吕小鱼笑道 把你星图里面的那柄剑 还给我吧 大柄剑正面 写着这天下风景 我要三分 背面写着 这天下风景 我一分都不要了 只要人 吕小鱼很久没有拿剑了 久到了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的时光 但今天吕树需要他拿剑 他便拿 吕树将剑地给吕小鱼 而后转头看向 即将抵达王城的血妖们 他吼道 杀敌 真正的战争里 没有华丽的辞走 只有血与火 如今坟墓大门 已经为你们敞开 请安心死去 当血妖军团撞上王城的一瞬间 便开始有血液 向地面泼洒去 如同吕树想象中的那样 血妖军团在半路 分成两股血色河流 其中一半 都朝着吕小鱼和卡洛 守卫着的西面城墙涌去 吕树并没有去看那边 吕小鱼说 他们能守住 那就一定能守住 他看向天空之中 此时正有七个俊美的少年 朝王城走来 他们的目光 紧紧定在吕树身上 眼中血色翻涌 终于来点有意思的了 吕树一闪身变 到了城外 朝西北方向缓步走去 一点也不慌万 他不能让王城 成为大宗师的主战场 因为那会伤到御龙班值 而明月夜市中 跟在他的身后 第1326章 兄弟们保重吕树一动 七个血妖大宗师 也跟着动了 他们遥遥望着吕树 因为他们今晚的使命 就是要杀掉吕树的 不过他们不明白 吕树为何赶两个人 就走出王城 当七个血妖大宗师 渐渐逼近的时候 吕树对明月夜大声笑道 你说 血妖这个种族 为啥这么奇怪呢 明明在一品之前那么丑 结果实力增加后 却变得如此俊美 明月夜解释道 他们不是在实力提升后 才俊美的 他们是血妖中的王族 那些丑陋的血妖 就像是蚁巢里面的工艺 天生就是给王服务的 哦 语树笑了 他看向已经来到 近前的血妖大宗师说道 血妖里面也配有王 那七个血妖大宗师冷笑 言语之力 不足畏惧 今日你就会葬身于此 想杀我 语树抽出烈焰吞贼 哈哈大笑道 那就来试试看 看你们的清空来了 能不能杀我 塔洛平静地坐在墙朵上 看着血妖冲来 他回头看向吕小鱼笑道 你终于把剑拿回来了 吕小鱼看了他一眼 这段时间你很低调 认输了 胜负未分 塔洛笑了笑 活下来再说这些话吧 我死不了 吕小鱼冷声道 你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吗 塔洛叹气道 已经转世了 没法完全拿回来的 只能拿回来一部分 话音刚落吕小鱼的气势 竟然开始节节攀升 天地色变 一时天地间都响起了 清澈而凛冽的剑鸣声 一柄柄剑 像是从虚空中出窍 这剑鸣声 好像来自整个宇宙 然而吕小鱼最终 无法升到两周镜 似乎就像卡洛所说 转世了就是转世了 怎么可能拿回曾经的一切 不过吕小鱼平静道 够用了 借前世剑气一用 说着 吕小鱼竟然凭空 打开了一方世界 卡洛竟然看到 那个世界里面 有着毅力的气海与雪山 还有树不清的剑气 那些剑气 是数千年之久的 时间长河里练就了 如今感受到主人的气息 重新死灰复燃 他们发出尖笑声 响应着吕小鱼的呼唤 杀鸡汹涌 气海雪山 是件卢主人开辟的一方小世界 人会死 小世界却不会云灭 它只是藏在某处而已 吕小鱼的气机攀升 不是为了增加多少战力 而是要让自己 拥有足够打开一方小世界的能力 而那方小世界里 藏着一份送给敌人的大力 当血妖开始攀爬城池的时候 只见一柄一柄剑气 从虚空之中涌现而出 剑气如雪 晶莹剔透 寻常剑气都是半透明的 然而剑炉主人的无数剑气 与吕树的雷霆剑气一样 不是反品 吕小鱼转头看向卡洛儿笑道 知道我今生为何不练剑吗 为何 剑道自我而始 吕小鱼说道 我已穷极了剑道的所有奥秘 所以感觉无趣了 说话间 血色剑气一枚一枚地 穿透了血腰的躯体 只是这些剑气 竟然比吕树的雷霆剑气还要坚韧 吕树还需要贾桑依 给他具现实体剑 才能保证自己的剑气足够坚韧 然而剑炉主人却不用 卡洛儿笑道 并没有穷杰啊 起码你就不知道 雪山还可以摸倒 就在此时 卡洛儿的势力也开始攀升 天穷之上 竟然闪烁起了雷霆 卡洛儿竟然在此时 也站在了大宗师的巅峰境界上 而后 卡洛儿淡定走向战场之中 雷霆一呼应他的召唤 成为他的武器 然而雷霆也有镜头 并不是无止境的 当卡洛儿引来九道雷霆之后 天上的杰云刚准备消散 结果卡洛儿仰望天空笑道 这宇宙以后不需要雷霆了 全给我吧 这话刚说话出口 杰云竟然因卡洛儿的要求 开始再次凝聚 这世上有人无惧雷霆 但操控雷霆的唯独一人而已 陈左安无意中看到这一幕 便打了哆嗦 他对旁边的成秋巧说道 看到没 秋巧 千万别惹女人 这就是女人的攀比心啊 之前大家还担心 卡洛儿和吕小鱼 无法守住一面城墙 现在大家发现 自己真是多虑了 就算自己死了那边 恐怕都没啥事 操心好自己吧 成秋巧喘息着说道 那是两个妖怪 说着 成秋巧再次操控着飞剑 将天上的一只炼狱血妖头颅冻穿了 西北方战斗 轰鸣声响彻天的 大家都知道 那是吕树和明月夜在战斗 还好吕树把那七个血妖大宗师给拉走了 不然就算是战斗的余波 恐怕御龙斑驰和血妖都受不了 剑儒那边也彻底爆发大战 江树一和顾灵飞 这些大宗师 也终于对上了御福瑶手下的大宗师们 你说树兄能不能打过他们 陈祖安担心道 两个打七个啊 那是 我们都已经很疲惫了 陈祖安 你能不能不要再在这里说废话了 成秋巧 幕后道 你的飞剑呢 战斗已经持续了太久 每个人身上都有第一天战斗后的极度疲惫 现在只是坚韧的意志 在让继续他们坚持 然而就在此时 几只飞行旅的血妖忽然从地面飞起 他们竟是伪装成了不会飞行的先前旅 然后突然发难 这四只血妖强大壮硕 他们竟是用脚爪抓住了张卫宇 提上了天空 老张 有人惊呼起来 现在大王可不在身边 张卫宇在这近空领域里 还无法飞行 这被抓出去 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张卫宇在通讯频道里 哈哈大笑道 兄弟们保重 下一刻 张卫宇竟然反手 捉住一只血妖的腿 另一只手张开 原本飞出去的天下朝全都飞了回来 在他手中凝结未见 斩向头顶 提着他汗山凯的血妖 一道剑光滑过 头上的四只血妖 竟然全被劈成两半 只是这个时候 张卫宇已经被拉出了内城范围 他回不去了 张卫宇坠落的时候 留恋地望向内城 而后他身躯一拧 竟是找到了角度 踩在下面的血妖身上 双腿狠狠地弯曲下来 然后纵身一跃 回到了天空之上 他踩在一只飞行血妖的背上 斩掉了对方的头颅 紧接着把这名死去的血妖 当作踏板 再次跃向了下一只飞行血妖 第1327章 万惊人踪灭 谁也没想到 张卫宇竟然凶悍到这种程度 他竟然一次又一次 拿飞行血妖当作踏板 在这近空领域 他就像重新学会了飞行一样 黑色的身影 在天际穿梭跳跃 只是 那身影却离内城越来越远 张卫宇抽空回头看了一眼背后 既然回不去 那就杀出去 他张卫宇等了23年之久 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当张卫宇再一次跃起的时候 十几只飞行血妖 竟然同时朝他飞来 要在这一瞬间扑杀他 张卫宇藏在黑色面甲之后的面容 争鸣笑道 等的就是你们 骤然间 天下巢竟然重新一分为妻 带着残影 分别飞向深舟 所有飞向血妖 那一枚枚天下巢碎片 御龙班侄们看到这一幕都默然了 李良叹息 因为张卫宇没有落点了 而下面则是等着他的万千血妖 落下地面的张卫宇 身穿黑色汗山凯 他身边的血妖缓缓而行 似乎在考虑着 该怎么杀掉这个人类 张卫宇挥手一招 天上的天下巢 便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 万千血妖之中的张卫宇 显得很孤独 他知道 没人能来救他了 他知道这裴吕树重新走的一程 终于要结束了 张卫宇看向那些蠢蠢欲动的血妖们吼道 白杀老子 他手提天下巢 主动冲进了血妖之中 像是举着一面永恒的军旗 城墙之上的御龙班侄们 一边战斗 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张卫宇在血妖之中 硬生生朝着内城方向 杀出了两里路途 这路上的张卫宇 不知道杀了多少血妖 却最终主着天下巢面 朝内城办贵河演气绝 大王啊 千里路途 我只陪你一程 从此风雪艳阳无需送别 无知荣耀 已经回归 那些后来 铺上的血妖竟然没有去动张卫宇的尸体 而是主动避让开来 他们竟连张卫宇的尸体 多有些巨把 陈左安揭开面具 擦了一把眼泪 草他妈的 李良发狠道 老子要是不杀光 这些血妖 死不瞑目 御龙班只已经战斗了不知道多久 不知道杀了多少血妖 今晚的血妖 要比昨天的强悍许多 这才是血妖军团后续部队的实力 一个又一个御龙班 只被拉下了城墙 然而 每个坠落下去的御龙班 直都会汉不为死的一路杀出去 为城墙上的兄弟们 争取喘息的时间 法器盔甲开始出现破损 有些人手里的三叉戟 竟然只剩下一个毛尖 没有武器的 就用牙咬 血妖有多凶悍 他们就会比血妖更加凶悍 陈左安在城墙上 咬牙看向天空 他的飞剑不停地穿梭着 可那些天上的血妖 怎么杀都杀不完 地面的血妖 一次又一次想冲上城墙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要 冲到陈左安和内殿直他们身边 只要能杀掉御龙班直的对空能力 那么其他的御龙班直迟早都得死 李良也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那些御龙班 只一次又一次挡在内殿直面前 让他们好专心斩杀天上的血妖 5124人 4763人 4231人 3467人 这是御龙班直的人数 不停地减少 不断地减少 忽然间 一股热血喷洒在成秋桥面甲上 热烈的血液从面甲眼睛涌了进去 将成秋桥的眼睛都染红 成秋桥看向外面血色事件 竟是一名强大的血妖 隐藏在先前旅中骤然发难 想要冲到成秋桥面前杀死他 然而一名御龙班直忽然 站在成秋桥身前 用身体挡住了对方锋利的爪子 那爪子竟是穿透了御龙班直的法器盔甲 从后心钻了出来 御龙班直在通讯频道里 咳雪大笑 兄弟们保重 老张 我来陪你了 说着 他竟用最后的力气 抱着血腰冲出了城墙 狠狠地坠落在外面 兄弟们保重 兄弟们保重 头盔的通讯频道 此时除了静默以外 竟只剩下一生生的告别 成秋桥忽然看向陈祖安说道 祖安哥你知道吗 刚当灵气复苏 那会儿我得知自己 能够修行 真是太开心了 陈祖安愣了一下 这时他的飞剑 竟然再也承受不住 高强度的战斗开始碎裂 陈祖安吐出一口血来 天罗地网的修行法门 是扬本命星剑 他们的剑与他们同为一体 剑碎之后 本尊也会受到重创 然而 就在陈祖安倒下的时候 还仓皇看向成秋桥 你先别说这些话 咱们赢了以后 回去慢慢说 成秋桥笑了笑 后来我发现 自己竟然是假吉兹之后 开心得不行 总想着自己某天 要是能拯救世界就好了 就像那些超级英雄一样 这个世界不需要英雄 陈祖安愤怒大吼 他想扑向成秋桥 然而他现在根本站不起来 成秋桥摇摇头 很高兴认识你们 曹青慈 树哥 小鱼 忠玉堂 幽明语 风云露 风夜明 李一笑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无怨无悔 陈祖安痛哭怒骂 你他妈要干什么 老子告诉你 这个世界不需要英雄 不 玉龙般只需要 成秋桥笑着说道 说着 成秋桥摘下头盔 站上了强朵 他望向那一望无际的血妖军团 血液开始沸腾 这是天罗帝王的法门 刘修用过 赵永辰用过 现在成秋桥正在用 那是在燃烧自己的血液 骨骼 肌肉 筋脉 还有抑制 只不过 成秋桥燃烧得更加彻底 他说道 以前老是用不出来这一招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用我的血 万 敬 人 踪 念 只见成秋桥 血管开始一根根爆裂 细密的血珠 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 而他面前的血腰 竟像是受到某种不可抗力一般 开始化为积粉 大宗师绝死之危 成秋桥竟然在这最后关头一步 跨过了大宗师境界 碾出了万经人踪面 漫天遍野的血腰军团 灰飞烟灭 全世界像是扬起了沙土一般 成秋桥松了口气笑道 兄弟们保重 说着 成秋桥也化作闪光的粉末 向天边飞去 第1328章 白昼星光陈祖安挣扎起身 想要抓住那些粉末 然而怎么也抓不住 那飘散的粉末 在陈祖安的指尖 绕了一圈继续飞走 像是在跟陈祖安告别 兄弟保重 天际的第一缕阳光 穿透云层照耀过来 那些粉末熠熠生辉 就在此时远山的背面 竟然再次冲出了 密密麻麻的血腰来 天际也再次有血腰冲了出来 陈祖安站了起来 随手拾起一杆 不知道是谁的三叉戟 骂骂咧咧道 你妈的 今天要吃点血腰了 玉龙班这已经是强弩之末 恐怕是抵挡不住这些血腰了吧 但是那又怎么样 要死一起死 还没等陈祖安说完 他竟然隐约间听到 身后有沉重 而又整齐的脚步声响起 陈祖安站在城墙之上 豁然回头看向南方 那里竟然有一股青铜色的洪流 正在朝这边汹涌奔腾而来 天地间 血腰的红色 与天罗帝网的青铜 犹如水与火般将要相撞 之前说的天罗帝网不会来 然而青铜洪流万人请命 吕树是第九天罗 也需要守护 如果他们不参加这场战斗 一辈子都会活在愧疚之中 以前吕树守护过他们 现在他们来守护吕树 所以当空间通道打开的瞬间 聂亭和石学静 便带着青铜洪流来到了吕树 一路朝北方进发 那青铜洪流行进速度极快 当血腰军团再次来到城墙之下的时候 竟然被青铜洪流提前给拦住了 紧接着 陈祖安竟然看到李一笑 陈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其中 大开大河间 竟然真的将血腰军团都给挡了下来 青铜洪流们在城墙之下 咬牙将血腰军团 给硬生生地顶了回去 有人大吼道 城墙上的兄弟们 先休息会儿 我们来了 可是青铜洪流的平均实力 毕竟不如御龙班职 这么硬扛着 他们也会死 就在此时 远山背后轰鸣声响起 地动山摇 李良松了口气 两位傀儡师大人 找到血腰军团的统帅了 不得不说 刚才成秋巧的万金人踪灭 成功地破灭了 血腰军团的进攻计划 原本藏起来的血腰军团统领 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大局 重新押上血腰大军 然而 云翼和虎之等待他很久了 他刚出现便动了手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名统领身边 竟然隐藏着两名大宗师 将他们硬生生地阻挡了下来 血腰统领间大事不妙 就想后退 有两名血腰大宗师扛着 他就有时间逃跑 可还没退两步 他身后的一块巨石 竟然出现了一条裂缝 刀光从裂缝中乍现 仿佛贯通天地般的刀光 竟然将这血腰统领一分为二 曹青慈从里面走出来 他提着心停刀 冷冷地看向周围的血腰 而后冲向了纠缠着 云翼他们的血腰大宗师 刺杀这种事 还是曹青慈更拿手一些 青铜红流发现 血腰军团此时竟然开始松动 甚至退缩 李一笑大吼 杀过去 一时间 青铜红流竟然以极快的速度 将血腰军团杀得节节后退 你们看那边 是第九天罗 有青铜红流 一边追杀血腰军团 一边喊道 只见吕树扛着一个人 狂奔在地面上 等吕树走近了李良才看到 吕树身上已经满是伤痕 就连脸上都留下了血液 明月夜被吕树扛在肩上 不知死活 当吕树将明月夜放下的时候 李良惊讶地发现 吕树背后竟是一条伤痕都没有 就连衣服也干净如新 明月他怎么了 李良问道 吕树擦了一下脸上的血迹 没事 能活 吕树对明月夜说 把后背交给他了 然后明月夜便成了他的后背 为他挡下了所有的灵力攻击 就算死 也要挡下 陈左安红着眼眶看向吕树 树兄 御龙班只就剩下两千七百多人了 老张死了 承秋巧也死了 吕树愣住了 他知道战争会死人 也知道会如此惨烈 他在与明月夜被靠背 厮杀七名血腰大宗师的时候 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不愿意去思考 等他回到内城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兄弟们就不在了 他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但是知道 并不代表接受 吕树平静说道 清空 还不出来受死 没人回应 恐怕清空仍旧觉得 这不是适合他出手的时机 他怕死 然而剑颅弟子守护的东面城墙 忽然出现惊呼声 只见御浮瑶 竟然踏破虚空 出现在城墙上 一缕紫色的长长沙金 与他如影随形 那紫色沙金 只是扫过两名剑颅弟子 两名剑颅弟子 便吐血身死 江树一等人 被玉浮瑶坐下 九名大宗师纠缠着 根本来不及回旧 玉浮瑶并没继续动手 而是瑶瑶望着吕树笑道 第六层星云的负面情绪够了吧 我来取星图了 吕树冷冷 看项玉浮瑶 我从未如此厌恶过你 看到你便觉得恶心 喜怒哀惧爱恶欲 而便是解开第六层星云的钥匙 第六层 星云里的所有星辰 都开始缓缓转动 星辰之力奔腾如星河 楚慧坐在主星之上 闭紧了自己的眼睛 宫阴无王回归 楚慧归位 天空中浩荡着剑气嗡鸣声响 遥远的天外 骤然有无数群星亮了起来 那些原本因为天亮 而隐没的群星 再次释放光芒 这是白昼星光 吕树一步踏破虚空 来到玉浮瑶面前 烈焰吞贼一剑斩下 然而玉浮瑶身旁 忽然出现空间波动 竟是有两名大宗师 一左一右护在了玉浮瑶身旁 谁也没想到 玉浮瑶坐下 已经出了九名大宗师之后 竟然还留有后手 也不知道 对方这数百年来到底 有多么处心几率 就为了今天 吕树冷冷地看着那两名大宗师显现 可就在这时异象涂生 一名大宗师胸前 突然出现一枚黑色的刀尖 那黑色的刀 在不断吸食着这位大宗师的血液与根骨 他难以置信地回头看去 只来得及看到一袭黑色大肠 还有冷峻的面孔 另一名大宗师来到同伴身边 想要偷袭涅亭 可是涅亭身后 再次出现了石学镜的身影 石学镜手中一颗明珠金光 将对方的所有攻击都给挡了下来 涅亭转身一刀劈去 死 第1329章 好春光 不如梦一场 大结局 高手之间如电光火石 只需要一个破绽 就足够致命 玉浮瑶身旁埋伏了两个大宗师 想要偷袭吕树 然而他们没想到 吕树身边也有后手 而且是如此爆裂的后手 那刀光必无可避 两个大宗师发誓 自己这辈子 都从未见过如此凌厉的刀光 天若惊鸿 当第二个大宗师 想要偷袭涅亭的时候 他赫然发现 对方的底牌 仍旧没有翻完 有涅亭在的地方 必然有石学镜 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 可惜这位大宗师 不是地球人 黑色的刀光 仿如来自地狱深渊 能够带走一切 他值得留恋的东西 语树看项玉扶摇 想取星图 那就来吧 杀了你 我看那个不堪一击的舞台小丑 拿什么杀我 舞台的灯光即将熄灭 道具也要被撤走 而吕树从未将吕神恶念 当作过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因为对方就像是 吕小鱼居来的那头猪一样 一碰就破 大宗师尽数登场 这舞台 也该羡慕了 说着 吕树的烈焰吞贼再次斩下 玉扶摇身上的紫色沙晶 朝着吞贼过去 那沙晶仿佛不怕火焰似的 竟然将吞贼紧紧缠绕了起来 两个人一进一退朝东方飞去 咔的一声 吕树竟是听到吞贼的剑身上 出现了一声碎响 那紫色沙晶 竟然连吞贼都给绞碎了 不管是腐蚀 还是狗 还是吞贼 吕树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星图中诞生的武器 竟然还会碎脸 若是让玉扶摇 将这紫色沙晶缠在他的身上 恐怕他也不会比吞贼更坚韧了 吕树的雀阴灰线 从星图内汹涌而出 当紫色沙晶再次裹袭而来的时候 雀阴灰线就像是水中的鱿鱼 让紫色沙晶根本无处下手 涅亭在旁边冷眼旁观着 他手中的黑刀 将所有沾染上的血迹 都吞噬了进去 而玉扶摇带来的两名大宗师 则已经惨死当场 脸上都尽是黑色的神秘纹路 这柄刀来立神秘 就连吕树问及 涅亭都没有回答过 他到底从何而来 涅亭未动 是因为他要等其他人继续出手 如今吕树和玉扶摇打起来 已然是这宇宙巅峰的战斗了 不管要杀玉扶摇 还是要杀吕树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但是这场战斗里 已经分不清 到底谁是螳螂 谁是蝉 谁是黄雀 而黄雀之后 会不会还有一位猎人 在举枪瞄准 就在此时 吕树背后再次开启 一扇虚空之门 涅亭一刀挥去 他等的便是现在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是当下出现在吕树背后 想要杀吕树的人 都是涅亭要杀的人 刀光挥过 从虚空之门走出的人 竟然自信到 只用两只手指 去接涅亭回来的刀 对方笑道 小小宗失敬 也敢入局 那两只手指缭绕着黑色雾气 犹如一层世界规则覆盖其上 只是对方刚说完 却发现 那柄黑刀 竟然在一层层地破开 他指尖规则 惊得他顿时缩手后退 石学静看向那人 对方身处青铜灯焰之上 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宗失魂破手 持着青铜灯 石学静疑惑道 这特么是个什么东西 涅亭笑道 你竟然说脏话了 石学静也笑道 碰见这么个东西 说脏话不稀奇 涅亭看向对方猛笑道 我这境界 杀你足够了 而且我重申一遍 这境界从今天开始 在宇宙也得叫神藏境 吕神恶念轻笑道 神藏境 为什么 涅亭说道 因为这是我起的名字 话音未落 一刀斩出 然而吕神恶念却并不生气 他看了一眼 吕树和玉浮瑶战斗的方向 而后对涅亭与石学静说道 那就先杀你们吧 云仪 虎直 曹青慈正在全速赶来 然而他们面前 却出现了三个魂魄拦住去路 云仪冷笑道 这点人手杀我们恐怕不够 然而其中一个魂魄开口笑道 拖延时间总够了吧 别往前走了 你们的战场在这里 吕树与玉浮瑶快速腾挪着 两个人每一次撞击 都让整个世界的空间开始晃动 这是真正的世界碰撞 玉浮瑶一边退一边笑道 记得吗 这是你赐我的杀金 那我就亲手斩断他 吕树冷声道 下一刻 当杀金向他缠绕而来的时候 吕树突然消失在了玉浮瑶面前 而玉浮瑶心声警觉 也踏入虚空 当两个人重新出现时 竟然互换了位置 大宗师之争 形如魅影 快如雷霆万军 规则碰撞之间 吕树赫然发现 王城的近空领域 也开始破碎了 那一片片星辉 就像是灿烂的流星 玉浮瑶率先飞上天空之中 而吕树则在他身后 划出长长的尾燕 那是身体 法则与空气和宇宙世界 摩擦而出的巨大能量 吕树感受到 自己在冲破一切智谷 那原本的世界 在他两周镜后形成的新世界面前 也要退避 地面上的人 已经无法再插手天上的战斗了 因为那是两周镜之间的战斗 玉浮瑶在天上说道 为何不能投入我的怀抱 这样我们就不用这样杀戮了 你也配 吕树再次协同着雀音灰线 撞向玉浮瑶 两个人刚一接触 便被巨大的能量朝西先向远方 玉浮瑶怒吼 你生而为王 这一世为何要像一个人类一样 卑微地活着 我们并不卑微 吕树再次带着巨大的尾燕 撞向玉浮瑶 两人相撞十天的都在颤抖 玉浮瑶笑道 人类不配拥有星途 那是星辰的主宰 这一次紫色的沙晶 分成了千丝万缕 从雀音灰线身边擦肩而过 仅仅只是一瞬 便出现在了吕树的面前 吕树不避不让 竟是仍旧咬着牙 催动雀音灰线 从玉浮瑶的身体上洞穿而过 雀音灰线与玉浮瑶的世界规则相互碰撞 那巨大的能量朝西五彩缤纷 就像是王城天空之上 放起了一朵烟花 只是这一次 吕树惊讶了 他原本已经鼓荡起了 自己的所有世界规则 准备抵挡玉浮瑶的攻击 然而那紫色沙晶 却在刹那间停止 李树很清楚 自己未必挡得住这次攻击 他也很清楚 玉浮瑶原本是有机会的 玉浮瑶失去了所有力气后 看了看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 他笑了笑 还算有良心 没有伤了我的脸 能够美丽地死去 也算是一种幸运 我说过 我爱你对吗 你不相信 但我知道这一刻 都不忍心杀你 如果时间能重来就好了呀 我就不从那片废墟里爬出来了 这一是你的第六星云为我而开 你不会忘记我的 对吗 一口气说完了所有想说的话 玉浮瑶闭上眼睛 用最后一点力气 穿越虚空瓶躺在了地面上 他怕重重地摔在地上 会弄化了他的妆容 如今只剩吕树一人在云中助力 可他一点都不像一个王 更像是一个迷路的小孩 他抬头看向天空的另一处 出来吧 我很好奇 为何刚刚你不从背后杀我呢 清空勾搂着 被从虚空之门走出 他笑道 其实他一直想要杀的人是我 你刚才若不跟他换命 他恐怕还会一直等下去 等到我出现的时候 给我来一下子 那我可受不了 玉树沉默许久后说道 现在主动走出来 是觉得有把握杀死我 清空笑道 你的剑也碎了 世界规则也残破不堪 还能拿什么跟我打呢 是吗 玉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据说你是血腰里的王族 但恐怕 你对王这个字 并不是很了解 或者也不配了解 刚才的战斗里 吞贼碎了 狮狗碎了 腐尸碎了 却因灰线在最后一刻 击破于扶摇的世界壁垒后 也纷纷碎裂 然而他还有葫芦 玉树从星途之中 取出了葫芦 而葫芦中的飞刀跃跃欲试 清空背着双手摇摇头 这可不够 当年老神王面对我也不敢说 就用这么一个葫芦 便能打败我 当然 我说的是 大家同为宗师镜的时候 他进两周镜 我就打不过他了 但现在我也是两周镜 玉树看向清空认真地说道 我有点不耐烦了 清空愣了一下 什么 我说我有点不耐烦了 吕树摇头道 一个个上来车轮站 没完没了 所以 你赶紧死了吧 我还要去下面收拾另一个呢 不过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过 解决了你之后 应该就结束了吧 也许别人面对 吕神恶念的时候 会感觉无力 然而对于吕树来说 不管对方如何强大 也不过是扭头葫芦一刀的事情 当吕神恶念的计谋 被力量摧毁 那么 仅剩下对方的时候 并不可怕 所以 吕树其实并不忌惮吕神恶念 他真正的敌人 是面前的清空 清空笑道 你拿什么杀我 他的笑声渐渐变为怒吼 求我无数年自由 今日我也是两昼镜 你拿什么杀我 两个人纷纷朝对方撞去 清空竟从自己的肋下骨骼中 抽出一柄赤红的剑 来斩向吕树 葫芦中的飞刀 毫不犹豫地斩向清空 以至于清空的世界 龟泽咔的一声 出现了一条裂痕 我说了 那骨痴之上没有血肉 只有锋利的骨刀 然而当两人即将相撞的那一刻 吕树鬼异地笑道 那可不一定 说话间 吕树骤然将手伸进一片虚空之中 那虚空之门 在他身侧打开 而门的背面 是长白山 长白山的某一块草坪上 原本看似空无一物 可是当这虚空之门打开的刹那间 竟有一柄透明的长剑 主动飞向吕树 将自己的剑柄 放在了吕树的手掌上 成影 刹那间 吕树将成影 从虚空之中抽出 一头白色的巨龙 从透明的剑身上 腾空而出 一头黑色的巨龙 张开血盆大口 出现在了清空的背后 清空的世界规则 以圆形延展上百米 而两头盘龙 分别咬在上面 只听咔的一声 世界规则 竟然被咬碎了 清空来不及反应 他也没机会反应了 一柄透明的长剑 斩断了他所有的骨齿 而后一瘦一发之间 狠狠地插入了清空的心脏 吕树双手狠狠 压着透明的成影 压着清空向地面坠去 清空眼神中出现迷惘 他觉得自己 不该这时候死去 因为他才应该是 宇宙的心王 清空双手 用力地攥在成影剑身上 想要将成影 一寸寸地拔出来 可是那柄剑 他拔不出来了 两人如同流星一般 坠落地面 轰得一声 地面的泥土 如海浪般汹涌掀起 一波一波的泥土波浪 向外翻涌着 而后再自由落体 坠回地面 地表出现巨大的深坑 而吕树提着成影 从烟尘中走出 吕树 看向地面的玉浮摇 对方静静地躺在地面上 面色平静 短短一天之内 便有两明两昼镜强者陨落 不过吕树知道 马上就会有第三个了 对于吕树来说 战斗已经结束 剩下的 只是把吕神恶念 给戳破这么简单 他抬眼望去 涅亭正与吕神恶念 厮杀在一处 整片大地 都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 远处山栏青岛 近处地面 犹如被巨刀离过一遍似的 就连地面都被切割得光滑平整 鬼知道涅亭一个大宗师凭什么 跟一个两昼镜强者 打了这么久 还能不分上下 恐怕吕神恶念心里 也有着和吕树一样的疑惑 此时涅亭已经将吕神恶念 赖以移动的魂魄给砍死了 没人帮吕神恶念 拿着青铜灯念 这吕神恶念 只不过是个靶子而已 吕树 看向吕神恶念同情说道 其实清空都要比你死得更有尊严 吕神恶念咆哮道 我才是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便有黑色的刀尖 从他背后穿透而出 涅亭竟是趁他 分神在吕树身上的一瞬间 结束了他的生命 涅亭慢慢将刀 从对方的胸口抽出 废话太多 吕树目瞪口呆 喂 这一刀不该抢吧 应该留给我了 你抢人头抢得太顺手了吧 涅亭贴了吕树一眼 这就是战争 什么狗屁战争啊 抢人头就是抢人头啊 吕树怒吼道 然而就在此时 吕树豁然回头看向石学境 只见石学境正一步一步 缓缓走向王城带做战场 吕树喊住石学境 你要干嘛 石学境回头对他笑道 儒家说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为之生 焉之死 佛家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道家说顺乎自然 乐天安命 我以为我曾贯通三教 其实我什么道理都还没弄懂 可好像又懂了 吕树快步走向石学境 你说这个干嘛 然而吕树赫然发现 他竟无法靠近石学境 不管怎么跑 都跑不到石学境的身边 吕树如今是两昼镜 竟然连跑到石学境身边 都做不到 吕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他回头看向涅亭 你拦住他啊 他要干嘛 只是涅亭一动不动 眼神复杂地望着石学境一路 朝着战场走去 他用一声寻找他的道 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他说 净一寸有净一寸的欢喜 如今应该是找到哪个道了 道 吕树正然 道是什么 竟然超越了实力境界的存在 石学境踩着地上的泥泥与血水 他回头洒脱笑道 哪有什么道 我只是不想 他们死去而已 有些人还在京都修行学院 听过我讲课呢 如今我的学生死了 我自当救回他们 那一年 石学境一招顿武 京都满城花树起开 人人顽疾痊愈 现在 就像当初石学境一招顿武一般 混杂着血水的泥土 竟然重新长出了青草 随着石学境一路走了过去 只是这一次 天边竟有一缕金色的粉末飞回重塑 地上的那些青铜红流 与玉龙般直伤口渐渐痊愈 血摇尸体化为飞灰 石学境就坐在战场之中 整个战场竟是逆着季节 开变了鲜花 他看向涅亭笑道 保重 说完 石学境闭上了双眼 后继 涅天罗 大事不好了 有人跑进了洛神修行学院的校长办公室 涅亭正看着文件呢 他抬头看向来人 发生了什么 吕老师他跟别的老师又打起来了 来人惊呼 涅亭揉了揉眉心 又是因为什么 两个班的学生打架 吕老师和另外那个班的老师去调解 结果他们听完学生说的解释之后 吕老师认为 他学生没有错 陈老师说 他的学生也没有错 然后吕老师就开始揍陈老师 陈老师在拉架 结果根本拉不开 涅亭和上文件 看着来人平静说道 你要还想按时下班 就别管他们的闲事 让他们把狗脑子打出来好了 说着涅亭走到门口穿上大衣 就准备下班回家去了 留下来人目瞪口呆 涅亭顺着小路走出洛神修行学院 走过洛城的街道 还和好几个洛城新来的居民 笑着打了招呼 至于吕老师和陈老师打架的事情 压根没被他放在心上过 他来到自家小院推门而入 涅亭拍了拍身上的风尘 对厨房说道 有小米粥吗 涅亭忽然僵了一下 这才想起来 已经没人给他煮小米粥了 涅亭笑了笑 躺在小院的靠椅上 一阵春风吹来 惬意无比 涅亭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回到了二十年前 那时候他也还是个少年 涅亭身后 有一大群不良少年 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跑在秋天京都 满是落叶的小胡同里 不良少年嘴里喊着 我看你能跑哪里去 追上你就打死你 结果这时 刘海胡同里 突然冲出来一个 手中拿着现装书籍的少年 这少年年纪稍大一些 他开始追着那群不良少年 一阵乱跑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再看见你们打的 你们亲妈都认不出来你们 现装书籍在他手里卷着 就像是一根棍子似的 挺威风 涅亭靠在院门上 气喘吁吁笑道 姓时的 你还挺有气势吗 石学静转身笑道 让你跟我爹好好练刀 你偏不听 可练刀也不一定能打得过那么多人 涅亭不服气 石学静拿现装书卷成的棍子 敲了敲涅亭的脑袋 那你从后面捅他吗 敲闷棍不会吗 涅亭想了想 撑 那就敲闷棍 家里还有饭吃吗 饿着呢 有啊 我刚熬好的小米粥 一阵秋风吹来 小胡同里的黄叶 在地面上打了个旋 随后又轻轻地落下 指一下 两个少年的笑声久久不绝 很简单的完本敢言 写大王饶命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有些不真实 2017年8月18日 发布第一章 我自己就很确定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 一 我想写一个不一样的大魔王 他对世界失望过 他一点都不无私 因为这世界不曾给过他什么 他很冷漠 因为他正遭受着冷漠 他很倔强 因为他相信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命运 那么能决定他命运的人 只有他自己 但如果只是这样 那就太简单了 也太无趣了 我曾在吕树身上感受过孤独 他曾经是孤独的 我确信如此 但就像书里写的那样 世界不总是那么差劲 不会总是黑暗 不会总是冰冷 当我们被推向深渊的时候 请像吕树一样 握住别人温暖的手掌 光 一定会透过冰冷世界的裂痕照射进来 吕树与世界和解了 他不再怨恨他 不再厌恨他 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怨你我也能如此 有人说 大王饶命三观不正 也许吧 二 我想写一个不一样的感情 我甚至不去想 他是爱情还是亲情 那都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我只想让两个孤独的人陪伴 就像起初那两个 依偎在一起的小选人 吕小鱼不是天生暴力 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我仍然坚持 他选择用自己的一生 来成全吕树的一生 用陪伴把吕树 从深渊里一步步拖上来 他把吕树当作了他整个世界 这才是我的初衷 其实 这是一个三生三世的故事 剑炉主人是第二世 吕小鱼是第三世 只不过大王里并没有提到第一世 也许等我以后 收拾好心情写前传的时候 会把他爹写出来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三 我喜欢自己笔下的许多人物 但这本并不是那么完美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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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是有太多不满意的地方 前几天 我跟其他几个作者说 灯芯连载 就像是滚雪球 问题越滚越多 必须在前期做好准备工作才行 大王这本也是 也许下一本 我会偶尔放慢一下脚步 因为不想留下遗憾 大王其实就有挺多遗憾 因为某些情节没写好 如今我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希望下本可以做得更好 在写大王的时候 暴露了我太多的缺点 我也是时候去冲冲电补补课了 这样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故事 四 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经历了很多 非议 谩骂 沮丧 迷茫 这个网络时代 人们都可以自由地评价其他人 而写书开始我就知道 我要承受什么 再次感谢 我老婆的支持 没有她的支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了 我给我老婆写情书说 她的包容与温柔 总能让我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她 感谢 五 很多人 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 也有很多人希望赶紧结束 不管怎么样 都感谢大家的支持 或者支持过吧 感谢那些鼓励过我的人 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再次感谢 六 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调整精神和身体 病痛已经折磨我太久 精神也消耗殆尽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故事到这里 就该结束了 但我还会回来 带着我的故事 等我 七 公众号会说话的肘星人 会更新番外信息和新书信息 微博会说话的肘子 我应该会时常出现在那里 我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很高兴 自己能在完结的时候 再次燃烧一次自己 朱军 下次再见 保重